修罗这个人嘛 也不是不能搞 就看利益大不大了 杀是不可能啊 但可以用一些非寻常手段 我也不是什么正义之士 修罗也不是 我是老六 他是二五仔 哟 你苏杨居然不要女人 可真稀奇 说吧 什么条件 诸葛克对我阴阳怪气了起来 同时又非常好奇我到底会提什么条件 这时候我指了指天空说道 近期会有七星连珠 你可知道 诸葛克愣了一下 不明白我什么意思 是又怎么样 你不会要我上天 给你把星星摘下来吧 当然不是 你如果近期有占卜的话 肯定会知道 七星连珠会出现什么 我虽然没有明说 但也足够提醒诸葛克了 他诸葛家的占卜之数可不落 他皱了皱眉头 这几天都在担心曹帅 直到他今天去世 我还真没有心情去管别的事情 到底是什么 你说 打开昆仑山的钥匙 你帮我得到这个 我帮你弄修罗 怎么样 既然他不想算 我只能直接说出来了 他如果答应的话 那这个交易绝对值得 现在已经出现各种大佬 我并没有把握能直接夺得这个 如果有诸葛克帮忙 我的胜算应该多一倍 连僵尸王江城 都要插一只脚进来 这是不知道得多大 我一个后生 估计难在其中抢到 我需要有人帮我 你要那玩意干嘛 自古昆仑山就神秘 众方难寻 你连找到昆仑山都困难 诸葛克犹豫了起来 他估计怎么都想不到 我居然会提出这样的条件 他一直以为我 只想要女人 冷如霜加上他 京都两大美女 足以威胁得到我了 可我居然没答应 而是要什么钥匙 你别管 所有人都来抢的东西 就算是一坨屎 我也要 这么多大人物都要的东西 我不相信不稀罕 江城都多少年 没有出现过了 为了这个打开昆仑山的钥匙 居然贸然现身 还有柳西林 也先 后面估计还有数不胜数的人物 这回七星连珠 估计京都就热闹了 而且全是厉害的人 给个话 答不答应 不答应我召别人了 不过我可告诉你 修罗不是谁都能动的 就算有这本事 也没有这胆子 过了我这个村 那就没这个店了 而且 你用冷如霜做威胁 绝对是最大的败笔 我一而再地警告诸葛克 他为了给曹一报仇 已经有点狗急跳墙了 他在跟人赌命 行 我答应你 但你得先把修罗 给我整疯了 诸葛克急急不相信我 用手指着我的鼻子说道 不行 七星连珠快出现了 没有时间 修罗不是普通人 必须先帮我 不然这交易完成不了 这回我没有骗他 想弄封修罗不容易 这么短时间 我不可能完成 万一你骗我怎么办 诸葛克已经见识过我的阴险 不敢再轻易相信我 爱信不信 你以为你有得选吗 不信老子走了 我二话不说 我二话不说 迈开腿就走 转身的时候 甚至都没有看诸葛克一眼 因为我知道 他会叫住我的 一二三 等等 诸葛克果然叫住了我 然后说道 答应你了 你要敢骗我 我一定会让你下半身 幸福全回 生不如死 我顿敢裤装一凉 女人都怎么回事 为什么惩罚男人 老用这招 听着都吓人 放心 我只骗外人 你里里外外 我都见识过了 不算外人 你是那人 我黑黑地笑着 但是才发现 后面的下人 都朝我头来了 奇怪的目光 刚才差点忘记 他们的存在了 诸葛克也感觉气氛不对 立刻苍白的脸 多了一抹红韵 有点气急败坏地说道 少在这里胡说八道 快滚 今天我要拜计曹帅 明天我找你 行 先撤了 我脚顶抹油 立刻尴尬地溜了 不然等下诸葛克 非得用扫把干我 刚才差点把我们 有一腿的事情都说漏了 回到苏家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苏恩回来了 他去请女娲后人来帮忙 可好像回来太晚了 现在魔窟都已经被封印 曹爽都死了 还请女娲后人干什么 家主有请 等候多时了 门口的苏命 依靠在墙上 然后冷冷看着我 估计是奉苏婷之命 在这里等我 家主有请 我看是女娲后人 想见我吧 来的到底是哪个 还是全来了 女娲后人四个 我睡了三个 那大姐黑桃 还被偷袭成了重伤 不知道会不会报复我 听说跟他们成功圆房一次 他们就会跟苏家结盟 现在 他们算苏家的盟友吗 都怪苏安 事情都解决了 你还请他们 来干什么 走啊 等下苏婷见不到你 又责罚 我们这些小的 苏命是为数不多 赶在背地里 直接叫苏婷的 跟我一样 这小子除了前世祖宗 其他的几乎都不怎么上心 只要加钱 他叫你爷也行 我怎么也是长老 你不能尊敬一点 叫我一句长老吗 我跟着苏命走了回去 他顿了顿 好的 六长老 给我把六字去了 侮辱人是吧 很快 我们就来到了大堂 我看见了两个熟悉 又陌生的女人 坐在椅子上喝茶 熟悉是因为 她们身体我已经见过 陌生是好久不见了 来的女娲后人我记得 是大姐黑桃和白玲 那大姐还是那么骚气 金丝眼镜 长腿黑丝 高领白衬衫 头发盘起来 有些霸气 站起来身高 估计碾压苏家的男性 白玲本来就是一个男人婆 但这次 她居然有了很大的改变 长发披肩 还有两个粉红色的蝴蝶发夹 穿着小裙子 看起来可爱甜美了许多 看来我让她尝到了 做女人的乐趣 打开了她新世界的大门 唯一还不变的是 她依然端着一把长剑 她是老四 年龄最小的那一个 青儿和子福倒是没来 说实话 我倒是挺想念青儿的 毕竟没吃到葡萄 永远都是酸的 子福跟青儿还好说话 就是这个大姐黑桃 跟我愁醉特么大 我偷袭重伤过她 还阴了她一次 虽然睡了 但没完全睡 旁边的这个白铃 最听黑桃话了 是感情最好的两姐妹 黑桃让她往东 绝不往西啊 而且这个白铃 极其暴力 杀人根本不眨眼 要不是我 手段高明 当时已经死了 见我回来 黑桃下意识地站了起来 双拳紧握 很明显有怨气 我跟她的仇视 一日都没有忘啊 可她没有动手 她身材很高 腿又长 显得极其挺挺玉立 傲慢的脸庞低头看着我 那副桀骜不驯的样子 让我想拿出鞭子来抽她 苏杨已经是苏家长老了 不过她 也算和你们 有过夫妻之时 虽然事情 已经不需要 女娲后人帮忙 但你们千里迢迢来到 有需要的话 我们可以安排你们 再续前缘 苏婷简直把我当牲口了 这青楼的姑娘 也没有这么卑微吧 女娲后人想上我就上 不 我不答应 多谢家主的好业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今晚送她来我的房间 黑桃居然咧嘴一笑 那笑容跟那小电影的女主角一样 看得我肌皮疙瘩起了一地 这女娲知道了自己的后人 堕落成这样 得伤心成什么样子 呃 你们既然如此喜欢这小子 为何不直接联姻 苏姐急急不解 不过她巴不得 我马上离开苏家 让女娲后人带走最好了 而且用我换交情 以后受到女娲后人的重点庇护 这对苏家来说是莫大的利益 黑桃摇了摇头 我们女娲一族 对男人没有兴趣 只是借身生子而已 不必成婚 再说了 我对这个小子可谈不上喜欢 这个话引来了大家的同情 女娲后人的手段 对男人尤为残忍 我得遭多少罪 我能在女娲后人身下活下来 应该算万幸了吧 我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站着 因为本身情势 就不站在我这边 说多错多 而且苏婷说一不二 我能给苏家带来好处 她会毫不犹豫 拿我当物品去交换的 苏家男人多 我们不方便住在这 晚上给我送到酒店吧 黑桃站了起来 踩着高跟鞋 一下一下地往外走 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膀 趴在我的耳边说道 上一回的仇 我要十倍拿回来 说完以后 扬长而去了 只留下一个风骚的背影 一个意犹未尽的背影 没想到啊 我堂堂六长老 居然要被当成一个生育机器 真是苏家的悲哀 白姑给苏阳准备十全大补汤 为了苏家的荣耀 苏婷吩咐一下白姑 便把这个重任 狠狠地压在了我的身上 唯一一个跟女娲后人 睡觉不死的男人 可真是苏家的荣幸 可没有人羡慕我 眼神里不是同情 就是可怜 美色如果是刮骨钢铁 那这两个女娲后人 就是和蛋 一般的男人就算不死 上去也是被榨干 有些事情 行内人多多少少 也是有些了解的 中午的时候 果然有人送上了十全大补汤 按照苏婷的话 办得妥妥当当 可不敢有半点耽误 我也是第一次感觉到 睡女人 还能迎来众人期待的目光 可真是活久见了 可送来十全大补汤的 不是白姑 而是苏刘也是姑 不过是杨过 叫小龙女的那种姑姑 一般这种事 都是白姑干的 她相当于苏家的管家 不知道为什么 由苏刘送来 小杨 这汤啊 我加了一点点料 你把女娲后人拿下 然后拉拢到我们这边 可不可以 苏刘一身红色低胸装 性感的大红唇 她跟苏恩的打扮 完全不一样 骚气得很 苏恩则是裹得 严严实实的 极其保守 我咽了咽口水 有点紧张地说道 你加了什么 大哥别乱搞 会死人的 吃多最多的民间偏方 应该就是 九尾湖的各种鞭了 这些玩意有用的不多 只会吃吐你 而且极其恶心 放心 我怎么会 可能让你出事 哼 只要女娲后人 站到我们这边 那我当家主的 可能性就大了 大哥已经失去罢的宠幸 老四死了 二姐是条咸鱼 这一回 家主之位 还不是我的 苏刘眼神极其凶狠 野心勃勃 表情好像权贵之人 为了争夺这个家主之位 我估计 她什么都做得出来 她的思路没错 如果女娲后人也拥护她 那基本是成一半了 还有我这个长老 可她不知道 老子压根没想帮她 女娲后人如狼似虎 我能活着回来就不错了 再说了 我跟她有过节 她不会让我平安下床的 我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那黑桃不怀好意 势必要抱上一次的仇 我此次前去 那肯定是凶多吉少 哎 你这就有点不懂女人了 女人一辈子 无法就是要两样东西 爱和爱爱 你满足她任意一样 她可以为你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为你死都可以 还怎么会杀你呢 苏刘站累了 坐了下来 翘着二郎腿 红色低胸短裙 仿佛在唱着一首春歌 春光无限 您 难道有什么高招 我连忙向她取经 希望能得到什么启发和帮助 苏刘称怒了一下 敲了一下我的小脑袋 你是真不懂 还是假不懂 少在这里跟我装算 现在能跟女娲后人上床 还不死的 只有你一个 你将她们服侍得妥妥当当 我就不信 她们舍得杀你 了然 了然 您说的对 我误了 就是纯洁 一时之间没顿舞 苏刘说的好像也对 征服了女娲后人 那我以后 不是多了一堆 强有力的帮手了吗 就算以后我征家主 也可以出一点 绵部之力吧 女娲后人 也是女人 有何不可征服 星辰大海都不在话下 更何况区区的血流之躯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你单纯 苏杨 你不要以为 你在苏家干的那些事情 没有人知道 我在苏家 可是管暗杀和情报的 你做过什么 我苏刘一清二楚 白姑她 在床上得尽吧 苏刘的话 让我随即一愣 这个女人是我低姑了吗 我还以为自己的风流快活 隐藏得很好 但她居然知道 你在说什么 我完全听不懂 呵呵 我尴尬一笑 自然不会第一时间认 万一她只是套我的话 其实根本不知道的 那我不是亏大了吗 还装呢 你跟白姑的事情 我可知道的一清二楚 没想到她平日里端庄大方 被地理比我还骚 这种女人在床上 一定特别卖力薄 不然 为什么每次都有危险的时候 你总是第一时间救她 苏刘的话 让我极其吃惊 没想到她都看在了眼里 这女人确实知道很多事情 可能不止我 苏家上上下下 包括京都上上下下 她几乎都知道很多事情 因为刚才她已经说了 苏家里面 她是管情报和暗杀的 处于一个暗面的角色 但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 我软了下来 只能认了 但作为一个男人 我依然要用一套 极其虚假的说辞 都怪我 那天喝了点小酒 哎 冲动啊 喝酒害人 我的错 实在没忍住啊 这台词 能找出八百部影视剧来 渣男经典语录 一怪酒 二怪冲动 没忍住 认了就好 苏家除了家主 没有人能在我的面前硬起来 你也不例外 因为我掌握的情报太多了 情报就等于秘密 这世上 谁还没有点小秘密呢 在座的各位 敢说没有吗 但你是我的人 我不会对外说出去的 白骨随便你玩 不要误我试就行 都什么年代了 男环女爱再正常不过了 和谐就行 喜喜不一样能用 苏刘是全苏家最开放的 说的话连我都有点瞠目结舌 甚至有点自愧不如 这外国留学回来的吧 算了 不跟你扯犊子啊 喝烫 我看着你喝才放心 你小子太多心眼了 苏刘玉指一推 将那什么十全大补汤 直接推到了我的面前 好像在说 为了他 不喝也得喝 我喝行 但喝完以后 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 苏刘愣了一下 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 随即又敲了一下 我的小脑袋瓜 义正言辞地拒绝道 不行 我可是你姑姑 我差点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这哪个哪啊 我苏杨可不是那样的人 不是这个 别的事 我喝了 你得答应我 我连忙解释 怕苏刘误会 这多不好 不是那个就行 你喝吧 喝完再说 苏刘已经开始催促了 没有办法之下 我只能拼了 直接喝下了那一大碗 十全大补汤 这碗有多恐怖 你们去查一下 都有什么就知道了 不不不 我暂时不知道 不过喝下去后 我嗓子眼都在打转 差点就吐了出去 人极其难受 这是苏婷想弄死我 还是苏刘想弄死我啊 说吧 什么事 看着碗底空空 苏刘这才安心了 连忙问我到底 想说什么事 我缓了好大一会 才能说话 然后凑到他耳边 低声说道 帮我杀个人 杀了修罗可以吗 因为害怕隔墙有耳 所以我故意说得很小声 但苏刘却听得极其清楚 他反应很大 直接就跟炸雷了一样 什么 你疯了 你杀他干什么 私人恩怨 你不是管安杀的吗 你派人去把他做了 行不行 我企图利用苏刘的力量 去杀修罗 就怕他胆子不够大了 可苏刘却坚决摇头 不行 他现在代替了曹一的位置 位高权重 我不能去杀他 万一出事了可怎么办 苏刘并不傻 一个管理情报和暗杀的人 明白事情的利弊和严重性 不是三言两语 就能忽悠他的 那 用灵异的力量 将他弄疯 可以吗 我没有放弃 继续说服苏刘 物尽其用 苏刘的作用就是这个 苏刘突然看着我 你到底为什么 非要搞这个修罗 他现在身份不一般 动他等于完命 我用得着去拼命吗 而且 还有可能搭上苏家 除非有一个很大的理由 不然你根本不必说 我不会答应你的 你答应我 我拉女娃来你这一边 保你上家主之位 怎么样 我开出极大的条件 苏刘就是想当家主 这对于他来说 非常有诱惑力 而且我百分百保障 既然这个饼已经画下了 那就画得大一点 真一点 好吃一点 我考虑一下 以后再说 苏刘突然起身离开了 拉都拉不走 不知道他是真的考虑 还是在逃避 杀修罗确实是很大的事情 他不敢做正常 而且他也是有上司的 没有苏婷的命令 估计也很难动用全部的力量 要不就是被苏婷发现后 受到极其严厉的惩罚 苏家的规矩可不是空壳子 就算是他的亲孩子 也得遭罪 这一点苏婷做得还算不错 天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 到了晚上 苏姐亲自来请我 毕竟是女娲后人清零 根本不敢有半点怠慢 本来我是抱着白烂的心态 去不去都无所谓 但喝了苏刘那个十圈大补汤后 我就开始不行了 浑身燥热 口干舌燥 有时候好像有蚂蚁在心口爬一样 这嫂娘们到底往汤里下了什么 一般来说这种汤就是个口号而已 喝了最多燥热流鼻血 根本没有多大的用处 但它这个汤 我套你猴子的 我现在脑海中就只有一个想法 我要女人 我要打十个 苏姐看我不对劲 还让我念了静心咒 点了几大学 她怕我撑不到酒店 路上的时候确实好了不少 但是冷汗多了 一直往额头上冒 差点就跟浇水一样了 苏姐看不过眼了 问我吃了什么东西 那黑桃虽然漂亮 但也不用这么拼吧 人家上战场 也没有我这么拼 我说啥也没吃 就喝了苏刘的十圈大补汤 然后就这样了 苏姐立刻脸色就变了 说苏刘给的东西 我也敢往肚子里咽 我真牛皮 靠 你个老家伙又不早说 我怎么知道 到了酒店后 我抬头一看 好家伙 这不是我开的酒店吗 就是方婷来的这家酒店 她还在天台住着呢 不过女娲后人和苏家 不知道也正常 一般都是强威待办的 这回好了 老子算回家了 下了车后 苏姐也不管我 直接走了 给了我房间号 让我自己进去 这种老头 从来没有管过我死活 只是把我当苏家的工具人而已 同为长老 但他却一直想踢掉我 从魔窟那里开始 他已经对我不爽了 但我无所谓 靠我自己一个人也行 更何况 这里还是我的酒店 强威立刻迎了出来 然后将我扶着 苏杨 你怎么了 怎么身体这么烫 我突然情不自禁地 将手伸进她的裙子里 跟本能一样 完全不受控制 注意一点 这公共场合 有人看着呢 强威虽然已经是我的女人 但现在还是酒店门外 她自然抗拒 这也是她的自然反应 先别管 扶我上去六楼605 有点事 我并没有想将强威 就地正法 苏刘给我喝的这些东西 就是为了对付女娲后人 我可不能浪费在 强威的身上 女娲后人才是正事 强威没有办法 只好趁着人手 隐蔽着裙下的手 带我进了酒店 然后上了电梯 好死不死 电梯里还有人 三个妹子看着我们笑 都捂着嘴 很快就到了六楼 强威扶着我到了605 这个就是黑桃住的房间 你要干嘛 这里好像有人住的 强威提醒到 脸上有期待的表情 可我却让她失望了 我抽出了湿漉漉的手 然后让她先退下 我等一下再找她 强威好像想说什么 但最后还是忍住委屈地走了 我敲了敲门 第七下的时候 门开了 出来的人没有意外 是身材高挑的黑桃 她的腿长到可以到我腰这里 还又细又白细 今晚穿着白色的丝袜 一身性感睡衣 但论身材 还得看子服 除了诸葛克 没有人能比得上她 呵呵 有胆识 苏杨 你居然还真敢来 黑桃抿了一口杯中的红酒 露出了邪魅的笑容 长发拨到了一边 精致的脸蛋 有些邪恶和暴力 等下她绝对不会对我温柔的 有什么不敢来的 黑桃 往事随风 我怎么也是苏家的长老 你又何必跟我过不去 挑起两家的恩怨 我企图抹消她心中的怨气 化敌为友 长老也是苏家很重要的角色 她应该会忌惮 呵呵 长老又怎么样 还不是得乖乖送到我的房间 进来再说 她右手勾住了我的脖子 直接将我勾了进来 毫不客气 我亮亮呛呛地跌了进来 她力量极其大 一掌如波涛般 直接将我推飞到了床上 然后将脸上的眼镜一扔 露出了如狼似虎般的表情 偷袭伤我 天书也是假的 这笔账该怎么还 黑桃浑身突然冒出了黑色的灵火 力量震得房间噼里啪啦地响 杯中的红酒立刻蒸发 喷的一声 酒杯立刻碎了 碎成了渣 你想怎么样 我不安地往床上挪 但我并不是怕她 因为这里是我的地盘 她并不知道 而我 早已经安排好了一切 怎么样 自然是榨干你的架之后 杀了 碎尸万段 连渣都不上 敢骗我的人 没有一个能活着的 特别是男人 黑桃满身杀气 但在这之前 她会将我好好玩弄一番吧 呵呵 这娘们 想得倒挺美 可惜了 你运气不好 进了贼窝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天花板狂飙水 呼呼呼地喷了下来 那一般 是触发了烟雾报警器才会这样 但我早就 让强威准备好了 这个装置 我们酒店可以特殊控制 一开始 那些灵火直接将水蒸发了 特别可怕 但也没有持续太久 水源源不断地喷下来 很快就把 她身上的灵火给浇灭了 而且还将她淋成了个落汤鸡 本来穿的睡衣 就没几块布 这下意失身 直接跟没穿一样了 怎么回事 这个酒店有病吗 黑桃极其暴躁 并不像冰冷的蛇蝎 倒有点像凶利的黑龙 不能有火 触发烟雾报警器了 我指了指她刚才的灵火 黑桃怒瞪我一眼 哪有烟 只是火 她触发个屁呀 我耸了耸肩 表示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酒店的问题吧 浑身湿漉漉的黑桃 极其不自在 而且这些浇下来的水 好像有些臭 她实在有些受不了 只能重新洗一遍身子 哼 别想了 你也进去一起洗 我不会让你逃的 黑桃好像已经看穿了我的心思 直接将我拽进了浴室 然后强行反锁上了门 不管怎么样 今晚她都吃定我了 不可能让我有半思逃跑的机会 中途一个小小的意外就想跑 想多了 可她不知道 如果我想跑 那我就不会来 反正你也看过了 而且是将死之人 随便你看吧 无所谓 黑桃倒挺大方 直接当着我的脸沐浴 看得我差点人都骂了 幸亏我月女无数 这种也只能算小场面 只不过喝了十全大补汤 略微有些悸动 可喜到一半 突然有人敲门了 黑桃没有理会 但外面却嚷嚷了起来 说是条子茶房 不用问 又是我交代的手下干的好事 这个年代 别说女娲后人 就算盘古来了 在条子面前 也得乖乖双手抱头蹲下 不然十五天起 罚款两千 你给老娘乖乖在里面待着 绝对不能出来 不然我要你好看 黑桃一声警告后 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披着浴巾出去了 他一出浴室 我立刻将他的衣服 全部从窗上扔了下去 然后大声咳嗽了几下 这时候 我听到条子大喝了一声 怎么回事 你不是说 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吗 为什么还有一个男人 出来 查房了 里面的给我出来 随着条子的大喊 我立刻微微缩缩地出来 然后双手举高高地说道 警察叔说 我这是第一次 你别抓我 什么鬼 黑桃睁大着眼睛 极其震惊 他突然意识到 好像又要被我阴了 现在怀疑 你们有不正当的男女非法交易 蹲下 拿身份证 快点 第一个因为嫖娼被抓的女娲后人 要诞生了吗 而且 她还是娼 黑桃被阴了 但也无可奈何 条子一问 我直接一五一十地假装交代 一口咬断 就是跟黑桃有不法的男女交易 还泪流满面地哭诉自己 这是第一次 让警察叔叔从轻发落 这回黑桃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就算要狡辩 她也得去橘子里喝喝茶 但被套个袋子在头上 然后戴上饮手镯给拉走 这也太没面子了 她可是女娲后人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她衣服没有了 我全部扔了下去 她只能裹着一条浴巾跟条子走 这女娲后人大姐的面子 往哪搁呀 苏 杨 你 你 黑桃几乎要气炸了 但又完全没有办法 紧握的双拳 好像老虎一样 想将我生吞活泼了 我呵呵一笑 想要杀我 我还能惯着你不成 管你是谁的后人 老子照耍你不误 可能黑桃太愤怒了 居然铤而走险 突然眼睛发出鬼魅的光芒 跟聊宅里的女妖一样 那两个条子看了一下她的眼睛 立刻人就定住了 动也不动 跟木头一样 表情茫然 仿佛被妖法控制了一样 卧槽 这你也敢动 你胆子挺肥啊 我有些惊讶 不过啊 这也在我的计划一环 在这之前 我已经把它会反抗算进去了 苏杨 今晚无论你耍什么阴谋诡计 我都要杀了你 一血前耻 黑桃直接双腿 幻化成了蛇尾 人身蛇尾 而那两个条子 好像什么都没有看见一样 已经没了意识 被控制了 只能痴呆地看着我们 你要是能赢我 就不会是 你来找我报仇了 而是我找你报仇 还不明白吗 蠢货 我连忙躲过了她的蛇尾攻击 那一甩尾极其恐怖 地板都直接裂开了 黑桃一怒吼 灯都炸了开来 房间直接陷入了黑暗 我连忙闪出房间 然后分别在两个条子的 驳梗后拍了一掌 太上老君 急急如律令 接 啪啪两声 条子立刻清醒了起来 看见黑桃这个鬼样 立即吓了个半死 连忙拔枪就射 哪里还顾得及我 苏杨 你个阴险小人 黑桃虽然愤怒 但一点办法没有 子弹全招呼到她身上了 而我早已经逃之夭夭 前台前台 告诉我 跟605一起上来的那个女孩 住哪间房 六楼当时满房了 她住七楼 在701 知道白灵住在上一层 我直接楼梯上去了 我这满腔的罪恶种子 就是不给你 便宜你妹妹 也不给你 你能奈我何 上了701后 我立刻敲门 没大衣会 白灵就开门了 她跟黑桃完全就是两个类型的 她穿的睡衣 还是球服 有点洒 但又带着一点可爱 可能刚刚洗完头 头发还湿漉漉的 低了白皙的脸上 喝完十全大补汤的我 看得口干舌燥 你上来我此处干嘛 你不应该在楼下服侍我姐姐吗 白灵看了我一眼 感觉有些疑惑 眉头皱成了一团 按照黑桃的战斗力 我应该没有时间 也没有精力 还能上来才对 能下得了黑桃床的男人 或许这个世界 根本就不存在 已经完事了 我是奉你姐姐之命 过来顺便侍候你的 有福同享 她怎么会忘了姐妹呢 我连忙忽悠白灵 四姐妹中 就她最像小孩了 好骗 她虽然暴力喜欢打架 但某些方面还很单纯 大姐果然对我好 还对我送男人 可是楼下为什么那么吵 白灵感觉有点不太对劲 连忙想往楼梯口看下去 想瞧一下 楼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个喝醉酒的闹事 扑得满地都是 别看了 恶心 咱们还是赶紧 把事办了吧 我着急 我连忙将白灵往里推 自从上次打开 她的新世界大门后 她也对男女之事 有了新的了解 甚至充满了期待 又是黑桃亲自恩赐于她的 她自然大方接受 也没有什么好纠结的 我都没动手 她自己就把自己 拖成了一只小白兔 我现在已经憋到极限了 再也忍受不了 直接就开锅爆炒 策马扬鞭 刀光剑影 你来我往 仿佛世界大战一样 要不是我的酒店床质量好 早就四分五裂了 那动静 旁边的房间都要投诉我们 噪音太大 搞得他们都无法入眠 但没有用 酒店是我的 投诉我也只能冷处理 那些前台的妹子 从此知道老板的厉害 都笑而不语 这十拳大补汤果然厉害 但我相信 更加是苏柳的功劳 不知道她往里加入了什么 本来白玲还有半分男子性 这回征战下 她已经如娇弱娘子一样 趴在我的怀里 一呼一息地笑着 表情娇羞 脸蛋红了一块又一块 体验过当女人的快乐 谁又想再继续当男人呢 说的科学一点 就是激发了雌性激素 你以后跟我姐姐们 可不能这样卖脸 只能对我这样 听到吗 白玲激发了女性意识后 直接比女人还女人了 醋意大发 占用欲更是达到了顶端 苏柳说的没错 征服一个女人之后 还不认我摆布 切 还有以后吗 你姐姐等一下 要杀了我 我叹了口气 假装很忧郁 一副等死的样子 不行 我会给姐姐求情的 白玲紧张了起来 不停搓着小指头 一副对我依依不舍的样子 可黑桃姐说一不二 不知道我的话管不管用 要不 你先走吧 我掩护你 白玲连忙穿上衣服 然后打开门将脑袋刮碳了出来 见四下无人 她满心欢喜地说道 快来 我送你出去 你自己打车走 她不会发现的 那等下她问起来 你怎么办 我饶有兴趣地看着她 还挺护犊子 不枉费刚才老子那么卖力 床差点都摇散了 不碍事 我就说累完后睡着了 她不会责罚我的 快走快走 等下黑桃姐上来了 白玲跟做贼一样 率先来到了过道 然后按下了电梯 我跟在她的后面 两个条子自然无法挡住黑桃 她之所以现在都没来 是因为她不会想到我抛下她 然后上来睡她妹妹 估计在到处找我 不过我也不怕她 最多大打出手 人亡福西 人母女娲 谁怕谁啊 可打开电梯的时候 突然白玲愣住了 身体僵直地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我心里咯噔了一声 顿时明白她看见谁了 白玲这样的反应 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打开的电梯里面 黑桃在里面 这时候才来 其实已经不算快了 生米都煮成了爆米花 而且还是二朝 来就来吧 那个狗男人呢 黑桃的声音 从电梯里面传出来 而我还在房间门口 所以她没看见我 其实这个时候 我还可以逃 往楼下跑就行 但我并不想跑 黑桃现在的实力 根本不注意杀我 当然了 我也不会杀她 甚至并不想 展露我真正的实力 白玲果然开始互犊子了 并没有直接说 而是挥了挥手 示意我赶紧从楼梯下去 这样就可以跟电梯里的 黑桃完美错过 她想保我 我在这里 有什么事 我并没有按照 白玲的意思去做 而是回答了黑桃的话 哼 你听狗啊 叫了两个条子 来抓我 自己跑上来睡我妹妹 黑桃的声音 有些阴阳怪气 但貌似没有之前 那么愤怒了 为什么 她不应该听见 我的声音爆跳如雷 才对吗 你妹妹比你正点 我喜欢她 不行吗 黑桃自然比白玲 更加正点 这长腿的诱惑力 谁挡得住 但我就要这样气她 白玲当真了 娇羞地低下了头 你别再说大实话了 等下再惹黑桃姐生气 我也保不住你 黑桃 我傻笑了一下 不知道说什么好 一个敢说 一个敢信 你给我妹妹 灌了什么女魂汤 迷得她三魂七魄都没了 黑桃见白玲这样 马上就明白 她堕入爱情的陷阱了 当然 是我男人的魅力 征服了她 我挺了一下裤装 刚才枪出如龙的威猛 应该让黑桃亲自瞧瞧 可她没有这个机会了 我已经明经收兵 闲着时间已到 不会再战 阿弥陀佛 上来电梯 带我到天台 今晚我不想杀你了 黑桃的话不知真假 我犹豫了 而且 她到天台干什么 这大半夜的 酒店的天台 除了西北风 可没有什么好欣赏的 白玲单纯 她高兴极了 连忙朝我挥手 快来 黑桃姐说不杀你了 可我不是这种傻白甜 不可能晚 完全相信黑桃 刚才还想把我剁成肉酱 现在说 没事就没事了 当真爱屋即屋 因为白玲赦免了我吗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方婷 给我打电话了 她在电话的那头说道 苏阳 我师父来了 上天台 好 我就上来 等我 我挂了电话后 立即想到了什么 难道说 黑桃上天台 跟方婷的师父 有什么关系吗 不会这要巧吧 为什么方婷的师父 偏偏这个时候 走不走 不走 我就在这里杀了你 快点陪我上天台 黑桃的声音 充满了威胁 不过他 不用威胁我了 我本来就是要上去的 呵呵 如你所愿 我直接上了电梯 黑桃不知道 从哪找来了一套 空姐的衣服 穿着还挺诱惑的 就是没有黑丝了 总感觉少了一点什么 隔壁的衣服 一个秃头导演 正跟空姐暧昧呢 我抢了过来 你以为这点事 能难倒我吗 黑桃有些得意地说着 他觉得我虽然阴 但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耍的那些都是小手段而已 不足为患 甚至上不了台面 那两个条子呢 我问道 走了 被我施了法 现在跟鬼上身一样 明天一早就会忘记 今晚所发生的事情 这对于黑桃来说 确实不算什么 就是小手段 但也足够耍了 他一段时间 我打一炮 就换一个地方的话 估计他也找不着我 没多久 我们就上到了天台 这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很诡异的事情 今晚的天空居然有一轮满月 不对 今晚连月亮应该都不会有 怎么可能有满月呢 我掐指一算 天有异象 估计会有大人物出现 就是方婷师傅吗 黑桃上来天台 也是为了渐渐江城 昊月当空 可惜是幻象 他要现身了吗 黑桃说着 突然双指脸符 嗖的一声 黄符飞向了明月 然后扑斥一声 沐浴在月光下的黄符 突然烧成了灰 我皱了眉头 果然是幻象 不然黄符不会被烧成灰 一切都是假的吗 可那一轮明月洒下的月光 是那么的真实 好像天台上 铺上了一片银地毯 他们是谁 方婷虽然上次也去了那个大厦 但没有见过黑桃他们 自然不认识女娲后人 酒店扫厕所的 不用管他们 你叫我上来干什么 我并不想介绍女娲后人 方婷知道了 也未必是好事 我师父要来了 她想见你 方婷回答道 想见我 真的是江辰吗 她见我干什么 我也不认识她 师父 这丫头骗子吗 到底在搞什么 为什么收这样的丫头骗子为徒 寂寞吗 无尽的岁月中 确实会感到寂寞 黑桃不停嘀咕着 但方婷并未理会他们 只看着我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天台上的七具尸体 开始跪了下来 然后对着圆月叩头祭拜 不止天台上的尸体 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僵尸 四周全都是 还有飞尸 他们全部跳飞到了空中 然后对着圆月跪拜 本来没有表情的僵硬脸庞 却显得异常虔诚 万江败月 迎狮王吗 如果不是这轮明月 我还不知道 京都原来还藏有这么多的僵尸 而僵尸拜月 我还是第一次见 以前二叔就说过 月为阴 妖岁拜月 乃是成经之时 狮拜月 则是迎江王 又或者有厉害的恐怖僵尸出现 鬼拜月 则是阎王将士 判官献阳 江城 真的要出现了吗 可他为什么不出来 会以什么样的方式 出现在我们面前 如此大的证实 僵尸王就是僵尸王 可为什么他能看上方婷 僵尸王教你敢诗 这是有点意思 来了 方婷突然喊了一句 话音一落 圆月中好像有什么掉了下来 是棺材 一副刻满太阳和月亮的大红棺材 代表日和月吗 这么狂 可以在棺材上雕龙刻缝 但刻日和月的棺材 那可真不一般 棺材砰的一声 直接砸在了地面上 但声音并没有想象中的大 棺材立了起来 散发出一股股白烟 烟味不刺鼻 反而有淡淡的清香 我师父就在棺材里面 方婷指着棺材说道 睡在棺材里面吗 这出行方式还真够特别的 但想到它是僵尸之祖僵尘 好像也没什么不正常的 僵尸不就是睡棺材的吗 师父到了 出来 快点 我介绍个朋友给你认识 方婷敲了三下棺材 两短一长 好像是规矩 这时候咔嚓一声 棺材裂开了一条缝 跟打开冰柜一样 有很多白烟冒了出来 这些白烟极其冰寒 冻得人嘴唇发抖 虽然只有那几秒 但冷也是真冷 这时候圆月消失 僵尸们立刻起身跳走 消失在黑夜中 无影无踪 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棺材盖终于全部裂开 砰的一声 立刻倒在了地上 我和黑桃还有白铃都很紧张 终于有机会见到 江城的真面目了吗 无论是还是影视剧 都有这个所谓僵尸王的身影 现在终于可以见到真人 能不紧张吗 徒儿 近来可好 为师甚是想念啊 一声响起 棺材里走出了一个人 但我们都差点惊掉了下巴 大爷的 居然是个女人 这是江城吗 江城是个女的 不可能 我不相信 特喵的 为什么一个女人 叫蒋真祖啊 这个女人大概四十岁左右 样貌跟方婷 简直像到了极点 就是四十岁的方婷 一身白衣和白裤 还绑着一个马尾 清清爽爽的样子 也不化妆 而且什么都没戴 别说江城了 就这样的阿姨放到菜市场 估计也是平平无奇的路人 这 这 我看向了黑桃 她也看向了我 我们两人面面相去 我好像在问 你这么猴急地上来干什么 看江城吗 她是吗 她好像也在问我同样的问题 但我们都没有答案 直到现在 方婷都只是 说这个 是她师父 可从来没有说过 是什么江师王江城 可是 这万江拜月 是什么意思 不是迎师王吗 方婷的师父 会有这种待遇 这种排场 赶世界 如果能有这种本事的 一般都是太陡级别人物 可我根本没有听说过 什么蒋真组这号人物 师父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房东小哥 幸亏他免费丢我住 让我省下了不少钱 还有那两位 他们 是酒店洗厕所的 不知道为啥上来了 这是我师父 蒋真组 黑桃和白玲被这样介绍 脸都绿了 黑桃立刻用那尖尖的高跟鞋 狠狠踩了我一脚 疼得我眼泪 都差点流出来了 幸会 各位 蒋真组抱拳笑着 跟江湖儿女交朋友一样 一点也没有长辈的架子 但他这样 我们也看不出 他有多少本事 就好像一个 平平无奇的路人一样 最隔音的是 他这张脸 跟方婷简直一模一样 就是年龄的不同 我不禁怀疑了起来 这是师父 还是妈妈 还是说都是 黑桃没有说话 但脸上满是失望 很明显 他也是上来见 传说中的江辰 但并不是 无论是性别 还是气势 谈吐各方面 都证明了眼前的这个阿姨 不是江辰 而且他不是诗 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 根本没有一点诗气 前辈 我以前未闻大名 可没想到前辈出场 仗势如此大 又睡于棺材中 关口闻日月 可见前辈有大能 连狮王的待遇 也未及半分啊 我故意拍马屁 但实则是想套出 蒋真组口中的一些话 一个有着男人名字的女人 在换月之下 万将跪拜 睡在棺材中出现 但她却不是江狮王 到底怎么回事 小哥你有所误会了 我关中文有日月 没有特别的意思 只是我们敢失派 就叫日月 蒋真组特别亲切 呵呵地笑说着 一点臭架子都没有 二叔跟我说话不爽 还赏两个大鼻兜呢 日月神教 别以为我没有看过武侠 这名字 我可是二叔能详 神字不敢当 日月敢失派 仅此而已 蒋真组回答着我的话 看来刚才是我想多了 可前辈你 为何又是睡于棺材中 刚才又是怎么出现的 我还是不尽心 想打破杀郭问到底 本来万众期待 都以为江辰要出现了 没想到闹了一个大乌龙 小哥 那是我们日月派的秘书 不能外说 忘见谅 实在抱歉 抱歉 蒋真组抱拳道歉 脸上带着笑容 笑起来也跟方婷一样 这简直就是一个 模子刻出来的 就是年龄不一样 如果一样的年龄 我都以为是双胞胎了 年龄不一样的话 给人就是母女的感觉 不可能 你一个寻常的感诗人 何德何能 可以让万将跪拜 这轮明月 是你制造出来的吗 黑桃冷哼了一声 跟和蔼可亲的蒋真组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压了一下眼镜 仿佛附黑的毒蛇 眼光狠狠地盯着蒋真组看 但这个女人身上 真的看不出什么东西 蒋真组摆了摆手 无她 阴阳两界给面子而已 诗有诗道 鬼也有鬼徒 我们人若能同行 他们也识去 会给我们几分面子 蒋真组的这些话不无道理 感诗人的职责 是将尸体送回家 实则是好事 感诗人受到僵尸的爱戴 也是可以说通的 但这个感诗人 也得有这个本事 不然不可能 所有僵尸都爱戴你 这个蒋真组 莫非感诗实力极其强大 女娲后人乱找人繁衍 所找的男人品性不一 基因参差不齐 生出来的后人 也非良品啊 蒋真组说句话的时候 虽然有点呛 但却是面带笑容说出来的 黑桃反而听着更加火大了 既然她不是江尘 憋了一肚子火的黑桃 立刻想动手了 这句话分明就是在dis她 她能不怒吗 不过侧面上也说明 蒋真组有点东西 我还没说 她就能看出 黑桃是女娲后人了 区区感诗人 呵呵 你误会了 我只是实话实说 这一句实话实说 更是把矛盾推向了高潮 而我并不打算阻止 来吧 敢诗大佬 让我看看你的本事 有多么的大 蒋真组话里有话 黑桃心性高傲 什么时候能受这种委屈了 当即就要出手教训蒋真组 敢诗人厉不厉害 我不知道 可蒋真组却不是盖的 睡着棺材出场的女人 绝不会是善茶 还有这什么日月敢诗派的名头 光听就知道很牛批了 只见她双指一挥 八方阴风骤起 呼呼地吹着 周围好像传来了湿气 反正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总感觉有个黑影在一跳一跳的 还有一张血腥的血盆大口 天台周围的温度 降了大概五度左右 天上好像有几副血管在飞 但是等你仔细看她的时候 她又好像隐藏进了云里 感觉极其怪异 女娲后人虽然强大 但也不能以大欺小 我虽是一介卑微的敢诗人 但也不会受你欺负 蒋真组居然不甘示弱 好像使出了浑身解数 她会的秘术确实多 比湘西感试派要厉害 这种书什么名堂 连我也暂时看不出 可她借助的东西 依然与诗有关 还有天上飞的棺材 又是怎么回事 以大欺小 我都还没出手 就开始装弱者了吗 黑桃冷哼了一声 眼睛一瞪 一股力量如波纹一样 在天台荡漾了开来 白领手握长剑 但没有拔开 眼看就要打起来 可就在这个时候 我看见一双手 攀在了天台的边缘上 但没有冒头 一声朝着那个方向走去 这酒店有十三层 居然天台能有人爬上来 这时候 黑桃和蒋真组 也朝着那个方向看去了 顿时发现了那里的人 出来 白领抽剑 黑夜中闪过一道寒光 那个人立刻闪身跳了上来 避开了白领的剑 是柳西林 看见她出现 我极其惊讶 她不是在茶楼当服务员吗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天火福 荡 柳西林大喝一声 直接以福遮天 一道黄服冲天起 犹如天火一样 将上空焚起了一道火光 黑云里有棺材在天上飞 但没有落下来 而是消失了 好大的本事 此人是谁 白领下退了几步 剑挡胸前 居然不敢靠近柳西林了 蛇刀人 而且是最顶级的那批 可堪日月 可亏天机 可犹地婴 黑桃双手护在了妹妹身前 生怕柳西林伤害白领 可柳西林对他们压根没有兴趣 天火福遮天后 直接抽出了刀 那是一把普通的菜刀 然后直指蒋真祖的喉咙 大说 不要伤害我师父 方婷见柳西林来势汹汹 连忙挡在中间 可柳西林却一把将其推开 力量极大 方婷直接就摔倒在地 根本无法挡住柳西林半步 菜刀如约而至 蒋真祖脸色一变 立刻双手一合 啪一声 双掌接了白刃 可蒋真祖脚下的水泥却碎了 这一刀到底有多重 不得而知 但蒋真祖接下来非常勉强 脸都白了 而且手有点发抖 甘将墨爷家的寒铁菜刀吗 蒋真祖咬牙说道 你是何人 我是何人不重要 当年傅长生的尸体 是你祖师爷赶的吗 柳西林的话 让我浑身一哆嗦 又是傅长生 为什么还跟赶尸的有关系 蒋真祖皱起了眉头 本门秘密 为何要跟你说 秘密 根本不是什么秘密 只是江辰以施咒 给你下达命令 不让你说而已 能感动傅长生尸体的人 只有江辰 开宗立派 日月为新 江辰就是你们的祖师爷 柳西林说完后 力刀一批 这一刀好像又增加了几成功力 蒋真祖已经到了极限 双臂的血管突然爆裂 血流不止 他再也扛不住 直接飞了出去 柳西林没有下狠手 不然蒋真祖这双手已经没有了 扑一声 蒋真祖内脏 好像也受到了刀气的阵裂 直接吐血倒地 这一刀远超他的负荷 不行 大叔 不准伤害我师父 方婷立刻拼命地挡在了前面 就算死也不愿意 蒋真祖再受到伤害 你想多了 我才没那么大本事杀得了他 你们师门的人 全是江辰一手建造的 包括你 难道你没有发现 你们都长样吗 柳西林的话 让方婷无法消化 她甚至有些听不懂 眉头直接皱成了一团 满脸疑惑地反问道 你是不是有什么精神病 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完全听不懂 她没听懂 我听懂啊 日月敢逝派的人 可能都不是真正的人 蒋真祖的脸 跟方婷的脸 简直一模一样 就好像一个丙印似的 就是年龄不同 一个四十岁 一个二十岁左右 呵呵 看来事情比想象中有趣 黑桃歪嘴一笑 双手抱胸 好像尽等好戏 还以为蒋真祖 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敢诗人 没想到 却真的跟江辰有关系 可蒋真祖也跟方婷一样的反应 瞪着柳熙玲说道 我与阁下无冤无仇 阁下为何要伤我 还要把我当傻子 柳熙玲剑解释不通 便不再解释 手上再撵出一张福禄 地雷咒 福降天宫 啪一声 他将福禄直接打在了地上 顿时有几道闪电 跟虫子一样游离了开来 然后聚成一团 朝着东南方向升空 霹雳一声震响 在东南方向炸开 就好像真的打雷一样 雷光照在天边上 我好像隐隐约约看见了一张脸 一张面无血色 冰冷无情的脸 可以就雷光的那一下而已 根本来不及看清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果然把你逼出来了 江辰 柳熙玲好像有些兴奋 直接从楼上跳了下去 跟鬼影一样 速度还快 可我追到边沿的时候 已经不见人了 这家伙邪门得很 明明从这里跳下去的 可这里是高楼 如果真是直接跳下去 应该会成为肉泥了吧 师父你没事吧 今晚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来为难我们 真是晦气 说完这句话后 方婷还瞪了一眼 给女娲后人 因为黑桃和白玲 刚才也是想出手 伤蒋真族 这时候 我连忙朝蒋真族问道 今晚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是因为大家都 把你当江辰了 你为什么会知道 唐刀的事情 今晚特意来见我 又是所谓何事 唐刀是明朝锦衣卫 是被江辰所咬 除了江辰 还有谁知道 除非蒋真族 是他们上一任主人 可明显不是 还有 他今晚见我 又是什么目的 要不是以为他是江辰 估计今晚还没有 这么多的大乌龙 那张纸条 写着唐刀的事情 如果不是这样 我也不会让方婷 进酒店的 纸条不是我写的 祖师爷写的 他还指示了我一些事情 蒋真族默默地说道 然后被方婷扶了起来 擦了擦嘴角上的血 祖师爷 没死吗 我皱起了眉头 难道真如刚才柳西林说的那样 他们门派的祖师爷 其实就是江辰 一般开山立派的祖师爷 应该都没了吧 现在哪里有人 还会去开山立派 对 但你应该听说过 请祖师爷上身这种数 蒋真族居然是请祖师爷上身 然后写下的纸条吗 那纸条上写的什么 我甚至都不知道 一切都是祖师爷所交代 包括七星连珠来这里站位 还有找你 但到底是为什么 祖师爷没有说 蒋真族又补了一句 听到他这一番话 我立刻确定了 江辰应该就是他们的祖师爷 不然不会知道唐刀的事情 还有刚才柳西林也肯定了 加起来已经不用闪 没跑了 没想到 江辰始终不肯现身 居然只使自己的门派后人来办这个事 这或自己是僵尸的鼻祖 却创办了一个赶世派 真是闲得慌 师父 我们什么都不要了 咱们走吧 我感觉 我感觉到了危险 而且 这还是刚刚开始 方婷隐隐不安 师父刚刚出来就受了伤 他有点担心了起来 不管是女娲后人 还是柳西林 都不是好惹的一方 接下来还有什么人出场 他完全不知道 七星连珠 天生异象 这对于各方英人来说 是唯一改变命运的时刻 甚至关于到一个门派 一个家族 其中的争斗有多么残忍 可想而知 徒儿莫怕 为师没事 小伤而已 蒋真族为了不让方婷担心 并没有说出实情 刚才那两下柳西林 虽然留了手 但绝不止小伤 蒋真族两条手臂都是血 身体里面也有伤 方婷你 要不跟你师父去趟医院吧 我来帮你看着这七具尸体 蒋真族的伤势 还是有些重的 赶紧去医院好一些 天台的七具尸体没什么 我照看一下就好 等他们归来 有劳了 你这房东真好 蒋真族居然还夸我一句 这着实 让我有些想不到 走吧师父 去晚了 估计你血就流干了 方婷连道谢都没来得及 直接扶着蒋真族 下楼去了医院 来的时候坐的棺材 走的时候坐的救护车 这啥玩意啊 还日月赶失派 我怎么觉得有些好笑 你们走吧 今晚我恐怕也得在天台上度过了 服侍不了你们 如果还想杀我的话 请便 我找个地方坐了下来 那七具尸体 全部用黑布蒙着头 身体僵硬地站成一排 但这回 双手没有跟僵尸一样竖着 可能还有念起尸咒的缘故 僵尸和单纯的尸体 还是有区别的 这里风大 我想在这里吹吹风 姐姐 你下去吧 白玲看着我 俏皮地翘起了小嘴 很明显想在这里陪我 花钱月下 浪漫无限 要不是刚才已经战过 怎么也得在天台来一次 这体验感 不是每次都有的 黑桃感觉事情有点不对劲 连忙歪头瞪了白玲一眼 感情我才是小丑事吗 你留在这里干嘛 给这小子为所欲为 我 才不是 白玲被一顿对 面对黑桃的权威 他只能嘴硬一下 可又无可奈何 看着我一副失望的样子 好像跟老公离别的小媳妇 七星连珠还有三天 你别再想跟这小子折腾 到时候 怕你没力气帮我 以后没有我的命令 不准见他 给我下去 黑桃推了白玲一把 他只好委屈巴巴地点了点头 是 大姐 接着 白玲看了我一眼 然后依依不舍地下了天台 苏杨 总有一天我会宰了你的 但我现在的目的不是你 不想再跟你闹出什么幺蛾子来 你先给我等着 黑桃终于知道 我也不是擅长 但他并没有打算放过我 只是怕我搞麻烦 影响他半正事 毕竟七星连珠的那天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他要留精力 应对这些事情 杀我 甚至都算不上正事 哼 七星连珠那天 希望你能得到 打开昆仑山的钥匙 我以怨报德 直接祝福他 也懒得再跟他怄气了 我怕我那天再因他 他会气到吐血 用得找你说 哼 少在打我思妹的主意 进入身体可以 少进入他的心 不然我不止杀你 还会杀光苏家 黑桃说着 甩脸走了 跟我好像欠他几百万一样 进入身体和进入心 那不是一回事吗 我撇了撇嘴 笑了一下 天台的风很大 天也很黑 而那七具尸体蒙着黑布 看着有些隔音人 他们虽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但是却感觉 他们好像活的一样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找这种苦差事 不过既然已经答应了人家 我也不能实验 看着这七具尸体 我脑海里生起了无数个问号 为什么要带七具尸体上天台呢 这绝对不是一件没有用意的事 七星连珠 七具尸体 可能是有关联的 我突然生起了 揭开着黑布的冲动 但我最后还是没有这样做 死人要尊敬 不能随便看死人的样子 除非得到他们的同意 可这时候 突然天台上面 又上来了一个人 我转眼一看 发现居然是强威 我喉咙一紧 顿时感觉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大爷的 我这刚刚教完作业给白灵 你不要过来啊 你怎么一个人在天台上 对着七具尸体 不无聊吗 天台风大 强威拿出一个橡皮筋 绑住了头发 然后缩进了我的怀里 天台风好大 我好冷 你X 这世界真不公平 汗得汗死 落得落死 刚才我上酒店的时候 聊了他一手 强威春心荡漾 洪水滔天 怎么可能放过我 听说混血儿 在那方面特别强烈 这要是无法满足他 他不会把休的 夜凉如水 天台风又大 不需要我陪你吗 那一张混血的脸 是如此的迷远 但我已经进入闲者时间了 怎么勾都勾不上来劲 而且七具尸体 好像在看戏一样 老子更加没有兴趣了 可本来就是我不对在先 我还没法拒绝他 现在 我都这么没有魅力了吗 居然勾不起你的兴趣 强威虽然一顿操作 但我依然是毫无杀气 已经明镜收兵了 还怎么收兵 点你尝尝我的新招 强威说着 突然掏出了一包波波糖 就是那种一颗一颗的小糖 含在嘴里波波的响 我以为他只是吃零食 没想到是想弹套乐器了 一手吹 消出神入化 差点没把我的魂给吹走 这小妖精还有点本事 我再度浑身有了杀气 当着七具尸体的面 在漆黑的天台上 将他扮得服服帖帖的 俯看着楼下 仿佛将这天地都给干了一样 强威长蓄了一口气 终于吃饱了 但我却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不是他依偎着我 而是我依偎在两座高山中间 软绵绵的 然后喘着粗气 累得够呛 你刚才进那女人房间干什么了 感觉你有点不对劲啊 强威也不是第一次和我打扑克了 自然知道我的学习怎么样 虽然这次依然考了高分 但却是那种拼尽全力 而不是以前的游刃有余 幸亏他也吃饱了 不然不会放过我 这种环境很刺激 他来得快 去得也快 省了我不少功夫 没干什么 聊聊少女心事 我悠悠地说道 吹着凉风 脑袋有些发困了 少女心事 是少女房事吧 强威不是傻白甜 一下子就知道我干了什么 用脚趾头想 都能想明白 你不吃醋 我向上看了他一眼 他的发丝飞到了我的脸上 有些痒 但有发丝的倾向 我吃什么醋 我吃饱就行 管那么多干什么 强威摸着我的头发 将我紧紧抱在怀里 我笑了一下 然后跟他一起沉沉睡去 有些女人 只能依附强大的男人 他们什么都不在乎 只在乎能不能活着 并且站在最高处活着 刚刚睡着我立刻进入了梦乡 此时天台的尸体好像冻了 然后慢慢地朝我走过来 将我和强威围在了一起 他们笑着 诡异又邪门 然后一个一个地 将黑色布袋接了下来 他们的脸几乎都长一样 就是性别和年龄不同 全都是方婷 他们每一个人都跟方婷一样 好像一个印 印出来似的 他们伸出了双手 苍白的脸 发出诡异笑声 然后奇奇掐向了我的脖子 我立刻惊醒了过来 可是眼前并不是尸体在碰我 而是两个前台妹子 他们是一对双胞胎姐妹 一个叫天天 一个叫萌萌 他们上天台并不是叫我 而是叫强威 因为早上要开早会 都是强威在管理 这时候我才发现 天已经大亮了 那七具尸体 根本就没有动过 我刚才就是做梦 可是天台上有点尴尬 我跟强威有些衣衫不整 而且也没有收拾干净 很多个袋子散落在周围 不过里面的东西 好像已经干了 有些露水 天天和萌萌笑而不语 已经知道 昨晚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在天台上 还有七具尸体 这就有些奇葩了 但我们是上司 他们也不好说什么 而且听强威说 他们也是老司机了 以前两姐妹没少陪地藏爷玩 根本没有表面上那么单纯 强威姐 开会了 萌萌娇声说道 脸上有老司机般的笑容 强威醒来后 脸上有些红韵 也着实有点不好意思 她扣上最上面一个扭扣 然后点了点头 你们先下去 我就来 挥手赶走天天和萌萌后 强威亲了一下我的额头 我先下去了 你等一下自己吃早餐 别对着这些尸体了 真会气 强威走后 我拍打了一下自己的脑袋 昨天输出太多了 身体好像吃不消了 吹了一晚上的冷风 脑袋有点沉 可强威却刚刚好相反 满脸红润 如沐春风 这就是男人跟女人的区别 喂饱了她 我自己却瘦了 真是造孽啊 天台上有黑布折头 我简单处理了一下 让这些尸体 尽量不要暴晒在阳光底下 太阳很快就上来了 尸体毕竟是阴的东西 晒太阳不行 搞定后 我突然想起了昨晚那个梦 这七具尸体 到底长什么样子 不会真跟梦里一样 全都长得跟方婷一样吧 讲真组跟方婷长一样 就算了 这些高矮不一 性别不同的尸体 也跟方婷长一样 虽然只是一个梦 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感觉梦是真的 有一股极其强烈的冲动 让我想揭开黑布 看看这些尸体 到底长什么样子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居然对死人的长相有兴趣 最后我终于忍不住了 手朝着黑布伸过去 我就看一个 看一个就行 你干嘛 突然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 我猛然回头 发现是方婷 没什么 黑布快被风吹走了 我正一正 我连忙撒谎 总不能说出实情吧 幸亏方婷也没有想太多 谢谢你了 帮我召看一晚 方婷道谢了一句 然后抱拳跟讲真组一样 没事 这有什么 我摆了摆手 对了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师父出院了 没啥大事 让我回来继续守着 都不知道怎么想的 七星连珠关 我们敢诗人屁事 喜欢折腾 方婷胸无大志 只想攒钱嫁人 根本无心搞大事业 什么打开昆仑山的钥匙 他一点都不稀罕 无奈施命难为而已 既然他回来了 那我也不继续待了 直接离开下了天台 下去后我才发现 黑桃和白灵已经退房了 不过前台的萌帽 给了我一张纸条 说是白灵留下来的 白灵留的纸条很简单暴力 就跟他的性格一样 只有两句话 第一句话是 二姐和三姐已经来了京都 我跟大姐前去会合 七星连珠当晚 我们会出现 第二句话是 下次的时候 期待你的表现哦 没想到 青儿和子福也来了 女娲后人全部出动 这个打开昆仑山的钥匙 还挺重要的 京都不知道还来了多少牛鬼蛇神 这回事情有点棘手了 我想要从中脱颖而出 希望极其渺茫 就连江城这种都有出手 我光和诸葛克联手 恐怕难以推倒这么多对手 至此 我已经不抱有什么希望了 看着第二句话 我将纸条丝成了碎片 少女怀春 一浪接着一浪 哪有满足的道理 不过白灵顺了我 黑桃倒没有那么容易找我麻烦了 我大步离开了酒店 然后回了苏家 看着我再次活着回来 苏婷欣慰地点了点头 就好像一个养猪的 又再次配种成功了 有了我 女娲后人就手到擒来了 这四个女人 虽然看着平平无奇 可是真正的女娲力量 根本没有展示过 苏婷这么看重她们 绝对有她们的过人之处 不然如何担得起女娲二子 长老的身份 加上和女娲后人的艳福 这让我在苏家人的眼中 地位水涨船高 很多年轻一代的子弟 不但羡慕其我 还开始佩服我了 同样的年龄 我比她们出色太多了 但我并没有笼络她们 因为还不是时候 狼子野心表现得越早 对于我来说越危险 苏婷不是闹肿 有些事情很难逃过她的眼睛 更何况 还有五个长老一直在盯着我 特别是大长老苏健 不过 我心里也有了计划 七星连珠后 我要从内部分裂 这五个长老 让他们不合 然后从中获利 不搞定五个长老 永远都无法拉苏婷下水 现在在苏家 还有一个我很大的仇敌 那就是苏毅 苏毅对我恨之入骨 而且把我视为眼中盯肉中刺 一直想除掉我 可是我生得太快了 现在的她就算是苏婷的长子 年龄比我大 也得叫我一生六长老 因为我现在辈分比她高 可她始终不如我愿 肯定会找机会把我做了吧 她跟我的仇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幸亏我还有一个帮手 那就是苏流 这骚娘们 一直把我拉到她这边 就为了干掉苏毅 自己尚未做家主 我刚刚回来休息了半天 她又趁着没人看见 偷偷摸进了我的房间 怎么样 我拿汤猛吧 女娃后人肯归顺我们吗 苏流掀开了我的蚊帐 一屁股坐在了我的床头 毫不忌讳身份 她身上很香 不知道喷了什么香水 闻着有点上头 我把身体侧到了一边 然后达到 搞定了一个 最小的那个已经从了 大的不行 这话一半真 一半假 这样才能迷惑到苏流 她跟苏温不一样 没有那么单纯 一夜渣二女确实有些吃不消 但成功一半也算不错了 下次我改良一下 那个十圈大补汤 效果应该更好 你技术上也要进步 如果实在不行 我亲自 亲自什么 亲自下厨 给你做汤啊 哦 你怎么看着有些失落 没有啊 我只是高兴 能喝到姑姑亲自做的汤 我拉了拉背脚 然后以此来掩盖心中的慌乱 苏流这骚娘们 喜欢说话说一半 真会气 我走了 还有任务 有空再来看你 苏流转身要离去 可却被我及时一把拽住了 等等 能卖我一个情报吗 我可以给钱 我突然起身 严肃地朝他问着 苏流负责的东西 其实是苏家最重要的 苏婷以前或许最看重苏义 但心腹绝对是苏流 但这个女人确实有本事 你问吧 免费给你一个 但只能问一次 我想了一下 然后问到 京都来了多少人 七星连珠 好像轰动了整个英人江湖一样 前来京都抢夺的人应该不少 各路牛鬼蛇神全部现身 连蛇仙都来了 他好像是住在荒山野岭的那种 苏流这种情报绝对掌握了 不然他就不配坐上苏家的这个位置 来了很多 数不胜数 不过敢动手的人不多 我们苏家都没有要参与的意思 苏流的话 让我有点吃惊 苏婷居然对这个没有意思 昆仑山对于修炼的人来说 简直就是圣地 苏婷不想要打开昆仑山的钥匙吗 还是说 这个老狐狸怕争夺损耗太多 权衡力闭后放弃了 那也太耸了吧 不过仔细想想 无论是抢什么 苏婷都从来不出手 两次都是派我去 他惊得跟贼一样 好了 我得走了 量好你的小兄弟 别让他受伤 让他更加强壮 苏流露出邪笑 拍了拍被子中间 刺激得我两腿一抖 眨眼间 苏流就消失不见了 门缝只留下一道吹进来的风 以灵异的手段暗杀别人 没想到 苏家还有这样的组织 苏流肯定也是一位 极其恐怖的暗杀者 在古代才存在的职业 没想到延续到了现代 但现代 有了监控后 下手就很难了 不过这玩意无孔不入 也并非现代科技可以制裁的 小时候就看过一则新闻 有人点了个外卖吃 结果吃完就死了 法医剖开肚子 里面全是头发和虫卵 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监控也有显示 外卖没有任何问题 可吃进肚子 就变成了头发和虫卵 至今没有找到凶手 而死者生前跟别人老婆 有过一腿 但那个老公 完全查不出什么来 可只有他有杀人动机 所以说 法术杀人 灵异作案 至今也是很牛逼的手法 只是这种人少了 苏流走后 我又陷入了沉睡 但又做了昨晚天台那个梦 七具尸体 每一个都长得像方婷 七星连珠的那晚 他们跟僵尸一样 全部跳向了星空 在那一刹那 我突然惊醒了 等我意识是梦的时候 我才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为什么又做这个梦 那七具尸体 摆放在天台 到底是什么意思 莫非跟七星连珠有关 睡了一天 终于恢复了体力 这晚上更了一夜的地 机器也得坏 别说人了 可已经天黑了 我看了一眼窗外 打算起来吃个饭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白骨敲门了 我皱眉问了一声什么事 白骨答道 有任务 我当了长老 还没接过任务呢 听说已经有权力 接S级的任务了 报酬极其高 虽然我已经前很多了 但是这种S级的任务 历练度非常高 其中还有可能有宝物 这对我来说 是非常珍贵的机会 我二话不说 直接穿好衣服 跟白骨出去了 她看了我一眼 什么话都没有说 就在前面引幕 怎么现在对我这么生疏了 我盯着她浑渊的屁股说着 这种女人 在古代极其受欢迎 因为屁股大能生儿子 但现代还是生女儿好 生个儿子 还得给她买车 买房娶媳妇 还不如不生 白骨并不是那种 大骨架的女人 细腰细胳膊 腿也细 就光屁股大 这样反而显得身材特别好 可是年纪也是一大问题 毕竟三十了 多了一股少妇感 少了一点少女的芬芳 我吃过她几回 都有回味的感觉 民事长老 我现在的身份高攀不起 白骨冷冷回了一句 似在埋怨 这话还是见外了 有空得再跟你熟悉熟悉 不敢 你还是跟苏刘交流交流吧 白骨居然知道 苏刘经常出入我房间 估计怀疑什么 有点吃醋的感觉 她不敢说什么 说话间已经来到了大唐 但大唐没什么人 只有五个长老和苏婷 还有一个陌生男人 她穿着西装 但头有一点秃 大概四十岁往上了 戴着眼镜 只有重要的人在场 应该是很大的任务 不然不会出现五个长老 而且还是苏婷亲自邀件 白骨不敢再和我交谈 低头退下 苏婷指着凳子让我坐下 然后开始倾听这个男人的话 可越听我越 感觉有点不太对劲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S级任务 最多B级 她是一个学校的校长 叫郑文 但这所学校并不简单 外界称这所学校为鬼校 每年都有学生离奇死亡 甚至诡异的自杀 这所学校之所以还没停 是因为在比较偏远的地区 而这所学校是唯一的一间 停了就没学上了 可死的学生一年比一年多 郑文的压力也好大 本来她作为一个校长 是不应该封建迷信 信这种牛鬼蛇神的东西 可是她也没有办法 今年刚刚过半 已经有六个人相继死亡 其中三个是自杀 要么跳楼 要么在校园的树上上吊死 还有投壶的 其他三个则是暴毙 七孔流血 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所学校流传的鬼故事 不计其数 是名副其实的鬼校 而且每年死的人不少 条子也没法查出结果 要不是只有这么一所学校 估计没有人愿意来读 郑文也实在没有办法了 只能尝试一下科学以外的办法 或许能拯救一下现在的鬼校 看着自己的学生诡异死亡 一条条鲜活的生命 就这么消逝 她心里也很不适滋味 一直在想办法解决 想来想去 只能上京都请大师了 我听完后 眉头皱成了一团 总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苏婷这老小子 想耍我吗 这种简单的任务 随便一个苏家子弟 去都能搞定了 需要让六个长老全部过来听 需要派长老级别的去 不管是恶鬼索命 还是人为作祟 这种根本就没难度 郑校长 你的事情我已经有所了解 你放心 我们苏家一定帮你搞定 苏婷拍着胸口答应了 郑文笑着感谢 还给了我们一罗鸡蛋和咸鱼 箩筐里面还有几百块钱 应该就当做酬劳了 我还以为是S级任务 奔着一百亿来的 没想到就这样 郑校长 这是我们苏家的长老 法术高明 这次他来帮你 保证可以斩杀恶鬼 还你校园安宁 苏婷果然让我接 我顿时一肚子火 但是没办法直接发 只能握着双拳忍着 我算明白怎么回事了 苏婷是故意支开我的 这偏远的学校 我来回都得两天了 到时候还怎么参与七星连珠 难道说 这老小子压根不祥 我触碰这个事 可苏六不是说了吗 苏婷根本不争夺 为什么要支开我 苏婷这只老狐狸 城府极其身 很难看透他到底在想什么 哟 这位小哥还很年轻 这本事能行吗 郑文看我这个年纪 顿时保持怀疑的态度 估计怕我们骗他的咸鱼和鸡蛋 苏介笑了起来 郑校长你放心 他既然是我们长老级别的 那本事自然了得 想要除魔不在话下 他如果不是天赋一禀 这个年纪当不了我们的长老 苏介表面是在吹嘘我 实则是在嘲讽 这种任务 你找任何一个苏家子弟 去都可以解决 根本不需要长老级别的出动 这是一种侮辱 苏婷明着在支开我 等我从那里回来 黄花菜都凉了 还什么七星连珠 天才出少年啊 那感情好 只要他不嫌弃钱少就好了 郑文总算放下了心来 然后兴高采烈地看着我 但是却脸上蒙上了一层阴霾 苏婷摆了摆手 这是基因德的好事 钱多钱少无所谓 郑校长放心好了 一定不会让那些青春的生命再陨落 恶鬼太猖狂 我被降妖除魔 亦不容辞 说得真好 那你咋不去呢 另外还有五位长老呢 他们咋不去呢 欺负人是吧 可家主之命 根本不能违抗 就算我提出抗议也不行 而且郑文还在这里 他是没有错的 如果我摆出嫌弃的态度 可能会伤了他的心 苏杨 你收拾一下 明天跟郑校长走 可别丢苏家的脸 苏婷还郑重其事地吩咐着 演得真特么好 还丢脸 就这种鬼 我让他怀孕都行 丢个毛的脸 郑文笑着告退了 而苏婷没给我任何开口的机会 直接离开 这个任务 我接也得接 不接也得接 五个长老也是一脸坏笑 然后快速离开 只留下了那一箩筐的咸鱼和鸡蛋 我闻了一下里面的几百块钱 还夹杂着一股咸鱼味 靠 偏远地区路程是一个问题 然后去到还得查 不管鬼强鬼弱 那种几年的鬼孝 不可能一下子就完成的 一来二去三天时间根本不够 可七星连珠的时间 已经不到三天了 苏婷这个狗东西 为什么赢我 那种级别的争夺 我不认为自己能成为威胁 而且苏婷他参加吗 这一下可怎么办 不管我能不能夺得 我都想开开眼界 而不是被之走 错过这个大好的机会 这时候 我想起来了两个人 一个是九尾狐 可他在茶庄修炼 我不想打扰他 因为修炼第十条尾巴非常难 让他安心修炼是最好的 另外一个就是诸葛克 这小娘们凶大有脑 或许能想出更好的办法 想到这里 我连忙带上咸鱼 前往诸葛家 这时候苏婷看见了 连忙提醒我道 苏扬 你可别想着潜逃 违抗家主之命 恶意不接任务 那你这长老之位 可是岌岌可危啊 放心 不用你提醒 我心里有数 谁说我潜逃了 我瞪了苏戒一眼 然后离开了苏家 他在我背后冷笑 仿佛我已经陷入 他们的诡计 已经无计可施了 这帮老头子 总有一天 我要吃上他们的喜 帮他们送中 当诸葛克见到我的时候 已经是捏着鼻子 一脸的嫌弃 他这种千斤大小间 自然是闻不得这种气味 这咸鱼 你赶紧拿走 哦 我要吐了 有事你快说 不然我想报警了 诸葛克已经很不客气地 想帮我走了 我只好赶紧把事情 跟他说一说 我这一走 七星连珠就不在了 那我跟他的交易自然取消 他如果想我帮他对付修罗 那就必须帮我 诸葛克皱紧了眉头 一脸疑惑不解 你们不是一家人吗 怎么还会被人针对你 我摆了摆手 说这个很复杂 不好解释 就跟古代的黄泉一样 父子都还有相杀的 别说这个了 还是赶紧帮我想一下 怎么摆平这个事吧 苏婷铁了心 要我接这个任务 拒绝是不可能了 必须想其他的办法 诸葛克思考了一会 然后抬头看了看天 飞机的话 应该路程会稍微缩短一点 对啊 我一拍脑袋恍然大悟 如果坐飞机的话 估计两个小时就到了 但要有私人飞机 来回的话 路程肯定大 大缩短 剩下的时间 去查这个鬼啸的事 估计能赶得及 你跟我一起去 以你的智慧 能快速帮我查出 这个事情真相 荡平鬼啸的邪碎 还他们一个安静的校园 你还是找到飞机再说吧 我受不了了 你这咸鱼太臭了 哦 诸葛克已经忍受不住 直接砰的一声 狠狠关上了门 不久后就传来了怯怯私语 好像在说 是不是小姐怀孕了 怎么一直在呕吐 我打通了朱老九的电话 让他帮我弄一架直升飞机 不差钱 可是朱老九去弄直升飞机的时候 突然遇到了难题 几乎所有人都拒绝了他 好像冥冥中 有一只大手在阻止着我们 出多少钱都没有用 不卖也不租 这可是活见鬼了 还有人不想赚钱呢 难道是苏廷搞的鬼 不对 他是阴阳江湖的人 只是个风水师 应该没有这样的权利 只有两个人有这种本事 第一个是修罗 第二个是曹刘 曹刘没理由来阻止我做这种事 他在直升飞机里面 安装炸弹炸死我还差不多 那只有一个答案了 是修罗 可他好像跟曹刘一样 也是没有理由 但他有可能 因为他会跟苏廷同流合污 合作在一块 苏廷一直在攀龙附凤 各路集结大人物 曹一下马后 苏廷找上他很正常 他一句话下来 所有的直升飞机 都不敢沾上我们了 这回可怎么办 苏廷到底为什么 跟我玩到这么大 为了支开我 连直升飞机都全部买通了 不对劲 单纯地支开我 不让我参加这一次的七星连珠 没必要玩到这么大 好像一定不让我参与一样 并且要做到百分百 可我琢磨不出什么理由 再不想我参与 也不能到这种程度吧 好像我一定会得到 那个钥匙一样 他在抹杀对手 一个必赢的对手 不然他输定了那种感觉 这时候 我想起了一个人 我的大兄弟 王天奇 这位自称为神的家伙 私人直升飞机肯定有的 我连忙给他打电话 这家伙也给我打过不少次 所以 我有了记录 直接拨回去就行 王天奇听说我的事后 立刻坐立不安了起来 有些半信半疑地回道 苏廷 你可别给我耍花样 答应了的是 又想反悔 你要逃哪里去 我没想逃 我是真有事 这回如果完全不了这个任务 我什么事都办不了 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 一架直升飞机 搞定不了 我们直接交易取消 我也很无奈 我知道王天奇的弱点 如果我不干 他们连争夺这个钥匙的权利 都没有 要天赋一柄的人 方可察觉到钥匙的存在 他不可能让我退出的 王天奇连忙向旁边说话 好像在商量 估计他干爹黄大仙就在旁边 没多久 王天奇就回复我了 可以 但我干爹也要跟着去 害怕你跑了 行 你高兴 我无所谓 黄大仙来不来都没有所谓 反正我也没打算跑 只要他给我一架直升飞机就行 王天奇这种爆发户土豪 直升飞机自然差不了 我拖上了不情不愿的诸葛克 然后带上了那个郑校长 直接去到了指定的位置 毕竟 飞机也不是随便停的 上了飞机后 郑文战战兢兢的 估计又害怕又紧张 黄大仙果然在里面坐着 但他没有说什么 只是上下打量着诸葛克 诸葛克也同样上下打量着他 但互相好像都没有看出彼此的身份 黄大仙隐藏着妖气 诸葛克也不是一眼 就能认出其身份的人 可他们都拉着脸 没有一个人是愿意的 包括我 只有郑文适应了以后 跟个话老一样 跟我们聊着天 他问我知不知道笔仙 其实他那个鬼孝 最初就是因为笔仙而起的 死的第一个人 被笔贯穿了喉咙 而他前一天晚上 听说招了笔仙没有送走 笔仙这玩意 是外国传进来的 但是不管国内国外 都是情鬼容易送鬼难 特别是那些不送的 基本上都得着到 笔仙是校园最流行的 灵异游戏之一 虽然说难度系数非常大 十个里面 也未必有一个是真能成功的 因为要求的条件比较苛刻 请笔仙的人必须八字带音 然后数数 数蛇 数鸡 数狗 少一个都不行 可一旦成功 出事的几率非常大 笔仙一旦显灵 那些没有见过鬼的 会瞬间就慌神 容易送不走 而且 有些笔仙怨气非常大 他们会找各种机会 弄死这些人 或许找替身 所以 不要轻易去玩这种游戏 极其晦气 我建议玩王者荣耀 反正我已经删了 而且 至少玩了不用死 虽然我们都不说话 但郑文好像没有察觉一样 继续讲着他的故事 那时候 学校刚刚建立 招的第一批学生并不多 可那时候 比先灵异游戏极其流行 其中有一个同学就完了 当时参加的人有四个 但只死了一个 他是发起者 也是最后一个走的人 郑文到现在都还记得他的名字 那个学生叫于小明 听其他三个同学说 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 他们也只是 抱着好玩的心态 去尝试一下而已 不过没有成功 于是他们也没有当一回事 可是第二天上课的时候 于小明又有些不对劲了 他的口袋里放着那支笔 而且 笔头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染成了新红色 跟涂上了一层血似的 于小明用那支笔写着字 写了满满一大叶的死字 字体及其潦草 而且歪歪斜斜的 写完了 于小明就坐在座位上那笑 跟神经病一样 下课后 老师见于小明有点不对劲 还想找他谈话 可是他一眨眼就不见了 到了下午的时候 他也没有来上课 找了一遍学校 也没有找到人 晚上自休的时候 于小明死了 那支笔穿透了他的喉咙 血咕咕噜噜噜地流出来 填满了他整个嘴巴 他跪在厕所里 双手向上 跟僵尸一样 眼睛极其惊恐 好像看见了什么恐怖的东西 然后张大了嘴巴 接着就被笔给贯穿了喉咙 死状极其惨烈 于小明死后 这个学校就开始不得安宁了 天天闹鬼 特别是那个男厕所 后来不停死人 不过参与笔先这个游戏的 其他三人早早就辍学了 他们离开了学校后 再也没有回来过 但据正文所知 他们没有发生任何事 现在在其他城市打工 死的人越来越多 学校慢慢地 就流传出了许多传说 各种吓人的灵异版本都有 但最吓人的那个名字 始终都叫于小明 而这个学校 也开始被其他人称之为鬼校 有人说 于小明被笔先害死 所以阴魂不散 在学校里作祟 被杀死的学生 也成为了怨魂 各种杀人找替身 这个正文说着说着 突然自己都害怕了 打了一个哆嗦 也有可能是空中的温度太低 他突然发了 诸葛克没有说话 像这种小故事 根本上不了诸葛克的心 谁上学的时候 没有听过几个 这样的灵异小故事 而我们作为阴人 就跟四川人吃微辣一样 毫无感觉 黄大仙闭上眼睛 好像睡着了一样 一句话不说 笔先都敢称先 他这个黄大仙 可能有点无语了 大师 是我说完了 有把握吗 正文见诸葛克和黄大仙不鸟他 连忙找我说话 我算是这里面 看起来最好说话的了 而且外面天黑 他讲故事 讲得自己都害怕了 不找人说话 隔音得慌 放心 不管什么仙 我都可以帮你宰了 我淡淡回了一句 区区笔先 合足挂齿 不过事情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如果真是单纯的笔先作祟 那么四个人招笔先 又没有善伪的话 四个人都得死 八字流成的什么不说 你四个人招笔先 是不是有点不太吉利 玩这种晦气的游戏 能不能上点心 大师 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 正文拍了拍心口 尝出了一口气 那大师 如果鬼来杀我 我要怎么做 才能保住性命 正文话匣子打开后 嘴巴就停不住了 虽然是校长 但还挺信这个的 也算他聪明 直到问个招保护自己 跟他干 我依然是淡淡地回道 这时候 诸葛克和黄大仙 同时睁开了眼睛 然后看向了我 仿佛在说 你小子是人吗 这也乱忽悠 一个普通人 正文也愣住了 不知道什么意思 然后半信半疑地回道 大师别调侃我了 人能干得过鬼吗 从某种意义来说 只要你不怕 赢不赢我不知道 但绝对不会输的 你死了也会变成鬼 一直干 最多平手 诸葛克 黄大仙 这特么野心 正文瞪大着眼睛 感觉我在开玩笑 我这是半开玩笑半认真 人怕鬼三分 鬼怕人七分 我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 只要不耸一直干 鬼也怕你 可能觉得我的话 有点扯淡 正文就不再问了 这也是我故意这样说 让他闭嘴的原因 不然逼逼叨叨的烦死了 我就想安静一会 想想苏婷 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地 支开我 天没亮就到了 直升机就是快 找了个地方停了之后 我们都下了飞机 正文蹲地上吐成了狗 说一辈子都没有 搭过飞机 有点晕机 等他好了一点 我们才启程 飞机没停学校附近 还得走一个小时的山路 这时候才凌晨四点多 整个地方都是山卡拉 许多乌鸦跟鬼一样叫着 极其晦气 不知道是阴风阵阵 还是山区晚上风太凉了 总感觉风吹脸上 有点不太对劲 阴得过头了 正文说 山区多坟 走的时候要小心谨慎 不要踩到别人的家了 不吉利 这一路确实有坟 大概几百步就能看见碑 但都是老碑了 现在死人集中葬山头上 这些藏山路边的 都是以前的坟 以前这里不是路 这些山路是新开采出来的 正文走过 还双手合十拜三拜 我只是微微点头 也算对死人的尊敬了 诸葛克上到一点 每个杯前面丢一个铜钱 这叫过路钱 不知道是不是幻觉 我好像听到了谢谢 黄大仙则一脸绷着 什么都没有做 按他的话说 这些玩意不配 也先有架子 死人都得端碗吃他剩下的 三炷香也先要吃两炷半 剩下的一炷 才是给死人的 还给他们行什么狗屁里 想多了吧 黄大仙虽然摆谱 但也并没有搞事 只是没有跟我们一样而已 诸葛克心高气傲 但是对死者还是非常尊敬的 有诸葛的风度 正文在前面领着路 路虽然偏 但是被开采过的 倒也走得舒坦 一直走到村子为止 学校就在离村子不远的位置 挺大的 不止有几栋教学楼 还有宿舍之类的 因为不止一个村子里的孩子 来上学 还有其他山村的 加起来人也不少 怪不得不能关了这所鬼校 一关得多少人没书读 突然觉得 苏婷这个老太监 说得还挺在里的 这是在行善积德 没错 我已经诅咒 他是太监了 现在天还没亮 我们并没有进学校 而且宿舍已经住满 进去我们也没有地方住 只能暂时住在村子里 村长挺伤到的 而且偏远地区的人 极其相信鬼神 当正文说 我们是大师的时候 村长带着几个村民 直接给我们跪拜 但这个跪拜 跟某些祭神仪式一样 有点怪异 他们双手举过头顶 然后一下一下地扣着 诸葛克说 这是白屋的欢迎仪式 这些人可能是白屋的后人 或者遗留下来的传统 白屋就是感尸那类的巫术 之前相惜有 但一定不止感尸 只是感尸发阳光大了 大家都知道 诸葛克果然博学 居然连这个都知道 我只知道巫术 根本分不清 什么是白屋和黑屋 村长长得黑油油的 个子不高 大概一米六左右 抽着烟筒 还一口黄牙 不过为人还算亲切 而且是校长领进来的 他们能不热情招待吗 一个山区的校长 几乎等于那里的就是神 想要走出山区 就靠读书了 村长给我们安排了两个屋 一个屋给黄大仙 一个屋给我跟诸葛克 因为介绍的时候我说了 黄大仙我老铁 诸葛克是我媳妇 怎知村长真信了 还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夫妻房 气得诸葛克直跺脚骂道 普姓男太下头了 何德何能当我诸葛克的丈夫 简直混账 普姓男怎么了 与其自卑伤害自己 不如普姓伤害别人 在诸葛克强烈地不满后 我只能跟黄大仙 硬挤一间屋了 可这黄大仙 有点不安好心的样子 舔了下嘴唇后 痴痴地看着我 有点像那个姬老杰哥 但我知道 他只是想吃了我 这是他的本能反应 不是说故意的 诸葛克没什么胃口 第一次来这种地方住 蚊子又多 只想赶快解决回京都 黄大仙天生喜欢吃鸡巴 倒是吃得满嘴肥油 但这一顿太丰盛了 感觉吃疼了村长 我有点过意不去 给他硬生生塞了一千块 就当吃住了 村长本来不好意思收 但是拗不过我 只能勉强收下 这时候已经凌晨五点多 眼看就要天亮了 但是却突然出现了唢呐声 然后就是敲锣打鼓 还有哭丧的声音 一对丧葬队伍 开始从村长门前走过 真特么晦气 没看见我家有贵客吗 弄啥子嘞 你们这些龟孙子 村长大骂 但按照规矩 棺材从他门前过 必须跪拜有三 没钱烧白纸 然后闭门不出 关窗不忘 村长骂归骂 还是照做了 这时候诸葛克 连忙用手沾了一点酒 然后在桌上写了四个字 棺材有人 棺材自然有人 只是死人还是活人而已 但既然写出来了 那必然是活人 这时候 黄大仙竖起了耳朵 嚼着肌肉说道 看来村子有人不欢迎我们 学校就是鸡眷 我们动了别人的利益 带他们来 可真是我做的最对的选择 落地不到两个小时 已经看出端倪了吗 如果只是单纯的鬼作祟事件 收了便可 就怕是人为 鬼再凶 不过人 我一个人调查 不知道要多少天 村长捎了三张白纸 然后关门关窗了 对着我们咧嘴道 东家老臣的傻娃子 下水捞鱼 被那水猴子拖去 第二天 肚子就泛白浮了上来 死得老惨呢 村里的河水猴子多 时运不济 就会被拖走 水猴子在村里 就是水鬼的意思 有些地方觉得倒霉的人 下水会被水鬼 拉走吃掉魂魄 那是龙王爷在招手下了 这时候 诸葛克看向了门缝 好像透过那条 不大不小的门缝 他能看见棺材里面的人一样 他将几颗黄豆 拿在手中算着 眉头紧锁 尘二 天生若智 五行属水 命格颇硬 天行命灵五十 生效为牛 天行命灵 就是本该注定死的年龄 但人生会有意外 天命也不是不可为 属水 命又硬 不应该死于水下 是有蹊跷 哟 这位女娃神了 你咋知道这些 活神仙啊 村长大吃一惊 对诸葛克竖起了大拇指 隔着门外还有棺材 还能算出这些 比活神仙还神了 尘二那傻娃子 今年才二十二岁 而且人弱智不进水 不知道前天咋回事 突然就下水游泳 然后给水猴子要了性命 村长讲述着事情经过 虽然人是傻的 但命还年轻 不禁有些惋惜 村里的老人说 水鬼怨气重一点的 可以控制一些脑子不好的人 下水杀掉当替死鬼 还有小孩也是 所以晚上或者阴气重的时候 不要靠近水边 以防不测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喷的一声 好像有什么东西翻了一样 唢呐声也跟着停了 哭丧戛然而止 外面一边嘈杂 咋回事 弄啥嘞 村长叫了起来 然后把眼睛趴在门缝上看 棺材翻了 大事 诸葛克玩弄着手中的黄豆 然后悠悠说道 还真是 村长好像也看到了 而诸葛克连动都没动 女娃 你真神了 校长带回了一个活神仙 孩子们有救了 但这个棺材 为什么在我家门口翻了 晦气 翻棺材说明 死者不肯走 晦气得很 送不走死人 那就糟糕了 我出去看看 我想要打开门出去 可村长却不让 说我们不能出去 不合规矩 而且太晦气了 但我不怕 直接推开它 然后替门出去了 不是死人不对劲 而是活人不对劲 这明显是 冲着我们而来的 村长想拼命拦住我 可无奈我力大无穷 差点把他也甩了出去 门开后 所有人都看向了我 玩犊子了 别看 快跟我回去 等下鬼要上你身的 大师 也不能胡来坏的规矩 村长死拖硬拽 想将我重新拉回去 可我却甩开了他的手 大步走向了棺材 棺材这时候落地了 还砸出了一个印子 但并没有翻 抬棺材的说了 棺材突然变重 四个人怎么都抬不动 见我是外人 亲属连忙去挡我 这时候本来就会气 外人就更加不能掺和了 要不是看在村长的面子上 估计他们已经跟我翻脸了 陈二这个弱智 除了爹娘外 还有一个弟弟 而且有一个媳妇 她媳妇长得可真不赖 白白净净的 身材也挺挺玉立 而且 好像还挺着大肚子 应该是有了 但她好像也不太聪明的样子 听村长说 也是弱智 她弟弟有点不太对劲 看嫂子的眼神有淫邪 村长说她弟弟陈三 没钱娶媳妇 家里砸锅卖铁 给她那傻哥哥 娶了一个傻老婆 到她已经山穷水尽了 幸亏嫂子有了孩子 陈家算有后了 至于她 父母已经管不了 能有后继承香火就行 陈三见我不走特别愤怒 直接冲过来 要挥拳打我 还说我要在她哥的丧事上闹事 一个外人简直不知天高地厚 可能她哥不想走 就是因为我这个外人的存在 这个锅甩得很好 但她甩错人了 一拳没甩中我 反而给村长一烟筒 砸到脸 趴到了地上 你个狗东西 校长的客人你也敢动 这可是大师 你个瓜娃子 别给我逞呢 村长还挺伤到 居然直接上来护我 其他人立刻不敢起哄 也不敢闹事 反而劝陈三算了 这时候陈三不服 突然一拍棺材大吼道 村长了不起啊 是不是欺负我们老实人 我突然皱了下眉头 这家伙居然会数 她要利用她哥的尸体干什么 没有人发现她的不对劲 但她瞒不过我 这时候突然扑痴的一声 一道黑气从棺材缝里喷了出来 然后棺材跟不倒翁一样 在没有任何人的触碰下 直接立了起来 就好像死人站起了身一样 突然全部人吓得四散了开来 包括陈二的父母 甚至跌倒在地乱爬着 只有陈二的媳妇 咬着手指头 在咯咯咯笑着 确实是个傻子 闹鬼了 闹鬼了 这些人慌忙叫着 屁滚尿流地 朝四个方向逃窜 大师 大师 这 这 怎么了 村长也害怕 死人棺材自己立起来 这不是有鬼是什么 不怕 有我呢 我说完后 突然飞身一跃 一个荆棘独立 直接踩在了棺顶上 砰的一声 棺材立着入地三分 抖动的黑烟突然停止了 但有一道黑影逃走了 速度非常快 算你跑得快 不然要你原形毕露 作祟的分明不是尸体 而是棺材里的东西 至于是什么 我暂时不知道 但应该不是鬼官 而是人为的术法之类 四镇八方 悬雷镇观 太上老君 急急如律令 皇服贴在了棺身上 我一掌按下 棺材立刻倒下 然后恢复成了原样 可随便抬起 卧槽 牛逼 大师牛逼 奈何我没文化 只会卧槽行天下 但大师年纪轻轻 是真牛逼 村长连忙鼓掌 为我呐喊 不过这一下子 确实征服了他们 所有人见没事 又立刻围了上来 村长介绍着我的身份 大家都一脸钦佩 陈家二老想给我跪下来道谢 只有陈三一脸的不服 而且身上有杀气 他想借棺材杀了我 到底是为何 而且棺材不是意外出事 是早就设计好了 故意在村长门前出事 就是冲着我们来的 大家放心 尸体上的怨气 已经被我驱赶走了 不会再有事 好好安葬就行 我随便敷衍了他们一下 事实当然不止这样 这时候棺材已经能抬起来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 大家都觉得我灵 纷纷叫我大师 陈二父母还让我看一下 他的儿媳妇吃傻 希望能治好他 老一辈都觉得 巫医能治吃傻 可这里却有一个误解 只有丢魂的吃傻 才能用巫医治 脑子有问题的巫医治不了 再说了 我也不会巫医啊 在他们眼里 所谓的大师 都是万灵的 是活神仙 为了不扫他们的心 我也假装走一下过场 想点那傻妞看看 可我刚刚一伸手 那挺着大肚子的傻妞 就躲到了陈三的身后 连头都不敢怒 好像挺害怕 你干嘛 陈三朝我瞪了一眼 老陈怒了 突然抽了他一巴掌 你个臭小子干什么 别得罪大师 那可是你哥的女人 你哥尸骨都未寒 陈三不说话 舌头舔了一下嘴角的血丝 脸上有一个巴掌印 哼哼 下意识地躲到了陈三的背后 这是一个傻子的本能 好吃不过饺子 好玩不过嫂子 好吃不过海味 好玩不过表妹 不用看了 出生就没有六根 天生吃傻 是命 治不了 继续下葬去吧 我挥了挥手 然后让他们走了 直接回头进了屋 村长跟在后面 然后啪一声 将门给关上 这老陈家是太乱了 怪不得那傻子 死了都不肯走 村长巴搭了几下烟筒 推云吐雾了起来 说的应该是陈三和嫂子的事 傻哥哥不愿意了 所以死不瞑目不肯走 估计村里也有风言风语 可诸葛克没管他 而是朝我低声问道 看到了什么 黑烟和黑影 人确实是死的 而且真的死于水鬼 但没有怨气 傻子可能不了解死亡 所以不会变厉鬼作祟 背后有人在操纵一切 想会议会我们 我冷哼了一声 诸葛克能看出的事情 我也早看出来了 本来以为只是简单的 校园灵异事件 没想到牵扯挺大 根本没有 我想象中那么简单 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 那黑影是痴魅王良中的 其中一个 能召唤并且控制他们的人 绝不简单 诸葛克居然知道 那黑影的来头了 痴魅王良可不是 普通的鬼怪 此时黄大仙已经完事 桌上的鸡 吃的骨头都不剩 他用袖子一擦 嘴上剩下的油 然后说道 有人想利用白屋修仙 这方圆百里都是祭坛 学校立于中间 是最关键的祭品 他们活跃于村中 掌控一切 把村民当动物一样 戏耍和玩弄 而且再等一个时机 什么时间 七星连珠 黄大仙打了一个宝格 饶友兴趣地看着窗外 诸葛克白扇一合 狠狠地砸了一下手 嘴角上羊露出了一个微笑 事情好像变得有意思了呢 这什么反派台词 那我是不是要 节节节地怪笑 干啊 我可是正面人物 不管怎么样 天终于是亮了 熬了一夜 眼皮子直跳 我急忙抱着黄大仙 睡到了中午 醒来后 黄大仙跟着大院种一样 看着我 并且表示自己以后 宁愿睡厕所 也不会再靠近我 这可不能怪我 是他自己要寸步不离地 跟着我 主要怕我走掉 中午校长来请我们了 自此 我们才终于 真正地踏进了学校 这个学校虽然建的地方偏僻 但真的不小 它是那种小学 初中 高中一体的学校 而且有住宿 加起来 你说面积的多广 各种设施也不少 有图书馆和运动场 篮球 足球羽毛球 一个都没落下 环境空气也都不错 几乎周围的所有孩子 都在这读书 死再多人 也不可能关的 而且关了怪可惜 郑文说 这个学校挺不错的 就是给邪祟闹得乌烟瘴气 恶鬼索命 孩子心里不成熟 都害怕得要命 当然了 大人也怕 胆大的都不见得扛得住 郑文一直用科学压着 让大家不要迷信 但见鬼的人越来越多 各种邪门 离奇的死亡 有些事情 他也压不住了 附近的村子传得更凶 就是我们住的那个村子 鬼校的名号 就是他们村民传出去的 进校的时候 我和诸葛克都看了一眼风水 学校的风水没有问题 挺正常的 就是有一个地方很奇怪 一般的建筑 最多有八个方向 也有四项的 可是这个学校 居然有十二个朝向 看上去有些怪异 但不会风水的人 根本看不出来 这是黄道十二宫的布局 黄大仙居然看出来了 悠悠地说道 他们果然想修仙 好大的胆子 学府是正义高贵的地方 因为承载着人类的未来和希望 是后代的光明通道 我等妖体都不敢动 他们居然拿这个当鸡卷 寄给老天爷妄想成仙 听了黄大仙的话 我跟诸葛克面面相去 到底是谁这么狠啊 有没有真正的神灵我不知道 但生计活人已修仙 追求长寿不老恶徒 难有善终 黄道十二宫 不是普通人能布下来的 需要很高的法术 看来这次我要对付的不是鬼 而是人 收他一箩筐咸鱼 好像亏大了 不要声张 引他们出来 我不局杀这些人渣 诸葛克好像有些生气 翘脸沉了下来 紧握手中的白膳 他 好像从来都不缺大意 只是没人懂他 我懒得管 我是看住苏杨的 黄大仙才不帮我做事 这不是便宜了我吗 我跟他可是仇敌 三位大师看出了点什么吗 郑文见我们嘀嘀咕咕的 好奇问了一句 郑校长 今年死了多少人了 诸葛克问道 郑文做了一个六的手势 六个人了 这才半年刚过 去年呢 死多少人 诸葛克又问道 郑文想了一下 回答是十二个 诸葛克又问其他年 但郑文回答并不是十二个 而是逐步升高 死的人越来越多 诸葛克看了一眼天空 突然就没说到 我懂了 他前几年应该是受伤了 本命天工受损 所以无法杀够十二个 但现在伤已经好了 那就是说 今年也会死十二个 不对 诸葛克摇了摇头 是最近这两天 会死够十二个 因为七星连珠快来了 他想要在那天升星 七星连珠 只是京都会出现 打开昆仑山的钥匙 但七星连珠这个异象 是全国都可以看见的 在古代的时候 这种天有异象的日子 大把祭祀 甚至有人在山上 祈求飞升成仙 这也都是正常的事情 但这根本不可能 也就是说 在短短的两天内 学校还会有六个人死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砰的一声 一个女孩死在了我们的面前 她是从高楼跳下 然后砸在了我们的面前 再向前一步 就该落在我们的身上了 她已经断气了 手里拿着一支沾血的笔 头发也全是血 眼睛瞪得大 大的 死得极其凄惨 死不瞑目 校长吓得愣了一下 浑身僵硬 等缓过来的时候 立刻蹲下来 嚎啕大哭 诸葛克突然极其愤怒 仰头看向了高楼的天台 他好像看见了什么 咬牙切齿道 比先 可是天台已经空空如也 什么都没有了 但挥之不去的黑气 我们还是能看在眼中的 死去的女孩十几岁的样子 青春年少 可却倒在了血泊中 鲜活的生命 就这样诡异地结束了 鬼神作恶 杀人寄天 手段极其残忍 诸葛克蹲了下来 然后将女孩的眼睛 慢慢抹闭上了 你放心 我们一定帮你报仇 诸葛克小声说道 好像在许诺死人 也好像在跟自己说 没多久 很多人就围了过来 但老师和郑文 都在驱赶他们 而我们则早早脱身了 郑文为了提供方便 也跟了上来 他擦了擦眼泪 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看见他了 诸葛克突然对我说道 但我知道他指的是谁 毫无疑问 就是笔仙 为什么我看不见 因为这个 诸葛克突然手中 亮出了一样东西 就是刚才死者手上 拿的那支笔 那支带写的笔 我刚才拿了那支笔 然后就看见他了 诸葛克好像早就预料到一样 想要见笔仙 这支笔是关键 郑文看见这支笔 立刻吓了一大跳 还后退嚷嚷着 让诸葛克赶紧丢掉 因为所有的死者 死后手中都握着同一支笔 一支带写的铅笔 不 不能丢掉 还要靠他 帮我们找出笔仙 无论鬼强或者弱 都有藏身躲避的方法 你打得过他 他不现身 有时候你也 未必有办法对付他 现在的术法 很少有对付笔仙的 我们如今要做的 就是将他引出来 然后慢慢收拾 其他的暂且不知道 但现在校园杀人的 就是笔仙 或许有人控制着 笔仙杀人作恶 又或者 有人故意 将笔仙引出来杀人 那个笔仙很利 必须招他出来 才能对付他 与小明死的那个厕所 在哪里 诸葛克已经决定了 在与小明死的 那个厕所里 招笔仙 作为第一个 招笔仙死亡的人 他死的地点 绝对怨气最大 也是最容易招出 笔仙的地方 据统计 发生灵异事件 前三的地方 分别有三个 第三是医院 第二是厕所 第一是电梯 厕所是污秽之地 而且阴凉不见阳光 容易发生邪碎 一旦死人 极其容易闹鬼 当然了 心理作用的成分也有 这个学校 第一个死的人 叫于小明 他就是死于厕所的 比贯穿了他的喉咙 死得极其惨 说起这个的时候 郑文都有点心有余悸 脸色惨白 这个厕所 几乎没人敢来 就算是白天 也得成群结队 郑文说他来过一次 确实邪门得很 好像有一个人 在盯着自己尿尿一样 而且晚上阴风阵阵 灯泡也时好时坏 经常一眨一眨的 怪得很 诸葛克说 在这个厕所招比仙 有两个好处 一个是可以招到 那个杀人的真正比仙 另外一个 有可能招到于小明 或许就可以知道 那时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郑文虽然口述了整件事 但由于于于小明已经死了 其他三人离校去了别的地方 所以具体情况 我们并不了解 我们来到厕所的时候 基本都不用清场 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白天几乎也没有人 赶来这里上厕所 可能是因为没人的原因 厕所极其的干净 其他的厕所进去都有骨味 根本待不久 别说招比仙了 来 事不宜迟 诸葛克直接拿出了 那一只带血的笔 留给我们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而事情相当复杂 我们要两天赶回京都 时间是非常紧迫的 招出比仙 言行逼供也好 杀了也罢 都是不错的选择 诸葛克对招比仙 还是有点熟悉的 流程都清楚 他拿出了一只笔 然后让我们都握住了笔 下面铺垫一张纸 于是就开始招比仙一试 不过黄大仙拒绝参与 这万一他感觉 给自己舔脚都不配 要是赶出来 黄大仙会将他尸打出来 然后再让他吃回去 我跟郑文 还有诸葛克的手 紧紧握住了笔 只见他缓缓念叨 比仙比仙 你是我的前世 我是你的今生 如若有缘 请画个圈 这咒语谁传下来的 听得我有点隔音 有些人啊 玩这个就是做 此时厕所突然起了阴风 我眼珠子不停动着 然后低声说道 来了 一次就成功 是圈套 还是真的有缘 不过我虽然感知到了 但是他还没有完全现身 又或者已经寄生在笔上 笔先什么路数 我也还不知道 反正是第一次接触 郑文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好像有些害怕 不知道是不是他手抖 那只笔居然不受控制地抖了起来 我和诸葛克都看向了他 他连忙摇头说道 不关我事 我没有动 郑文画音一落 那笔极其怪异的 在纸上画了一个圈 还挺圆的 看来笔先以前是个学霸 画圆都不用圆规的 笔先显灵了 怎么办 他来了 郑文害怕极了 脸色刷一下子白了一大片 周围温度下降 阴风阵阵 嘘 别说话 来了正好 诸葛克另外一只手 点燃了一只白蜡烛 烛光升起 突然照出了一个影子 那影子是天花板上映照下来的 也就是说 别看 诸葛克瞪了郑文一眼 知道郑文会下意识地 看向天花板 这样容易被鬼上身 这一根小小的蜡烛 直接就把鬼影照出来了 诸葛克还是有点本事的 可他依然按兵不动 好像是想先从笔先口中 问出一点事情 郑文则吓得湿透了衣服 一身的冷汗 现在好像不止四个人 而是五个 天花板下的影子 极其惊悚 跳动的烛光 将那个影子带动了起来 好像一个女人在翩翩起舞 黄大仙不为所动 双手抱胸静静站立 一句话不说 笔先 你来了吗 来了画个圈 诸葛克故意问道 这时候笔又动了 然后画了一个圈 而我们三个人都没有动笔 这时候笔没有停下来 而是在纸上歪歪斜斜地 写下了一行字 一人问一个问题 问多了 问错了 死 问错死 什么问题是算问错了 这笔先还挺有性格的 我们面面相去 而诸葛克还是按兵不动 决定先试一下 反正我们都没有玩过笔先 虽然我并不喜欢玩笔先 但我喜欢玩笔先 嘿嘿嘿 你叫什么名字 诸葛克第一个问道 不过看得出 他还挺小心翼翼的 这时候笔又动了 在纸上歪歪斜斜地 写下了杨美雪三个字 这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 跟诸葛克刚才看见的女鬼不谋而合 而现在天花板映照下来的东西 也是女的 可这时候 郑文突然愣了一下 看着那三个字 表情有异样 认识 我偷偷问道 郑文没有马上回答 但随后摇了摇头 不过已经没用了 我知道她有猫腻 分明想瞒着我什么 这女人她肯定认识 到你了 你随便问一个 诸葛克朝郑文问道 郑文咽了咽口水 好像有些紧张 随后还是问出了一个问题 我什么时候会死 这个问题 明显比诸葛克那个更有意义 问生死 估计也是许多招比仙的人 经常问的问题 其后就是感情 成绩之类的 这时候笔又开始动了 然后在纸上 写下了歪歪斜斜的三个字 两天后 郑文吓得浑身发抖 差点手就甩开了 这样会破坏招比仙一事 我连忙紧紧按住了她的手 不让她动弹 然后给了她一个眼神 示意她别害怕 也别激动 这比仙不是阎王 她说了不算 极其有可能 谁死不一定 估计就是吓唬郑文的 郑文在我的眼神安慰下 终于冷静了下来 但还是大汗淋漓 大口喘着粗气 到你了苏杨 诸葛克看向了我 我点了点头 然后微微对比仙说道 比仙比仙 请给我默写一下勇的大点 周围突然一片寂静 好像阴风都停了下来一样 气氛有些尴尬 那只笔好像被沉没了一样 迟迟未动 不行 那能给我说说 重动跃迁的具体实现方法吗 要不你把宇宙飞船的制作图 给我画出来吧 我也不为难你了 你写个逆纤维画的方法出来吧 笔 此时突然扑斥一声 白蜡烛灭了 黑影消失 随后笔中渗出血来 伴随着一声淒厉的尖叫 震耳欲聋 你特么够我这许愿呢 我有这本事 我用得着当笔仙 我嘿嘿一笑 都说笔仙无所不能 什么都知道 有你是我的福气 快说 不然我招你上来的吗 这笔仙迟迟不现身 就算有鬼影 也未必真的出来了 只是预盖弥彰而已 估计也害怕 我们有两手 但是被我这样一击 倒是有点受不了了 直接蜡烛一吹 好像要出来干死我 哟 可算开口了 那你这不是破坏了笔仙的规矩了吗 要罚哈 这里是厕所 就罚你吃两斤石吧 我嬉皮笑脸地说着 出来杀我 应该是最愚蠢的行为了 所谓的笔仙 也只不过是恶鬼作祟的手段罢了 可我不怕 甚至有点小兴奋 我是笔仙 我就是规矩 我要你死 你就得死 话音一落 笔中伸出了一只手 直接掐向了我的脖子 而天花板上的鬼影 早就不见了 郑文吓得屁滚尿流地 直接甩开了笔 然后朝外面跑 嘴里还喊着鬼来了 鬼来了 但突然一阵阴风吹来 好像两只大手一样 直接将门给关上了 砰了一声 郑文撞到了门上 然后反弹后 扬倒在地上晕了过去 鼻子上全是血 估计眼貌惊心 这手真是又白又嫩啊 生前应该是个大美女吧 虽然鬼手掐住了我的脖子 但我还是丝毫不惊 诸葛克翻了下白眼 我真是服了你个老SP 女鬼的豆腐也吃 不好意思 比仙小姐姐 媳妇在这 我只能对你不客气了 我言语一落 猛然打出一张黄符 符如雷霆 直接将笔给震得四分五裂了 那手下的一缩 立刻化成黑气 然后从四分五裂的血笔中飘了出来 开始窜逃 现在才想走 迟了 诸葛克立刻打出了一个小八卦 然后将暗沉沉的厕所照亮 黑白八卦如钉子一样 将那股黑气定在了墙上 强发出一声剧烈的冲撞声 然后强灰刷刷地掉 黑烟跟八爪鱼一样挣扎着 你们是谁 为什么来这里 黑烟跟人一样说话了 但依然不停挣扎着 八卦旋转64圈 光影和黑影扩大 将整面墙遮住 仿佛封印一样 紧紧盖住了黑烟 不让乞讨 我们是谁不重要 你是谁才重要 为何在这里害人 诸葛克大喝一声 双指一束 八卦每旋转一周 那鬼就痛苦一份 连连惨叫着 整个厕所都是女人的尖叫 不知道的 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 管你屁事 你有种就灭了我 突然黑烟吐出几阵魂影 那些魂一个个学生模样 脸色惨白 但他们并不误 而是眼神迷茫地飘了出来 好像挡箭牌一样 诸葛克突然愣住了 不敢出手 这些都是被笔仙杀的人 再杀就灰飞烟灭了 无法再投胎 笔仙关键时刻 居然吐他们出来 荡挡箭牌保密 与此同时 砰的一声 黑烟伸出十几只手 直接将八卦给震碎了 然后封魔了一样 往外面跑 可他不知道 逃得过诸葛克 根本不可能逃得过我 我拔出妖刀 一刀入魂 注入法力的时候 刀光大起 那妖气把黑烟都缩成了一团 想走 问过你爷爷没有 刀影掠过 门都碎成了渣 黑烟被打出了原形 直接变成一个女鬼 半躺在了地上 浑身都是鬼气 脸色惨白 跟面粉一样 身上冒着烟雾 披头散发 面目猙獰 手虽然白 但一点都不美 看来我猜错了 这就是网恋笨献的济世感 就你特么的叫笔仙啊 妖刀对准他的身体 吓得他哆嗦着饶命 根本不敢再逃 幸亏把他激怒了出来 不然还得跟我们周旋一段时间 太磨叽了 别杀我 我是被逼的 李先用手挡着身体 生怕我一刀要了他的命 妖刀能压制他 甚至轻易杀了他 虽然杀了许多人 但他道行还是不够 这些魂释放出来后 他就更弱了 这时候 诸葛克白膳一挥 直接将那些学生魂扇走了 送你们一程 别回头 好好去投胎 嗖嗖嗖的几声 迷茫的魂灵顺着风走了 全部被诸葛克超度 谁逼你的 学校人多 人气旺 本不该出现索命鬼怪 我就知道 背后肯定有古怪 诸葛克回过头来 然后朝女鬼问道 手中白扇挥舞着 好像随时会杀了女鬼一样 绝不留情 后山 村里的后山 那天我在后山遇到了 女鬼在我们的逼问下 刚刚开口想说出来 可突然一张鬼嘴凭空出现 极其怪异 就连我都没有反应过来 他直接将女鬼咬成了两半 然后生吞了下去 速度非常快 接着化成一道黑影 撒腿跑了 是他 那天棺材里的也是他 我突然想了起来 那天在村长门前的棺材 也是这玩意 诸葛克说是痴魅王良 民间有二十四鬼的传说 痴魅王良就是 其中三鬼 痴是山林鬼 魅是迷惑人的妖精 王良则是水怪 也有人说他是水鬼 眼看就要知道真相了 没想到那笔仙被瞬间吃个精光 我跟诸葛克怒从心头起 急忙追了出去 可是那玩意 爬墙走得快 一下子就顺着墙进了女生宿舍 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是他规划好的逃跑路线 速度又快 我们追不上了 可恶 好不容易引笔仙出来 没想到居然死了 诸葛克极其窝气 突如其来的黑影 没人预想得到 没办法 我们只好回去找郑文了 他虽然晕倒 但问题不大 掐了一下他的人中 没多久就苏醒了过来 就是鼻血流得有点猛 鬼 鬼来了 鬼 郑文醒来 还是哇哇大叫 我扇了他几个大嘴巴子 让他清醒一下 随后他肿了两边脸 才淡定了下来 笔仙死了 但死的人只有七个 还得死五个人 要快点找出幕后凶手 不然校园还会有人死 他们要在七星连珠夜 杀购十二个人几天 以登十二仙宫 这些人本来是利用笔仙杀人的 但笔仙已经死了 估计会利用刚才那个黑影继续杀人 必须要马上找出他们 郑校长 那个女笔仙你是认识的 别瞒我了 事态紧接 你快跟我说 不然后果自负 我想起了之前那一幕 郑文听说女笔仙叫杨美雪的时候 表情有些变化 她肯定认识这个女笔仙 郑文在我的逼问下 只能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这个杨美雪 其实就是本校的女学生 但由于早恋的问题 被郑文叫到办公室痛骂了一顿 之后她发脾气 自己跑到了后山 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郑文曾经发动过所有人去后山找 包括报警 但是都没有找到 可一个星期后 她的尸体才在后山被发现 找到的时候 已经被人五马分尸 死得极其凄惨 凶手最后也没有找到 这么多年了 一直是个寻案 郑文因为内疚 所以第一时间没有说什么 如果不是她 杨美雪可能还不用死 而且第一时间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郑文还以为杨美雪变成鬼来找她报仇了 所以极其的害怕 听到后山 我跟诸葛克都互相忘了一眼 没错 女鬼交代之前 就提到后山 或许杀害杨美雪的凶手 就是幕后黑手 那天晚上 杨美雪一定遇到了他们 走 去村子里的后山 诸葛克想都不想 直接让郑文带路 后山可能有秘密 郑文擦了擦鼻血 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急忙在前面带路 晚了可能又要死人 出了学校 郑文直接带我们来到村子的后山 后山分两边 一边是坟场 也就是这个村子的村木 另外一边是树林 树木极其茂盛 郑文说 村民有时候会上去打点野味 但从来没有听说过闹鬼 山木也正常 因为葬的都是自己人 只会保佑 不会邪火 杨美雪就是死在了树林里 但是之前搜过很多次了 根本没有找到 后面她的尸体才出现 但是已经被五马分尸 头挂在了树上 身体掩埋在土里 四肢分别在东南西北寺的方向 血已经被抽干 反正死得极其凄惨 现在郑文想起来 还跟噩梦一般 主要她有点内疚 所以心里有负担 做梦也是梦见杨美雪来追杀自己 将自己开膛破度 可听了她的话我们明白 这不是简单的五马分尸 而是一职一世 猜想一下 如果将尸体五马分尸 还会那么耐心地 按各种方向摆好吗 根本不会 要么就是用一个麻袋统一装好 要么就是乱扔 这种有规律的方向摆放 绝对不正常 头挂树上 是因为头要顶天 所以要放上面 背靠黄土 所以身子掩埋在了地上 四肢可行四育 所以摆放在了东南西北 四个方向 郑文带我们来到了 杨美雪尸体摆放的位置 我看了一下 发现这个位置是树林居中 树木不太茂盛 抬头可见天 晚上的时候 月亮和星辰 应该都可以照下来 而且 这个地方五行都满足 杨美雪不会是当时 被人活活分尸 然后用于一场祭祀了吧 还被人控制了鬼魂 到处杀人 所以说 不要早恋 你看现在出事了吧 建议现在还在早恋的人 看见我说的话 马上分手 我再说一次 马上分手 这树林没什么人 郑文说 这里野兽还是蛮多的 只有猎人会进到深处 或者有人在外面捡捡柴 平时小孩和老人 都不敢往里走 旁边的村木都比着安全 有时候那些 喝醉酒的怕老婆 直接就在那里抱着坟睡 一觉都没事 但如果进这里 可能会被野兽吃掉 这时候 诸葛克突然弹出了四个铜钱 三个铜钱落地竖了起来 另外一个铜钱落地倒了下去 诸葛克将它捡了起来 天地玄黄 怎么少了一个玄 四缺一 他们还差一点材料 不对啊 诸葛克说的话 有点莫名其妙 就连我都听得一头雾水 好像是他补得挂 反正说半截没人懂他的意思 女神仙 虽然我是校长 但在你面前 也算财数学浅 你能不能说明白话 郑文弱弱地问道 诸葛克指着这个树林说道 在学校没有建起来之前 这里应该就是他们的祭坛 也就是就祭坛 后来他们杀了杨梅雪 以他当媒介 将学校变成了新祭坛 这个就祭坛就荒废了 可是我刚才算了一下 这个就祭坛是不完整的 天地玄黄少了一样东西 这是不可能的 不然他们活迹不了杨梅雪 我猜想 有人破坏了他们的旧祭坛 少了一个玄 说到这里的时候 诸葛克往北方走了 走了大约77步 他突然停了下来 然后望着脚下的一个大坑 那是一个树坑 应该是有一棵参天大树 被砍了下来 所以留下了这么一个树坑 诸葛克扒拉了一下坑 大概挖了五六层以后 挖出来了一些黑幅 那些幅上面全是蝌蚪 我反正是看不懂 诸葛克博学多才 好像能看明白一样 嘴里念叨了一下 随后说道 是巫幅 而且是白巫 我们正统的 俘虏都是黄幅 或者更高级的金幅 难道这棵树 就是布局祭坛中的悬 我朝诸葛克问道 他点了点头 但这棵树 好像已经被人砍走了 不知道是有意的 还是无意的 我们问正文 是谁砍走的 他说不知道 他只管学校的是 这村子里的事情 得问村长了 我们二话不说 直接回村找到了村长 村长吸着烟筒 回忆了起来 过一会 他才一拍大腿说道 我想起来了 好像前几天 尘儿进了树林 然后就砍了一棵大树 拖了出来 说要拿回去 给他娘荡柴烧 这傻娃子 力气大得很 虽然那树很大 不过他一个 用绳子绑身上 硬是将那树 给拉了回来 我们心里咯噔了一声 怪不得 尘儿那傻子突然死了 原来是 无意间动了人家的局 人家自然要弄死他 那傻子死得真冤枉 本来孝心一片 想帮家干点活 没想到砍错了树 把命给搭上了 村长 带我们去陈家 那棵树上有东西 只要找出来 我可以算出幕后黑手 诸葛克非常有自信 但就是怕陈家 将那棵树给烧了 不过刚刚砍下来的树 应该要晒干 而且尘儿刚死 那棵树应该还在 村长干活也麻溜 一点也不磨蹭 直接带着我们 朝陈家去了 因为陈儿儿的弟弟 陈三有问题 之前棺材里的黑影 就是他敲棺材敲醒的 好像早就知道 里面有东西一样 而且他跟那 弱智嫂子的关系 也不一般 来到陈家后 村长立刻敲响了 陈家的大门 不过这个门敲不敲 其实都一样 因为实在太破了 陈家真的穷得一塌糊涂 连房子都是那种 破得不能再破的 院子里养了一条老黄狗 也是那种恶的皮包骨的 狗见了我们 也不叫一声 估计又老又恶 已经没有力气了 没多久 老陈就来开门了 他看着我们一脸惊讶 估计平时 没有人会来串门 村长 这吹的什么风 怎么把你给吹来了 村长也不啰嗦 直接按照我们的意思问 老陈那棵树呢 树去哪了 老陈一脸猛逼 说什么树啊 怎么来他家里找树 要树去后山啊 村长解释了一下 老陈这下明白了 说陈儿那傻子 拖回来的树 被陈三劈成了一段段 然后不知道藏哪去了 说来也奇怪 陈三好像着了魔一样 树砍了也不烧 你说他是不是有毛病 把陈三叫出来 我们有事问他 诸葛克连忙朝老陈说道 陈三肯定知道什么 不然不会藏起来一棵树 这小子肯定心里有鬼 不过找到他一切都明白了 怎么了 村长 你老实跟我说 老三不会是犯什么事了吧 现在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可不能没了 老陈立刻紧张了起来 这么多人特意来找陈三 他能不慌吗 没事 我们就是找他聊聊 你别害怕 诸葛克连忙安抚老陈 怕吓着他 到底什么事 你们倒是说说啊 不说 我心里怕得慌 老陈冷汗都流下来了 诸葛克那句话 也没有起到多少安抚的作用 倒是村长忍不住了 直接骂了老陈一句 废话什么 犯不犯事 让他出来就知道了 再叽叽歪歪一家 都给你们逮走 大师说什么就是什么 村长还是位高权重的 直接将老陈唬住了 吓得他连忙在前面带路 那小子在柴房 你们跟我来 大师你可别骗我 我现在就这么一个儿子了 闭嘴 唧唧歪歪地烦死了 大师自有分寸 他在救我们村子和学校 你懂什么 村长又喝了一句 老陈彻底闭嘴了 一句话不敢再说 村长的威严果然好事 来到破烂的柴房 老陈直接推开了门 大喊道 老三 你个臭小子 快丢我出来 如果做出什么危害村子的事情来 我一定不侵扰你 可打开柴房后 我们看到了尴尬的一幕 陈三正抱着那个弱智的女人 在亲来亲去 而且还动手动脚的 那弱智的女人也不反抗 看她的眼神 跟那天完全不一样 好像 她好像正常了 幸亏她怀孕了 不然这回可就不是亲那么简单了 旁边那些铺在地上的稻草 就是他们的床 果然 最好吃莫果与饺子 最好玩莫果与嫂子 陈三见到我们 立刻就和弱智的女人分开了 气氛极极尴尬 老陈也没有想到 他们居然会来这么一出 陈二可是刚刚下葬 老陈叫那个弱智女人翠花 但是她好像不傻了 无论表情还是眼神 都跟正常人一样 可是才半天左右 也就下葬回个家的功夫 陈家穷 葬礼简单 所以时间短 女人怀了孩子 老陈不敢打 但陈三不一样 老陈是恨铁不成钢啊 上去就是一拳 直接将陈三打趴在地了 陈三一嘴的血 然后趴在地上如动着 他也没还手 谁让那是他老子 正所谓家丑不可外扬 可这一幕 却让我们看到了 老陈自然怒火冲天 想打死陈三在柴房 你个臭小子 他可是你嫂子 你勾搭谁不好 你干出这种事来 你不怕被雷劈吗 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你是人吗 老陈上去 就想继续暴揍陈三 幸亏被正文及时抱住了 不然这样打法 真有可能将人打死 老陈已经丧失理智了 而且耕田的人 力气也不小 怪我干啥子 都怪你没钱给我娶媳妇 你还偏心 给我那傻大哥娶个老婆干嘛 他会用吗 他对都对不准 就是一弱智 不是我 咱们家能有后 陈三话一落 老陈立刻气得脸都绿了 话已经说得很明白 这翠花肚子里怀的孩子 不是他大哥陈二的 而是他陈三的 我干你娘的 你做出这种 大逆不道的事情来 也不怕遭天谴 老子今天非多了你不可 老陈眼睛都红了 真想当场杀了陈三 可是这回村长也上阵 直接和郑文一起按住了老陈 并劝解道 今天我们不是来看你们家事的 快问那棵树去哪了 这些事 等我们外人走了 你再慢慢处理 我们就当什么都没有看见 什么都没有听见了 老陈一听 这才冷静了下来 郑文和村长 也慢慢松开了手 老陈走了过去 然后蹲下身 扯起了陈三的领子问道 今天的事我 暂时不跟你们计较 你快说那树 你藏哪了 那是你哥托回来的树 树 树 我烧了 陈三突然说话支支吾吾的 看他表情都有点不太对劲 烧你大眼 你上奶烧去 快告诉老子 不要把这个家给害了 老陈突然又扇了陈三一巴掌 恶狠狠地逼问着他 我不知道 别逼我 我会死的 别再逼我了 你走 嫂子恢复正常了 都是我的功劳 为什么要怪我 陈三挣扎着 但是老陈却不依不饶 压根没想要放过他 快说 树去哪了 那不是你的 是你哥的 女人 你也抢你哥的 树也抢你哥的 你是人吗 老陈一边骂 一边恶狠狠地 扇着陈三嘴巴子 可是陈三突然发狠 做了一件 大家都意想不到的事情 他拿起了地上的镰刀 然后一刀割向了老陈的喉咙 血飞溅了出来 老陈痛苦地捂着脖子 咕噜咕噜地叫着 表情惊恶不已 因为他没想到 自己的儿子 会下手杀自己 你死好过我死 我让你不要逼往的 我说过的 啊 陈三好像一个疯子一样 杀完老陈后 直接从破窗跳了出去 想潜逃而走 这个孙子太狠了 嫂子不放过 自己亲生父亲也杀 真不是人 陈三可真是个畜生 勾大嫂就算了 现在还杀了自己的老爸 这是人来的吗 侍妇是最大的罪 简直是天理难容 你死好过我死 不怪我 不能怪我 陈三直接从破窗上逃了出去 刚才还是副教子 谁能想到 儿子突然就拿刀割了 父亲的喉咙 追 别让他跑了 他很关键 诸葛克眉头一皱 我立刻如猎豹一样追了出去 喷的一声闷响 我直接一脚踢在了陈三的后背上 他没想到 我会追上来那么快 直接摔了个狗吃屎 随后拿着镰刀就往后甩 想一刀毕命杀了我 但他想太多了 他在我面前 就跟小鸡仔一样 我直接把他手臂都搬了过来 然后狠狠扭断 他一声惨叫 镰刀落在了地上 我一拳打在他的鼻梁上 鼻血喷涌而出 眼眸惊心的他 顿时趴在地上不动了 为了让他不再有过激的行为 我的脚直接踩在了他的头上 不让他动弹 杀父 你是人吗 我恶狠狠地呵斥道 这种垃圾等于父母摆养了 老陈虽然刚才骂他 但也是为了救他 而且他睡大嫂 这本来就是丑事 老陈打他也算天经地义 他逼我的 我不能说 什么都不能说 不然我会死的 陈三怒吼着 在地上跟泥丘一样摆动 想一次来挣脱我的束缚 可是我的脚如同千斤重一样 他完全挣脱不开 脑袋都已经被我踩进泥坑里了 谁 谁要杀你 说 陈三肯定知道幕后黑手 因为那棵树在他手上 说不定那帮人就来取过 那是关于救祭坛的一些东西 他们不想落于其他人之手 我说了 别逼我 他们是活颜王 逆他必死 陈三怒吼一句 突然手掐泥土 立起了一个手绝 刹那间 阴风大起 有一个黑影 瞬间杀了出来 正是之前吞噬笔线的那个黑影 也是棺材里的黑影 这玩意 这回彻底现身了 有点像水猴子 但跟恶鬼一般模样 样子猙獰 犹如金怪 身上的力量接近鬼力 但又融合了一些妖气 这应该就是 痴妹王良中的王良 看他的样子 好像力大无穷 恐怖至极 救我 快杀了他 陈三开始向他求救 没想到陈三居然会召唤他出来 但陈三没有法力 应该是其他人叫他的 可是王良 根本不是出来保陈三的 而是想吃了他 那张大嘴 起码有三个脑袋那么大 牙齿心红 直接一口就咬向了陈三 陈三猛了 明明是召唤出来保自己的 怎么换成杀自己了 我连忙扯着陈三的领子 单手将他拽了起来 也是因为这样 他才幸免于难 不然直接脑袋就成了豆腐花 傻子 这法术召唤出来的王良 不是救人 而是杀人 他们交给你的术 就是危险的时候 用来毁灭你自己的 只有死人才不会说话 我对着陈三怒骂一通 还想别人放过他 真是愚蠢至极 活着的人 永远有风险 只有死人 才会守不住秘密 陈三恍然大悟 随后悲痛万分 这些畜生 呜呜呜 我还杀了老爹 结果还是这样 为什么呀 这时候 王良不顾一切 再次张开大口 身上有黑色的水溅出来 跟冰箭一样 还散发着一股恶臭 我连忙拔出妖刀 一刀劈头 新红的刀光 将那些黑水直接蒸发 王良有些害怕了 连忙避退 口吐鬼烟 双爪拍在地上 地面都裂开了一道大缝 我口念是鬼咒 妖刀横立 黄服啪啪地打出两张 旋转半周后 直接将黑烟焚尽 妖刀暴力的气息 弥漫着周围 红光覆盖在了王良的身上 他面露恐惧 转身而逃 但已经没有用了 寒忙将至 皆一刀两半 孤魂哀嚎 覆灭于天地间 喷一声 震荡了半秒后 那王良直接支离破碎 灰飞烟灭 陈三吓得扑通一声 直接跪在了地上 满头大汗 高人 救我 救我 陈三缓过来后 连忙抱住了我的大腿 可我却一脚 踢在了他的胸膛上 他跟只老鼠一样 直接滚了几圈 吃了一嘴的泥土沙子 快点说出幕后黑手 你杀了自己的父亲 我能饶你 天也不饶你 这畜生玩意 等着吃靶子吧 郑文跟村长 估计已经报警了 这时候 诸葛克从破窗跨了出来 然后说道 他们答应治好你那弱智嫂子 然后让你保守秘密 是吗 诸葛克好像看透了一切 冷哼一声后 也是满脸 看着陈三 陈三淹了一样 跟蛇似的 软躺于地上 对 那棵树我砍了以后 藏在了一个地方 他们杀了我哥 但找不到那棵树 于是就提出了交易 治好我嫂子以后 我就要把树交出来 甚至要保守秘密 我答应了 可真是亲兄弟啊 现在你嫂子好了 而且是一个美人 不过 你好像忘记了你大哥的仇吧 诸葛克好像特别看不起这种男人 为了女人 兄弟情义都丢了 甚至已经不再用正眼去看陈三 我大哥就是一个傻子而已 报什么仇 他死了正好 不用浪费粮食 陈三说到这个时候 甚至还笑了起来 好像巴不得陈二死了 他不死 我怎么拥有嫂子 他死了就死了 死得好 面对陈三的话 诸葛克摇了摇头 说了一句 无可救药 可我这时候却把妖刀架在了陈三的脖子上 说 那些人到底是谁 但我话音刚落 翠花却从里面跑了出来 然后紧紧抱住了陈三 挡在了陈三的面前 不能杀他 他死了 我怎么办 我和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 翠花已经跟正常人一样了 逻辑清晰 口齿伶俐 跟之前那次只会傻笑完全不一样 已经是个正常人 脑子正常 身段完美 容貌也不错 怪不得陈三为了他 可以不管那个傻子大哥 他说的话虽然自私 但也不错 陈三在死 那他就无依无靠了 他还怀着孩子 但他自私 说明已经不傻了 他挡在前面 我就不太好下手了 因为随时一失两命 谁敢杀孕妇 嫂子你走 不要管我 这里危险 陈三对他却是真心的 生怕他有危险 不 我不回去 我爱你 我不能让你死 我爱你 老三 翠花紧紧抱着陈三 陈三眼睛红了 眼泪情不自禁地掉了下来 两双红唇紧紧紧吻在了一起 仿佛想挣脱世俗的枷锁 我跟诸葛克虽然有点无语 但至少相信 他们两个是真心的 虽然陈三最无可恕 可是我们好像错了 有些事情 远没有我们 想得那么简单 翠花松嘴的时候 嘴巴里多了一条舌头 还有那满嘴心红的血 陈三喉咙呜呜呜叫着 极其痛苦 哼 我已经说过了 让你不要泄密 不然你必死无疑 翠花的嘴巴里 发出了不属于她自己的声音 她不是治好了 是被人夺射了 里面的魂不是她的 诸葛克惊呼了一声 可已经来不及 陈三舌头没了 舌吻吗 布拉斯 拉舌头那种 此时翠花的表情特别猙獰 犹如厉鬼一样 瞬间就劈头散发了 她对我们说道 两个小鬼 不知道天高地厚 敢阻我们成仙 哼 你们出不了这个山 信不信 闲 有种献身 藏头鹿尾 还跟我谈仙 我冷哼了一声 连忙上前想将魂逼出来 可是翠花一阵抽搐 冒出黑烟后 人就倒下了 疑魂大法 他们也会黑污 诸葛克丢出了一枚铜钱 想追上那魂 可是失败了 因为那是活魂 如果是阴魂的话 铜钱瞬间就沾上了 或者皇甫也可以 但活魂这些东西 都不可以 完了 陈三变成了哑巴 他还能说话吗 要不写出来也行 可这家伙我怎么感觉 他不太认识字呢 喂 陈三 撑住 你死没关系 把话说完再死 我连忙扶住了他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脸色有点发黑 跟包公一样 这明显是中毒了 诸葛克摸了一下他的脉门 然后说 没救了 可能咬陈三 那一下子 牙齿上有毒 陈三抽出了几下后 口吐白沫 人就不动了 眼睛瞪得像铜铃 死不瞑目 再看倒下来的翠花 她的牙齿上果然有毒 然而也不行了 脸色跟陈三一样发黑 一样的毒 一失两命 陈家半回功夫不到 瞬间灭门 就剩了个陈母 陈母在屋里睡觉 操办丧事劳累过度 听到声响后才出来 但是已经多了三具尸体 顿时如五雷轰顶 一时之间无法接受 直接晕了过去 现在陈家就只剩她一个人了 郑文二话不说 直接就背起 陈母去卫生院 因为村里偏僻 救护车进来 都得老长时间 大医院都得跑好远的路 村长看着一脸唏嘘 哎 陈家这是造了什么念 那傻子刚刚死 没想到这么快又死了三个 差不多面门了 可我却愁眉苦脸了起来 陈三一死 线索就断了 那棵树到底放在了哪里 现在好像没人知道了 诸葛克看着地上的尸体 突然感觉有点不太对劲 怎么了 我见他眉头紧锁 连忙歪头问道 他思索了一下 然后才对我低声说道 不对劲 可能有内鬼 感得太巧了 说来好像也是 包括笔仙那时候 也是刚刚要问出什么 就突然没了 好像一举一动 都被人监视了一样 那会是谁呢 村长 郑文 还是说 黄大仙 黄大仙忧愿地看着我 一脸都不爽 仿佛再说 老子全城都不参团了 还要背锅 试一下 诸葛克只说了三个字 但是后面什么都不跟我说了 他掐指一算 突然对大家说道 天爷 我算出来 那棵树在哪里了 在北边的树林埋着 我们现在就去挖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的 但诸葛克有自己的主意 我也不便多问 反而附和道 这陈三可比他哥哥聪明多了 知道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森林士就祭坛 他哥把树拖了出来 他倒好 又把树藏了回去 估计没人想得到 妙啊 找到就好 咱们赶紧去 把那帮坏家伙全部揪出来 这些危害人的玩意 可真不是东西 陈家挺可怜的 现在几乎全家升天了 村长一边骂着 一边在前面带路 我们都跟在了他的身后 至于尸体 则由其他的村民处理 我跟你们讲烈 这北边的树林啊 蛇特别多 你们得小心一点 对了 女神仙你知道具体地址吗 村长一边抽着手上 用矿泉水瓶子 做的迷你烟筒 一边跟我们说话 郑文是请我们来的那个 不到万不得已 我们肯定不会去怀疑他 怀疑村长到正常 突然感觉这种地方 谁都不能信 刚才的场面极其血腥 不管是老陈还是陈三的死 都触目惊心 但村长却一脸淡定的样子 完全不像普通人 算出来了 诸葛克回答的村长的话 还说了一个具体方位 我知道是假的 算不算得出来另说 但绝对算不出这么具体 很明显 他实在是村长 如果我们 去到那个地方 有被人挖过 那不用问了 村长就是那只鬼 不远了 快点走 村长心中盘算了一下 然后带着我们剑步如飞 他虽然口中这样说着 但却带我们越走越偏 路也是越来越难走 哪里树木多 他就走哪里 我还无所谓 粗生粗养 吃二叔皮带长大的 在农村也是一个瓜娃子 但诸葛克不一样 走得异常困难 而且蚊子又多 大概三分钟后 突然我听到了哀悠一声 诸葛克发出了一声惨叫 然后立刻蹲了下来 好像受伤了 怎么了 我见他有异样 连忙上前询问 不知道 我好像被什么咬了 诸葛克一边说着 一边朝脚下看去 随即尖叫了起来 蛇 蛇啊 我最怕蟑螂 老鼠和蛇了 苏羊快救我 我低头看去 确实见到诸葛克 被一条蛇咬着 我马上将蛇 如同绳子一样卷了起来 然后两只手指 按住了他的头和嘴巴 今晚有蛇羹吃了 哈哈哈哈 大收获 我高兴了起来 连忙在诸葛克面前晃着 可却遭来了他的白眼 甚至后退了两步 滚 明知道我害怕你还来吓我 安得什么坏心眼 村长一瞧见那蛇 脸色都变了 立刻说道 完了 这是五步蛇 五步蛇 我刚才 好像后退了两步 那岂不是 只有三步路可以走了 诸葛克也脸色大变 不禁紧张了起来 这一下怎么去卫生院解蛇毒 他不会挂在这里吧 哎 我刚才已经说了 这北边的树林有很多蛇 早知道就不让你们来了 我一个人也可以 村长有些后悔 带我们来了 他自己一个人 其实就可以完成任务 以他对这片树林的了解 完全没有问题 就在这个时候 我立刻将舌头对准了诸葛克 那蛇又咬了他一口 甚至是屁股的位置 这下不怕了 你又加了五步 我已经发现了 这种蛇的bug 只要让他不停地咬你 你就可以不停加五步 可以走出去 放心 诸葛克 村长 黄大仙 苏扬 诸葛克一声惨叫 比那天落红叫的还惨 但这不能怪我 刷bug本来就要有先驱者 没有牺牲 哪有成功 而诸葛克就要成为这个牺牲者 就算他死了 也是很伟大的 他腿一软 直接倒在了地上 浑身无力 面色发紫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苏扬你刚大傻辫 诸葛克虽然有气无力 但还是坚持赞美着我 让我有些感动 你这棱头小青年 搞什么 你这样不是要弄死他了吗 还让蛇咬他 那就是跟阎王爷搭上桥了呀 村长没好气地骂着 幸亏诸葛克的体格还可以 不然已经一命呜呼了 赶紧把他的毒吸出来一点 然后背去卫生院 这事还是我自己去办吧 不指望你们了 村长说得好像言之有理 但我却摇了摇头 不行 不穿黑丝我不吸 村长 你快别给老娘废话了 我要去卫生院 快背我去 不用你这臭嘴吸 诸葛克也怕死 居然挣扎着 爬上了我的背 这么大个人还要人背 你自己不能爬着去吗 我一脸的不情愿 我苏杨一生 只会屈服于温柔和偏爱 还有黑丝和白丝 要我背态度这么差 诸葛克 你大爷的 还这么大个人了 你他妈睡我的时候 怎么不嫌我大 快走 诸葛克第一次爆粗 好像已经忍耐到了极限 直接一巴掌 拍在了我的脑门上 不过手掌有气无力的 在诸葛克的恶意威胁下 我只能充当了白龙马 随后他交代了村长几句 便让我快马加鞭地往卫生院走 他可不想死 村长让他放心 他一定完成任务 这森林他熟 反而是我们耽误了他的脚步 其实我跟诸葛克都懂 如果我们不假意离去 我们永远都到不了那个地方 村长故意再带我们绕来绕去 不但路越来越难走 毒蛇也越来越多 现在这个是最好的办法 我背着诸葛克走了 但走了百步左右 他就满头大汗地晕了过去 人极其虚弱 卧槽 真被蛇咬了 不是眼的吗 我立刻将它放了下来 发现它的嘴唇都清了 不像眼的 而且手心都在冒冷汗 人极其虚弱 第一下是眼的 你后面咬的那些是真的 黄大仙吹嘘了一下胡须 好像有些无聊 甚至打了个哈欠 早知道昨晚抓几只母黄鼠狼 让它玩一下了 打发一下时间 靠 玩脱了 我还以为那是草花蛇 没想到玩真的 我怎么知道 我一脸无奈 然后向黄大仙求助 哎 帮帮忙 将它身上的蛇毒去了 不然这卫生院太远了 我怕它撑不到 而且也没时间了 我看向了村长消失的方向 知道现在是抓奸在床的最好时机 不帮 黄鼠狼摇了摇头 我只负责看管你 其他的一切不理 这玩意吝啬 还不帮我 等一下我回不去京都 看你怎么办 没办法了 只能用我自己的血了 希望有用 麒麟血听说可解百毒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如果没用真死了 那我就趁尸体还热来一发 我滑了一口子 然后将手指伸进了诸葛克的嘴巴 还别说 他吸水的样子挺诱惑的 事实证明 麒麟血确实可以解蛇毒 而且极其快 没一会 诸葛克就醒过来了 而且脸色也好了不少 我在他昏迷的时候 甚至把蛇毒都吸出来七七八八 我就像一个勤劳的小蜜蜂 踩着他这朵浇花 吸水着他的花来 不对 这怎么感觉有点像变态 我不是在吸蛇毒救人吗 我为什么做好事 都感觉自己有点猥琐 诸葛克醒过来第一件事 就是朝我扇一巴掌 但我避开了 扇到了黄大仙的脸上 我尼X 黄大仙躺着也中枪 正想还手 可却被我按住了 人受伤呢 还是一女的 别计较 黄大仙在我的安抚下 终于算了 而诸葛克已经懒得跟我计较 有气无力地说道 村长如果是内鬼 那么一定会出来别的人 帮忙跟他一起挖 那棵树很大 他一个人无法短时间内处理掉 势必有帮手 诸葛克说得对 势不宜迟 我带着他 朝着诸葛克说的方位走去 麒麟血效果非常好 诸葛克的蛇毒 一下子就全解了 而且没一会剑步如飞 走得比我都快 我们自己走的路 比村长快多了 那玩意确实坑了我们 等来到目的地的时候 我们也真的看见了村长 可他做的事情 却让我们惊呆了 我们第一时间没有出去 而是躲在了暗处 不让村长发现 村长根本就没有啊 而是蹲在树下抽着烟筒 大概十分钟后 村长走了 他的行为让我们一头雾水 不管他是不是内鬼 应该都会挖那个位置才对 因为诸葛克说了 大树就在那下面埋着 可没多久 村长又回来了 他手上抱着树干 是那种砍成一段一段的 然后将树干往土里埋 这时候 我们一头雾水 村长在干什么 他抱来的树干 是尘尔砍的那棵吗 他知道那棵树的位置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诸葛克居然瞎猫碰上死耗子了 这棵被砍下来的树 还真的是在这里 而村长则是知道它的位置 村长埋一点 然后后面的就不埋了 他休息了一下 然后给村里的人打了个电话 狗啊 带人来这里 给我搬点东西 回去给那位女神仙 快点 人越多越好 村长说完就挂了电话 然后就坐那里抽烟筒 等待着村里人的到来 他要把这棵树 搬回去给诸葛克 他不是内鬼 甚至要帮助我们 可他为什么知道树的位置 而且还要瞒着我们 走 回去 诸葛克没有出去拆穿村长 而是跟我先回村子里了 没多久 村长就跟人把那棵树 全部搬了回来 还问诸葛克 怎么没去卫生院解蛇毒 我随便敷衍一下 说喝了我排出来的牛奶后就好了 但却引来了诸葛克 因为他以为我说的话是真的 他也不知道 自己那时候吸了什么 为什么蛇毒解了 这时候我劈开了所有树干 许多黑服和绿色的铜钱掉了下来 还有一尊极其小的雕像 好像是十二宫中的一位 但脸已经模糊了 完全看不出来 有了这些东西 我就可以算出他们是谁了 诸葛克极其有自信地说着 那些人布了法 失了服 天地玄黄丽玄 与之脱逃不了 诸葛克将那些福禄 还有各种东西 全部集齐了 然后放在了罗盘上 村长这丝不知道又在搞什么 居然叫来了许多围观 他自个则 坐在门槛上抽着烟 时不时吆喝一下小孩 别走太近 耽误女神仙施法 这些村里人特别喜欢看这些东西 全部都瞪大着眼睛看着 这时候 郑文也回来了 他说沉母没事 就是情绪有问题 极其低落 诸葛克算卦很快 没意会 已经十六卦落地了 他挑选了其中几卦 然后开始解卦 加上他的智商 仿佛一切都终究水落石出 南投 第三家 南投 第八家 北明 对其九点中方向 东一 十二点方向 头一尾一 这时候 村长一边听着 一边用树枝在地上写着 村南边卖米老 潘英 村南边棺材铺 老爱 北边村尾 杂指的老婆婆 王婆 东村头 足不出户 寡头的刘大爷 村长一字一顿地念着 这四个人 已经被他紧记了起来 而且他站起来大喊了一声 跟我去生情了这些畜生 杀人无度 一命祭天 把我们村子和学生 全部当牲口了 抓住他们 活活烧死 村长极其愤怒 将烟筒都摔碎了 然后安排人手 往三个方向走去 势必要将这四个人 抓拿归案 村长怎么如此积极 我看向了诸葛克 这妞怎么突然 不管村长了 之前还说 村长有可能是卧底 刚才我问过了 村长姓杨 诸葛克回答道 姓杨 杨梅雪 那个比先是村长的女儿 那这样我就明白了 女儿被五马分尸 惨死森林 村长如果真是他爸 那这份愤怒 我可以理解 他不是内鬼 只是想利用我们的手 查出幕后黑手 然后帮他女儿报仇 条子查不出的案 只能由我们这些大师来查了 怪不得他那么积极 我们也分头吗 村民可能对付不了这些人 不用 他们不会跟村民玩的 我们再出口等他们 诸葛克好像已经算出了一切似的 但想想也对 星祭坛就是在学校 现在他们已经露出了马脚 必须第一时间赶往学校 以防出了什么差错 明天晚上就是七星连珠了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他们为了生仙 会将全校的师生全部几天 这种修炼的恶毒法子 真的会飞升 我不相信 老天爷可不是喜欢吃这些玩意的 不知道哪里看来的修炼术法 真是搞笑 我跟诸葛克 还有黄大仙屹立于在村口的位置 他们要想去找学校 必须从这里出 然后走村尾 就是森林和村木了 那时就祭坛 他们不稀罕 他们害怕 我们破坏黄道十二宫 肯定第一时间从这里逃出去 而不是跟村民周旋 诸葛克的话没错 但是黄道十二宫 好像我们没有办法破坏 只能杀了设下局的人 这样才能阻止悲剧的发生 果不其然 他们来了 一个中年人 两个老头 一个老太婆 他们排成队 犹如鬼妹一样 穿梭来到了村口 但被我们挡住了 后面有很多村民的喊打声 但那些村民 根本就不知道 人家已经来到了村口 凭他们一辈子杀不了这四个人 问米之树 杂质树 棺材风水墓葬 至于你 诸葛克看了看为首的老大爷 好像看不出来 之前村长已经说了 卖米的人 叫潘英 他会问米之树 招魂问英 那个卖棺材的 叫老爱 会棺材风水墓葬 这个有可能是风水师 而不是巫术 还有一个老太婆 之前村长也说了 她叫王婆 应该就是诸葛克说的杂质树了 至于这个为首的刘大爷 说实话 我也没有看出他神妖路子 毕竟没出手 不过看他好像是领头 应该不是范范之辈 能布这么大的局 想要登仙 野心极其大 就是你们杀了我的王两吗 刘大爷突然问道 我挑了挑眉 直接点头答道 没错 就是老子杀的 怎么样 哼 口气可真不小啊 早知道近村的第一天 就不跟你们玩虚的了 直接杀了你们多好 问米的潘因说完后 将血滴了米罐里面 他怀里抱着一个米罐 里面装满了大米 可大米接触到鲜血以后 立刻冒出了绿色的烟火 很是刺鼻 这人用米养鬼 小心 不多一会 那米罐里面 立刻飘出来了两只小鬼 一大一小 一左一右 遍体通绿 跟翡翠一样 飘在空中呲牙咧嘴 面目争鸣 吃了他们 大双小双 潘因一声令下 那两只鬼并不是朝我们而来 而是冲向了村民 baby 想引开我们 素养你守住 我去对付那两只鬼 诸葛克白扇一展 立刻上面的图案 变成了中魁杀鬼图 他一个纵跳 跨过四人的头顶 然后快步追上那两只小鬼 生怕村民出事 我 我一打四 你去杀两只小鬼 诸葛小姐 数不是这样算的吧 大哥 迎走了一个 还剩两个 潘因露出了阴险的笑容 好像奸绩得逞了一样 南方很多 用你养小鬼的 因为以前穷的时候 会有许多穷鬼偷迷的故事 后来真有人用你养鬼了 但这种鬼 要从小养到大 不然不猛 刚才那两只鬼是双生鬼 心意相通 虽然没有多大 但联手应该还有点本事 刘大爷呵呵一笑 做得好 将他们引开 逐个击破 不要干没脑子的事情 不然天父天凶不喜欢 天父天凶 那不是太平天国红袖拳搞的玩意吗 用来洗脑的妖道说辞 估计编造出了一个神 然后除了神 自己就最大 为了控制人心 而且还是外国的圣神 真是搞笑 这巫师不知道是白巫还是黑巫 也搞这一套吗 我来对付这老头吧 王婆突然撒出了许多小纸人 那些小纸人 好像都有恶灵附体了一样 纷纷将黄大仙围了起来 小的们 开饭了 拦路狗 自己找死 怨不得别人 王婆笑嘻嘻 老皮揉成了一团 看着有些猙獰 开饭 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 黄大仙暴怒 双眼发出金光 黄大仙好像被鄙视了 勃然大怒 一股妖气冲天起 眼冒金光 爪子生出了毛发 瞬间将那些指人恶灵拍成了碎片 然后妖火将其坟尽 骆灰飞的到处都是 野仙 王婆大惊 没想到还遇到了个硬查 立马想招出其他的指人防御 可是好像已经来不及了 黄大仙根本没给他机会 大口一张 犹如黑洞一样 直接咬断了王婆的脖子 咕噜一声 将他整个脑袋里吞了下去 我听到了黄大仙 牙齿摩擦骨头的声音 感觉有些恶心 可他吃得满嘴血 不亦乐乎 啪一声 王婆掉在了地上 身体抽搐着 断薄处的血跟喷泉一样 连个全尸都没有 死得贼惨 老东西 肉跟老辣一样 一点也不好吃 黄大仙吐出了一些牙齿和头发 好像极其不满意 刘大爷有些慌乱了 双指一般 好像再起绝 只是这个手势有点怪 好小子 居然能请到野仙来帮忙 看来不能跟你硬碰硬了 这些人可真是识时误 一出事情 立马怂了 可能是黄大仙威慑了他们 也有可能 他们不想跟我们纠缠 刘大爷起完绝后 双掌一合 啪一声清脆的响 风云变色 只是傍晚的天空 突然就拉下了帷幕 几道黑线跟五角星一样 将整个村子围了起来 如同牢笼 冥王炼狱阵 风 随着一声呐喊 村口几处自动升起了一幅幅棺材 卖棺材的攀音也在做法 直到十八幅棺材 彻底将村口封住 毫无出路 此时抬头一看 风云聚集 天上好像有一张魔鬼的脸 周围全是恶灵 整个村子瞬间变成了血色炼狱一般 阴风阵阵 力气极其大 这一切 好像组成了一个巨大的炼狱牢笼 将所有人都困住了 周边有无数的恶灵 筑起了高墙一样 此阵我等已经步了二十年 就为了这一天 也先又如何 等着跟村子里的所有人当祭品吧 一个步了二十年之久的阵法 确实不能小看 阵力极其强 刘大爷好像借助了冥王的力量 还有恶灵 十八幅棺材 天煞地煞 此等阵法不可小瞧 连黄大仙脸色都变了 我们走 懒得跟你斗 刘大爷说完后 突然钻进了其中一幅棺材 潘因也是 老爱召回大小双轨 跟着进入了棺材 看来几天仪式要提前了 七星连珠近在眼前 你们谁也别想捣乱 等老子成了仙 恩则天下 再来堕 你们这些惨死之人 哈哈 棺材传出刘大爷的尖笑声 随着几圈旋转 三人瞬间不见了 棺材空空如也 我们想追出去 却无能为力 已经被这个阵法牢牢困住 整个村子犹如炼狱 诸葛克赶了回来 然后说道 村民好像失去了心智 现在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局目望去 许多村民跟疯子一样围殴着 男女抱着乱亲 猫狗也开始乱咬人 仿佛所有的一切都陷入了暴力中 破阵 不然的话 那个学校的所有师生都得死 不止村子 学校也会遭殃 那个学校很大 里面的人 起码是这个村子的十倍 一条条青春的鲜活生命 用来血迹苍天 我无法想象 这种场景有多么的残忍 想以此来飞升上仙 真的会成功吗 这个为首的刘大爷 分明学的是国外禁术 什么冥王封印证 我听都没有听过 但看布局 应该也结合了我国的传统术法 天帝玄黄之法 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阵法好力 短时间内 估计破不了 黄大仙抬头看着天空那一张魔鬼脸 居然也感到为难 恶灵发出红光 跟火索一样连接着 将村口封得死死的 不管多么厉害 这个阵法都一定要破 不然死的人会非常多 包括这个村子 阵法太邪恶 村民已经被完成感染 身体扛不住 就直接失去心智 人跟发疯一样 甚至欲望全部都被勾了起来 我看见七八个男人 围着一个寡妇 口水都流出来了 猫狗眼睛发红 见人就咬 生性暴力的人在乎哦 这时候 我已经找出破阵的办法了 那十八幅棺材 可能就是突破点 可是那十八幅棺材 总是不停地换着位置 它们是按照奇门遁甲的位置排放 你刚刚研究出特性的时候 它又开始疑心幻影了 再一次将位置打乱 让你根本无法找出弱点 可恶啊 那刘老头会的东西 怎么那么杂 阵法还加入了奇门遁甲 而且好难破 我不停挠着头 思前想后 也完全找不出办法 花了二十年部下的困阵 短时间内如何破 这个阵法环环相扣 威力无穷 我能想到的点 别人也早琢磨透了 那十八幅棺材 就好像有自己意识一样 等我看得快有眉目的时候 它们又开始换位了 永远不让我琢磨明白 恶灵在嬉笑 仿佛都在盯着我看 破阵的关键 不在棺材 而在天 诸葛克抬头看向了天空 黑云密布之下 有一张恐怖的魔鬼脸 天 我也跟着它 一起朝天上看去 那一张扭曲的魔鬼脸 虽然争鸣可怕 但太过遥远了 比眼前的这些东西更难 因为遥不可及 它们布了二十年的局 想利用天煞地煞的力量为核心 这样阵法会更加稳固 但是它们 借不住天的力量 想以冥王来填补 但这样是不完美 破了这个天 那这个阵法就完了 破天 我皱起了眉头 甚是为难 虽然你说得慷慨激昂 但这天如何破 他来破 诸葛克指向了黄大仙 他绝对可以 然后 你把棺材全部毁掉 我们就可以出去了 我也看向了黄大仙 这家伙都这个时候 不会不愿意吧 出不去 那一切都白搭 黄大仙还不出手 如果大家都被困在这里 那什么都不用做了 等死吧 黄大仙有些无奈 随即双掌一合 口中念念有词 法天向地 一只黄鼠狼 立刻变得极其高大 仿佛一座小山般 出现在我的面前 这家伙 好像比以前更大了 估计偷偷修炼过 妖气冲云霄 一声咆哮汗天地 眼貌金光 口吐八尺妖气 直击黑云底下的魔鬼脸 黄大仙还是有点东西的 发挥全部妖力后 那魔鬼脸 立刻被其震碎了 乌云也破了一半 这时候诸葛克立刻说道 苏阳 就是现在 我立刻提起妖刀 然后朝着十八副棺材冲去 那一张魔鬼脸破碎后 棺材也好像呆滞来一样 不再移动 所谓的奇门遁甲 还得靠外来引力吗 看来没有学到家呀 刀光四起 十八副棺材 立刻被斩得粉碎 刹那间 阵图破碎 法印消失 周围的恶灵立刻散去 村民们一个个白眼一番 全部倒在了地上 有些头破血流 有些衣衫不整 但都晕了过去 此阵一破 清风徐来 夕阳立刻洒落在了村口 封印解除 一切恢复了正常 不了二十年的阵法 就这么给我们破了 有诸葛克在就是舒服 完全不用动脑子了 躺赢的感觉真好 此时黄大仙开始缩小 然后恢复成了人形 背手力说道 妈某某个八子 没想到给你们当了工具人 真是晦气 黄大仙虽然傲娇了一下 但刚才也算做得不错 没有他杖六之身破天魔 估计这个阵 还没有那么轻松就拿下 事不宜迟 学校有危险 快走 郑文和村长已经晕了过去 我们没有时间等他们 等下整个学校全死了 我们直接奔向了学校 一步都没有停留 去到的时候 已经天黑了 星辰无光 周围好像多了十二团黑气 将整个学校团团围住 黄道十二宫 什么时候这么邪了 我皱起了眉头 这刘大爷学的所有术 仿佛都邪性 以生灵忌口 妄图生仙 走得必是邪门歪道 诸葛克旋转着手中的八卦 然后看着眼前的学校 此时的学校鸦雀无声 灯光也没有一盏是亮着的 跟之前的热闹截然相反 第一次来的时候 还能听到朗朗读书声 可这一次只剩呼啸的阴风了 在他们的眼里 这不再是学校 而是祭坛 一个巨大的祭坛 幸亏明晚才是七星连珠 不然可能都得遭殃 这三个人跟走火入魔了一样 已经不再是人 为了修仙已经癫狂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身影跳了出来 他身背棺材 然后屹立在我们面前 他就是刚才逃走的潘因 他走出来的时候 空中飘出了三盏孔明灯 呈三角形排开 三圣灯 这些家伙真要开始活迹了 诸葛克惊呼了一声 然后看向了校门 此时所有师生 都好像陷入了沉睡一样 没有一点点声音发出来 校门口好像一个漩涡黑洞 会把人吸进去 然后吞噬掉 潘因站在校门前 点了一支烟吞吐了起来 你们可真厉害 我们用了二十年才不下的完美阵法 你们说破就破 连两个小时都没到 潘因吐出了一口肠烟 然后摸了摸自己身旁的棺材 他出来好像是要守住我们 不让我们进去 让开 你挡不住我吗 我冷哼了一声 这个家伙 难道忘记 王婆是怎么死的吗 那又如何 大哥成了先后 自然会复活我 受我先法 你们能真正杀得了我吗 潘因跟被洗了脑一样 一个卖棺材的 居然能痴心妄想到这种程度 我倒有点佩服他了 做人确实要有梦想 不然跟嫌疑有什么区别 兄弟 你已经魔障了 跟我去精神病院吧 我找医生给你看看 我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但潘因根本没放在心上 反而嘲弄地说道 愚蠢 只有成仙才是到的尽头 不然一切都是枉然 不管成功与否 就算下十八层地狱 我也无怨无悔 我要成仙 谁挡谁死 潘因大吼一声 江烟掐灭 然后打开了棺材 吼一声 一具红毛僵尸跳了出来 而且它会飞 是一只飞僵 且刀枪不入 水火不清 湿气惊人 两只尖牙滋起来 特别吓人 穿着古代的将军服 身高两米 红毛长满了脖子 脸上也有细细的毛发 红毛僵尸本身就凶 而且已经修炼到 飞僵的程度了 这极其可怕 这是我的家传之宝 呵呵 你们远道而来 定要好好招待你们 潘因邪笑了起来 不过面对这种红毛飞僵 我一点也不怂 妖除魔乃无辈之命 我苏扬定当义不容辞 我眉眼一眨 直接将黄大仙踢了出去 黄大仙被踢了一脚屁股 亮亮呛呛地跌了出去 然后和红毛飞僵撞到了一起 他也算硬朗 好像两团铁块撞到一起似的 发出了清脆的响声 然后各自撞飞了 苏扬 你心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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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顶住 我进去阻止那刘老头 不然等下人都死光了 我解释了一下 直接朝着校门口冲去 可潘英却大喊一声 小子 我说了 别进去捣乱 话音一落 他扛起棺材 就朝我砸了过来 我连忙躲避 然后一掌击在了 他的左肩膀上 顿时啪的一声 他的骨头断了 这家伙一咬牙 只是发出一声闷哼 但手中的棺材 却是再也轮不动了 左手抬起来 也有点费劲了 我没时间跟你玩 滚一边去 我连忙趁这回功夫冲了进去 将门踢开 大步朝前 潘英还想追来 可诸葛克却及时出手拦住了他 白扇一合 扇间有暗器飞出来 差点要了潘英的命 我没空理他 知道现在的自己该做什么 直接进了学校 头也不带回的 学校乌七嘛黑的 光量非常少 里面阴风阵阵 学校中心点 是一个建了两年半的篮球场 那里有身影在舞动 我还看见了法坛 靠近一看 发现是刘老头在做法 他跟跳大神的一样 身法极其滑稽 身上披着乌袍 而那个卖米的老爱 则在给他护法 你很厉害 小子 我错了 我不该让校长出去找帮手的 应该在半路杀了他 刘大爷好像有些后悔 他直接将一只鸡的脑袋扭下来 口寒脖子 然后一口鸡血喷向了半空 借天有令 人即生灵 我欲登陷 乌法无边 刘大爷念完咒语后 开始不停摇着铃铛 这时候 所有人跟幽灵一样 慢慢从教学楼或者宿舍走出 他们两眼无神 表情呆滞 好像被人遥控的木偶 所有学生慢慢集合 然后排着队 将篮球场围了起来 小子 跟我一起升线吧 天时地利人和刚刚好 可以 我可以送你上天 刘大爷控制了所有人 然后遥响铃铛 将他们召唤到了篮球场 他要开始活迹了 上千条无辜的性命 全部奉献给上天 以此来登仙 甚至还想拉我入火 我笑了 我宁愿相信 熬夜能修宪 我也不相信 此等邪法能飞升 不加入我们 那就只有死了 刘大爷给了一个眼神给老爱 老爱立刻会议 马上释放出了两只小鬼 你一个人对付我们两个 根本不可能 还妄图阻止我们成仙 老爱笑说着 然后单指一掐 顿时让两只鬼融合了 大小鬼一融合 立刻身形暴涨 三米多高的身体 直接变成了俯视我 血盆大口 甚至有三头六臂 猙献的脸仿佛一层层老树皮 牙齿跟钢刀一样 痴心妄想 这个事件 根本就没有现 我拔出腰刀 直接斩向了恶鬼 而刘大爷根本没管我 他开始念咒 头顶慢慢地 一点一点 出现黑色的漩涡 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他将小拇指切了下来 然后扔进了漩涡里面 那漩涡风很大 引力也很大 搜一声就不见了 刘大爷大吼了一声 天门 开 哄 突然天上打起了闷雷 漩涡打开了一道门 门内有很多手伸了出来 全部惨白无血色 指甲肾瘤 大哥 你管这叫天门 这是地狱之门吧 刘大爷根本没管 切掉的手指伤口 反正也要成仙了 哪里还管得了那么多 他不停地摇着铃铛 控制着全校师生 走向漩涡 以此来活继 而那门后的手 却显得异常兴奋 不停地挥舞着 恨不得将那些鲜活的生命 全部拉进来 狗东西 不是七星连珠没到吗 怎么就这么猴杰 我知道 一定要在十秒以内 解决掉眼前这只恶鬼 不然的话得死人 等他们 走向那道门的时候 什么都来不及了 轰轰轰 雷越来越想 好像天宫在咆哮 刘大爷举起了双手 然后疯狂地喊道 吃吧 吃吧 吃个饱 然后助我飞升 与此同时 恶鬼朝我扑了过来 想将我撕成碎片 可我的腰刀 也不是吃素的 我咬破手指头 将血再一次 滴在了腰刀上 左手碾伏 得到麒麟血 腰刀再次兴奋了起来 刀柄不停在跳动 等恶鬼张大着嘴巴的时候 直接被我一刀灌口了 皇甫大豹 将其瞬间焚成了灰烬 灰飞烟灭 只留下一声凄厉的惨叫 臭小子 这么厉害 老爱慌了 抱着的弥筒 立刻再次甩出一把大米 大米落地成鬼 成群结队 呲牙咧嘴 可是 对我根本没有用 懒也拦不住我 我一刀劈头 将落地的鬼瞬间斩杀 而且容不得老爱再次出手 刀光一闪 一刀两断 老爱跟米桶 都被我劈成了两半 肠子留了一地 啪一声 米桶的米 纷纷落于地上 人当场去世 死得极其惨 到你了 糟老头子 不用那么麻烦的 我直接送你去当神仙就好 我说完后 踩着那些学生的肩膀 然后一跃而上 当头劈向了刘大爷 小子 当我修仙路 缺德 你死有余辜 我要宰了你 搞笑 说我缺德 你可真是一个人才 腰刀落下后 刘大爷徒手接住了刀身 然后混员一推 将刀身震得呼呼作响 把我逼退了十几步 这个老头有点东西 比其他人强的 不是一点半点 我得小心一点 不能轻敌 刘大爷拿出了 十几张黑服 然后如剑一样散落四周 黑服竖起 变成了一只只妖魔鬼怪 全部朝我冲来 敬酒不合合法酒 找死 刘大爷开始火力全开了 不是你死 就是我王 直接拼到底 我提起妖刀 震荡出一股红光 瞬间将所有黑服化成的 妖魔鬼怪斩杀 扶落成灰 刘大爷的伏法被我锁破 立刻抓住优势 上前继续砍 不杀了他的话 今晚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那漩涡越来越大 门里的手也越来越多 不知道是什么邪门玩意 跟地狱一样 妖刀虽然厉害 但刘大爷身手敏捷 全部一一躲开了我的劈砍 然后反手踢在了我的心口上 我闷哼一声 居然倒退了几步 再次证明 这个臭老头不是等闲之辈 不过我也没有损伤 我还给了他一腿 他也没有硬钢 而是躲了过去 但全怕哨状 他躲了几个回合后 发现消耗的体力比我还多 已经开始气喘吁吁了 我乘胜追击 妖刀不停挥砍 刘大爷终于敌不过我了 被我伤了左腹 血流不止 臭小子 有两下子 看来得拜托诸位神仙了 老寝二郎显胜真君 助我一臂之力 他念着咒语 打算请神上身 不然他年纪大了 根本打不过我 十几个回合下来 已经透不过气 只能请神上身帮忙 他突然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伸直板正 轻筋抱起 脸黑黑的 血倒是止住了 但影子好像诡异地变成了两个 他突然力大无穷了起来 拿着一根棍子 就当三叉戟 对着我一顿输出 还说自己有了第三只眼睛 开了天眼 我的动作就跟慢动作一样 他看得极其清楚 已经根本伤不到他 可我仔细一瞧 他额头也没有眼睛 真以为灌口二郎上了你身吗 这般邪性 我看你是轻鬼上身了 后天八卦 谢魂 一股八卦之力震荡而出 瞬间将力大无穷的刘大爷 震飞了出去 身上的影子直接逼走了 他恢复了正常 我提道而上 他还想用棍子挡 但被我劈成了两半 刀尖入胸口 立刻溅出了血来 刘大爷脸色苍白地抓着刀尖 然后恳求道 别杀我 我叫你成仙之法 绝对不骗你 我没管他 一刀入魂 透胸而入 扑斥一声 血溅的到处都是 更恐怖的是 这妖刀跟吸血鬼一样 不停吸吮着血液 你自己上天慢慢修吧 我不想成仙 我拔出了妖刀 刘大爷瞬间倒在了血泊中 打完 收工 杀死刘大爷后 几乎所有东西都消失了 可唯独这个门没有关上 阴风乱吹 伸出来的手越来越多 而且看着有些邪火 没有刘大爷摇铃荡 控制全体失声 大家都醒了过来 但看到此情此景 几乎都吓得魂飞魄散 全部尖叫着逃窜 还以为在做噩梦呢 可是门没关 前排的人根本跑不掉 有一股犀利在吸着他们 只能趴在地上 拼命护拽着 此门极其古怪 刘大爷虽然说是天门 但却像地狱之门 而且越来越多 惨白的手伸出来了 他们好像要爬出来了一样 这不会 真是连通地狱的门吧 万一真要给这些东西爬出来 那不生灵涂炭了 这几个人一把年纪了 对修仙极其执着 但修的是神妖鹿子 我估计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有一种走火入魔的感觉 这什么几天啊 这分明就是寄鬼 没办法 我一定要将这门给劈了 不然的话 这是还没完 我连忙提起妖刀 然后朝着门中砍去 妖艳的光芒 好像将那些惨白的手 染成了红色 可是那些手突然变异了 形成了一条条舌腾 直接将我缠了起来 而且无穷无尽 如缠涌一样 糟糕 这些玩意是有意识的 上当了 我想挣脱 但是他们力量太大了 每一只手 都好像睁开了一只眼睛 一只血红的眼睛 我被捆成了一条粽子 已经施展不开身手 这玩意比刘大爷他们墙上百倍 根本就不是什么天门 突然 他们就将我往里边拽 而且力大无穷 恐怖的力量如潮水一样 将我淹没 这般力刀 前所未见 原来 这道门才是真正的boss 那几个家伙 知道傀儡吗 砰的一声 我好像听到了门关上的声音 周围立刻陷入了黑暗 我特么居然成为祭品了 不是吧 那些触手遮住了我的眼睛 我好像进入了一片混沌的地带 但我也没有坐以待毙 口中不停念着八卦星爵 手中的妖刀不停跳动着 他好像在兴奋 而且越跳越快 我的手都快抓不住他了 就在这个时候 遮住我眼睛那条触手松开了 我眼前一片漆黑 但我能感觉得到 这里一片虚无 除了用混沌来形容 我找不到别的形容词 那些触手 又变回了惨白的手 但每只手还是有一只眼睛 而且长出了紫色的符纹 好像是被控制的鬼手一样 但他们的力量有增无减 在里面是他们的地盘 力量也提升了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我只是打工的啊 要不你 还是找那群学生吧 我出了名的废物 不要吃我 我是厨子之身 纯洁之体 不好吃的 此时 一道光芒亮起 差点亮瞎了我的狗眼 然后一只巨大的眼睛睁开了 差不多有两个人那么大 连瞳孔 我都看得一清二楚 红色的眼珠子 有一道魔力荡漾了出来 就是没有眼睫毛 看着有点丑 傅长生 这是命运吗 红色的眼珠子眨了一下 然后口吐人言 他身上荡漾出来的力量 让我感到不寒而栗 这是我至今为止 遇到过最强的怪物 而且飞鬼飞妖 有一股恐怖的魔力 仿佛可以吞噬天地万物 那些家伙真是蠢逼 根本就不是什么修道成仙 也不是开天门祭天 而是寄养这个怪物而已 你是谁 我开口问道 但我不敢直视他 怕被他控制 这种东西很邪 我必须保持百分百的清醒 不然的话 恐怕真要死在这 连我都忘记了吗 傅长生 我是集天地怨气而生的 你的老朋友 冥王 冥王 什么鬼东西 不认识 就刚才刘大爷口中说的那玩意吗 布阵的时候 好像有说过什么冥王阵 怪不得他有什么冥王的力量了 记得 以前我还给你喝过茶 怎么不记得 赶紧放开我吧 不能这样对待老朋友吧 好多年没见了 我都想死你了 能没一个 记得就行 你把我封印在此处多少年了 今天 我要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我 靠 仇人啊 不早说 你逗我呢 还说什么老朋友 大哥 你认错人了 我不是什么傅长生 我跟他也有仇的 他强奸老母猪 非礼老奶奶 禽兽不如 我也想跟你一样 将他碎尸万段 我们是战友啊 大兄弟 吃了那么多傅长生的红利 没想到 这次终于背了他的锅 你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 你以前话没这么多 但没关系 你话成灰我都认得你 除了你 还有谁长这么帅 话音一落 突然周围不停长出了眼睛 一只 两只 三只 直到千只 万只 那些眼睛 仿佛有犀利一样 将我的身体拉扯着 然后一片一片地拉扯掉 直到 碎尸万段 魂魄体体 身躯破碎万千 湮灭在这虚无的混沌中 傅长生 感受痛苦吧 这无边无际的黑暗和虚无 都是你赐予给我的 埋葬在这里 感受我的痛苦 好强大的力量 根本无从抵抗 这股力量 仿佛来自远古的洪荒一样 而我就成为了粉尘 苏婷 这个老家伙想要我的面 从一个小小的笔仙 再到祭天成仙的几个傻鸟 这最后的所谓冥王 才是最终boss 这个老家伙 从一开始就知道 这里有将我 置于死地的东西 他要杀我 一步一步的策划 将我推向了泥潭 几条咸鱼 就要了我苏杨的命 哈哈 别傻了 我乃那么容易上当 傅长生死了 但傅长生的徒弟可没死 苏婷再清楚 能清楚地过他吗 傅长生的所有仇敌 他能不知道吗 今天 就用这万年魔物 来洗涤我的腰刀和佛印 苏天 感谢你的馈藏 黑暗中 亮起了一点光芒 犹如星辰一样 将我的体魄 再次锯了起来 那是九尾狐的腰单 孤注一掷的腰单 一旦腰单破碎 九尾狐就毁了 可我怎么可能让他输 来的时候他就说过了 他师父的魂 不会破碎 这是他的封印 在这片虚无的混沌符里 我就是主宰 只要将那只眼睛的魔咒解开 我就是无敌的 而所谓的冥王 这位狐也拿他没有办法 甚至在七星连珠夜晚 寄生所有食生后 他有可能会解开封印 冲破出去 但在这里 他永远是囚犯 而我则是那看管他的典狱长 他永远永远永远都 不会是我的对手 因为这里 是我的封印剑 啊 腰单将我的魂魄重拒 一股恐怖的腰力 粉碎了周围的眼睛 还有那些惨白的手 我好像恢复了自由一样 身体轻松自如 身体也正常了 站在这片虚无的混沌中 我仿佛神灵一样 跟刚才那种戴上枷锁的感觉 完全不一样 九尾狐 你这个畜生 你赢我 冥王发出一声咆哮 那只眼睛 仿佛震出了一股 极其可怕的阴波一样 威力无穷 整个封印结界都在颤抖 但始终达不到破碎的地步 也就是说 他挣脱不出这个封印 只能靠七星连珠的那晚 但由于我的破坏 他并未能如愿 以为可以报仇 但没想到却是陷阱 因你又怎么样 难道我还要跟你讲人意道德吗 诸天之上 真以为有神灵 那只不过是弱者的一套说辞 而与我诈 弱弱强识 你一个号称冥王的大魔头 还要我教你这些大道理呢 怪不得你被封印在此处 原来是个没脑子的莽夫吧 冥王 我举起了妖刀 但此时的妖刀 在这片结界里 仿佛圣刀一样 周围突然亮起了无数张幅 比眼睛还多 仿佛在回应我的内心一样 九尾狐说得对 这是我的地盘 他既杀不了我 也无法赢我 刀光一闪 突然傅长生的脸 在我眼前闪过 那家伙果然和我长得一模一样 只是骨袍长发 温润如玉 他跟我一样举着剑 一剑劈向了前方 轰的一声 无数张簧符爆炸 这个结界好像他方一样 下方和上方的符纹 跟蝌蚪一样 不停地环绕 形成一条条大柱子 不停往下压 冥王发动所有力量 想与之对抗 可根本不是对手 不是他的力量不强 而是一种完全克制他的力量 将所有的眼睛和手瞬间粉碎 有些符咒 是可以压制妖魔鬼怪的 就好像僵尸怕糯米 怕陶木剑一样 冥王的眼睛跟玻璃一样 逐渐破碎 傅长生 啊 我要 杀 碰 他话没说完 直接被刀光贯穿 然后碎成了无数块 此时我立刻拿出了佛印 还有妖刀 这两样东西在疯狂吸取着 妖刀我可以了解 以斜吸斜 他本来就是这个属性 这个倒很正常 见怪不怪了 可佛印不是圣洁的东西吗 为什么也会吸取 这些 好像是冥王的残余体魄和力量 佛印吸他干什么 冥王可是我见过最邪的东西了 没多久后 妖刀和佛印都好像吸饱了 妖刀变成了紫色 妖艳的紫色 刀柄上生出了一只眼睛 跟冥王那只眼睛非常像 但是大小差很多 他这大小 跟我们正常人眼睛大小一样 佛印倒没有变色 但好像活了一样 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而且拿在手上沉了许多 好像多了一个灵魂似的 此时突然妖单暗淡了下去 然后消失了 我人愣了一下 卧槽 师傅 我还没上车啊 把我带出去啊 砰的一声巨响 仿佛山河破碎一样 整个结界瞬间破开 我看见那道门也烂了 但我是倒着看的 我不知道被什么冲了出来 不停地旋转倒立 人直接晕了过去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 操场已经没人了 黄大仙脸色极其不好看 因为九尾狐就在我身旁 诸葛克和郑文 他们也在 那些师生已经被安抚好 刘大仙的尸体就在身旁 死得不能再死了 结束了吗 我敲了敲疼痛的脑袋 现在还晕沉沉的 诸葛克连忙靠到我的身旁 然后问道 这个女人是谁 穿得跟着小龙女似的 她一直在你身边守着你 是你的人吗 诸葛克看九尾狐气场强大 连忙警惕了起来 毕竟偏僻的山村 出现这般人物 不能不防 就怕不是朋友 而是敌人 九尾狐隐藏很深 以诸葛克的能力 根本还算不出他的身份 就黄大仙知道了 他是我师父 我偷偷在诸葛克耳边说道 然后跌跌撞撞站了起来 刚才别看我只劈了一刀 但那一刀 已经几乎抽空了我所有的力气 现在都没怎么恢复过来 而且我应该没有晕倒多久 你师父 不能吧 看年龄 他跟你差不多 你还能 霍霍这么漂亮的姑娘 我不能理解 诸葛克摇了摇头 又当我在车上独子 反正我口还习惯了 徒儿 做得好 不枉费为师的一片苦心 九尾狐直接赞扬了我一番 他也是冒了很大的风险 一旦失败 他就会变成一只普通的小白狐 所有修为毁于一旦 但是不会失败的 因为那个结界我就是无敌的 本来就是我的地盘 可这个勇气 真是可嘉 能为我做到这个份上 世上已经无几人 真是你师父 他才几岁 诸葛克有些惊讶 然后看向同样貌美的九尾狐 两女站一起 看得郑文和村长都傻眼了 黑暗中无数只眼睛 看向了这里 全是男同学 仿佛忘记了刚才的惊悚 果然男人本色 这么漂亮的女孩 估计他们再也不会遇到了 过过眼缘也好 这时候 九尾狐也看向了诸葛克 然后冷冷一眼淡淡说道 这个就是你新找的老婆吗 胡言乱语 胡说八道 我相信 他是你师父了 诸葛克有些生气 甚至急得差点跺脚 他才不会当我老婆 如果再京都敢说这样的话 你会被人喷死的 我诸葛克的爱慕者何其多 九尾狐依然淡淡回道 他们喷是他们没本事 但我徒弟能让你喷 是他的本事 诸葛克 现在九尾狐这么会了吗 诸葛克气得脸红耳赤 张大着嘴巴想反驳 可是又不知道说什么 他一个千金小姐的修养 很难跟一个流氓一样的话语辩论 就好像秀才遇到兵 有理说不清 可九尾狐却没有继续欺负他 而是掏出了一颗灵丹赠予他 那颗灵丹 很像电视里技工的身腿瞪眼丸 拇指大小 诸葛克皱了下眉头 然后问道 这是何物 丹药 可治你爹的伤 九尾狐回答道 你会炼丹 那本事到现在应该失传了吧 诸葛克不敢相信地看着九尾狐 看他久久不敢接 倒把旁边的黄大仙缠得流口水 连忙跟个二哈一样 舔着舌头 用智慧的眼神凑了过来 他不识货 我要 给我 嘿嘿 黄大仙变脸比翻书快 刚才还一副死了爹妈一样的样子 毕竟九尾狐来了 压制他 他自然不开心 你给我死一边去 我连忙推开了他 啥便宜你都想占 你哪位啊 贵姓 这一看就是好东西 九尾狐用来笼络诸葛克的 给你干啥 你能让我干 啥 你给你爹吃就行 能让他下床半年 后面就不知道了 诸葛克依然是不可信地摇了摇头 但他也不傻 见黄大仙不要命地想拿 他自然知道 这也是好东西 我爸是占卜太多 受得天灾 但要医术根本不起作用 已经是等死的状态 诸葛克看着手中的丹药 有些奇怪 但又感觉很平常 特别像技工的身腿瞪眼丸 不知道是不是真有奇效 你放心 我能给他续命半年 保证不会骗你 九尾狐说 这话非常自信 一点不像骗人的样子 诸葛克信了 收起来后说了声谢谢 但还是奇怪 九尾狐怎么对他这么好 一见面 送他这么贵重的礼物 你也知道我这徒弟什么性格 如此阴森的性子 哪有女人看得上 我就怕他以后娶不上老婆 所以诸葛姑娘以后方便的话 可以收了他 但不方便就算了 吃人嘴软 拿人手短 诸葛克已经不敢直接拒绝 只能微晚点说到 您虽然说得对 但我还没想嫁人 我家就这么一个女儿 父亲病重 不想早嫁 但我可以给他介绍一个 切 他还没女人 他女人比我身上的毛豆多 黄大仙见丹药没给他 有些怨气 遇见一个敢说 一个敢信 不禁吐槽了一句 既然诸葛姑娘无意 那我也不多说了 以后你要是有心 尽管找我 我就是你未来婆婆 他要敢欺负你 我帮你验了他 九尾狐毫不客气地说道 还狠狠瞪了我一眼 顿时让诸葛克好感度上升不少 但还是微笑着拒绝了 毕竟诸葛克从来没有想过要嫁给我 可女人天生喜欢和自己站在同一阵线的人 这是本性 再聪明也如此 就是我感觉裤裆一凉 有些害怕 九尾狐真会改我小弟的 小黄 这次做得很好 有你在 我放心多了 有你护着 我徒弟肯定不会出事的 九尾狐话说得很有善 甚至带着谢意 但暗地里是话里有话 好像在说 要是我徒弟出事 那你就逃不了责任 这是一种警告 也是一种恐吓 黄大仙哆嗦了一下身子 道横远不如九尾狐的他 只能卑躬屈膝地点头道 放心 有我在 没意外 嗯 有你这样说 我就放心了 我先走一步了 九尾狐一说完 直接化作一阵青烟消失在原地 郑文跟村长不停揉着眼睛 好像见鬼了一样 一个大美人凭空消失 太邪乎了 但是把眼睛揉烂也找不出人来了 吓得哆嗦了一下 直呼邪门 我没理他们 而是开始搜刮那些尸体的宝物 总不能来一趟 只拿了几条咸鱼吧 杀人不舔包 等于老爸厕所不舔宝 一切都是白搭 这个刘大爷的身上 还是有不少好东西的 黑服八张 黄服两张 还有一个黑胡萝卜 我摇了一下 里面有人骂我是傻X 好像有鬼在里面 但脾气太大了吧 怪不得刘大爷死都没用他 不过我没敢直接打开 跑这玩意到时候跑了 这深山野灵的 不知道它什么来头很难抓回来 葫芦也算抓妖想鬼的法器之一 一般用来封印或者装妖鞋 但黑色的葫芦我真得很少见 除了葫芦 还有一面古铜镜 具体有什么用我还不知道 可能跟照妖镜差不多 这种东西打起来的时候 没什么用 只能用来分辨是人是鬼 有些妖魔鬼怪 善于化妆 皮肉魅惑 阴阳眼也看不出来 这种镜子就可以发挥作用了 我全部将这些东西收入囊中 一件都没有放过 甚至连刘大爷 那手机里面的化费 我都全部用来充QB了 然后买皮肤 你是人吗 诸葛克看不过眼了 皱起眉头朝我骂道 我跟个强盗一样 而且还是对死人 不管生前多么恶 也要对死者尊敬 人死如灯面 生前的一切也该灰飞烟灭了 听了诸葛克的话 我万分愧疚 于是我把其他三个人的 野手刮了一番 那个指人王婆傻都没有 全是小小的指人 我以为没有用 因为我根本就不会控制指人 这是巫术 邪恶都狠 古时候经常有取指人为妻的故事 大多都不得善终 不是被指人杀死 就是被吸干 邪乎得很 所以指人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现代有了娃娃后 就再也没有发生过这种事了 可其中有一种红色的指人 也是小小个的 居然会自己说话 我本来怕这玩意邪乎 想全部烧掉的 可这些红色的指人 居然跪了下来 然后哭喊着求饶 让我把杀他们 我数了一下 一共有十个 我问他们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会说话 这太诡异了 他们回答说 这是主人用怨气炼制而成的 最后成了金 有了意识 他们不想死 让我高抬贵手 放了他们 放了他们不可能 我用一个盒子装了起来 然后带回去研究一番 以后可能会派上用场 收起那十个小指人后 我又去找了那个棺材老潘因 他一点东西没有 有的只有那一幅被打烂的棺材 还有那传家宝血氏 不知道是诸葛克 还是皇大仙下的手 反正那血氏死得非常惨 不过按照诸葛克的实力 应该无法单独杀死会飞的血氏 可能是皇大仙出手了 潘因死得也极其惨 头被吃掉了 剩下的身体给劈成了两半 看着有些恶心 内脏和肠子留了一地 血已经干了 除了皇大仙 应该没人做得出这种事 潘因死了 血氏自然也无法存活 但我劈开了血氏 他的身体里面有一颗尸丹 跟上一次的血氏不一样 这次的尸丹 已经变成了赫黑色 因为这一次的血氏会飞了 也就是飞浆 实力高出一大截 我连忙将尸丹收了起来 以后会有大用 这一回虽然只是 拿了几条咸鱼 但也算大丰收了 最后的一个卖米老爱啥都没有 养的鬼被我所杀 米桶都给我劈散了 整件事完美结束 郑文校长对我们千恩万谢 村里的人和全校师生 都喊我们活神仙 有一种当了英雄的济世感 后面我们将那些尸体全部烧了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怕我们走后 这些死去的尸体作祟 本来他们就邪 一群修仙修到癫狂的家伙 真是可怕 已经走火入魔了 可根本不存在修仙的法门 都是冥王的控制而已 只有他们那一群傻子才会相信 烧掉尸体后 已经晚上的八点多 村长为了给我们送行 杀掉养了两年半的老母鸡 再次好好款待我们 黄大仙极其喜欢吃鸡 可能是黄鼠狼的天性 做席的时候 比谁都高兴 让他出力跟死了爹妈一样 真是晦气的嘴脸 不过该说不说 他也出了一点力 至少破那个冥王阵的时候 没有他是不行的 吃饭的时候 我问起了杨美雪的事情 也就是那个女比线 村长叹了口气 说他也不隐瞒我们了 那个杨美雪 其实就是村长的女儿 没想到那天去了后山 就再也没有回来 等发现的时候 已经被人无马分尸了 死得极其惨 之后 村长也一直在追查凶手 他一直相信 杀他女儿的凶手 就隐藏在村子里 可那群人极其厉害 以村长的本事 根本无法查出真相 最后还得靠我们 之前的一个晚上 他在树林里 看见陈三偷偷运树木 往一个地方埋坑藏 所以他才知道 那棵树藏的位置 但他不确定 我们能不能对付那些人 于是也没有暴露自己的行为 怕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不是他怕死 而是还没给女儿报仇之前 他不想死 老婆死得早 就只给他留下了这么一个女儿 没想到还死了 除了报仇 村长估计 下半生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陈二不是简单的傻子 是这个村的守村人 但都给那帮人给弄死了 而且还死得那么邪门 村长不得不防 这老村长还挺精的 不过他也没有错 如果我们斗不过 死在了这里 那他如果不隐藏起来 会跟我们一起死的 把报仇 作为一生奋斗目标的人 自然不想死得太早 在没有报仇成功之前 都想活着 不过不管怎么样 结果是好的 猪邪成功 我的任务也完成了 九足饭饱后 郑文将我们带到了之前 飞机降落的位置 就等王天奇的飞机来接我们了 现在是晚上11点 回到京都也不用多久 毕竟飞机飞得快 诸葛克和黄大仙都没有说话 诸葛克好像不尽兴的样子 因为这一次 他根本没有怎么发力 而且我让他来 也不是让他真正来帮忙 只是将他当作工具人 用来吸引苏婷目光的 苏婷这个老家伙 看见我带上诸葛克和黄大仙 两个高手前来 自然不会再多想其他的 也不会提防我 这样 我跟九尾狐密谋的事情 才会成功 不然的话苏婷第一时间 就得提防九尾狐 黄大仙苦闷 则是因为九尾狐 有他在我身边 黄大仙已经不敢再动我 那万一我再耍诈 这可怎么办 如果不能杀我 那他跟王天琪 估计都惨了 而且很惨 飞机终于来了 我跟他们顺利搭了上去 然后有惊无险地回了京都 落地后 诸葛克突然回头对我说道 谢谢你师父的担药 你这娘们 居然会对我说谢谢 我眯了眯眼睛 露出了邪恶的笑容 歉 别误会 我是对你师父说的 别忘了我们的约定 诸葛克提醒着 然后头也不回地走进了诸葛府 我当然记得我们的约定 杀了修罗 他帮我夺得开启昆仑山的钥匙 各自分别后 我回了苏家 苏介见到我后 立刻慌张了起来 自然为什么那么慌张 我知他知 大家都知 家主 他回来 他居然活着回来了 苏介作为长老之手 能如此慌张 真是一笑大方 不过也正常 他觉得我百分百死了 但我又活着回来了 他当然惊讶 苏婷瞪了他一眼 事已他乱了 苏介这时候 才收起了慌张之色 大长老 我活着回来 你好像很不高兴啊 我黑黑地笑着 好像在开玩笑 但笑里藏刀 仿佛将所有的敌意 都全部盖在了他们的身上 苏婷和五个长老都感受到了 他们站在一起 仿佛六面高墙一样 挡在了我的面前 翻过这六面高墙 我就会成为最强的风水师 成为苏家的执掌者 但是我感觉 离那一步路还很远 苏婷的气势 也在威慑着我 仿佛在说他想让我死 我就得死 他想让我活 我才能活 苏阳长老做得很好 刚才郑文校长 已经打电话给我说了 回去休息吧 苏婷拉着个脸 好像死了爹妈一样 阴阳怪气地让我走 但是成功者的姿势回来 这样对我也是太寒气 不过幸亏 我也没把他当人看 我回了房间 但在关门之际 白姑突然一只手挡住了门 不让我关 你明明知道 家主和长老们要密谋杀你 为什么要回来 你不怕死吗 白姑看了一下周围 确定没人后 他才偷偷问道 不愧是苏家的全能保姆 几乎什么事他都能知道一点 因为很多事情 都是他去办的 他说的对 我这次能活下来 直接走就行 没必要再回苏家 不然下次苏婷还得找借口 让我去死 我回京都只办三件事 当家主 当家主 还是特么的当家主 不装了 我摊牌了 我跟白姑的关系 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 那就是 我支你身前 你支我长短 睡都睡了 他也不可能再告发我 不然就一起死 他也帮过我不少 我们就是 一条船上的蚂蚱了 我出事他也好不到哪里去 所以 我不怕跟他说任何话 他听到我这样说 一下子就慌了神 然后捂住我的嘴巴 将我推了进去 嘘 你想死吗 你想死别拉上我 干嘛跟我说这种话 你这是大逆不道啊 你想反自己的祖宗 白姑推我进来后 连忙关上门 生怕隔墙有耳 万一给苏婷听到 我就完蛋了 我冷哼了一声 我又没说反他 我当下一任不行吗 苏家有规矩 不让人继承 苏家家主之位的 面对我的反问 白姑居然直接点了点头 她说道 你不是宗室 根本没权利去当家主 我皱了下眉头有些不解 那为什么我听别人说 我爷爷差点当了家主 我不知道 反正苏家就是有这样的规矩 白姑摇了摇头 你以后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 听到没有 就算家主不追究你 你只要有这个念头 苏姨他们也不会放过你们的 他们争家主之位有多凶 你进来苏家这么久 应该也知道了 这个我当然知道 但我不怕他们 我唯一畏惧的就是 苏婷这个老家伙 他好像至今为止 还没有真正出过权力 这时候 我突然将白姑的腰一揽 然后坐到了床上 今天怎么这么关心我了 看跟你也算做过一夜夫妻 所以提醒你两句 你可不要误会 白姑推开了我 转头走了 怕我又真实 但这一次我没追 因为明晚还有一场大战 我不能把精力浪费在白姑的身上 以后有的是机会慢慢服侍他 不急 等我当了家主 苏家一定有你的一席之地 等我 我嬉皮笑脸地对白姑白颖说道 白姑没有回头 但却回到 我呸 等你当了家主 母猪都会上数了 嗯 老实跟你说 其实母猪真的会上数 白姑相不相信都无所谓 这一回跟他说 只是试探他而已 但结果很无奈 他完全没有半点 要背叛苏家的念头 甚至劝我不要找死 还不够 还需要一件事来挑拨 白姑跟苏家的关系 有了矛盾就会有隔阂 我总有一天 会把白姑变成自己的人 可白姑跟苏家的关系牢不可破 我一直都无法找到机会 我只能等 一定会有的 一个强大的猎手 就要学会等待和忍耐 我一觉睡到大天亮 算了下时间 还有十几个小时才到夜晚 今晚九点钟 就会出现七星连珠 但七星连珠不是重点 能打开昆仑山的钥匙 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 也不知道会在哪里出现 这玩意 没有人能算得出来 更别说我了 只能等待机遇 白天趁着无聊 我翻出了佛印研究着 从冥王那里出来后 佛印就好像活了一样 有一股炽热的圣洁力量 在感应着我的手掌心 跟之前那股诡异和冰冷的感觉 完全不一样 这是开光了吗 可佛印明明是圣洁的佛家圣物 为什么要靠冥王这种邪恶的力量 来开光 这真的极其不解 九尾胡也没有说 之前里面好像封印着什么东西一样 但现在已经感觉不到了 最惊悚的一次就是 有一只手 好像要从里面伸出来 但这一回 已经完全没有了这种感觉 佛印的光泽 也更加明亮了 在太阳的照射下 栩栩如生 握久了我甚至能感觉得到佛语 好像有人在念经一样 这真的丝毫不夸张 以后拿他珠鞋 估计比之前的舍利子要厉害 地藏真是好人 住他的房子 玩他的手下 拿他的宝贝 我以后一定烧多点纸给他 还有什么巧碧炉啊 凤姐之类的 全部烧下去陪他 让他黄泉之下不寂寞 做兄弟的 在心中 什么都不用说 一字当头 我们就是一父一母的亲兄弟 除了佛印 还有妖刀 也增强了几十倍 刀柄上的眼睛看久会了头晕 好像他会将你吸进去一样 刀身从红色变成了紫色 妖气散发出来 已经肉眼可见 跟雾一样浓 刀刃闪着寒光 他在跳动 他在狂欢 好像一个疯狂的小孩 我能感受到 他好像长出了心脏 吭枪一声 我直接将他回撬了 不愿意再多看一眼 摇刀太邪了 多看多练 或者跟他待的时间久 那就会被他夺射 刀控人 不再是人控刀 容易走火入魔 我使用他的时候 一定要摒弃杂念 去除欲望 说的通俗一懂一点 就是进入闲者模式 研究完自己的东西后 就到收集而来的战利品了 这一回大丰收 首先是那个黑色葫芦 之前在那里 我没敢打开葫芦 怕里面的东西跑了 这一回我关上房门 然后四面贴上黄符 就算是鬼 也难以一时之间逃脱 万无一失后 我才拿出了黑葫芦 摇晃了一下 你是脑瘫吗 摇你妹啊 晕死我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网络喷子住我家了 怎么一开口 就是人身攻击家口头谩骂 不仔细找的话 那未必听得出 是黑葫芦里的声音 但我的房间里 除了我自己 也没有人来啊 哟 皮肤还挺大啊 你是什么东西 我谈了一下黑葫芦 摇得更厉害了 我是你爹 你有病是不是 还摇 是不是你出生的时候 你娘把人扔了 把台盘养大了 见我继续摇 她骂得更凶了 这回我仔细听才知道 居然是个女的 女鬼吗 凶的女鬼我也见过 但嘴这么凶的 我还是第一次见 切 不扶你出来打我啊 我就摇 我有点不服气了 拼命地摇着 你还能摇我吃不成 你一个接下球 敢这样对我说话 这不是找苦头吃吗 好 老娘现在 就出来打你 说完后 黑葫芦里面 突然响起了一道闷雷 吓了我一大跳 这里面怎么还会打雷呢 不太对劲啊 接着 黑葫芦就拼命地震动了起来 然后桌子也跟着震动 还有房子 卧槽 它不会真能出来吧 一开始我以为 这个黑葫芦里面装的 只是普通鬼 无非就是性情暴躁一点 可没想到 里面还会打雷 要知道 妖魔鬼怪出动 能想雷的 可都不是善茶 我不知道 是那黑葫芦厉害 还是里面的东西厉害 反正我是吓了一大跳 因为连房子都在震动 我生怕塌塌了 可这个阵仗没持续太久 大概一分钟不到 然后就尾了 一点都不吃酒 哎呀 气死我了 这个死葫芦太厉害了 你有种放我出去 姑奶奶不得杀了 你个王八蛋 听到这我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她根本就出不来 装什么呀 不过也对 她能出来早就出来了 跟个煤气罐一样 一点就着 能在里面憋着吗 分明就是自己出不来 气 装个毛线啊 你有种救出来 不然不要逼逼 我尖笑了一下 然后拿着葫芦拼命摇晃着 晕得她喊爹喊娘的 你个垃圾 有一天我要是出去了 我非宰了你不可 虽然里面还在骂着 但是一点用处都没有 她只能无能狂怒 喷完一句又一句 我摇了她一个小时 后面我就只听到偶偶的声音 我怕她把整个葫芦都吐满 所以没敢继续摇了 而且直接把她放到厕所里面 让尿镜泡着 酷不死你个鬼东西 臭死了 你放我出去 你干嘛 你有病啊 这是我最后听到的一句话 放下葫芦后 我再也听不到她的声音了 说来也奇怪 可是我根本不想再管她 我看她嘴能有多硬 敢骂我 不存在的 我摇得有些累了 吃过饭后 直接睡到了晚上 我一看已经七点 连忙穿上衣服 去找诸葛克 说来奇怪 街上一个人都没有 按理来说 今天七星连珠 应该有无数的天文爱好者才对 为什么一个人都没有 街上有很多火盆 鬼隐重重 有点像白鬼游街 但鬼没有现身出来 偶尔有一两个人经过 也是一身黑衣 行走匆匆 他们手上有铃铛 走过的时候会摇一两下 老子不会再做梦吧 掐了一下自己的牛子 疼得我哇哇叫 不是梦 这是真的 今天的大街怎么回事 不管了 先去找诸葛克 随后看他怎么说 诸葛家的人 小阴阳 通八卦 天文异象 也是无所不知 应该能帮上一点忙 我抬头向天空看去 发现星辰清晰 感觉七星连珠快要开始了 这百年 难得一遇的景象 我可不能错过 而且打开昆仑山的钥匙我也要 我急匆匆地朝诸葛家走去 但不知道为什么 总感觉有几个鬼影跟着我 我捏了三个红指人 扑斥一声 让他变成了我 然后朝不同的方向走去 刚刚得到的指人 刚刚好排上用场 真不错 鬼影一下子就分散了 但还是有跟着我的 不过我在地上留下了一张纸符 他走过我走过的路 突然惨叫一声 就化成灰 这么低级的手段 还想跟踪我 真是搞笑 我急忙离开了现场 然后绕了好长的路 确定没有东西跟着 才去了诸葛家 不知道谁要跟踪我 但肯定不安好心 鬼鬼祟祟的玩意 他能正经吗 但我也暂时猜不出 是何人所为 诸葛克早就在门口等我了 手中拿了一个青色的罗盘 今天穿着打扮很朴素 简单的高腰牛仔裤 和黑色T恤 但身材依然难掩 素颜也秒杀99%的女人 精致的面容 在夜色中 让人垂涎三尺 有眉目了吗 我见到他的时候 第一句话是正式 但是眼睛却不正经地 飘向了不正经的地方 他低头看着罗盘 衣领刚刚好 能让出一条路 再看我把你眼睛挖出来 诸葛克冷哼一声 但他头也不抬一下 怎么知道我在看 嘿嘿 我只是在看你领口的 小猪佩奇 我强装镇定 然后狡辩了一句 没有任何反应 也不可能有反应 就算七星连珠出圣人 但这个不是罗盘能测的 而你说的那个 什么打开昆仑山钥匙的东西 根本测不出来 我今晚补了二十八卦 无一卦能成 诸葛克有些沮丧 这可能是他算坏卦算的 最多的一次 七星连珠 可能就是一次 简单的行星运程 根本就没有任何预兆 你会不会被人忽悠了 诸葛克突然放下了 罗盘看着我 一脸的严肃和认真 他跟我不一样 不可能 这次来的人太多了 就连女娲后人也出动了 绝对不是别人忽悠我 我摇头否认 来了这么多大人物 这一回的事 绝对不虚假 京都这么大 如果我们算不出来 根本不可能第一时间 找到这玩意 只有一个办法了 去找一个有本事 找到他的人 堵住下到这个人的身上 堵赢了万事大吉 堵输了无怨无悔 诸葛克果然聪明 这是没有办法下的办法 既然我们没有任何头绪 也算不出来 只能找大哥了 有 一个射刀人 他很厉害 我想起了柳希林 为什么不赌方婷和他师父呢 为什么不赌女娲后人呢 原因只有一个 柳希林是射刀人 有预知未来的本事 而且本事极其大 赌他胜率更高 虽然这样做很赖 但是只能这样做 而且也不是没有缺点 这意味着 我们抢夺的第一个敌人 会是柳希林 想到这里我紧张地 咽了下口水 我能玩得过那玩意吗 到时候他翻脸不认人 不会将我给宰了吧 那射刀人很厉害吗 第一次见你紧张 诸葛克突然嘲笑我 而且笑得很开心 原来看我吃扁 他才会高兴 没有 睡你的时候我也很紧张 哈哈 我说完赶紧跑了 诸葛克三秒不到 整个罗盘砸了过来 那是青铜的 就算不伤 头上也多了一个包 那娘们太狠了 再说 我杀了你 是你先嘲笑我的 玩不起是吗 苏杨心好心好心好你 心好心好心好 来到茶楼的时候 罕见地关了门 朱老九站在门前 然后疑惑地抬头看着天台 干嘛了 为什么关门了 我连忙问朱老九 这是怎么回事 茶楼不应该这么早就关门才对啊 柳西林让我今天晚上早点关门的 她就站在天台上 跟个雕像一样 我皱了下眉头 开始了吗 原来她来茶楼 真是有目的的 柳西林站在天台上 然后望着天空 好像在等待着什么 但她眉头紧锁 不知道是遇到难题了 还是怎么样 反正看上去并不是很痛快 九爷你先走 交给我就行了 支走朱老九后 我和诸葛克也上了天台 柳西林没有回头看我 但是淡淡地问了一句 来了 我点了点头 她没有再说任何话 依然看着天空 黄大仙说过 有天赋一柄的人 才能看到昆仑山的钥匙 不知道柳西林 算不是天赋一柄的人 今晚会在茶楼 出现昆仑山的钥匙吗 我也不遮遮掩掩了 直接问道 柳西林这次回头看我了 同样也瞟了一眼诸葛克 但眼光没有过多的停留 你最好不要出手 昆仑圣物多如牛毛 盘古之心只是其中之一 这能打开昆仑山的钥匙 绝不是你一个小辈能抢的 柳西林居然开口警告我 但她所言非虚 今晚定会有很多高手出场 就是不知道 昆仑山钥匙到底会出现在哪里 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 所以都不露面 我没想抢 我就想开开眼界 我说出了自己最真实的想法 除非能减漏 不然很难轮到我 柳西林指着酒店的方向说道 你的这个酒店和茶楼位置极其巧妙 其他的地方我不知道 但这两个地方极其有可能会出现 但我选择了茶楼 毕竟一人守不了两个地方 我猜对了 柳西林盘踞于此 确实是为了昆仑山的钥匙 应该想去昆仑山找解她尸毒的东西 她刚才已经说了 昆仑山的圣物多如牛毛 既然柳西林选择这个地方 但我也相信她 就跟着她走了 说不定等下七星连珠 那昆仑山的钥匙就会马上出现 我蹲坐了下来 然后跟柳西林一样 静静看着天空 就算没有昆仑山的钥匙 七星连珠也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天文奇观 极其值得观看 就是没有望远镜 有点不完美 很快 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 天空上出现了七星连珠 诸葛克望着那个景象紧张了起来 但并没有什么动作 柳西林解下菜刀 全部摆在自己的身前 然后跪拜在了地上 向着天空 喃喃自语 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好像在念咒 只有我跟得没试人一样 然后无聊地望着天空 也没啥好看的呀 还不如去沙滩看比基尼 我不是天文爱好者 七星连珠虽然壮观而且罕见 可我看了确实没有感觉 就在这个时候 王天奇突然打电话来了 一接通就火急火燎地问道 小子 七星连珠了 怎么样 有没有看到昆仑山的钥匙 看你妹啊 鸟都没有一个 哪来的钥匙 我没好气地回了他一句 我真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也没有看见什么东西 柳西林跟拜神一样 不知道在祭拜什么东西 诸葛科终于动手了 说了句就是现在 立马起挂 他们点在忙活 短短的时间内 不知道干了多少事情 而我就是打了个哈欠 七星连珠没有持续多久 很快就结束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 两个人都同时看向我 我又打了个哈欠 干什么 找出来了吗 昆仑山要是在哪 整个茶楼天台静悄悄的 什么都没有出现 还是跟之前一样 我不懂 他们看我干什么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砰的一声 柳西林的菜刀 直接炸成了粉碎 诸葛科的卦象 也炸成了粉碎 极其恐怖 这是怎么了 亏天机了吗 也就是说 他们知道昆仑山钥匙了 那为什么我看不见 卧槽 难道说 我苏杨是个垃圾 根本就不是什么 天赋异禀之人 所以看不见 就在这个时候 柳西林突然向我走来 诸葛科却抢先一步 直接将我拉到了身后 两个人突然剑拔弩张 气氛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我感觉有些奇怪 干嘛 你们有仇 我一脸猛逼地说道 你不是说他是你朋友吗 我怎么感觉不太像 诸葛科突然说了一句 莫名其妙的话 让我摸不着头脑 为什么突然要说这种话 柳西林没有说话 而是步步急逼 继续朝我走来 此时不知道为什么 很多阴风吹过 好像有很多人影过来了 诸葛科二话不说 直接将我推下了天台 草 有病吗 还是想谋杀亲父 欠我的 活下来记得还 诸葛科说的话 有点不害臊了 我下次把你推下楼 我也这样说 幸亏也不算太高 而且下面刚刚好有一堆杂物 我摔得够呛 差点吐血了 诸葛科发什么神经 你这是害他 下面全是人 你也不见得多好 刚才一句话不说 眼里满是执着 天台传来了诸葛科和柳西林的对话 还有另外一些人的 只嚷嚷着追 我扯掉了头发上的稻草 然后喃喃了一句 啥玩意啊 追谁啊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一辆车停在了我的面前 子伏伸了个脑袋出来说道 上车 如果你不想死的话 死 我犯什么事了 谁要杀我吗 我眨了下眼睛 没有看见任何人 可是 却感觉有很多人 而且气势汹汹那种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一条舌尾 从车窗上伸了出来 然后拽住了我的脖子 将我迅速拖上了车 我转头一看 发现是清儿 好家伙 这两姐妹咋来这里了 嘘 别说话 清儿连忙对我做了一个 近身的手势 可她话音刚落 砰砰砰三下 好像有什么东西 落到了车顶上 我抬头一看 只见车顶凹下去了三个洞 女娲后人又如何 京都可不是你们的地盘 声音很阴森 但却跟雷一样响 但是没多久 却有一阵剑寒斩了过来 车顶上的东西瞬间消失了 但是外面的身影越来越多 整个夜色充满了杀鸡 白灵出现了 剑斩在夜色中 多出了几声哀嚎 黑桃走了出来 一副霸道的样子 她是我们的 不服就干 黑桃和白灵一出现 轻而立刻喊道 他们挡住 我们走 开车 轰的一声 子福一脚油门开车冲了出去 我没有看见任何人 但却有人被撞飞出去的声音 这里到底藏了多少人 有病是吧 没脸见人吗 子福跟上秋名山一样 那速度 简直就是人在前面飞 魂在后面追 差点把我吓死了 连忙系上安全带 你们干嘛 要把我带去哪里 我紧张地问道 他们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还直接拉我上车 带你去安全的地方 这里太危险了 子福 直接出京都 清儿直接敷衍地回答我一下 然后吩咐子福说道 需要你说吗 我自己会做 子福说着 再次油门踩到底 我多希望交警把她拦下来 因为我不想死 可子福技术还可以 居然没有翻车 朝着京都的出口开去 以最快的速度 不过京都红绿灯多 它再快 也得有一段时间 但我总感觉 后面有什么人在追 开至无人的街道后 突然砰的一声 车胎炸了 车子撞到了墙上 撞出了一个大窟窿 然后车头直冒烟 我们都狠狠磕在了前头 但两个女娲后人 一点是都没有 肉体强悍 女娲后人 哈哈哈哈 出来 突然一条蛇尾 将车子卷起 然后高高举起来 想将它砸成粉碎 蛇仙 它居然敢惹女娲后人 照顾好这小子 我去会会它 子福说着 突然探出了身体 然后化成半人半蛇的形态 直接扑向了蛇仙 蛇仙立刻松开了车子 然后他们扭打在一起 场面极其激烈 周围房屋倒塌了一大片 这不比七星连珠好看吗 如果给拍下来 估计能上新闻 别看了 快走 轻而拉拽着我的衣服 直接将我脱了出去 然后一步都不停地往前面跑 连我也要带着跑 搞得我极其被动 跑了大概十分钟 我直接甩开了它 然后说道 有病是不是 我不跑了 你们女娲后人 到底想干什么 直接说 跑什么呀 我又没做贼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无数的棺材落地 然后围成了一个悬阵 将我跟轻儿紧紧围在了其中 那些棺材不停旋转着 发出一道道红光 关中仙 想会一会女娲后人 说了把这个小子交给我 可否 声音从棺材中传来 但我不见其人 每一幅棺材 都是盖着盖的 而且不停旋转着 那就要看你本事了 有本事 你要王母娘娘也可以 轻儿说完 一声咆哮 立刻化为半人半蛇的状态 然后巨大的蛇尾 横扫在了周围的棺材之上 砰的一声 棺材立刻被扫飞了 可这些棺材跟剑一样 很快就再次合上 但改变了阵法 而且棺材里面喷出了毒烟来 轻儿双手一挥 狂风大作 毒烟立刻驱散 可棺材里面 突然有人出现攻击轻儿 是一个满身绷带的人 可轻儿想还击的时候 那个绷带人 就一到了另外一幅棺材躲起来 极其巧妙 轻儿除非把所有棺材都砸了 不然根本杀不到这个绷带人 你还太嫩了 女娲后人 这些棺材 你随便挑一副吧 我免费送给你 棺中仙兮兮地笑着 极其狡猾 声音跟老鼠一样 不用了 你还是留着给自己用吧 轻儿说着 突然浑身的力道一震 一道波纹震荡出来 将全部的棺材和周围建筑物 瞬间推开 巨大的蛇尾如拍浪一样 将地面都粉碎了 这时候砰的一声 棺材炸了 顺着绷带一下一下地流着 女娲后人 名不虚传啊 还没用五彩石 就破了我的棺中阵 绷带人说着 突然解开了右手的绷带 哇的一声 好像解开封印一样 有无数的舌头释放了出来 那些舌头 好像长在她的右手上一样 然后扬着身子乱叫 舌头极其大 而且身体还会伸长 这时候 她又解开了左手 那左手全是蝙蝠一样的皱纹 解开的一刹那 还会跟波纹一样荡漾着 然后是青筋抱起 一拳打在地上 地上立刻多了一个深坑 我倒要看看 鬼神的力量 能不能杀你们女娲后人 关中修行两百年 就为了今天 不会让你把这个小子带走的 哼 你可以试试 歪门邪道 给我们女娲后人提鞋都不配 他我不会给 哎 苏杨那小子呢 呵呵 当我傻呀 现在不跑 更待何时 情况突变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赶紧回苏家躲一躲先 我趁着他们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 直接跑向了苏家 但是我发现 有很多人跟着我 但没有现身 连影子都隐藏起来了 我连忙加快脚步 他们肯定会出来的 在回到苏家之前 他们不出来 我就进去了 我加快脚步 他们也加快脚步 而且人好像越来越多 还没出现在我面前 已经在后面和中途打起来了 我趁着这个功夫 加更快的脚步 甚至跑了起来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一个人出现在我面前 居然是苏婷 别回去 回去更危险 跟我走 苏婷拉着我 二话不说 直接朝反方向走 可跑了大概三分钟 我突然在后面朝他捅一刀 但他也不赖 直接躲着 而且身手极其敏捷 别装了 苏婷怎么可能带着我跑 你到底是谁 我连忙质问道 这个人分明就是假扮苏婷的 不管怎么样 苏婷才不会牵人家的小手手 靠北了 哈哈 你还挺聪明的 是我 手往脸上一盖 扑斥一声 脸立刻变了 变成了千面如来 是你啊 你装苏婷想骗我什么 骗我回家激健吗 我皱起了眉头 怎么连这个家伙也来搞我 他是来报仇的吗 呵呵 激健是什么我不懂 但是今晚你必须跟我走 不然 死 千面如来不由分说 直接出手掐向我脖子 我后退了一步 一拳震腿了他 力道刚刚好 不止他 周围来的人越来越多 此地不宜久留 来找我呀 笨蛋 我撒腿就跑 不跟他纠缠 死和尚 缠着我干什么 我费尽千辛万苦 终于逃回了苏家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 苏家的门我居然打不开 要是都拧断了 也没有一点反应 我心里咯噔了一声 糟糕了 苏婷这个老不死 居然耍我 这特么是人干的事吗 我这一进去 他就跟所有人为敌了 他选择放弃我 牛批呀 阿婷 就在这个时候 无数的身影 慢慢从黑夜中走了出来 长什么样子的都有 稀奇古怪 甚至长得像 牛头马面的都有 阴人圈可真是奇葩 各种魂飘荡在空中 将我围得透不过气来 我不是傻子 在路上的时候 我已经明白了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老子就是打开 昆仑山的钥匙 好家伙 搞了半天 我居然就是 自己要找的东西 小子 跟我走 包你一事无忧 一辈子荣华富贵 想之不尽 荣华富贵 谁没有啊 风水界缺这个吗 小子 跟我走 我让你寿命长一辈 你可拉倒吧 将人变成狮 还寿命长一辈 你咋不说长生不老呢 小子 跟我走 我让你知道 什么是最强大的风水术 我点龙穴 用舌头点都行 跟我走 跟我吗 他们争论不休 都想将我揽入囊中 但是我知道 我只是他们的工具人 没想到活了二十年 第一次被这么多人追 干啊 哼哼 想得到我苏养 哪这么容易 我不是那么随便的人 谁帮我铲平苏架 我就跟谁走 我突然大喊一声 然后指着苏架的大门 这时候突然安静了下来 鸦雀无声 甚至感觉气氛有些尴尬 丢 怎么回事 没反应吗 你 突然所有人发出同样的声音 然后朝我袭来 但是对手太多了 这样反而我没有成为目标 他们倒是打得起来 而且打得极其激烈 差点把苏架的围墙和大门都砸了 因为这些人好多都很强 规模有点大 我不敢看人打架 直接穿过人群偷偷溜浪 但是也有很多紧追不舍 好像不达目的不罢休一样 一步都不肯松 我怎么都甩不掉他们 而且来抓我的人越来越多 极其恐怖 跟潮水一样 来了一波又一波 京都有这么多阴人吗 王天奇和黄大仙这个王八蛋放假料 还说昆仑山的钥匙一般人看不见 那我咋能被看见呢 而且还这么多人知道 逗我呢 下次再也不相信他们两父子了 就会扯淡 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 我得想办法摆脱他们 无论我落到他们任何一个人的手里 都绝对不会好过 一件工具 能有什么人权 离开京都吗 可我要怎么离开呢 现在所有人都来抓我 为什么所有人都知道 诸葛克和柳西林那么厉害 才能算出来 我不相信所有人都有这个本事 有人想害我吗 不会又是苏婷 这个老家伙吧 这是人干的事吗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一只鬼从后面抓住了我 然后带我飞上了天 速度非常快 我都没有反应过来 已经脚步离地了 上天对于逃离追踪 是极其有效的办法 大部分都只能在地上跑 除非个别有秘书的 但我离地速度太快了 他们一下子也没有办法反应过来 等他们缓过来的时候 无数的法术道具砸了过来 皇甫就跟草船借鉴那场景一样 极其宏大 把这只鬼吓了一大跳 可是突然漫天的鬼气 组成了一只恶鬼的身旁 然后挥避一阵 将所有法术道具和皇甫挡了下来 鬼祖 叶玲珑 下面的人一声惊呼 但没有多余的时间去琢磨那些 只想怎么样抓住我 但已经来不及了 在那只鬼的带领下 我飞出了重围 然后消失了 可是 这些人都不是泛泛之辈 一定会再次追上来的 等落地的时候 我已经在一座茅草屋面前 这是京都最偏僻的地方 跟周浩之前住的地方有点近 而且出京都也不远了 十分钟路程 就可以出去到别的城市 主人在里面等你 那只鬼走了 只留下一句话 但我知道是叶玲珑 怎么 想我了吗 叶阿姨 我大放打开了茅草屋 叶玲珑确实在里面 而且在挥舞文墨 逼走龙蛇 写下了一个又一个干字 我从后面抱住了他 但他却躲开了 苏杨 我可是卖一不卖身的 虽然收了你钱 但也帮了你的忙 可别想再吃我 行 我现在 也没有心情做那种事 那些人肯定会追来的 我必须想到对策 不然我会永世不得安宁的 更别说回京都了 想了一下 这特么不是苏廷想要的吗 让我永远无法回京都 然后还永世不得安宁 不会真是这个家伙搞的鬼吧 哦 是吗 那你接下来要怎么办 我可保不了你第二次 趁乱就走你 我已经冒了很大的风险了 叶玲珑这样做 确实有风险 如果那些人记仇的话 可能会找他麻烦 只是现在的心思 都在我身上而已 当然有办法 这个世界上 还有什么东西 难得了我苏杨的 但要给我一点时间 说完后 我将桌上的笔墨推倒 然后拿出了一个八卦 再画一个八卦 每个卦象都写上了 相对于的字 再靠着口诀慢慢推演着 何图先天八卦 你要推演什么 不会像袁天刚 和李淳峰他们一样吧 见我有词等本事 叶玲珑不禁有些惊讶 推演出未来 这可是极其大的能耐 我摇了摇头 我的先天八卦 还没到这种境界 还差得远 但应该也可以 推算出一些东西了 也学了一段时间 推算什么 推算怎么逃生吗 还是怎么解决 眼前的事情最好 我还是摇了摇头 也没有到那个地步 先天八卦极其复杂 以我的年龄 远远达不到那个地步 就算天赋好 我要推算出 那个家伙住呢 那家伙是阴山派的 可是阴山派 一直只是个传说 鬼知道他在哪里 而且时间紧急 根本没有时间 去慢慢找 所以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用先天八卦去推演 学习先天八卦 也有段时间了 不说很厉害 推演出一个人的位置 应该还是可以的 第二天午时 我终于满头大汗地 喊了一句 出来了 从白天到黑夜 差不多推演了12个小时 几乎用尽了我所有的本事 先天八卦果然复杂 鬼燕山 黑木崖 这个地方离京都挺远的 算是深山老林 但也算有点名气 以前跟鬼子打仗的时候 那边死过不少人 那种山崖没什么人去 听说闹鬼 而且风景一般 想做风景区也不行 现在几乎是无人区 以前听说赶世人会走那种路 但活人基本上是进行的 前几年听说 有人故意进去自杀 但却被鬼下跑出来了 有点搞笑 不知道是想真死还是假死 后面再也没有人进去过了 那个家伙居然会躲在黑木崖 可藏的真身 不过那种地方确实适合修炼 这时候茅草屋已经没人了 叶玲珑怕我连累他 早已经离去 可是那些人一时之间 也找不到我的所在 没想到才一夜之间 我就跟逃犯一样了 甚至我都没有时间去搞清楚 为什么我是打开昆仑山的钥匙 我不会成为任何人的工具 昆仑山我会自己上去 想跟我喝汤的 只能成为我的工具 不然你连屎都吃不到 九爷 开车过来 我给你发地址 我给朱老九打了个电话 朱老九连忙回道 有些慌张 小哥 现在乱得很 京都所有有势力的家族和门派 都在搜刮你 店都差点让人砸了 我接你去哪里 如果你躲得了 还是暂时别出来吧 朱老九的话绝对没有夸张 而且这很正常 现在整个京都都在抢我 怕我落到了别人的手上 没事 开车来 动作要快 我已经打定了主意 将所有人都引上黑木牙 现在的局面 对于我来说是死局 苏婷的不管不问 属于直接放弃了我 整个京都 有多少恐怖的势力 凭我一个人 如何对抗 朱老九见我心意已决 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挂了电话就来了 上车 快点 朱老九将车停靠在门前 然后对我大声喊道 我猜已经有人跟来了 我没有把握 完全甩掉整个京都的势力 我二话不说 直接上了车 朱老九急急不解地问道 去哪 为什么这时候让我来 有些事情不用想都知道 朱老九肯定被人监控着 这时候 让他来绝对不是明智的选择 一向精明的我 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 朱老九不太理解 你别管 去鬼燕山 黑木牙 我没有跟朱老九过多解释 要他来 就是为了让他 将人一波一波地隐碍 黑木牙 那地方不是闹鬼凶的很吗 我姥姥以前去那边砍柴 都不敢上去 只敢在山底下 山上面黑压压的一片鬼 能让人吓得腿麻 砍完柴都要烧纸钱 不然回家就得生病 你去那也没用啊 他们又不怕鬼 朱老九疑惑更重了 但我没法跟他解释 让他别问这么多 赶紧开车 越快越好 朱老九只能点了点头 然后一脚油门轰的一声 跟飞出去一样 直接朝着黑木牙开去 车子飞驰着 一开始还好 但没多久 就感觉有什么东西跟着了 而且越来越多 朱老九有点手心冒汗 说有点不对劲 车子里面也越来越冷了 寒气不停入侵 跟大冬天似的 而且 车顶不停有黑影落下 好像都快要站满了 没事 你专心开车 说完以后 我直接掏出了佛印 然后放到了车顶 一秒不到 仿佛有佛印出现 一切不舒服的东西 和鬼影全部消失了 朱老九也恢复了状态 这佛印的威力 不比之前的舍利子弱 这些鹰人不可能 第一时间追得上来 只能派斜碎干扰 朱老九这车速 很快就能到了 就是开得有点好羊兽 我怕没去到就翻车了 朱老九怒了 直接掀开那只眼睛骂道 一群狗崽子 老子跟你们拼了 今天谁来都追不上我 一脚加速 吓得我魂都没了 有种下车投降的感觉 当个工具人 至少不用死 到了六点的时候 刚刚好开到了鬼燕山 这里极其偏僻 而且还有乌鸦 从头顶飞过 太阳下山后 阴风阵阵的 这种山方圆 几里都没有人住 而且交通也不方便 树木倒是很茂盛 密密麻麻的 有一种排兵列阵的既视感 山的另一面 有一个山崖 叫黑木崖 听说跟西游记里的 水帘洞有点像 但那崖听说 活物靠近会马上死亡 崖底全是动物尸体 不知道是真是假 不过没有那么玄乎 如果是真的 可能是有毒气 所以靠近的活物都死了 下车后 朱老九想陪我进去 说太危险了 我看了一眼 后面家带着杀气的阴风 顿时将它打发走了 前有狼 后有虎 这一次比翼王每一次都惊险 绝对不能让朱老九卷进来 他一把年纪了 而且实力也不强 就算是周浩 我也不敢让他卷起来 因为太危险 而且不是他可以摆平的 京都人杰地灵 众多势力齐聚一堂 已经算半个江湖了 我冲了进去 然后向山上爬 这时候已经有人在追了 第一个出现的不是人 而是一条蛇 我认得它是蛇线 那黑衣斗篷下 是一张满是蛇灵的阴森白脸 切儿输了吗 不可能 女娲后人 怎么会输给一个民间也嫌 接着就是一个又一个的人影了 人头涌动 我也没时间数 更没时间去打量这些人 我拼命地往上爬 希望可以快速地到达黑木崖 那个家伙 就在里面 我不是什么娇生惯养的家伙 爬山对我来说难度不高 而且西武身体强壮 又有人亡谷 征服一座高山 根本不在话下 没多久 我就翻过了这座高山 然后看到了传说中的黑木崖 这一回 到我来找你了 苏阳 黑木崖极其高 而且还壮观 有一股迷雾掩盖在上面 但不像仙境 也不像西游记里的我水莲洞 而是阴森森的 有点像鬼玉 普通人来看了 估计吓都得吓死 别说围观了 黑木崖有很多山洞 鼠都鼠不清 但很显 下面有阴风吹起来 有没有尸体我不知道 但是树枝 山洞口 都有骷髅头 白骨 动物的尸体 看着跟恐怖片一样 极其惊恐 从鬼燕山绕过去 很快就到了黑木崖 往下看的时候 什么都看不清 因为有物 往下有很多山洞 密密麻麻 鼠都不鼠不清 大 大小小 形状各异 有些跟人的头颅一样 有些像嘴巴 张大着的嘴巴 我随便找个山洞 就钻进去了 这山洞不大 但也能勉强容一个人 进去以后 我才发里面一堆尸骨 不过山洞不臭 风呜呜往里面的吹 我看白骨后面还有空间 推开白骨以后 发现这个山洞 还可以继续往里走的 好像很深 但我不走了 因为这些死人 都是死在这外面的 这说明里面有危险 不然他们不会出来外面 还有就是 这个位置 我可以抬头出去 看到外面的一些情况 这是最隐秘的一个山洞了 是我精挑细选的 接下来就看自己的运气了 蛇仙虽然是第一个追上来的 但也没有快多少 陆陆续续的 不知道来了多少人 反正黑木崖上都站满了人 都是来找我这个钥匙的 给我搜 就算把这个黑木崖绝地三尺 也要把那小子挖出来 一句句高喊在黑木崖传开 好像鹰人大军一样 将这个地方包围了 他们用出了各自的秘法 开始地毯式地搜索我 蛇仙张口一吐 立刻吐出了无数的小蛇 然后一个山洞 一个山洞地找 千面如来双手一挥 无数张面具飞了出去 然后跟有自己意识一样 也开始到处找我 这群家伙搜山 估计不用十分钟我 就得被发现 一个比一个猛 千面如来 因为周元的事情 跟我翻脸了 现在有好处 又想过来奋一杯羹 真是搞笑 我能从了他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一声一声诡异的笑声 荡漾了开来 无比邪魅 甚至耳膜爆裂 跪在地上痛不欲生 不要装神弄鬼 出来 一个满脸胡子的白衣老者 打出了一张黄服 黄服如雷霆一样 轰向了一个山洞 山洞炸了开来 但有一个老太婆 拄着拐杖 毫发无损地慢慢走出 她涂着诡异的双腮红 白唇白额头 跟个鬼一样 满头白发 一脸的阴森 拐杖也是骷髅头做的杖头 杖身全是鬼闻 扶着黑色的光芒 你们这是作甚啊 我黑木芽 什么时候可以不请自来了 老太婆说着 哥哥地笑了起来 一口老牙极其恐怖 甚至我感觉 她的牙齿有虫子在爬 身上的阴气比鬼都重 你是何人 京都来了这么多人 居然没有一个人 认识这个老太婆 我也很奇怪 怎么会是她出来 失算了吗 殷山派 吃美婆婆 老太婆说着 又是哥哥笑了两声 笑得人冷汗直流 好像招魂一样 那些人都不敢靠近她 人越邪越危险 自然起了十万分的警惕心 听见是殷山派 小得没有什么感觉 毕竟一个荒山野岭的门派 不值一提 而且 好像也没有听过什么殷山派 可那些大的 或者上了年纪的 全都脸色一变 我乃京都业家 业葬 只是来找个人 并没有打扰的意思 刚才那个白衣老人 突然恭敬了起来 还拱手作一 不知道是不是仙礼后兵 还是害怕 不认识什么狗屁业家 滚 赶在这里撒眼 一个字 死 痴妹婆婆说着 剁了一下拐杖 顿时感觉整个黑木崖 都震了三阵 极其可怕 老太婆 你嚣张什么 不是我敬老 我早剁了你了 我们这么多人 还怕你一个不成 我们爱搜就搜 谁规定黑木崖是你家的了 这时候 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小伙 提着桃木剑骂了两句 根本不服痴妹婆婆 知道我是谁吗 京都堂家 去查一下我们家族的势力 秦朝就开始的方式家族 你给我提鞋都不配 这小伙子一脸傲娇 根本看不起一个老太婆 荒娇野岭的门派 不值一提 可痴妹婆婆还没有动手 突然那个小子就人头落地了 无数道黑线穿过了他的身体 甚至控制着他无头的尸体 跳起了诡异的舞 傀儡鬼术 大家小心一点 夜葬突然喊道 然后后退了几步 其他人也跟着缩了一缩 看着那满身鲜血 无头的尸体 跳起了诡异舞蹈 极其惊悚 谁 不要藏头鹿 出来 前面如来顺着线看去 但依然无法触及到黑线的源头 太多了 根本理不清 可那个暗中的人还是出来了 是个年轻的女人 大概二十岁左右 一头青丝 穿着白色的长裙 看上去极其优美 但阴森得有点像女鬼 她脸色蜡白 跟电视里的女鬼一样 她手中只拽着一根线 但却有无数根线 纵横交错在空中 数不胜数 那宛如黑夜中的镰刀 可以随时收割他们的人头 线不在她手上 她控制的是鬼 而那数不胜数的黑线 是许多鬼在控制 蛇仙幽绿色的眼珠子 转了几圈 仿佛看透了一切 厉害 厉害啊 女人鼓着掌 露出了迷人的笑容 可越迷人的笑容 越危险 不愧是野仙 但黑木崖这个地方 就算如来佛祖来了 也得经过我们同意 女人大言不惭 语言冰冷 仿佛根本看不起在座的各位 跟那家伙极其地像 好狂的口气 你又是谁 狂 女人突然挥动手中的线 线在生线 一瞬之间 有数十颗人头 滚落了山崖 还有一部分人 开始自相残杀 因为被线控制了 阴山派 赵梦彤 这箱有礼了 各位尸体们 嘿嘿 诡异的笑声 仿佛真一样 刺在了各位心头上 没想到阴山派 还有其他人啊 她果然说的没错 阴山派只收精英 不收垃圾 这女人和老太婆 好厉害的样子 可精度来的高手不少 凭她们两个 好像镇不住场子 这时候 一黑衣人腾空而起 一把通体浮温的剑 发出寒光 皇甫点燃天空 剑影无双 只听见几阵呼声 黑衣人立刻被斩断了一半 落地后 黑衣人紧紧了蒙面金 我的鬼剑 可斩黄泉 别说你一个小丫头了 交出那小子 不然今晚灭了你们阴山派 灭了我们阴山派 凭你们吗 赵梦同手一收 又有十几颗人头 往山崖底下滚 蟹剑四方 一言不合就打了起来 我是屠狗 这种剧情我爱看 打猛一点 敬酒不喝喝罚酒 精度能人如此多 还没轮得到你们两个 再次撒野 鬼剑再次扬起 仿佛有一把巨大的影刃 浮现在了天空 火炎形成了一道符咒 横在空中 瞬间将所有线斩断了 剑影满空 何其壮观 此时十八副棺材 从天而降 将痴妹婆婆团团围住 棺中仙的棺材 发出红光 如同阵法般 老太婆 这些棺材 你选一副吧 一副棺材中 木乃伊伸出了头 好像不死的怪物 痴妹婆婆冷笑一声道 我睡棺材的时候 你估计还在穿尿布 痴妹婆婆拐杖一阵 顿时一道鬼气 如鹰波一样荡漾了出来 瞬间将十八副棺材扫飞 鬼气生成一圈又一圈的鬼火 将棺中先从棺材里面逼了出来 欠 死老太婆 有点本事 满身绷带的棺中仙 如蛤蟆一样 趴在山崖上 棺材被击飞 但他人没事 不过他完全不是这个老太婆的对手 樱山派这种邪门歪道 也敢在我们名门正派面前放肆 突然一道黑影落下 五雷正法当头朝着痴妹婆婆轰了下来 痴妹婆婆拐杖一挡 可却被击退了十几步 雷法极其刚猛 符指都化成灰了 但雷法依然不灭 一个穿着道袍的老者 屹立在山崖顶上傲视群雄 不屑一顾 道门的老祖宗都来了吗 这回闹好大呀 这家伙 听说有108岁了 痴妹婆婆虽然吃别了 但依然毫无畏惧 笑脸盈盈地说道 道门老祖宗林业吗 可真稀奇了 你都闭关了二十几年 居然会来黑木崖 别废话 交出那小子 他来这里后消失的 不然我涂光阴山派满门 林业根本没把痴妹婆婆放在眼里 可见她的实力有多么恐怖 林业 我们先来的 别以为辈分高就可以仗势欺人 业葬虽然年纪也大 但是比108岁的自然要年轻不少 他皇服化为金剑 直接展向了痴妹婆婆 立刻披散了痴妹婆婆周围的鬼气 皇服爆破 轰的一声 直接将痴妹婆婆逼得跳到了别处 业葬这个老家伙 虽然实力极其高超 但刚才一直没出手想捡漏 可林业一出来 他就不淡定了 墙中自有墙中手 一山还有一山高 道门最强者出来 那要是就要被他夺走了 叶家也不小 怎能甘心 所以 必须先下手为强 哼 灭我们阴山派 可真有趣啊 你们 痴妹婆婆说着 居然冷笑了起来 众人急急不解 以他现在的状况 还能笑得出来 阴山派就两人 林业和叶葬 就可以搞定他们 更别提还有众多高手 等死了 还在笑 不知所谓 打扰大师兄修炼 会死到 我劝你们 还是早点走为好 不然就会死得很惨哦 赵梦彤阴森森地说着 然后看向了中间 那个最大的山洞 什么大师兄 这女人是被吓傻了吗 这时候 所有人都循着 赵梦彤的眼光看去 在那一刻 不知道为什么 所有人都毛骨悚然 有一种恐怖的死亡感觉 蒙上了心头 难道还有高手吗 叶葬和林业 一起看向了那个山洞门口 然后皱了下眉头 此时观中 仙突然冲向了 那个山洞门口 说不定 那小子就被藏在山洞里面 女人 你的眼神出卖了你 可就在此时 突然山洞里面的石头 飞了出来 然后砸向了观中仙 观中仙反应也很迅速 立刻一拳 就将巨大的石头 给打爆了 瞬间碎石滚落了下去 轰隆隆地想着 何人 出来 观中仙对着 黑乎乎的洞口大喝着 里面仿佛有一只会 吃人不吐骨头的猛兽 此时 里面响起一阵 长眠的脚步声 一下一下又一下地 敲击在每个人的心头 照梦桐和痴妹婆婆 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几秒后 一张脸浮出在大家面前 穿着黑衣的男子 脸庞俊美 可是却多了一股 阴森可怕的感觉 是他 果然是他 他出来了 昆仑山的钥匙 总算出来了 一声声呐喊和惊呼 立刻传遍了整个黑木牙 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 因为他们 找了一天 总算找到我了 哈哈 观中仙大笑了起来 虽然看不见她的脸 但能让人感受 得到她心中的兴奋 我赌对了 我就说 那个女人突然看向这个山洞 心里铁定有鬼 昆仑山的钥匙 是我观中仙的了 观中仙立刻扑向了她 身上的绷带 好像无线的一样 全部伸展出去 然后想将她捆住带走 密密麻麻的绷带 铺天盖地 速度还极其快 其他人想抢在她前面都不可能 因为她率先第一个冲了过来 小子 跟我走吧 不然留在这里 你只会跟整个江湖为敌 可刚刚出来的男人 突然举起了拳头 然后一拳打在了观中仙的脸上 速度之快 无人能看见 力量之刚猛 让林烨这个活了一百岁以上的老头 都为之震惊 观中仙的脑袋 立刻旋转了三圈 然后脸 停在背后的方向 她站在那里 再也没有声音了 男人焚起一阵鬼火 瞬间将所有绷带烧成了灰 哐当一声 绷带下只裹着一具白骨 所谓的观中仙 连血肉都没有 死的时候应该没什么痛苦 因为都不知道自己死了 太快 什么江湖 我就是江湖 不愧是长得像我的男人 说话这么狂妄 爱了爱了 快给我打死他 这个龟孙 一个京都的人 全门派 全家族 你们要杀不死他 老子取笑你们一辈子 好狂妄的小子 居然敢说出这般话 不知天高地厚 林烨扶袖一下 立刻手中多出了一抹浮尘 刚才虽然苏扬秒杀了观中仙 但以他的实力 也未曾将观中 献这种小鳖三放在眼里 这小子如此年轻 有这般实力 着实让人吃惊 但也未到一个人 代表一个江湖的地步 林烨作为道门的老祖宗 自然不服 甚至想要快速降服苏扬 将他带回去 这般年纪的人 对女人 金钱 权利这些东西 已经没有多大兴趣了 唯一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走仙徒 长寿或者长生 昆仑神山 或许就有指引他的东西 所以 打开昆仑山的钥匙 他志在必得 浮尘一怒 立刻扫开了周围的鬼气 一道清风 甚至将苏扬的鬼火 都吹得呼呼作响 林烨左手开绝 咒鸣电起 五雷正法 轰然而出 哼 老东西 多活几年不好吗 非得自寻死落 苏扬邪媚一笑 一拳轰了出去 一声闷响 周围天崩地裂 鬼气如天雾般散开 不开云雾 一轮红月突然出现 高高挂在当空 风云变色 天地浑然造邪 仿佛陷入了永恒的鬼道一般 这家伙 已经无限接近鬼仙了 好强大的鬼术 旁边的夜葬有些惊讶 不是他看不起苏扬 只是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 就算你从娘胎练起 也绝对练不出这样的造化 鬼仙虽然算是仙中比较低级的 可也不是那么容易练的 而且眼前的这个男人 一身邪气 仿佛魔道降临一样 怪不得他能打开昆仑山 这样的实力 世间罕有 再给他几年时间 有可能就是第二个阴山老祖 夜葬比较年长 道衡也绝不是关中仙能比的 一眼就能看出苏扬的恐怖之处 他没有说错 这个家伙 比之前强了很多很多 修炼了大概一个月左右 居然会有这般进步 毫无疑问 他的天赋 远远在我之上 我如果是万中无一的天才 那他就是神才 这样的修炼天赋 太恐怖了 夜家子弟听令 这个小子 我们一定要拿下 绝不可让他落入他人之手 夜葬说出了一句 让我惊讶的话来 这是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吗 他会吃光你们的 贪婪的人类 战斗一触即发 道门最强的老祖宗 和苏扬打了起来 痴妹婆婆和赵梦桐 也立刻加入战斗 黑木牙瞬间变成了屠宰场 血流成河 所有想靠近苏扬的人 都被他一口鬼气 变成了白骨 他犹如恶鬼一样 吸食血肉 让人看后不寒而栗 哈哈痛快 你们一起上 苏扬撕开衣服 身上露出了九条恐怖的黑龙 黑龙的身上绑着铁链 连接的另一端 是一幅棺材 九龙拉关 这家伙 林叶扶尘一甩 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有些不淡定了 刚才的交手 可能他还没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可这一回 他的脸色彻底变了 夜葬也吓得后退了几步 煞气从九条黑龙中喷出 棺材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映照在了血月中 本来乌云密布的 可这时候黑木崖之上 却突然变成了血云盖底 万鬼悲鸣 黑木崖瞬间如坠地狱 卧槽 我不去昆仑山了 我恐高 千面如来见识不对 急忙溜了 这阵势下退了不少人 这哪还是人 这不是降临人间的火炎王吗 此等鬼术 实力弱一点的 见到都腿软 这家伙就插一道门 越过那道门 就能成为鬼仙了 千面如来还算好的 毕竟实力不算太弱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逃走的 有些被抽干了灵魂 有些瞬间成为了白骨肉渣 血月好像一张深渊巨口 吞噬着他们的生命 林老头 我看现在不是内讧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联手 恐怕都要折在这里 业葬居然也感到害怕了 京都各大名门 风水界的佼佼者 全都害怕了 没想到 这个能打开昆仑山钥匙的小子 会这么厉害 这已经超出价值本身了 因为要得到他 可能会付出极其恐怖的代价 甚至还不知道能不能赢 废话少说 现在已经不是要是不要事的事了 是京都颜面的事 如果我们都折在这里 那明天 我们京都就会整个江湖的笑话 各大家族 各大门派 都会永远成为笑柄 我林业丢不起这个人 都给我上 即使 杀了他 林业犹如传音一样 将声音送到了每个人的耳朵里 他说的确实没错 现在颜面似乎更加重要 说了 可能为天下人所耻笑 说什么京都人节地灵 强者灵力 到时候 莫不是闹了一个大笑话 他林业今年一百多岁了 他丢不起这个脸 更加不想晚节不保 一起上就一起上吧 怎么也比输了好 众人齐声呐喊 不再分帮结派 而是齐心协力了起来 战局和气势 跟刚才完全不一样了 赵孟童和痴妹婆婆 倒是陷入了苦战 哼 想通了吗 有意思 苏杨舔了舔嘴唇 衣服还没开始玩的样子 他慢慢解开了手套 然后说道 你们退下 我一个人陪他们玩 尝尽白血 方可成王 献祭给鬼神的东西 今天够多了 赵孟童和痴妹婆婆 瞬间消失了 因为他们 没有留下来的必要 哈哈 来吧 你们这些垃圾 苏杨服而仰头大笑 仿佛一个疯子 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周围的阴风冷的 响腊月寒冬 血月在滴血 吼的一声 我好像听到了九声龙吟 大地鬼影重重 好像无数的恶鬼 冒了出来一样 他们在欢呼 在迎接他们的王 鬼道之力 可通日月 仿佛天地都变浑浊了一样 邪气一出 在每个人的心头上 蒙上了一层恐惧的阴影 这才是真正的鬼 一只真正的恶鬼 画面太血腥了 我根本不敢看 我从小就胆子小 差点就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久久不敢看 无数的哀嚎响起 血流成河 惨叫一声鼻翼声响 幸亏有灵液和夜葬在 不然死得更多 倒映如雷霆一样 将无数的鬼气和煞气扫开 夜葬也不是省油的灯 居然用出了九龙绳火柱 他想将苏阳给封印住 看得正起劲呢 突然有一个人在后面 拍了一下我的屁股 别闹 一边去 别影响我吃瓜观战 我下意识地说道 等等 这个山洞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吗 哪来的 意识到这个的时候 我突然扭动了一下 僵硬的脖子 然后回头一看 但却看到了一个 穿着小裙子的小女孩 大概五六岁的样子 盘着乌黑的头发 像个小公主 嘴里叼着一个小奶瓶 极其可爱 但有一样东西 很不符合他的身份 他肩上扛着一个大锤 而且这个锤 是特么金色的 这起码有两百斤 这样子看上去 像个蔡文姬 但这锤往肩上一扛 那就有点钟无厌的造型了 小孩 你干啥 你从哪里来的 我看了一下 后面延伸的山洞 还有那对白骨 立刻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那后面洞里存在的危险 不会就是这个蔡文姬吧 嘿嘿 大师兄 我找到你了 捉迷藏我可找了你一个月 小女孩可爱地舔了舔嘴唇 一脸的坏笑 然后放下了肩膀上的大锤 轰的一声 这个山洞 好像都要坍塌了一样 极其恐怖 摇了三摇才停下来 这重量 你说没有五百斤 我都不信 两百斤绝对不足以 撼动一个山洞 这黑木崖也不小了 等等 大师兄 莫非 他把我认成了 那个家伙 说了吃我一锤 这是你说的 嘿嘿 大师兄 你准备好了吗 小女孩说完后 还往手里吐了两口兔沫 一副兴奋的样子 我 这一锤下去 神仙也得给砸出屎来 五百斤以上的金锤 谁吃得消 小孩 你可别乱来 我不是你大师兄 你冷静一点 冷静 哄 一股进风扑面来 洞口都瞬间变形了 碎石轰隆隆地往下面掉 但我没给它砸中 我直接躲开了 然后挂在了洞口边上 好险 这什么玩意儿 这是小孩吗 谁家几岁小孩 能举起五百斤的金锤 神经病吧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双毒辣的眼睛 好像被什么声响 吸引了 朝我这边看了过来 一下子就看到了我 是蛇仙 糟糕 暴露了 干 这个蔡文姬真害人 小子 原来你在这里啊 我就说 你怎么可能突然变得 这么厉害了呢 蛇仙阴险一笑 画成了一条蛇 慢慢缠着树枝 一点一点朝我这边过来了 刚才的战争 他一直在观战 压根没有插手 所以才有闲情注意到了我 真是个老六 我呸 我连忙再次爬了上去 糟糕 蛇仙追上来了 我不得不往后跑了 这个山洞后面有延伸的 大师兄 你耍赖 你躲了 小孩嘟了嘟嘴 有些生气 眉头皱成了大人模样 明显不服气 拿来吧你 你的蔡文姬害人惊 我二话不多 抢了他的奶瓶 就走 让你砸我 这五百斤的金锤 我不躲我还有命吧 我钻入了后面的洞口 然后一路跑 空间虽然不大 但也足够容得下一个人 就是要攻着身子 不能站直 也不能抬头 有点矮 哇 大师兄是坏蛋 抢我奶瓶 给我还回来 小孩哇一声就哭了出来 但哭归哭 拎着大铁锤就追了上来 速度也丝毫不慢 而且他身形小 这地方活动比我灵活 在身后紧追不舍 跑了大概三分钟 突然洞就大了起来 而且通向了黑木崖的另一边 怪不得这个小孩可以过来 但另一边是悬崖峭壁 根本走不出去 只能向上爬 比另外一边的山洞 更加凶险 这时候 一个巨大的舌头伸了出来 然后幻化成了黑袍男人 那张布满蛇灵的脸 苍白阴森 无论看多少次 都感觉很惊悚 他的皮囊也不好 但感觉比黄大仙这个侏儒 要好上一点 找到你了 素杨 心仇就恨 我们一起算 蛇仙悠悠地说道 他吐出了湿漉漉的舌头 卷着一把宝剑出来了 然后握在了手中 把你的手脚都砍断 然后做成人质 带上昆仑神山 帮我开门 蛇仙看着我 露出了阴森的笑容 仿佛外面的全是书家 只有他一个赢家一样 蔡文基干他 我等一下把奶瓶还给你 我反应很快 连忙对那个小孩说道 他含着手指还想了一下 最后奶萌奶萌地说道 好吧 小蛇 我要打你了哦 蛇仙还一直没有注意到 这个小不点 听他说话 才皱眉低头看了他一下 哪来的小屁孩 不过肉嫩鲜滑 随便给我补充一下元气吧 蛇仙对着小孩张大的嘴巴 想一口吞下 小孩的大锤 发出一阵金光 浮现出阵阵的符纹 然后一锤砸向了蛇仙的嘴巴 砰的一声 舌头直接被砸歪 身体给砸进了洞壁上 无数碎石落下 将其盖住 血染红了周围 我 把奶瓶还我 小孩伸出了肉嘟嘟的手 两只小脚鸭跳来跳去 仿佛有小儿多动症 鞋子也没穿 这小屁还不用问 也是阴山派的 应该是 将我当成了那个家伙 他手上的锤不但重 还有特殊效果 浮现的符纹 有点像古文 莫非是传说中的金光锤 给 我说话算话 我连忙将奶瓶扔回给他了 惹不起啊 惹不起啊 这菜文鸡贼恐怖 嘻嘻 我亲爱的奶瓶 小孩抱着吸了两口 笑得极其可爱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碎石爆裂 蛇仙爬了起来 将自己歪掉的嘴巴给扳正了 怎么都是蛇仙 自然不会那么容易 就挂掉 肉身也修行了几百年以上了 好厉害的小屁孩 但以为这样就能杀了我 你也太天真了 这一下居然没有把蛇仙重伤 可惜了 但是 你爬上来干什么 乖乖躺地上不好吗 你可真是自寻死路啊 就在我想让五野仙 少一个的时候 突然一个身影爬了进来 跟壁虎一样 身形矮小地落到了我们面前 黄大仙也来了吗 我皱起了眉头 这家伙什么时候来的黑木崖 而且还知道我在这里 这时候 蛇仙好像突然意识到了 什么事的 冷眼看向了黄大仙 你跟踪我 什么跟踪不跟踪的 嘿嘿 我们的目标不是一样的吗 黄大仙舔了舔舌头 然后看向了我 很明显 这家伙也想拿我当工具 一下子对付两个野仙吗 好像有点费劲 不过他们未必能和 让他们两虎相争就行 苏杨 跟我走 只要我们合作 昆仑神山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了 语言我立刻还给你 怎么样 黄大仙巧舌如黄 并没有直接动手 而是先给我画饼 果然黄鼠狼天生狡猾啊 我看向了黄大仙 突然露出了一个暗笑 好啊 正有此意 王天骑是我兄弟 我们合作 简直天作之和 昆仑神山是我们的了 蛇仙不淡定了 盗嘴的鸭子 怎么能让飞走 立刻一条巨大的蛇尾甩了过来 跟钢鞭一样 力大无穷 这周围的洞壁 立即多了一条痕迹 而且很深 黄大仙立刻躲开了 然后瞪向了蛇仙 你大爷 敢斗我手 同事也先 老子也不给你面子 哼 敢抢我的人 你是想成为我的口中餐吗 蛇仙阴冷地说道 眼神有杀意了 黄大仙敢抢走我 那利益冲突太大 蛇仙必然来真的 不跟黄大仙来个 你死我活都不行 黄哥 你先走 这蛇仙我来对付 万一我有什么三长两短 你托我尸体上去 昆仑山当钥匙吧 我立刻挡在黄大仙的面前 想独自对付蛇仙 胡冒 黄大仙猛然将我 拽向了洞口边 你现在身骄若贵 怎么能死 去找我干儿子 他在山下 一条烂蛇 算个屁 我还不放在眼里 想杀我 真是笑话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谢了黄哥 我急忙跳出山洞 然后向左攀爬 这是黑木崖的另外一面 而他们在那一面打 根本无法看到我 我直接爬走就行 然后行至鬼燕山脚下 借助王天祺离开这里 想独自成仙 你胃口可真大 就算是成仙 也是我仙 什么时候轮到你了 在无野仙中 最垃圾就是你了 蛇仙大骂 黄大仙勃然大怒 我最垃圾 你再说一次试试 你最垃圾 傻鸟玩意 干 法天向地 金蛇狂舞 哄 里面打得极其激烈 顿时山洞都贯穿了 腰气如云雾一样溢了出来 然后又穿一个洞 两个洞 三个 蛇尾贯穿了山岩 巨大的黄大仙身体 把山顶都拍碎了 我吓得爬得更快了 生怕自己遭到牵连 可不知道什么时候 那小孩居然也在我身边 他攀岩更当鞦韆一样 玩得不亦乐乎 而且是单手 另外一只手 还拿着大锤 大师兄 你今天怎么了 平时你不都用走的吗 小孩在我身边荡来荡去 丝毫不害怕掉下去 我往下看 都感觉毛骨悚然 虽然没有万丈高这么夸张 但起码有上千丈 这掉下去 估计得尸骨无存 谁人不怕 走 开玩笑的吧 在这悬崖峭壁上怎么走 我看着这可怕的悬崖峭壁 除非无视地心引力 不然怎么走 把牛顿杀了吗 可你平时就是用走的呀 小孩没有改口 而且还很坚定 算了 跟你个蔡文姬说不清楚 我先走了 我攀了一段时间后 急忙跳到了崖上 然后顺着崖身 往鬼燕山另一面奔去 只要下去 我就逃生了 管你们在这里杀的昏天暗地 但有一个棘手的事情 这小孩一直跟着我 敢都敢不走 我还不敢动粗 我怕他用金锤砸我 大师兄 你去哪里玩 快带上我 小孩嘻嘻笑着 可高兴了 跟小时候上街赶急一样 他不停吸着奶瓶 但感觉很快就见底了 可惜这里没有材料 不然我等一下 给他换成辣椒水 我说了 我不是你大师兄 你别跟着我了 一会的功夫 我已经过渡到鬼燕山这边了 而他们还在黑木崖 打得昏天暗地 行至山腰的时候 突然一股剑气袭来 寒光满霜 我仿佛被冰冻住了 然后耳边听到了一声鬼影 铿锵一声 腰刀随风而出 挡住了追杀而来的鬼剑 找到你了 苏家的长老 可真年轻啊 是那个蒙面鬼剑人 一把通体鬼服的剑极其厉害 但从来不露脸 不过看他眼神就知道 是一个极其厉害的高手 我就说 怎么跟换了一个人似的 原来压根就是两个人 在此攻后夺食了 因为你必定会从这里逃走 蒙面人说着 用剑指向了我的喉咙 身上的寒意冷若冰霜 跟我走 或者死在这里 你自己挑 我冷笑了一声 那要看看 是你的鬼剑厉害 还是我的腰刀厉害了 愿请教 我倒要看看 苏家的年轻长老 是什么水平 我这把剑斩鬼五百 披妖一百 但很少杀人 我还是希望你能跟我合作 以免有血光之灾 那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他的鬼剑确实厉害 之前斩断赵梦彤的线 几下就没了 实力甚至可以跟殷山派的人磕几下 但现在挡在我面前的人 他必须死 妖刀发出红光 正想发威 而他的鬼剑 则散发出跟鬼火一样的幽绿色光芒 有些诡异 一刀一剑正想交锋的时候 突然一道刀影快如闪电 肉眼根本无法看清 甚至来人的身影也是出现了 才知道是谁 等缓过来的时候 一把菜刀已经贯穿了蒙面人的脑袋 血流不止 柳西林 蒙面人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三个字 然后倒在地上 死得有些意外 给一把菜刀给秒了 虽然有偷袭的嫌疑 柳西林 他追上来了 柳西林的出现 让我万万没想到 这是最棘手的人 连这个蒙面人都被他给杀了 而且不费吹灰之力 他有多强 我至今无法知道 一直以来 我都没有见过他真正的实力 他拔出了菜刀 然后缓缓说道 跟我上昆仑山 我不会为难你 打开昆仑山 我就让你回去 保证你的安全 相比其他人 他温和了许多 甚至说话 也没有要逼我的意思 但是 我绝不会屈从任何人 还记得入住契约吗 我反问他 然后将腰刀回撬 没有跟他打的必要 因为打不过 只能耍嘴皮子了 柳西林愣了一下 突然沉默了 眉头紧锁 脸色沉了下去 入住契约 每一个月 要帮房东办一件事 不得违背 这个月 我好像还没有让你 帮我办过任何事 我开始向前走 这是在试探他 如果他拦我 那估计他要毁约了 但是我觉得他不会 我与他擦肩而过 他果然没有拦我 但当我走过去 背对他的时候 他突然说道 你逃得过初一 逃不了十五的 我对你没有恶意 我只想上昆仑山 找到摆脱试毒的办法 就算过了今天 我也可以依然找到你 那过了今天再说 我可以去 但对我自己想去 谁也不能要挟我 我说完后 快步逃去 他遵守约定 他没有追 漂亮 还好我机智 不但摆脱了蒙面人 也摆脱了柳西林 只要下到山下 我的好兄弟王天奇 在那等我 途中再没有人 只有那个小屁 还一直跟着我 怎么甩都甩不掉 他把我跟那家伙搞混了 大师兄 你去哪呀 要下山吗 小孩光着脚丫 突然跑到了我的前头 对对对 别烦我 等下给你买中靴膏吃 我连忙安抚他 他立刻眼睛 都变成了桃心的形状 直流口水 吓我一大跳 这特么是人吗 一路畅通无阻 直接到了山下 山下 有一排越野车 王天奇就在投车里面 他摘掉墨镜 把头伸了出来 然后喊道 等你好久了 我干爹呢 在黑木崖上面 跟人干架 叫我们先走 我回答道 那快上车 我干爹应该没事 我们走 王天奇挥了挥手 应该在这之前 也早跟黄大仙沟通好了 只要我愿意跟他们走 那就万事大吉了 我直接上了车 然后让王天奇的司机立刻走 此地不宜久留 那些家伙在黑木崖打得山崩地裂 我们不走 会被连累的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轰的一声 好像有什么重物压在了车顶 车顶好像要塌下来一样 车子根本发动不了 我连忙伸头出去看 发现是那小屁孩 他不重 可那几百斤的大金锤 可不是开玩笑的 压车顶上能吃得消吗 你干嘛 你给我下来 我立刻对他吆喝着 这死菜文鸡真害人 没套我们早走了 不是你说带我吃雪糕的吗 我晕车 坐车顶凉快 小孩嘻嘻说着 还激动地搓着大锤 期待着我给他买雪糕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几个身影飞了过来 轰轰一声众响 狠狠砸断了旁边的树木 落地后 那几个人已经成了 血肉模糊的烂人 身体没有一处好的 精气也已经被吸干 我突然有了不好的预感 完了 被这菜文鸡给害死了 果不其然 好多人都连滚带爬地 跌落在山脚下 几个衣衫褴褛的人 极其慌张 落于山脚树顶 定睛一看 是林叶和叶藏两个老头 其他的还有一些老头不认识 刚才也没有说过话 其中有两个中年人 已经断手断脚 不会吧 这么多人跟那家伙打 被打成这样 快开车 不然来不及了 我连忙喊道 好不容易才走到这里 不会走不了吧 可那司机不知道 是不是吓傻了 脚一直哆嗦着 油门都踩不利索 加上小孩 那么重压在车顶上 这车子压根没开出 十米就熄火了 傻鸟玩意 会不会开车 老子来 王天祺一脚 将他踢了出去 想要自己开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可是 一道鬼火从天而降 如波涛一样 瞬间炸裂 再荡漾开来 老板 走 突然几个黑影 护住王天祺 瞬间将他带走了 我踢开车门 然后也跳了出去 鬼火爆燃 将车子焚成了灰烬 小孩站在灰烬中 不停咳嗽着 吐出了一道又一道的黑烟 但他毫发无损 直接从头到脚 被烧成了黑色 一个身影走了出来 然后将他的小脚倒提而起 冷冷说道 小不点 你在这干什么 小孩喷出一口黑烟 然后到这眨了无数次眼睛 一 两个大师兄 此时 所有人的眼光 如千年寒冰一样 同时看向了我 带着无尽的杀意 排山倒海般 朝我压了过来 暴露了 一生之敌 蔡文姬啊 筹化了这么久 又给他害死了 这小屁 还是上天派过来 故意搞我的吧 怪不得 我说黑木崖 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人 原来是你小子搞的鬼 苏杨冷笑了一声 将小孩狠狠甩回了大山 只听见高空传来一声惨叫 小孩就消失了 大师兄 我恨你 他根本不管那小孩 而是一步一步向我逼近 身上的鬼气极其恐怖 皮肤上虽然有九龙拉关 但他浑身是血 已经被鲜血给全部遮盖住了 不知道他杀了多少人 但是身上的杀气 足以让风云变色 我不来找你 你倒来找上我了 不是我不遵守两年之约 而是你自寻死路 怪不得我不了 苏杨如恶魔一样冷笑着 跟那一张一模一样的脸 慢慢一步一步靠近我 仿佛我自己要杀了我自己一样 可我不怕 他没有那么容易杀我 因为我现在是打开昆仑山的钥匙 那边黑木崖 什么情况我不知道 但这里 已经剩不了几个人 灵液和液脏 看起来实力最强 但他们看上去情况并不太好 甚至液脏已经被打得浑身是伤 能活下来已经不错了 我才是昆仑山的钥匙 你们谁能护我离开这里 我就跟谁走 我大声喊道 此时此刻不得不这样了 我以为自己可以如鱼得水 但我失算了 而且失算得很严重 这些人不但不保我 却突然想杀我 因为有一层我没有算到 就是他们得不到的东西 别人也别想得到 只有毁了 才不会让某个人 或者某个家族突然崛起 这样会改变京都如今的实力格局 现在这种情况 他们已经不想再拼命保我 还不如毁了 小子 浩英的诡计 就是因为你 我们死了多少人 一百多岁的灵液 一下子就知道我耍了什么花招 人家不傻 不可能再为了保我 而对抗鬼仙苏养 那家伙实在是太强了 现在能活下来的人 基本上都是道横极其强的 但如果继续打下去 他们也会死 毁了他 一切都结束了 我不想再去昆仑山 但也不想让别人去 杀他 当给死去的人报仇 说完后 灵液娜断了一半的浮尘 突然朝我灰来 挤到金光银面来 清风如箭 力量极其恐怖 这样的人 被人追着打 不跟他交手 根本了解不到他的恐怖 道门的老祖宗 可不是吃素的 可是苏阳却突然抬脚 一声鬼吼 砰一声 直接将浮尘震了回去 无数的鬼火升起 如烈焰之主 我让你杀他了吗 你算什么东西 苏阳歪头一笑 仿佛这里所有人 都是他的猎物 谁都不能抢他的 可是夜葬却突然 从我背后出现偷袭 手中一把三尺长的七星宝剑 直接劈向了我的头颅 哼 我们杀谁轮不到你一个 歪门邪道的人同意 夜家死了这么多人 总有一个人要出来还 他必须死 夜葬这是公报私仇 知道已经无望得到我 所以必须杀了我 如果我落到苏阳的手上 以他现在的实力 在上一层楼 那以后必定是魔道成王 谁也不知道昆仑神山上面 具体有什么 移花皆末 突然一道黑光落下 然后盖住了我的身体 一眨眼的功夫 我就消失了 在睁眼的时候 我已经在另一辆车上 而刚才我的位置 已经变成了一块大石头 我跟石头换位了 哼 那块石头被爆了 连渣都不剩 夜葬手上的七星宝剑 极其恐怖 此时所有人都看向了王天奇 而他的手下 则收回了手绝 立马潜逃 哼 一群蝼蚁 我王天奇要的人 谁能抢走 我可是神 他吐出一口烟 将雪茄往外一扔 呼一声 车子跟飞一样冲了出去 不愧是我兄弟 装逼都那么有形 但在他面前装逼 我感觉并不太好 果不其然 前面的车窗只是晃了一下 砰的一声 立刻有一只大手 顶在了车头上 车子马上停了 无论轮子怎么咆哮 都无法前进任何一步 王天奇已经将油门踩到底了 哼 神 苏杨笑了 笑得极其阴森 连王天奇都害怕得直发抖 刚才还离得远 现在站面前压迫感 一下子就上来了 除了九尾狐 还没有哪个人 能把他吓到这个程度 来 来人 一群垃圾 去哪了 王天奇大喊着 声音都有点不利索了 结结巴巴的 此时立刻很多人一拥而上 甚至扑了过来 但没有用 苏杨一个手刀 一排排脑袋跟西瓜一样 带着血滚落了下来 鬼气呼啸而过 车上的玻璃 全部一一给震碎了 甚至刮伤了我们的脸 这家伙为什么跟你长得一样 为什么他这么厉害 好像 好像 好像地狱爬上来的恶鬼一样 王天奇下的乱喊乱叫 一时装逼一时爽 一直装逼火葬场 这回遇到对手了 让我看看 神死的时候 到底是什么表情 苏杨举起了拳头 鬼气如黑雾一样环绕 无数凄厉的鬼鸣声响起 直接朝着车子轰了过来 这一拳 足以毁天灭地 王天奇下的下意识 举起了双手阻挡 但这个根本没什么鸟用 绝望地在原地等死 可此时 一道刀光升起 铿锵一声 直接挡住了苏杨的拳头 是一把菜刀 但居然将苏杨的鬼气给破了 鬼火灭了三团 菜刀的寒气 将苏杨的拳头给冰冻了 刀刃口有白色的皱纹 他不能死 我必须上昆仑扇 柳希林看着苏杨 气势全部升了上来 他身上的所有菜刀都握住了 甚至一手握两把 仿佛要动真格一样 你拦不住我 射到人 苏杨冷冷说道 拳头一震 寒冰碎裂 但是菜刀依然拦住了苏杨的拳头 不让他前进 如果我解开尸毒 恐怕你也没有好果子吃 柳希林咬破手指 将血滴在菜刀上 立刻全部菜刀变成了红色 一道道煞气 映照在了苏杨的脸上 两人争锋相对 气势不停地在对抗着 周围的人都不敢动 但王天奇不一样 他跟贼似的突然将车倒退 然后侧打方向盘 走了另一边 神的求生欲 就是不一样 我愿称你为逃生大师 车子再次开走 但苏杨跟柳希林对峙着 暂时无法追上来 我松了一口气 王天奇比还害怕 已经浑身湿透了 脸色白得跟面粉一样 一点血色都没有 刚才差点就死了 这都是些什么玩意 好恐怖 下次再也不来京都了 王天奇一边擦着汗 一边说道 想起刚才的一切还心有余悸 不过我们快要出去鬼燕山了 只要我自己逃掉就行 以苏杨的性格 这些闯进黑木崖的人 可能会差不多死光 毕竟被人闯了秘密基地 他不会将这些人放走的 可是事情并不会由我想的那么简单 这时候有一个人追了上来 夜葬 这个白衣老头虽然狼狈不堪 但他居然不想放过我 车子在这种地方速度并不快 他追上来的瞬间 直接一箭劈开了整辆车 幸亏我逃得快 直接跳车了 但王天奇不知道是死是活 好像在破碎的车子里面 昏死了过去 头破血流 小子 今天夜家死了那么多人 我要让你用命来偿还 夜葬对我已经是仇恨了 他要杀了我 弱肉强食 死了就怨自己没本事 既然这样 那我就宰了你 京都夜家的名号 我不是没有听说过 在风水界也是赫赫有名的 虽然无法跟苏家比 但绝不是什么三流家族 甚至在生意方面 可以跟苏家旗鼓相当 经济可以 那就有资源 资源多的家族 绝不是闹肿 而且这个夜葬 已经是夜家长者级别的 能撑到现在没死 道横已经算非常高的了 可是他打了很久 受了不少伤 也耗费了不少体力 想追上来诛杀我 已经是痴人说梦 他出手极其毒辣 不愧是老人精 知道不能再打持久战 想要一剑秒了我 以免夜长梦多 可他太小看我了 七星宝剑发出寒芒 直刺向我的胸膛 但我的妖刀紫光大气 直接盖过了他的光芒 刀柄上的眼睛 好像活了一样 甚至想吞噬一切力量 刚刚得到了冥王的力量 如果在此之前 或许对付一个受伤的夜葬 还有点棘手 但他赶得不是时候 吭枪一声 七星宝剑直接断成了无数片 腰气如河流一样 瞬间将夜葬吞没 这妖刀 好恐怖 你一个风水师 用这么些的妖刀 夜葬很是惊讶 连忙回防 双手一斩 几张黄符如金剑一样展开 形成了一个盾牌 然后牢牢挡在前面 碰 一个佛印 好像画成了大手掌一样 直接将其黄符盾破碎 佛光四正四邪 梵音大起 周围的一切 好像都变了形 妖刀仿佛连空气 都斩断了一样 直接冲向了夜葬 得到冥王力量的两样法器 总算大显神威了 无天法印 夜葬眼睛瞪得比同龄还大 仿佛不敢相信 我手上的这个佛印会出现 但是生死存亡之际 他已经没有办法去理会这些东西 立刻收回心神 居然单手去接妖刀 他手上涂了很多咒语 鹤红色的蝌蚪纹 浮现了一阵阵红光 不知道是什么远古秘术 跟手套一样 护住了他的手 也就是因为这样 他才敢徒手夺我的妖刀 哄 夜葬实力绝对不低 他做到了 吸收了冥王力量的妖刀 被他单手给牵住了 可是他也付出了代价 有两根手指 被活活窃了下来 鲜血淋漓 而手上的蜜咒 直接消失了一半 如果不是我受伤 你小子根本没有任何机会 但尽管这样 你也不是我的对手 夜葬大喝一声 顺势左手一掌 打在了我的胸膛之上 无影无形 力大无穷 这一掌甚至震动我背后的树木 都断了一颗 哼 年轻人太依靠法器 只会忽视了自身 万丈高楼平地起 根基最重要 没有自身强悍的实力 法器被制住了 就只能等死 等着我倒下的夜葬 露出了胜利的笑容 胡子差点都翘了起来 嗯 你说什么 我低着的头颅 扬了起来 然后冷笑看着他 怎么可能 夜葬大为震惊 这一掌甚至能将你骨头都粉碎了 就算不死 也绝不可能没事 我六岁习武 今年八十七岁 长可贯透实柱 人肉之躯 又无鬼神之力 也能安然无恙 谁跟你说 我是人肉之躯了 什么 难道 夜葬仿佛意识到了什么 但已经晚了 右手抓住了我的腰刀 左手打在我的胸膛上 力没收回 现在的他 就跟个空壳子一样 根本无法防御 你说再太蠢了 在没有完全了解敌人之前 急功近利 轻敌近身 此乃大计 夜葬嗅到了死亡的味道 连忙使出浑身解数 不顾一切想要逃 甚至使出所有法力 冒着自毁根基的风险 毕竟生命最重要 但他已经落入了我的圈套里 还想逃 呵呵 怎么可能 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动不了 夜葬这么一大把岁数了 烂船也有三斤钉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使出所有力量 不可能连移动一步都做不到的 你低头看一下 我提醒他 夜葬从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脚下 这时候才幡然醒悟 低头发现了 自己的脚下有一个八卦 而他则站在八卦里面 什么时候画的 不可能 我居然一点发觉都没有 夜葬惊呼一声 整个人都是猛的 他根本想不到 从一开始到现在 我都在因他 早就用脚画好的八卦 千方百计地引诱 就是想将他引进这个八卦里面 不可能 八卦困不住我 除非 这是后天八卦 你小子 扮猪吃老虎 人亡谷 麒麟声 后天八卦阵 无天法印 明王妖刀 见人就跑 你才是最可怕的那个人 你比鬼仙那个还恐怖 夜葬好像明白了一切 但太晚了 转动的八卦 如一个流动的牢笼 紧紧捆住了他 他无法动弹 也无法逃脱 再见了 夜老 遗言不必说了 下去投个好胎吧 我捎个桥壁 螺下去 陪你 我突然伸出另外一只手 然后掐在了他的脖子上 他完全没法反抗 已经深陷 我的圈套之中 啪一声 我直接将他整根脖子 都扭断了 他嘴里哇哇地吐出血 然后身体一软 倒在了地上 以防万一 我捕了十几刀 直到腰刀吸不动为止 没意会他尸体都凉了 这种老家伙手段多 死后不捕刀 容易出问题 杀了他后 按照惯例 我连忙在他身上摸索了起来 这家伙 可能宝物和法器 刚才跟苏阳打都用光了 除了几张黄符 就还有一本书 其他的啥都没有了 九龙神火咒 我看着书名 然后念了出来 这难道是 夜家绝活吗 刚才他确实用过 威力还挺大 就是跟苏阳决战的时候 但可能耗费法力太多了 只能用一次 我想都没想 直接占为己有了 虽然偷别人家绝学损应得 但我已经损过不少应得了 不差这一点 就在这个时候 王天奇从破车下面爬了出来 然后抹了抹额头上的血 走 他跌跌撞撞地向我走来 想我扶他 然后一起出去 一起去昆仑山 我一拳打在了他的鼻梁上 立刻鼻血涌了出来 你永远是我好兄弟 但我不想拖累你 等下会有很多人追过来的 啪一声 王天奇跪在了地上 紧紧拽住我的裤脚 苏阳 我信号信号你信号吗 扑通一声 他再也撑不住 晕倒在地 王天奇倒下后 再也没有任何人跟着我了 我快步走出 而且 王天奇倒在夜葬的旁边 那这个杀人的嫌疑吗 嘻嘻嘻 鬼燕山的夜晚极其凉 好像鬼山 跑起来的时候 阴风阵阵 在我以为自己已经安全的时候 突然前面有七个黑影 我立刻止住了几步 这里荒芜人烟 不会有人三更半夜来这里的 能现在到这里的人 绝不是等闲之辈 更加不可能是普通人 现在已经在山口了 只要跑出去山口 那就可以直接离开鬼燕山 可这时候 突然出现七个黑影 不用问 很明显是有人故意 在外面等我的 至于是敌是友 不得而知 谁 黑暗中 我朝着那个方向喊了一声 然后眼神不停地 注视着那边的环境 听到我的声音 他们动了 但他们不是走过来的 而是跳 跟僵尸一样 而且身影有点熟悉 我突然想起来了 这不是方婷摆在酒店天台 那七具尸体吗 我之前 还经常做噩梦梦见他们 我本来不理解 为什么会梦见他们的 现在我明白了 这七具尸体 应该是方婷用来寻找 昆仑山钥匙的 但我就是昆仑山的钥匙 所以就梦到了他们 不是我跟他们有什么联系 而是他们在找我 那七具尸体跟僵尸一样 一直朝我跳来 不知道想干什么 方婷 你在吗 方婷 我竭力喊着 但没有人回应我 只有那七具尸体 诡异的蹦跳声 他们越来越近 头上蒙着的黑布 也没有拆下来 一个个穿着兽衣 默不作声地朝我跳来 气氛很邪乎 我拔出了腰刀 方婷有可能跟柳希林一样了 如果要发生争执 那我也只能跟她对抗 没有别的办法 尸体得由她控制 所以她一定在附近 喊她没有回应 已经是答案了 虽然只是房东跟租户的关系 但也算跟她出入生死过 我已经把她当朋友 可她如果铁了心要出手 我只能奉陪到底 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会屈从任何人 而且 她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区区七具尸体 根本无法对我造成任何困扰 尸体已经跳到了我的面前 然后一动不动 我手握腰刀 如果他们攻击 我的腰刀瞬间就可以 将他们的头一个个砍下来 可是他们没有攻击 而且这时候我才发现 他们七个 居然是扛着棺材而来的 石扛棺 什么路说 我只听说过鬼台棺 但从来没有听闻过尸台棺的 这时候 棺材盖居然自己滑落了下来 极其怪异 好像有什么人在背后操纵着一切 什么意思 要我进棺材吗 我皱起了眉头 久久无法做出决定 不管是谁见到这种情况 都会迟疑的 因为无法确定可靠性 相反 我还蒙上了另外一个想法 我想将他们的黑布全部掀起来 想看一下他们的样子 而且 这个想法极其强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思考了三秒后 我并没有这样做 因为我已经听到周围有响动了 也就是说 有人过来 危急关头 我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跳进了七具尸体 扛着的棺材里面 棺材盖 好像有什么东西控制一样 自动盖上了 虽然说 活人进棺材不吉利 但已经这个时候了 我也顾不了那么多 棺材摇摇晃晃地开始行动 很明显 外面的尸体 已经在抬着我走 虽然我不知道 他们会把我抬到什么地方 但是暂时不用管 先离开鬼烟山再说 途中的时候 我听到很多脚步声 但经过我身边就消失了 这说明 我的决策没有错 还有很多人过来或者离开 我经棺材躲避 是最明智的选择 就是不知道 他们会在哪里停下来 把我带到哪里去 我掏出了手机 然后打给了方婷 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想要一个说法 这丫头到底想怎么样 电话在棺材摇摇晃晃中通了 我立刻朝着 电话那头的方婷问道 你想把我带到哪里去 你人呢 电话那头传来了水声 好像是哗洒的声音 方婷的声音有些疑惑回道 什么想把你带到哪里 你在说什么 我人在家了呀 我在洗澡呢 洗澡 不会吧 搞什么飞机 尸体呢 那七具尸体 不是你控制的吗 说起这个 方婷就有点不高兴了 语气里有一点交集 别提了 七星连珠那晚 他们自己全跑了 什么昆仑山的钥匙啊 什么都没有 害我在天台白白吹了两天的风 气死我了 跑了 那七具尸体 在七星连珠的夜晚跑了 不可能 方婷别的不敢说 感尸技术还是不错的 怎么可能让那些尸体跑了 难道失变了 你可别骗我 以你的感尸技术 那些尸体不可能脱离控制乱跑 方婷哭笑不得 李确实是这么一个李 但那晚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可能七星连珠 让他们产生了异变 我当时根本控制不了他们 而且 他们直接从楼上跳下去跑了 眨眼就不见了身影 我找都没法找 说到这里 方婷又补了一句 还有 这七具尸体 我也不知道什么来头 师父给我找的 我都是按照师父的命令在行事 我对什么七星连珠 昆仑山 根本不感兴趣 师父 讲真祖吗 难道说 都是方婷的师父在搞鬼 一切都是 他在控制 你师父呢 我连忙对方婷问道 这我不知道 七星连珠后 我就联系不上他了 反正他一直都神龙剑 手不见尾 大部分都是他联系我 方婷有些无奈地回答道 看来这是跟方婷关系不大 是他师父在参与 但有什么目的我 暂时还不知道 讲真祖 僵尸的真祖 我还以为他是江城 结果不是 而且还是个女的 并且我觉得 他身上有很多秘密 这回 他又想搞什么鬼 想跟其他人一样 利用我打开昆仑山吗 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劲 而且 棺材已经抬出很远了 绝对远离了鬼燕山 是时候出去了 我不想一直待在棺材里面 这七具尸体 也极其邪门 可就在我用力推的时候 发现棺材盖纹丝不动 我心里咯噔了一声 糟糕了 出不去了 这棺材虽然不小 而且也能透气 但不管什么东西 只要变成牢笼的话 那就是致命的东西 现在我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出去 我双拳紧握 打算强行破关 应该可以将棺材盖打烂 就是躺在里面的时候 有些不太好发力 可我还没有动手 突然有一阵白烟吹了进来 我心里直呼糟糕 有毒 本来想躲进棺材逃避一下的 后面再破关而出 没想到当了老六半辈子 这回给别人阴了 这白烟极其厉害 我第一时间是尽量没有呼吸的 但还是中招了 而且作用发生得很快 五个树没到 我的意识已经开始慢慢消失了 但在最后的时刻 我把之前那些带回来的 红色小指人掏了出来 然后塞进怀里 并且对他们下了命令 在棺材打开的瞬间 他们会第一时间将我抬出去 还有一个红色的小指人 下了特殊命令 一旦棺材打开 他就会伤我一些皮肉 利用疼痛感将我唤醒 完成这些后 我已经撑不住了 直接失去了意识 好像打了麻醉一样 时间不知道过了多久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 我头非常晕 跟喝醉了酒一样 我睁开眼睛 缓了好久才恢复过来 那白烟不知道是什么药 副作用太大了 现在随便动一下 我都头晕目眩 天旋地转 可有一个好消息 我人没事 而且棺材太打开了 难道说 是那些红色小指人的功劳 不对 如果他们成功就出了我 那我就不应该在棺材里面 我手抓了一下 发现棺材里面有很多灰 心里马上明白 这些小指人 已经全部死了 都变成了灰 他们没有成功 已经被杀了 但为什么我还安然无恙 那人并不想伤害我吗 带着疑问 我爬出了棺材 可眼前的景象 让我大吃一惊 眼前的居然是微微的高山 极其壮观 一股股大自然的神秘气息扑面而来 仰望山顶 白雪哀哀 连绵的山峰如神秘的龙身 张牙舞爪 让人看来不禁发出感叹 更重要的是 这山好像有一股神奇的力量 在阻挡着外人进入 有些地带不停打着响雷 仿佛那是凡人进入的禁忌领域 我的脑海里 立刻浮现了四个字 昆仑神山 怎么回事 在棺材里睡了一觉 然后就到了昆仑山了 逗我呢 会瞬移吗 还是我这一觉 睡了十天半个月 我摸了一下肚子 不对啊 也没感觉 不可能睡了那么久 以京都的距离 到昆仑山百分百要十天半个月 不可能短时间内到来的 突然间 我好像想到了一件事情 然后看着远处山上的雪发呆 不对 这个天气和温度 穿短袖的 应该会很冷 但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这 是梦吗 还是幻觉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那山发出金光 一股圣洁之力 将我吸了进去 天旋地转 仿佛天地都在质变一样 我如灵体一般 随风飘荡 然后慢慢进入了山里面 山体裂开 我犹如钥匙 将整座山都打开了 这时候 我看见了那七具尸体 他们跟奴仆一样 分两排站立 并且 我也可以看见他们的脸了 方婷 全部都是方婷的样子 他们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但全是一张脸 长得跟方婷分毫不差 怎么回事 为什么方婷的师父 也跟方婷一模一样 同一张脸 就是年龄不一样 这七具尸体也是 他们跟方婷长得一模一样 他们就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脸色苍白 确确实实是死人 但站立的排场 好像在欢迎我回家一样 而且我走进来的时候 也真的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昆仑神山 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它的神秘 让我畏惧和恐慌 但又让我感到亲切 说不出来的感觉 因为极其难以形容 你们是谁 我朝这七具尸体问道 但很明显 死人是不会回答别人问题的 他们不但不会说话 连眼珠子都不会转一下 就跟木头一样 直直站立着 身上的兽衣依然诡异 但没有任何要攻击我的行为 出来 你到底是谁 又到底想怎么样 我朝周围大喊着 既然这七个是死人 那必然是有什么人 控制着他们的 幕后之人也该出来了 不消一会 果然有人出来了 是蒋真祖 但并不让我感到意外 之前跟方婷通话的时候 我已经怀疑是他了 可是 他的样子有点不太对劲 铜色是金色的 这不是一个正常人能有的眼睛 而且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他的眼睛也没有这些异常 还有 他的脸很多青筋凸起 极其不对劲 走路也不带喘气的 他根本就不是人 你不是方婷师傅 你到底是谁 我立刻察觉到不对劲了 而且七具尸体加上蒋真祖 全部都是一张脸 跟方婷一模一样的脸 要不是年龄 身高 性别 高矮的不一样 估计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蒋真祖看着我 呆滞地笑了起来 有些诡异 他伸展了双手 然后说道 欢迎回来啊 傅长生 这里可是你的家 我愣了一下 随即皱起了眉头 什么意思 我听不懂 听不懂吗 那你听好了 昆仑神山 是风水师祖师爷傅长生的故居 也就是他的家 你回来昆仑山 就是回家 所以 你是打开昆仑山的钥匙 你是唯一一个 可以打开昆仑山的人 这话极其震惊 但也让我恍然大悟 没想到傅长生就是 住在昆仑山的 而我是傅长生的转世 也就是说 我回昆仑山 相当于回家 怪不得我是昆仑山的钥匙 因为我 本来就是住这的 我可以随便进来 终于明白 我为什么是昆仑山的钥匙了 那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会知道这些 而且你应该控制了 蒋真祖的尸体了吧 身体或许是方婷师父的 但灵魂绝对不是 因为跟那天晚上见到的蒋真祖 根本不是一个人 我是谁 你终究还是将我忘了吗 傅长生 我就是独断万古 跨越无数时间长河 跳出六道之外 不在五行之中 不老不死不灭的江尸王 江尘 江尘 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打了一个寒颤 江尸王江尘 终于出现了吗 但他不是真身出现 而是控制了蒋真祖 不知道夺舍了还是怎么 你一个江尸王 还要控制凡人的具体出来吗 可真讯哦 我皱了下眉头 假装跟他对话 实则在想着怎么逃跑 但感觉跑的可能性非常小 因为我连真实和梦幻 都已经分不清 而且 如果他真是江尘的话 那以他的本事 我如何逃脱 他们就是我 我就是他们 包括方婷 整个敢试派的人 都是我 江尘说出的话 让我一脸猛逼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听说过昆仑胎吗 他们就是用我血肉 然后形成的昆仑胎生出来的 他们就是我 我就是他们 我可以随时控制他们的意识 也可以随时获得 他们的所有记忆 他们经历的所有事情 我都知道 牛屁 一个人创造了一个门派吗 也就是说 这七具尸体 也是方婷门派的人 而他们都是在昆仑山送出去的 他们无父无母 全是昆仑胎形成的 江尘用了自己的血肉 所以他们 全部都长一个样 明白了 虽然匪夷所思 但一切都明白了 而且我获得了一个信息 江尘就在昆仑山 也就是说 现在的一切都假的 都是虚幻的 如果我现在真在昆仑山 江尘就自己出来了 不会控制方婷的师父 讲真足 我相信 他会亲自出来 见我的 不对 是见傅长生 虽然至今为止 我都不知道 他跟傅长生 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还获得了一个疑问 那是不是上了方婷 就等于 把江尘给上了 他们是妇女的关系 还是说是共同体 关于方婷和他赶世门的谜团 我已经全部清楚 也终于明白 自己为什么是打开昆仑山的钥匙了 至于昆仑胎 我也是略有耳闻的 传说那是指在龙脉的源头 也就是俗话说的 极天地之灵气的地方 往往在岩石 冰川 树木之内 会自己寓意出一些奇怪的婴儿状的东西出来 这些在古籍里就叫做地生胎 据说经过万年的演化 有些地生胎就会成经 比如说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出世 在唐朝的一本文献里提到过 西汉末年 在昆仑山的巨型冰斗底下 当地藏民发现过一个巨型冰胎 大如山斗 五官已经具备 还是一个女婴 栩栩如生 于是地生胎就被叫做昆仑胎 后来还在那女婴的肚脐眼上修了个庙 叫做昆仑童子庙 风水学中 昆仑胎是天定的宝学 与人为推断出来的风水学位是不同 要找到一条龙脉中 可能生成昆仑胎的地方 是不可能的 只有等到昆仑胎开始形成 偶然被人发现 然后将胎型挖出 再把陵墓修建其中 这样的宝学是可遇不可求的 传说只有通天的人才有资格 历史唯一记载 埋在昆仑胎位里的人 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皇帝 昆仑胎是神定的胎位 地生的宝物 是大地灵气汇聚的地方 是最好的风水宝地 也就是说 昆仑胎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生 一种是死 生就是说 昆仑胎可以孕育生命 以天地之精华 形成胎生 化精而出 也就是江臣所说的这个 但它这个明显是加工的 它加入了自己的血肉 然后形成了生命 跟这个吸收天地日月精华的 自然相差甚远 能成为一个 人类已经算不错了 但即使是人 应该也不是普通人 毕竟是江臣之祖的血肉 有其基因 另外一种就是死 也就是作为墓穴的存在 昆仑胎 就是难得稀有的龙穴 而这种风水墓穴 极其含有 它是神定的胎位 要天选之人方可入葬 就这两种作用 既神秘又强大 此时明白了一切的 我突然问道 这里应该 不是真正的昆仑山 而你 把我带到这里来的目的是什么 这里又是什么境遇 对 你说的没错 这里的确不是真正的昆仑山 我算到 你近期将会回来昆仑山 七星连珠就是信号 所以我迫不及待地与你叙旧 也希望你能尽早地回到昆仑山 多少年了 我在昆仑山等你多少年了 该回家了 傅长生 我皱起了眉头 但我不是傅长生 我叫苏杨 我知道 江辰突然立声说道 然后摆了摆手 好像有点抗拒 甚至生气 你是谁根本不重要 但你 终究会是傅长生 你个蠢货 我祝你成仙 你却把机会给了一只畜生 你是唯一一个最有可能成仙的人 在时间的长河里 我是那么的孤独与寂寞 我寻仙十万载 只为能有一个可以陪伴我的人 可这个世界根本没有神 也没有仙 只有不断地轮回 只有生和死 除了诗 根本没有任何生物能永生不死 但是傅长生 你让我看到了希望 你可以成仙的 只有你 能超越生死 能跳脱六道轮回 能永久地陪伴我 我寻仙十万载 只为找寻一个不死的挚友 傅长生 只有你 只有你能成功 我不想在孤单寂寞的一个人 活在黑暗的时间长河里了 傅长生 回来吧 江辰越说越激动 仿佛狂暴了一样 周围的湿气极其恐怖 如暴跳的黑雷 这还是在虚幻的境遇里 如果是真实的世界 那这得有多恐怖啊 时期越来越浓 我已经透不过气来了 甚至感到窒息 这股死亡的气息 怎么回事 不是说是假的吗 江辰这么恐怖 可以在虚幻的境遇里 制造如此真实的死亡感觉吗 渐渐地 我再次昏死了过去 脑海里只有那一句话 反复地在脑中响起 回来吧 傅长生 我在昆仑山等你 黑暗 渐渐将我包围 我慢慢失去了意识 七具尸体跳了过来 低头看了我一下 然后将我抬起 不 我不去昆仑 我不去 突然间 我惊醒了过来 不知道为什么 做了一个很长长的噩梦 昆仑山有江城 瞬间感觉 那就是炼狱 我满头大汗地惊醒了过来 浑身都湿透了 但我醒来后 发现自己还是在棺材 而且突然就摸到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我外头一看 发现这尸体 居然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卧槽 一顿惊吓 立刻爬出了棺材 我还以为自己死了 现在是鬼魂状态 但看到尸体身上的衣服 还有那长发 我立刻想起来了 这不是傅长生吗 我连忙抬头看向周围 还有这棺材 干 这不是苏婷娜地下密室 我怎么会在这里呢 怪不得看见了傅长生的尸体 太邪门了 那七具尸体 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居然将我抬回到了苏家 而且还放到了苏婷房间 下面的地下室 这得有多牛屁 此时棺材里的红色小纸人 在跳动着 极其激动 好像在我我醒过来欢呼 我连忙将他们拿到了手上 一脸疑惑 他们不是化成灰了吗 怎么没死 难道说 之前的一切都是梦吗 我有点分不清了 脑袋极其重 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 去思考其他问题 只想赶紧从这里出去 如果苏婷发现我在这里 那我有十张嘴都说不清了 收好小纸人 我捏手捏脚地从门那边走去 幸亏来过一次 对这里还算有一点熟悉 可打开门的瞬间 我愣住了 外面站着苏婷 她好像刚刚要进来 然后我们就互相大眼瞪小眼 两个人都瞬间哑住了一样 她惊讶 而我慌张 你小子 怎么会在这里 苏婷终于开始质问我了 她缓过来也就几秒时间 但她确实惊讶 因为那晚她根本不让我进 我现在应该是在被捉拿中 怎么会出现在她的密室下呢 这时候 我的脑海里 闪过了无数个借口 然后随便说了一个 在这里躲一下追杀 不过分吧 我怎么也是苏婷的人 这话其实是话里有话 暗地里讽刺七星连珠 那晚苏婷出卖我 不让我进来 苏婷可不是她一个人的 别以为当了家主 就可以为所欲为 背叛孤亲 苏婷被我这句话 对得有些无语 因为她也没有想到我能回来 所以没有提前说好措辞 她本来想找借口问我一下的 但我这样一说 她就不敢做什么了 只是瞧了一眼 傅长生那边 确定尸体没有任何事后 她就淡淡地说道 滚 不要打扰我清修 这几天我都在修炼 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哼 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你特别能找一个 更烂一点的借口吗 以为这样说 我就不知道你把我卖了 如果那晚我能进苏甲 可能就不会死那么多人 现在黑木崖上面的尸体 应该可以叠成小山那么高了 尸骨遍地 状况极其激烈 不过我已经逃回来了 但苏甲不追究我的话 我也懒得跟她争辩了 因为争辩不出结果 而且万一吵起来 她动了杀心 我有可能翘无声息地死在这里 这个老家伙极其阴险 甚至我是昆仑山钥匙这件事 有可能都是她散播出去的 不然为什么只有几个人能算出来 可全京都都知道 我走了 平安地离开了那个地下室 苏甲也没有做什么 我回了自己的房间 然后呼呼大睡了起来 一睡就是一天一夜 人极其的疲惫 好像去搬了十天的砖一样 最重要的是 惊险会让人心累 仿佛在鬼门关走了一趟 如果不是我机智 估计已经成为某个家族 或者门派的工具人了吧 你好 我是首相备安三进 我没死 那全都是天皇的阴谋 请给我打8888元 帮助我付出 我以后封你做大官 我被一条诈骗短信吵醒 看得一笑后 疲惫得走去冰箱 拿了一瓶冰扩落喝了起来 然后静静看着窗外 感叹活着真好 就是因为这样 我更加坚定不去昆仑的决心了 我总感觉 那里隐藏着巨大的危险 我已经累了 而且这是还没完 如果苏扬杀光了 他们还好 但杀不光的话 恐怕还有人会来找我麻烦 唯一有希望活下来的人 就是那个盗门老祖宗林业 以他的本事 逃跑应该不成问题 还有柳西林 他也会再来找我麻烦 这可怎么办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苏家来客人了 苏婷真在修炼 所以是苏界接待的 而来的人是修罗 这家伙不回去战场 来这里干什么 而且这个时候来 不会是为了找我吧 果不其然 苏界将他带到了我的房间 看来苏婷已经告诉他我回来了 等等 修罗这个时候来 不会是苏婷故意安排的吧 不然 为什么我一回来 修罗就找上门了 修罗敲开了我的门 苏界走后 他突然一把拽住了我的衣领 然后恶狠狠地说道 你搞什么飞机 我让你杀了诸葛克 你却跟他恩爱有加 出入乡村 一直同行 你当我是傻鸟是不是 以为我在京都 没有眼线吗 修罗现在位高权重 有些东西他知道很正常 但我却一把挣脱了他的手 大哥 我不跟他混在一起 我怎么暗杀他 你在逗我吗 京都那么多人倾慕他 你让我直接提到去杀他吗 我冷哼一声 直接找个理由敷衍一下 实则 我根本就没想杀诸葛克 我不管 那丫头精通占卜之术 你不尽快杀了他 他马上就可以察觉 到时候就功亏一篑了 修罗非常着急 诸葛克一直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 生怕诸葛克为曹毅报仇剁了他 所以他一定要先下手为强 诸葛克一天不死 他寝食难安 他也猜得没错 诸葛克确实想报仇 而且跟我也达成了协议 也就是说 我既要杀修罗 也要杀诸葛克 这才能完美完成任务 我还想继续找理由 跟修罗周旋的时候 突然白骨又敲响了我的门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怎么知道修罗在这里 白骨还来打扰 干嘛 我朝门外问了一句 诸葛克小姐找你 白骨说道 我立刻咯噔了一声 卧槽 这要巧 诸葛克的到来 让我有点猛逼 今天也太特么巧了吧 莫非又是苏婷在从中作梗 这死老头 太太某某的阴毒了 我刚刚回来 压根没有任何知道的 苏扬 你耍我呀 修罗大怒 直接再次扯住了我的衣领 好像要杀了我一样 他也不是傻子 已经感觉到我有点背叛他了 我耍你什么 他现在来 我们刚刚好 我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再偷偷说道 然后嫁祸给苏家 两全其美 修罗脸色一沉 怀疑似的看着我 两全其美 苏家不是你家吗 嫁祸给自己家 两全其美 你别管 等下你配合 我就行了 想不想杀了诸葛克 修罗犹豫了大概五秒 最后还是松开了手 那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要你当着我的面 把这娘们给杀了 不管你用什么肮脏手段 不管你嫁祸给任何人 修罗还装君子 他用肮脏手段上的胃 我就知道他也是个小人 六长老 说句话 诸葛小姐求见 白姑在外面又叫喊了一句 可能害怕诸葛克等太久了 这时候 我连忙打开了门 然后说道 让他来 还有给我准备上好的茶水招待客人 好 白姑点了点头 然后匆匆离去了 这时候我再回到了房间 然后掏出了一包药 如果诸葛克在这里被毒死 那受牵连的就是苏家 与你无关 但你要配合我 让他把毒药喝下去 明白吗 就这 修罗看着我手里的要愣住了 他想我用灵异的手段 弄死诸葛克 而不是下药 论这个 他找谁不行 非得找我吗 而且 我这太毒了 居然想嫁祸给自己家人 到时候最有可能受罪的 应该就是刚才来的白姑 因为茶水是他准备的 那你还想怎么样 人杀了 你又没受牵连不就行 你当诸葛克吃素的 那么容易制造鬼神杀人 他不会想到 我敢在自己家下药 这是最容易杀他的时刻 错过这个村 就没有这个店了 我给他分析的有理有据 他不得不信 而且他如果不愿意 就算了 找别人吧 我也懒得再折腾 暂且试试 修罗不得不妥协 来都来了 试一试也无妨 现在唯一的难点 就是看我怎么在 诸葛克面前下药了 因为他先来到了我的门前 而白姑茶水在后 不过这难不倒我 偷鸡摸狗的事情做多了 也跟诸老九 学过几招下三滥的功夫 哼 苏杨 你可真厉害 人没死 居然还攀上权柜了 诸葛克来到我面前的时候 愣了一下 没想到修罗也在 但随即便冷笑一声 冷嘲热讽了起来 语言极其尖酸刻薄 之前好像跟我说话还算正常 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了 修罗来委托苏家办事而已 我是长老 任务分配到我的头上 我就得接 我朝修罗使了一个眼色 示意他配合 哄骗一下诸葛克 以大局为重 没错 苏廷让我来找他的 既然诸葛小姐嫌我爱事 那我走便是了 修罗起身打算告辞 但诸葛克却冷声道 别 你爱留便留 别到时候 给我莫须有的罪名 拉我去蹲监狱 苏杨 给我出来 留住修罗后 诸葛克瞪了我一眼 然后示意我出去 他有话跟我说 很明显是在生气 我居然跟修罗有来往 而刚才我说的话 他压根就不信 我都没来得及反驳 他已经将我拉扯出去了 确定修罗不会偷听后 他才恶狠狠地 对我低声骂道 你个混蛋 为了你 那天晚上我差点命都没了 不是我拼命拦住柳西林 你哪里逃得掉 你现在这样对我 说好的杀修罗呢 你现在还跟他狼狈为奸 我立刻一脸委屈 狼狈为奸 你哪只眼看见我 跟他狼狈为奸啊 真是天大的冤枉啊 我答应你的事 怎么可能不做 我现在就在 打算杀了他 说最后几个字的时候 我把声音压到了最低 生怕给里面的修罗听到 你在 准备杀他 诸葛克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这时候我掏出了一包药 然后偷偷给他看 这要黑石刚刚买的 无色无味 杀人于无形 等下我放入茶水中 他喝了必死无疑 就是茶水没上 你原来啦 真是没想到 你还差点把他气走了 到时候我就功亏一篑 哎 说到这的时候 我还叹了老长一声气 满脸委屈 明明在尽心尽力地 帮诸葛克完成任务 可还被误会了 还差点给诸葛克搅局 我差点伤心地哭了出来 眼睛都红了 呜呜 对不起 苏杨 是我太冲动 差点误会你了 诸葛克满脸内疚地说道 连忙给我道歉 算了 也不怪你 都是我事先没有跟你说 我摆了摆手 事意也不追究他了 我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 可你在这里杀了他 而且是下毒 就算成功了 你自己也难以脱身吧 诸葛克见我如此卖力 不禁替我担心了起来 没事 我摆了摆手 这里是苏家 茶水也不是我上的 我最多是有嫌疑而已 呜 你还挺孝顺的 诸葛克有些汉言 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可我替他完全任务就行 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只想给曹一报仇 这时候 我看了一眼里面的修罗 然后低声说道 现在唯一的难题 就是 怎么让他喝有毒的茶水 你能配合吗 而且 你就算喝了也没事 因为我有解药 只要骗他喝了就行 你懂我意思吧 只见诸葛克斩钉截铁地说道 没问题 就算没有解药 我也不怕 我大不了跟他同归于尽 只要杀了这个畜生 替曹帅报仇 我义不容辞 死我也不怕 没想到诸葛克 想杀修罗的决心这么大 既然这样的刚刚好 一切竟在掌握中 我带着诸葛克走了回来 这时候 白骨也回来了 把准备好的上等龙井 放到了茶桌上 几位慢用 有什么吩咐 尽管叫我 毕竟是两位贵客 白骨也是 不敢怠慢 但我挥了挥手 打发他走了 然后暗地里 给修罗使了一个眼色 又偷偷给诸葛克 使了一个眼色 苏婷 不管是不是你在背后搞鬼 一直想阴死我 但我苏扬 没有那么容易垮掉的 人心 果然比恶鬼可怕 身边的人算计也最为致命 知道整个环节 最难的是什么吗 没错 就是把药给下到茶水里 本来这是最难的 虽然学了点 偷金摸狗的技术 但如果当着诸葛克 或者修罗的面 还要他们完全不知情 这难度简直满心 刚才说容易 都是骗修罗的 即使是背着诸葛克 那也不是什么意思 那现在呢 不好意思 现在我随意下 根本毫无难度 随便用了一点手法就行 他们看见了吗 当然都偷偷看见了 而且 他们还会配合我 然后当做没看见 甚至偷笑了起来 都在期待着 对方毒发身亡 反正到时候 也是我背锅 毒是我下的 而对方会被毒死 修罗看见了 甚至露出了毒辣的音效 这小子演技不咋低 还是诸葛克厉害 不动声色 毫无表情 好像没看见一样 这时候 我连忙给他们 都倒了一杯茶 包括我自己 然后举杯说道 不管有什么仇怨 既然来了苏家做客 那就给我素养几分薄面 喝了这杯茶吧 这时候 诸葛克和修罗都没有动杯 好像都在看着对方 等对方先喝 因为他们都知道 杯中有毒 怎么了 你们不给我面子 不太好吧 我怎么说 也是个小长老 这样事情怎么谈下去 我连忙劝着 希望他们一起举杯 暂且把仇恨先放下 修罗肯定不敢喝的 因为我没跟他说解药的事 诸葛克见修罗没喝 他也不想动 他都没喝 别指望我先见 诸葛克冷笑了一声 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 他在配合我 逼修罗喝下这杯毒茶 这时候 修罗立刻看向我 甚至在给我识眼色 好像在问我怎么办 他不喝 诸葛克就不喝 那不完毒子了吗 这茶有毒 他一下肚 那直接跟诸葛克 同归于尽了 这时候 我趁诸葛克 看向窗外不注意的时候 连忙做了一个口型 有解药 修罗是个聪明人 一下子就看明白了 我的口型意思 虽然有点冒险 但他还是接受了 反正不杀了诸葛克 他寝食难安 现在是最好的机会 诸葛克死了 还有人给他背过 他付出一点也是正常的 而且他不认为我敢害他 事实也真是如此 这时候 修罗举起了茶杯 然后朝诸葛克进道 诸葛小姐 不管怎么样 今天在苏家做客 不是我们互发怨恨的时候 这杯我敬你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诸葛克为了配合我 也是无谓地举起了茶杯 行 那看在苏阳的面子上 我跟你喝这一杯 两人都露出了音效 然后杯子发出喷的一声 咕噜两声 将茶水一饮而尽 不过有一件事 他们很不解 因为我随即也哈哈大笑一声 然后将茶水一饮而尽 可我压根 就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但随即 他们也好像想明白了 演戏演全套 如果大家都中毒 那才逼真 我又有解药 怕什么呢 我也中毒的话 直接嫌疑都洗清了 不得不说 他们还挺钦佩我的心思 三人中毒 到时候两伤一死 那锅要么苏家杯 要么端来 茶水的白骨杯 甚至跟我关系都不大了 没消一会 突然喷的一声 茶杯摔在了地上 诸葛克和修罗各自倒下 脸色苍白 浑身都有点麻痹 嘴唇发紫 因为我特么就是这样 怎么 怎么回事 我头好晕 你们怎么样了 我连忙跌跌撞撞地 朝修罗走去 然后假装扶起他 暗地里 往他嘴里塞了一枚解药 他吞下后 缓和了许多 随即露出了阴冷的笑容 仿佛在赞扬我 呵呵 这下诸葛克还不死 这么烈的毒药 修罗可是亲自品尝了 幸亏我有解药 不然得当场暴毙 虽然吃了解药 但还是很虚弱 修罗直接倒地不起 面露笑容地沉沉睡去 等他醒来的时候 诸葛克应该就归息了 终于解除了一心头大患 妙啊 这时候 又朝诸葛克走去 然后假装扶起了他 他脸色很白 感觉快断气一样 这毒药不是假的 而且极其烈 这是朱老九 给我杀人越货的东西 黑市什么都有 这种东西也不难弄 而且那种地方脏 使用下三滥的手段 是常有之事 死了吗 诸葛克奄奄一息 有气无力地说道 不知道 但应该差不多了 这毒药有多炼 你应该比我清楚 我已经叫不醒他了 我一边说着 一边暗地里 将解药塞进了 诸葛克克的嘴里 他咕噜一下吞下后 症状马上缓解了不少 曹帅 我终于帮你报仇了 诸葛克克说话的声音 比蚊子还小 即使吃了解药 但毒药太烈 一下子无法完全解 人还极其虚弱 有气无力地 最后面带微笑地 趴在了地上 一脸的解脱样子 也跟修罗一样 直接晕了过去 幸亏我自己吃得早 不然得直接暴毙了 这毒药是真的脸 这时候 白姑冲了进来 然后差点下成了表情包 这两个人如果出事 他可负责不起 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都躺下了 白姑战战兢兢地问道 但去服务 哪一个都管不齐 我这时候也虚弱地说道 快 叫救护 撤 啪一声 我也倒在了地上 不省人事 只听到了白姑的一声尖叫 夜凉如水 医院的WiFi信号还不错 三人都没事 毕竟服用了解药 但三人都不同病房 而我也好像成功地解除了危机 甚至更加取得了 其他两人的信用 趁着护士不在 我连忙拔掉了针水瓶 然后偷偷来到了 诸葛克的房间 有两个下人在打着盹 诸葛克坐在床上看着书 见我来了 连忙放下书问道 他死得惨吗 诸葛克想着修罗 被毒死得惨状 差点想笑 终于帮曹毅报仇了 可我这时候 却摇了摇头 沉默不语 好像有些为难 诸葛克一眼 就看出了我的不对劲 立刻问道 什么意思 失败了 他没死 听说 后面白姑进来 给他施了针 然后及时送到医院洗胃了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啊 这家伙真是命硬 都怪我 应该再下两倍的量 这样 他就回天乏术了 我自责地锤打着自己的头 无比内疚 恨不得吞奋自尽 诸葛克并没有怪我 只是叹了 一口气说道 修罗不是傻子 要下太多的话 他早就发现了 这可能就是命吧 这一回 算他命大 诸葛克说的时候 紧紧揪住了被褥 一脸的愤怒和不甘心 没想到这么算计他 都没有将他堵死 可真是命大 我要补一挂 看他什么烧死 诸葛克说着想占卜 可我却连忙阻止了他 别 你现在还没完全恢复 不能随便占卜 更何况是算人生死 大动元气就不好了 我就怕他算出我骗他 所以急忙找个借口阻止他 这娘们的占卜术 可不是开玩笑的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 你不会爱上我了吧 诸葛克看向了我 一脸的严肃 对 我爱上你了 为了转移他的注意力 我直接毫不犹豫地说道 不行 我不会喜欢你的 希望你能明白 我们现在只是合作关系 你走吧 诸葛克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 甚至要赶我走 我正巴不得离开呢 连忙假装伤心地跑了出去 差点穿帮 吓得满头大汗 幸亏转移了他的注意力 没让他算这个 离开了诸葛克后 我又去了修罗的病房 但他的病房严格多了 有好几个人把守 还得汇报才能让我进去 当然了 修罗是非常乐意见到我的 而我也跟忽悠诸葛克一样忽悠他 什么 没死 这都没死 你拿什么狗屁毒药啊 修罗自然不会跟诸葛克那么宽容 而是对我质疑了起来 毒药有多猛 你应该比我清楚 你认为是毒药的问题吗 修罗自己也吃了 那毒药多恐怖 他一清二楚 那为什么没搞死他 老子白受苦了 虽然吃了解药 但难受的一批 干 修罗大发雷霆 他都以为诸葛克必死无疑了 没想到居然还活着 幻想一下子被打破了 有一个因素 我们算漏了 我们在苏家 苏家的人医术极其高 暂且保住了他的性命 然后又到了医院成功洗胃 所以没死 这个理由倒挺好的 甚至无法反驳 可恶的苏家人 害我大事 算那丫头命大 你再杀他一次 我一定要他死 你看他瞧我那眼神 恨不得将我碎尸万段 他从小就仰慕曹义 不可能会放过我的 他不死的话 我寝室难安 修罗不杀诸葛克 事不罢休 命令我再杀他一次 绝不可侵扰 现在他人就在医院 我随时可以动手 可我却摇了摇头 不可能 诸葛克那么聪明 栽了一次后 他没那么容易再栽 百分百有防备了 得缓一段时间 才赶在下手了 我说的话非常有道理 修罗不得不接受 他只能默默说道 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 都要给我尽快杀了他 我答应给你的女人 才会如约而至 明白吗 明白 我假装很顺从 顿时打消了修罗 所有的疑虑 但我不会杀诸葛克的 这是会拖到他死为止 因为我只会杀他 原因很简单 修罗这种人 我杀了诸葛克后 他也不会让我活着 知道他秘密的人 怎么可能站在阳间 但现在不是杀他的时候 我要找到一个契机 不然杀他非常麻烦 没多久 苏婷就来了 他是来看望修罗的 毕竟在苏家处的事 还带来了白姑 而白姑这次 明显当了替罪羔羊 白姑极其紧张 在病房里不停道着歉 说都是因为自己疏忽 才导致这样的事情发生 希望修罗能原谅他 修罗也不是省油的灯 毕竟自己中毒吃了苦 诸葛克也没有杀掉 于是将白姑骂了个狗血淋头 连苏婷也一块骂了 苏婷大发雷霆 将所有锅扣在了白姑的身上 还当众罚了他 扣钱处分 面壁思过 反正还挺过分的 幸亏我求情 修罗跟我合作 所以也只能算了 也是这个时候 白姑对我的态度 发生了180度大转变 这时候他才意识到 如果不找个大靠山 万一以后出事 自己小命都有可能丢 这次是修罗和诸葛克都没有事 万一他们这回死了一个 或者两个都死了 那白姑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苏婷分分钟将他推出去 根本没有任何情面可讲 这就是暴君苏婷 和他统治下的苏家 所有的一切 都是以他自己和家族的利益为主 为此可以牺牲任何人 白姑甚至都不是苏家的人 总的来说 只算是一个下人 你说苏婷会考虑他吗 能陷阱 估计直接陷阱了 所以 为了保障自己 他必须依附一个更强大 甚至更可靠的人 而我 成为了那一个人选 苏婷瞪了我一眼 带着白姑回去受罚了 我也是伤者 他一句慰问都没有 不过 已经习惯了 巴不得我死的人 怎么可能会管我 还有 我都怀疑是他从中搞鬼 不然为什么修罗和诸葛克 同时知道我回来了 我回来好像只有苏婷知道 还有很多人都知道 我是昆仑山钥匙那事 我都没有查他 可我也不是没有人关心的 至少来了一个人探望我 那就是苏刘 当然了 他也不是真的关心我 只是利益关系 他目的很明显 想要我辅佐他 夺得家主之位 将买来的水果 放到我的床头后 他翘起了穿着黑丝的小腿 然后给我削了一个苹果 我咬了一口 甜到了心里 他扭了一下包臀裙 然后问道 这是你干的吧 我没有回答 因为我知道瞒不过他 他可是掌握苏家暗杀和情报势力的人 如果苏婷知道 那他也一定知道 这不重要 你帮我摆平一件事先 我转了话题 明显不想跟他再讨论这个 苏刘也很识趣 问道 什么事 京都的人估计还在找我 昆仑山钥匙的事 你应该也知道了 苏刘点了点头 知道 老爸想杀你 那晚其实我们都知道 他故意没让你进的 知道苏婷想杀我 你还跟我合作 我突然感觉有点 看不透这个女人了 这个你别管 我乐意 你直接说 你要我帮你做什么 苏刘包了一条香蕉 以奇怪的口气吃着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看得我连忙用被子 盖住了下半身 我不想让那些 知道我身份的人 再来麻烦我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但我有条件 你到昆仑山找到的好东西 要分我一半 我皱了皱眉头 这个女人好大的胃口 而且 她凭什么认为 我一定会上昆仑山 苏刘的胃口虽然大 但是如果她能帮我 摆平京都这些事 那对于我来说 还是挺直当的 不然我将会麻烦不断 我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人来找 至于宝物分不分她一半 那可以以后再说 先画饼一下 反正我上不上昆仑山 都没决定 江城如果真在那里 我瞬间人就尾了 根本不想上昆仑 独一年 反正我们是一伙的 苏刘姑姑 我嘿嘿笑着 想得纯真小伙 听话乖巧 这就对了 姑姑不会亏待你的 就算是我爸想弄死你 我也不答应 苏刘突然眼神中 带着一点毒辣 没想到她为了保我 可以无视苏婷 不过 她不是因为对我多好 而是利益关系 如果我真的帮她 那她当上家主的几率非常高 接下来就看她怎么抱怨了 苏刘走了 只留下我待在这冰冷的医院里 倍感寂寞 医院的WiFi虽然快 但是限制多 一到晚上就无聊 披饮饭了后 寻思着能再次吃了诸葛克 可是那两个诸葛家的下人 一直看得很紧 我根本无从下手 而且诸葛克开始拒荐我了 怕我爱上他 没有办法之下 我只能叫来了强威 偷拿了护士的服装后 我跟他在病房偷偷玩了 一夜的王者荣耀 我太猛了 拿了他一个武杀 没多久我就出院了 本来就没什么事 因为已经吃了解药 就是诸葛克和修罗闹得很僵 大家一起出院的时候 两方脸色都不太好 都想置对方于死地 我也管不了他们那么多 直接回了苏甲 这次危机过去后 他们会一段时间不找我 那我也算松了一口气 可麻烦并没有断 没多久 有不少人找上了门 都是京都的一些家族和门派 虽然不敢强攻 但也算是围追堵截的一种 一直徘徊在苏家不肯走 什么面孔的人都有 阴阳江湖奇葩多 还有一个溜失的 整天在苏家门口走来走去 后面被条子带走了 说侮辱尸体 他们的目的很明显 就是等我出去 然后劫走当昆仑山的钥匙 当初也不是每个人 都追到了黑木崖 这些就是落网之余 虽然没之前那些墙 但人多也会比我造成困扰 所以我一直没敢出去 至于黑木崖的那些 阴人风水师 好像没有一个 活着回来的 包括林烨 这我就有点奇怪了 以林烨的道行 不至于在苏阳手上逃不掉吧 就算打不过 逃还是问题不大的 怎么会回不来呢 虽然他们都死了 我很高兴 但心里极其疑惑 比我高兴的还有一个人 那就是苏婷 甚至五个长老 也是喜笑颜开的 原因很简单 京都很多家族门派 死了不少精英 京都的局面 可能要重新洗牌了 苏家什么都没有损失 反而成了赢家 苏家虽然在京都 算豪强级别的风水家族 但绝对不是最强的 也没有到第一个地步 还是有几个 能跟苏家奋权制约的 门派和家族存在 可这些家族门派 好像都很低调 我来京都这么久了 依然没有听说过 他们出来搞事 几乎都处于潜水状态 不过这倒也正常 低调是为了赚钱 不然生意会被扣上 封建迷信的帽子 干这行的闹腾不得 苏家有时候也是被逼的 强行给卷入了争斗中 甚至可以说 有点无辜 这次林业和业葬都死了 还有其他的一些人 也都没有回来 估计全部葬身于黑木崖了 这对于苏家来说 是天大的好消息 挤兑掉一个家族或者门派 知道可以获利多少吗 光生意的竞争 一年就是几个亿起步 别小看死人饭这个行业 吃得好的 也是天天吃鲍鱼海参 夹杂的利益几乎数不胜数 可苏家天天有人赌门 那也不是个事 而且他们不动手 这就很难打发 苏婷假装很生气 说谁惹的麻烦 就谁去解决 不要连累苏家 意思已经很明显 要再次把我推出去 这次来的人 好像实力不太行 就是人多 所以我也不是很怕 就是麻烦 苏婷这个老东西 是真不把我当苏家人 这种X狗不如的事情 都做得出来 你还是人吗 我可是苏家的长老啊 突然觉得 我好像网上爬到了 长老的位置也没有用 我得笼络人心才行 不然苏婷整我 我还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可就在这个时候 苏刘突然站了出来 然后自动请因 要去解决这个事 苏婷有些惊讶 如果苏恩说 帮我还算正常 毕竟我以前是他手下 也算有点感情 可苏刘真是跟我 没多大关系 为何要帮我 不过苏婷并不担心 因为众所周知 苏家有两个人最恨我 一个是苏义 一个是苏刘 苏刘从进门的第一刻起 就警告过我了 他一定会找机会 弄死我的 他对我无比的讨厌 只是苏婷不知道 我们的关系 已经暗地里变了 苏婷给了苏刘一个眼色 好像在示意他什么 然后说一定要 把事情办得干净一点 谁弄出来的麻烦 就让他自己去解决 不要捅出什么篓子来 没必要 虽然都是苏家的人 但是苏家不喜欢惹是惊 这已经把话说得无比明白了 就差用鼻血在脸上 告诉所有人 把苏杨赶出去 麻烦都是我惹的 我是不孝子孙 天天给苏家惹麻烦 苏刘会议地点了点头 表示明白苏婷的意思 这时候 苏婷才放心地让苏刘去了 他以为苏刘 会用最恶毒的办法去整我 但他不知道 苏刘已经把我当成他的人了 只会保我 苏刘打开了苏家的大门 外面不知道聚集了多少人 但是他们并没有一拥而上 而是全部眼光都聚集在我的身上 然后静静等待着我出来 好像狩猎的野兽 等待着猎物一样 有种我一辈子别出来 你们每天聚集在苏家门口 这是何故 是想找我们苏家麻烦吗 苏刘冷哼了一声 毫不客气地对众人说道 他们惧怕苏婷 不会敢直接攻进来的 我们家族的人 追那小子至今没有回来 让他给我们一个交代 对 我们门派的世尊 也是一去不回 人去呢 被他杀了吗 还我世尊 哼 这小子 听说是昆仑山的钥匙 叫他出来 一群人众说纷纭 有来讨人的 有来抢昆仑山钥匙的 群情激昂 好像并不好处理 这下该怎么办 就在众人都七嘴八舌 打算口诛笔伐我的时候 苏刘突然吼了一嗓子 欺负人是吧 抓人的时候 不分青红皂白 上来就抓 也完全不理会 我们苏家 现在抓人失踪了 然后把罪怪我们头上 怎么 当我们苏家好欺负 以苏刘的年纪 可能还无法震住这么多人 但是他算第一个 给我出面的人 以苏家的名义 苏婷皱了皱眉头 好像感觉有点不太对劲了 另外五个长老也是 脸色一下子就沉了下来 不是要弄我吗 这架势 好像是要保我啊 我们不是针对苏家 只是那个小子的问题 这么多人追他 其中不乏强者 可却无意生还 而他安然无恙地在苏家 他何德何能有这本事 莫非堕入了魔道 修炼的歪门邪道功法 没错 教他出来给个说法 这么多人失踪 可不是个小事 皆因这小子而起 没有说法 他就是杀人凶手 失踪了这么多人 就算是你们家主出面 也要给个交代 更何况你 这些人可真是无理取闹 他们追我追到失踪 关我屁事 死了也是他们自找的 这也能怪到我的头上 搞笑 魔道 杀人凶手 交代 太搞笑了 苏刘哈哈大笑了起来 一脸的蔑视 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好像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你黑我们家苏扬 我只解释不回黑 但我们好好跟你说话 你别以为我们好说话 我们苏家不惹事 也从来不怕事 苏婷 众人 见众人愣住了 苏刘随即又说道 怎么 还不走 是要我将你们的丑事 都扬出来吗 苏刘说这话的时候 他们更加猛了 完全不明白 苏刘到底在说什么 这是什么意思 见他们不明白 苏刘冷哼了一声 打算让他们明白明白 你 陈儿狗 跟你师姐偷情两年 他老公一直被蒙在鼓里 三个孩子也全是你的 你 郑元 你师哥是你杀的 最后还霸诈了他的秘书 还猫哭老鼠假慈悲 你 李斯 你偷了师门的钱 还一直中饱私囊 你 张萨 有特别的爱好 喜欢偷窥 你师门的师姐师妹 你 苏刘爆出来的料 让所有人都震惊不已 甚至有人为此大打出手了起来 掌握了所有情报的苏刘 有多么恐怖 我现在才体会到 他是京都的一枚定时炸弹 如果所有秘密都被爆出来 那这事就大了 我怎么都想不到 他会掌握这么多人的秘密 告辞 我再也不来了 当我没来过 再见 散了 散了 这个世界上 谁还没有一点小秘密 所有人一哄而散 特别是心里有鬼的 跑得极其快 一下子人就没影了 哼 一群蠢货 苏杨如果是打开昆仑山的钥匙 那我们苏家还会留给你们 想得美吧 还不管 苏刘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剩下那一点人也散了 都是冲着我来的 想要我帮他们打开昆仑山 可苏刘说得对 如果我是 那把能打开昆仑山的钥匙 那苏家 会将我拱手让人吗 剩下的人 自然不会做梦了 自此之后 没有人再过来苏家找麻烦 苏刘兑现了承诺 帮我解决了这个大 麻烦 这娘们果然有点东西 比苏恩利还太多了 怪不得成为了苏婷的心腹 可苏婷不乐意了 突然眼神凶狠地瞪了她一眼 你用这些秘密 来帮这个小子解围 我让你这样做了吗 你把我放在眼里了吗 苏婷大发雷霆 她还以为苏刘会弄我 没想到是保我 她能不气吗 而且这些情报秘密 以后有大作用 她为了我 居然就这样说出去了 幸亏说得不多 而且也不是什么要紧的大人物 不然苏婷能气炸 这时候 苏刘突然跪了下来 直接认错 爸 难道刚才 你不是让我保苏杨吗 他可是我们苏家的长老 他让人黑 让人欺负 那不是 打我们苏家的脸吗 我 做得不对 苏刘说着 突然委屈了起来 眼睛一红 小声地抽气着 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 这时候 苏家的子弟 纷纷讨论了起来 好像在说 苏刘做得也没有毛病啊 难道让其他家族门派的人 踩我们脸上吗 这也太窝闹了吧 苏婷 这老家伙虽然气得脸都红了 但却无话可说 因为苏刘确实没有做错 苏婷如果再追究下去 那就失人心了 苏刘可真是个新鸡女 比我还阴险 算了 这是过去 莫要再提 苏婷挥了挥手 直接气得掉头走了 五个长老也是无话可说 跟死了爹妈一样 离开了现场 有些搞笑 这时候 哭得梨花带雨的苏刘 突然含着泪看向了我 还露出了一个阴险的微笑 这女人可真不简单 连她老子都演 笑某某了 如此卖力 看来我真上昆仑山的话 还真得分她一点东西 这次她为了我真是胆子挺大的 还忤逆苏婷 她没敢跟我有过多的交流 怕别人看出来 苏刘做事惊得很 基本是万分小心谨慎 没多久她也走了 京都的这些人 已经不太敢来惹我 毕竟苏刘代表苏家站了出来 有家族撑腰的人 自然是不好惹的 而且还是 苏家这种大家族 如果那晚苏婷保我 那些人也绝对不敢如此嚣张 不过没关系 他们再也不能嚣张了 黑木牙什么情况我不知道 而且 我也不想再去探查真相了 反正与我无关 但确实去到那里的人 好像没有回来的 但是我记得当时 有一个人过早的逃走了 他是千面如来 我相信 也肯定不止他一个逃了回来 只是那些零零星星的人 已经怕死了 根本不敢站出来 因为他们都以为 那个苏杨就是我 如此厉害 他们还出来 指证我杀人的话 那不是找死吗 七星连珠的事 居然以意想不到的结果收场了 但是我总感觉事情没完 好像有什么东西 一直在呼唤我 山 是那一座神秘的高山 昆仑神山 我还梦到了林叶他们 还有那个家伙 他们全在昆仑山 有一小屁人没有死 他们全都在昆仑山上 这时候 有一个背影 回头在梦中看了我一眼 那个人是柳希林 她的眼神好像想告诉我什么 但是却没有说话 梦中的场景 和人极其真实 醒来后 我虚汗直冒 难道说 那些家伙没死 而是去了昆仑山 还是跟那个家伙一起 怎么可能 他们立场不一样就算了 而且他们去 没有我能进昆仑山吗 这梦虽然真实 但是却百思不得其解 我甚至都无法相信 可本该来找我的柳希林 并没有出现 按道理来说 她为了解尸毒 不会那么轻易放过我的 现在已经过去了几天了 她必来找我 但是她并没有 她去哪里了 为什么没来 结合做的梦 我心里有股隐隐不安的感觉 我总有一种预感 会有某种力量 逼迫我上昆仑山 而且 这是无法逃避的事情 第二天 晚上我又做了昆仑山的梦 这次我梦见更多人了 王天奇 蛇仙 还有黄大仙 他们全都在 甚至还有女娲后人 他们四个不知道为什么也在 王天奇指着我的鼻子 骂了一个小时 但是骂了什么我听不见 只能从口行判断 他问候了我一家人 甚至十八代祖宗 昆仑神山好像一只巨兽一样 将他们瞬间吞没了 而我也在这个时候醒了过来 又是浑身湿透 额头全是嘘寒 这到底是梦 还是真的 他们没死 然后全部去了昆仑神山 按照周公解梦之法 一般连续做的梦 很有可能是真实发生的 可我依然没有蒙发去昆仑山的念头 想起江城这个名字 我突然就望而却步了 感觉去了得死在那里 那些人全都不知道 自然是不怕死 大概又过了三天后 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他是周宇恩 我怎么都没有想到 还能跟他有关系 作为京都三美之一 也是最早跟我熟悉的美人 其实早就跟我闹翻了 他的干爹千面如来 还想杀了我 说实话 我也不想再跟他有任何联系 毕竟闹得太僵了 可是他突然来找我了 而且还是大晚上 他穿着一件黑色的雨衣 用雨衣帽紧紧盖住了头 遮住了脸 貌似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他穿得极其保守 但是却难掩身材 即使是素颜 那精致的脸庞 也可以吊打许多女人 白姑说 门外有人等我 但出去 以后我完全没有想到 会是周宇恩 他如果不出现 我都几乎要将他忘了 你来找我干什么 我皱起了眉头打量着他 而且很奇怪 明明今晚没有雨 他穿雨衣干什么 只是想掩人耳目吗 周宇恩抬头看向了我 然后说道 我是你的了 我眉头皱得更深了 人有点猛 差点又想扇自己一巴掌 以确定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什么意思 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 谁都得猛 而且他虽然是戏子 但也是京都三大美人之一 是许多男人向往的存在 不可能随便许诺 给一个男人吧 并且 我可什么都没有做 我是曹帅的人 周宇恩说着的时候 将雨貌摘了下来 然后抬头看向了天空 我愣了一下 周宇恩居然是曹义的人 不可能 他还让千面如来 帮过我对付曹义 怎么会是曹义的人呢 这时候我也明白 周宇恩说这句话的意思 曹义曾经答应过我 让我保护诸葛克不受伤害 然后报仇是一个女人 金钱 权利 女人 他让我任选一个 最后我选了女人 可我怎么都没有想到 他给我的女人 居然是周宇恩 更加没想到的是 周宇恩会是曹义的人 五岁的那年 我成了孤儿 是曹帅将我抚养长大 没有他 我可能已经死了 后来我成了他的心腹 但京都没有人知道 我的身份 周宇恩说出了 他跟曹义的关系 这让我极其吃惊 你不用猜疑什么 曹帅临死前 将我给了你 我是不会害你的 你该干嘛就干嘛 周宇恩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 还给我打了镇定戒 但我依然无法接受得了 也没办法不对他产生猜疑 这个女人居然藏得这么深 你之前那些 都是演的吗 我说完以后 突然对他轰了一拳 虽然没有用时辰功力 但也不是普通人 能躲开的 但他却躲开了 而且很轻松 果然 都是装的 这身手 应该是从小就被锻炼过了 绝不是普通人 当日地藏 估计都不是他的对手 你不用是我了 我确实是演的 但你放心 我不会伤害你 跟你也是曹帅的命令 我会服从的 周宇恩连忙解释着 这女人藏得好深啊 我居然完全无法察觉到他 就是演的 你隐藏身份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我知道 他绝不会只是一个普通的戏子 这个我不能对你说 我有自己的任务 我做你的女人就行了 周宇恩拒绝了 他不想说出自己的秘密 他来只是完成 曹毅交代的事情 可是这么一个女人 我敢要吗 我突然感觉她 有点可怕 那你干爹千面如来呢 我想起了那个死和尚 之前还想弄死我的 如果周宇恩跟了我 他不得发疯 不用管他 他不是什么好人 保我也是长我的身子而已 我为了任务一直隐忍 周宇恩说出的秘密 一个比一个震撼 我听了后 感觉有点瞠目结舌 没想到千面如来 居然是这种人 而千面如来 估计也想不到 他苦苦保护的弱女人 都是演的 你先回去吧 我得考虑一下 我拒绝了周宇恩 我现在真不敢要她 你不要也得要 曹帅交代的任务 我必须完成 不然的话 我对不起她 周宇恩居然还要给我应来 你说 这谁能想到 三美之一的周宇恩 非我不跟啊 我人很猛 脑子乱成了一团 曹义给的惊喜太大了吧 周宇恩面对我的拒绝 并没有对吃惊 因为这个事情太唐突了 加上曹义的身份 是个人都得缓一下 怕有什么埋伏圈套之类的 而且 他的身份太突兀了 一下子从戏子 变成了特工之类的 周宇恩把羽衣帽了上去 然后转身说道 你可以考虑一段时间 但请不要把我的身份 泄密出去 不然苏婷都保不住你 切记 说完以后 周宇恩转身离去了 背影没有一丝留恋 可恶啊 她要再坚持一下叫地主 我就让了 后悔 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 我为什么要拒绝 跟她斗地主 可她的身份 我怎么感觉 怎么不一般呢 还以为是三美之一 最卑微的一个 没想到直接逆袭了 连苏婷都保不住 那得是什么势力 虽然苏婷根本不鸟我 本来以为曹一的事情 已经解决了 但没想到 却变得复杂了起来 送上门的女人 更是让我战战兢兢 根本不敢接受 回到房间后 我给朱老九打了一个电话 让他帮我查一下 周宇恩的底 朱老九说 周宇恩小时候 就是一个孤儿 后面加入了戏班 15岁成为戏班花旦 随着越长越漂亮 18岁在京都爆红 甚至红过一些一线明星 让许多男人屈之若物 缠他身子的男人不计其数 可是周宇恩全都看不上 而且他凭借着自身的优势 赚了不少钱 开了戏园 住上了豪宅 不说明满天下 但在京都成为三美之一 人尽皆知 并且跟冷如霜和诸葛克比 他更加接地气 让许多屌丝认为自己有机会 跟冷如霜和诸葛克的高不可攀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所以他的男粉丝也极其多 至于其他的 朱老九就不知道了 而且完全查不到 毕竟是一个孤儿 无父无母 无亲无妻 这个周宇恩还隐藏挺身的 并且孤儿这个身份 让他极其安全 不然有人查他父母 或者亲戚朋友源头 很容易就有蛛丝马迹 千面如来 是什么时候出现在他身边的 我朝朱老九问道 这个千面如来 很明显也是被蒙在鼓里的一个 而且周宇恩说他的语气 仿佛跟他并无好感 甚至只是周宇恩利用的棋子而已 18岁那年 也就是周宇恩爆火的那一年 千面如来跟其他人一样 在那个时候认识了他 后面经过一系列的事 认了他当干爹 于是千面如来 就成为了周宇恩的保护伞 朱老九的话 让我想到了一点 千面如来是18岁才出现的 也就是说 在这之前 还有其他人在保护着他 一个美人胚子 大概15岁就会完全绽放 不可能在这之前 没有人会去骚扰他 或许 那个一直保护他的人 就是曹义 周宇恩没撒谎 他身份真的不一般 说句实话 一个如此漂亮的戏子 单靠千面如来 真的很难保得住 男人的疯狂 你根本想象不到 特别是有势力的恶男 像曹爽这种 可就连曹爽 也未曾得手过 周宇恩绝对有更强大的保护伞 他的身份 甚至有可能比他说的都更复杂 之前的一切 都是在示弱 在演戏 不要忘记了 他就是一个戏子 九爷 找个人帮我盯着周宇恩 这娘们不简单 在这之前 我不会去碰周宇恩 除非将他身份真正弄明白 还有曹义交给他的任务 到底是什么 明白 朱老九二话不说 直接去办了 相比较诸葛克和冷如霜 这个周宇恩 算是比较容易对付的一个 就一个戏子而已 唯一要小心的 就是千面如来 朱老九到现在都不知道 周宇恩潜在的身份 这几天是太多了 京都好像一个漩涡一样 一旦被卷进去 那就再难爬出来 而且 漩涡里面的每一个人 都不是擅长 幸亏苏刘帮我解决了一些问题 京都的其他鹰人 不再来骚扰我 让我多过了几天安稳日子 这几天 我哪都没有去 而是在家安心玩过 不要误会哈 不是那个玩 而是玩耍的玩 那个黑葫芦里面的鬼 异常暴躁 我已经把他放在厕所里面 熏了三天三夜 可他还是没有屈服 对我不是问候祖宗 就是人身攻击 我真是好奇 那个刘大爷 怎么忍受得了的 而且这种鬼伤哪抓的 跟个暴躁的老嫂子一样 我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 既然他天不怕地不怕 那我把他练了怎么样 练鬼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就是人鬼合一 将他控制了 和自己心神合一 随意驱赶他 第二种就是真练 将他直接练得灰飞烟灭 等于杀了 有一些鬼极其强大的 只能封印起来慢慢练 练到他灰飞烟灭为止 跟西游记的孙悟空有点一样 杀不了就练化 练成丹 我不是养鬼师 不需要控鬼 自然是选择第二种 我让你碎嘴子 既然不敢放他出来 那就直接在葫芦里 将他给练化了吧 不然天天在葫芦里面 扯着嗓子 骂我也是真难受 本来以为折磨他一手 可以让他屈服的 没想到他极其顽强 不但不屈服 还骂得更凶了 我拿出了几张黄符 然后将鸡血涂在了上面 开始施法 用黄符火练黑葫芦 用福利和昼火 将其练得灰飞烟灭 别说我狠 这玩意就跟你养宠物一样 咬人的狗 怎么这么热 卧槽 你个狗东西 你是人吗 啊 别烧我屁股 你是畜生吧 你是人吗 里面的鬼已经察觉到了 连忙在里面大喊大叫了起来 甚至骂得更凶了 还骂 我让你骂 他越骂我越来劲 浮火越来越大 直接包裹了整个黑葫芦 将其疯狂烘烤着 黑烟冒了出来 甚至我能闻到烤焦的味道 但不好闻 放我出来单挑 有种放我出来 你全家是孤儿 你祖上有不孕不孕 你生儿子没屁眼 可是我感觉情况有点不太对劲 我已经练了半个小时了 一点作用没有 里面的鬼没话 而且骂得越来越凶 一百句里面都没有一句重复的 我拿起来的时候 黑葫芦都烫手 可里面的鬼一点事都没有 这鬼 有这么厉害吗 我妈了 我要怎么样才杀了他 咬人的狗不能养 鬼也是 他越厉害 越叛逆 越不能养 甚至想要办法弄死他 以他现在对我的仇恨值 估计出来就得跟我拼命 我才不要这个大 麻烦 我只想要这个葫芦 这个黑色的葫芦 绝对是上好的法器 不然关不住这么厉害的鬼 以后用处大 大的 难道是我技术不过关吗 不过说实话 练鬼确实不是我的长处 树叶有专攻 这时还得找叶阿姨 鬼祖叶玲珑 如果都拿你没有办法 那我就真服你了 到时候挖地石杖 把你老人家埋了吧 不然这麻烦 我迟早得崩溃 耳朵都起茧子了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嘴碎的鬼 再次来到养鬼门 我又想起了那一晚 回忆总想哭 一个人太孤独 叶玲珑拿了我的钱后 整个养鬼门大换血 不但建筑变了 还加了几层 而且养鬼门的弟子也全变了 都是女的 卖鬼穿黑丝 高跟鞋 黑正装 搞得跟卖车的一样 不过看上去专业了许多 一大堆男人 围着不亦乐乎 也不知道是来撩妹 还是来买鬼的 我被请了上去 然后带到了三楼的办公室 叶阿姨穿着黑丝 翘着二郎腿 然后抬头看向了我 她挥了挥手 示意弟子下去 再给我倒了一杯八二年的茅台 苏长老 今天怎么那么有闲情意志 来我这做客啊 叶玲珑对于我的到来不嫌不淡 虽然一直有合作 但已经没有之前的激情了 她满眼都是钱 虽然帮过我不少 不过都是为了钱 这样反而对我来说非常好 走钱不走心 女人总要图你一样 只要不背叛我就行 叶玲珑这种女人 要真正征服她也不容易 一根棍子百样筒 玩出花来也进不了一个女人的心 现实的墙比那层魔厚多了 叶阿姨 你可别折杀我了 我将黑葫芦 放到了叶玲珑的桌面上 帮我看看 这鬼什么来头 我用俯火 居然练化不了她 叶玲珑一下子就坐正了起来 将裙子拉了一下后 眼睛都瞪得大 大的 既激动又兴奋 好像见到了宝一样 我滴乖乖 这鬼你哪里的 叶玲珑摸着黑葫芦 好像摸在了鬼的身上一样 随即她猛了一下 她怎么骂人 还骂得这么凶 我哈哈一笑 不然我杀她干嘛 就是骂人骂得太脏了 留着闹心 我只想要这个胡萝卜 但是又不敢放她出来 这鬼 给我怎么样 叶玲珑突然恬不知耻地 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让我有点哭笑不得 对不起 我可以得不到 但我就是不想给别人 想占我便宜 没门 叶阿姨 这世界没有白石的饭 别闹了 我为难地说道 叶玲珑有些不开心了 白了我一眼 小子 你都要杀她了 给我不行吗 你咋这么小心眼呢 叶阿姨 你这话说的 那你屁白放着也是放着 给我玩行不行 真是的 这性质能一样吗 行 什么 我说行 别闹了 我急忙将黑葫芦夺了过来 生怕叶玲珑抢走了 反正一次跟一百次也没区别 你给我这个鬼就行 叶玲珑卖身换鬼 罕见啊 虽然她是无限重生批 但她也不是随便的人 怎么会愿意为了一只鬼 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匪夷所思 难道说 这鬼大有来头 这鬼什么来头 你先说一下 我考虑考虑 我越来越好奇了 虽然这鬼脏话连片 骂人骂得飞起 但我总感觉 它跟其他的鬼不一样 叶玲珑看了一眼黑葫芦 然后才说道 这鬼啊 是功能鬼 而且是很厉害的一种 功能鬼 就是有特殊作用的鬼 比如招财 行运 招桃花 一般来说鬼是及十八货源的灾心 遇到它不是倒霉 就是丧命 可也有个别的存在 但极其稀有 这种鬼 一直是养鬼师的最爱 就是可遇不可求 当然不止这么几个 功能鬼很多 啥功能啊 带人吵架呀 就它这碎嘴子 叶玲珑摇了摇头 极其神秘地朝我问道 听说过鬼母吗 没听说过 什么玩意 我将眉头皱成了一团 表情极其疑惑 我还有是什么招财幸运的作用 没想到它说了个鬼母 鬼从何而来 可生佛 叶玲珑朝我问道 人死为鬼啊 当然不能生 两个鬼在一起 也不可能生育 除非有个别的情况 怀孕的时候死了 有可能会生出鬼胎 又或者阴生子 鬼如果都能生孩子 那不是遍地都是鬼了吗 没有肉体 只有魂 而且是死魂 那是不可能诞生新生命的 叶玲珑这时候 朝我说出了不可思议的事情 鬼母就可以生 它鬼体特殊 是唯一可以诞生鬼因的 我震惊了 还有这是 何人生 还是何鬼生 虽然我问的问题 比较奇葩和刁钻 但我觉得 理应问出广大男同胞 想知道的事情 都行 这就是鬼母的厉害之处 叶玲珑的话 再次震惊了我 短短几秒 我好像在叶玲珑的身上 打了三次冷战 何人和鬼都行 真有这么神奇的女鬼吗 如果她不停地生 那羊鬼们不是发财了吗 怪不得叶玲珑可以卖身换鬼 这简直比杨贵妃那只鬼还实在 鬼母对于一个羊鬼门来说 知道是多么重要吗 七胎以内 就有可能诞生一个鬼王 到时候就发了 鬼母千载难逢 可遇不可求啊 给我吧 苏杨哥哥 叶阿姨撒起娇来 我人都骂了 骨头苏苏的 可这个鬼母我 突然不想给她了 叶阿姨 这鬼我不能给你 我想自己养 我挣了一下身子 然后拒绝了叶玲珑 我是三好青年 只会天天向上 对女人没有半点心思 叶玲珑翻了翻白眼 然后双手抱胸 冷冷地看着我 苏杨 你不会想自己用吧 我叶玲珑 还比不上一只女鬼 那不是 叶阿姨 你在我心中是独一无二的 但鬼母太稀有了 我不想给任何人 再见 我直接拍拍屁股走人 气得叶玲珑原地跺脚 这不是 利用完她就甩了吗 说了半天 结果半毛钱好处 都没捞着 别走 我陪你一个月 你把鬼母给我 一边去 我借了 我几乎是提着裤子跑掉的 叶阿姨魅力大 我怕裤子没了 就从她了 这鬼母有意思 我可不想送给她 而且养鬼门壮大 对于我来说 不是什么好消息 她如果不需要我的话 会一脚将我给踢开的 养出一个鬼王 任何养鬼门都可以起飞 像这种无限生育的鬼母 说不定几年后 生出了几个鬼王 那叶玲珑 不得压我一头了 不行 只能我压她 不能她压我 我不喜欢这样的姿 呸 我不喜欢这样的局面 回到苏家后 我立刻去藏书阁查了资料 发现叶玲珑没有骗我 这种鬼母确实可以生孩子 这是万中无一的鬼体 极其罕见 不过只能在殷实 最好是月圆之夜 甚至有过鬼母一包两体 都是鬼王 也就是 生了对双胞胎鬼王 则则则 这种好东西 可不是有钱就能买的 幸亏没给叶玲珑 不然便宜她了 刘黛可以啊 上哪弄的这些好东西 幸亏舔她包 不然就漏掉了 估计她寂寞 养个鬼母缓解一下孤独 顺便靠鬼母发展势力 一举两得 没想到啊 这么一个碎嘴子 满口脏话 居然是鬼母 但我也不敢上她 要不找个鬼给她配下 不行 这嘴一开口 银河系估计 没有一个雄性敢靠近的 我放你出来 别骂了行不行 我敲了一下葫芦 打算跟她和解 因为叶玲珑说了 鬼母不算特别强 就是鬼体特别 放她出来也无妨 葫芦里面沉默了一下 然后才说道 你先放 哼 这鬼 我还以为是那种神经挺大条的 没想到也有小心思 行 我答应了 因为已经不用害怕她逃掉 有了叶玲珑的话 我相信自己 可以制服她 不然她一直在里面骂 根本没有缓和的余地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了葫芦 然后往里面看 一开始黑漆漆的 什么都看不见 可却突然伸出了一颗鬼头 冷不防地吓了我一跳 我要杀了你 咬我几个小时 把我放到厕所 有俯火炼我 你是人吗 不是人的事 不想干事吧 一声鬼叫 两只雪白的鬼爪 直接掐向了我 阴风大作 房间里立刻冷了许多 是那种让人毛骨悚然的寒意 我倒退了几步 正想还击 可是那女鬼 却好像 被什么束缚住了一样 手无法碰到我 她只能飘在葫芦口处 而下面有无数条锁链缠着她 让她无法出来逃脱 我松了一口气 那这样我就放心了 她出不来 黑葫芦这个法器 还是有点强的 鬼没有那么轻易就能逃脱 她挥舞着鬼爪 凶狠地不停挠着 但我双手抱胸 冷冷地看着她 因为无论她怎么努力 都无法伤害到我 我想打量她的样貌 可是她披头散发 跟个真子一样 一身红裙 标准可怕女鬼的标配 脑累了吗 我眯了下眼睛 然后将佛印压在她身上 她立刻动弹不得了 还给压得嗷嗷叫 那就好像一座山一样 佛印发出金光 仿佛有范英一样 臭小子 有种放开我 我跟你没完 女鬼居然还在嘴硬 你可别得意 刚才隔着葫芦我杀不了你 现在你出来了 我随时都可以让你灰飞烟面 懂吗 我给了她几个脑瓜绷 把她脑袋弹歪后 又接了回来 你有种杀了我 生命不息 战斗不止 让我动她 我就杀了你 这个女鬼的怨气越来越大 而且这个牛脾气倔得很 是我见过最难搞的女鬼 要不是留着她有用 我真一刀剁了她 你要杀得了我 你就不用在这里狗叫了 别动 我帮你检查一下身体 你是狗吧 女鬼你也欺负 你死后入畜生道吧 我不管她 秉着友好煞爱的原则 我强行给她检查了身体 不为别的 就为了她的身体健康 你跟你们买了宠物猫狗一样 也会带回家检查一番 说实话 这女鬼的身体感觉 确实跟人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且极其细腻 跟普通的女鬼天差地别 仿佛她还是人一样 除了身体冰凉 肤色苍白 其他的都跟人很像 这就是鬼母的特殊吗 还有 这女鬼是不是不知道自己是鬼母啊 她还在狗叫 但我不管她 最后一步 就是将她的头发整理好 拨开恐怖的长长黑发 映入眼帘的是一张苍白脸庞 长得不算惊艳 但却有邻家小女孩的感觉 有点像初恋 当然了 这是建立在她不说话的时候 不说话的时候是初恋 说话的时候像个泼妇 真想用一条棍子 狠狠去塞住她的嘴巴 吵死了 但别误会 是真棍子 不行 得想个办法镇住她才行 不然这鬼很麻烦 已经必打于力 她根本不吃硬 也不吃软 说将她打得灰飞烟灭也不怕 我不知道刘大爷怎么养的她 就这么忍受着吗 我曾经也拿妖刀吓唬过她 可她一点都不怕 说要杀药寡随我便 大不了再死一次 无论如何 她都不会屈从人类的 如果放她出去 还会找机会吃了我 骨头都不剩的那种 我一生气 将她衣服全烧了 然后将她塞进了黑葫芦 但她能自己变出衣服 随即又是一通乱骂 我最后只能无奈地盖上葫芦口 然后去茶庄找九尾狐了 希望她能指点一二 如何驯服这只女鬼 早知道在羊鬼门就问叶玲珑了 现在已经拒绝了她 自然不能再回头 而且她应该也不会说了 因为她窥是我手中的女鬼 回到茶庄后 林儿已经走了 她是属先的徒弟 任务已经完成 不可能一直留在我身边 回去陪师父去了 师父 这个女鬼很倔 有没有办法帮我降服她 我将黑葫芦 放在了九尾狐的房门口 然后守在门口静静等待回复 不敢过于打扰九尾狐修炼 就在这个时候 黑葫芦突然安静了下来 而且好像在微微颤抖 切 原来你会害怕啊 小样 看来驯服她妥了 九尾狐的压迫感太强了 黑葫芦里面的女鬼 不但不敢狗叫了 我感觉她还在颤抖 真是一物降一物啊 徒儿 我不是说了吗 不能玩鬼 九尾狐说的这个玩 有点不正经 跟我们理解的 玩根本不是一回事 之前她确实跟我说过这些话 但她好像误会我了 我也没往那边想啊 我只是想着 给这女鬼找个男鬼 当宠物养着 师父 你恐怕有什么误会 我不是那样的人 我连忙解释 总不能辱了 我在九尾狐心目中的形象 说我素杨算一朵白莲花 不算过分吧 既然你要 那为师就给你 九尾狐说着 袖子一挥 黑葫芦的瓶口自动打开了 咯吱一声 那女鬼跟之前一样 自动飘了出来 但依然无法离开瓶口 黑葫芦里面 好像有什么东西 将她锁住了一样 可是她再也不敢 跟之前一样凶了 还微微诺诺地 低着头不敢说话 眼神都在躲闪 根本不敢看九尾狐 妖妻好像几座大山一样 压向了她 她哪敢动弹 就是我很好奇 刚才她连死都不怕 为什么现在屈服了 真奇怪 剑本仙也不会问好吗 九尾狐背着手 冷冷地看着女鬼 居高临下的气势 让女鬼胆寒不已 身体哆嗦一下后 急忙说道 狐仙好 居然能让她如此服服贴贴 怎么回事 九尾狐也没干什么啊 天生克制吗 嘖嘖嘖 我师九尾有大地之姿啊 叫什么名啊 九尾狐藏尾坐下 喝了一杯龙井 然后抬头看着女鬼 吓得女鬼又战战兢兢了起来 好像审犯人一样 早知道九尾狐能嗑她 那就不用那么费劲了 小倩 女鬼悠悠说着 不敢有半分怠慢 但这个名字好像有点 不会是聊斋那个小倩吧 那我需要当宁采臣吗 今后我徒弟要当你主人 你可有意见 五十年后放你去投胎 可好 九尾狐说话一套一套的 软中带硬 让人无法拒绝 有点社会人那路子 小倩点了点头 自当遵守狐仙安排 无怨言 干 这么快就搞定了 还是狐仙牛屁 行 那回去吧 九尾狐一挥手 小倩被一股力强行塞了回去 黑葫芦的盖子 也重新给自动盖上了 仿佛有一股伟力 在操作着这一切 而所施展的力量 不是我所能力级的 因为这是妖术 我也没有学过 九尾狐所教之术 借为傅长生所遗留下来的 谢谢师傅 你继续修炼 我有空来孝敬你 事情搞定后 我拿着黑葫芦 又打算走了 免得打扰九尾狐清修 他要是修出第十条尾巴成仙 那我收益就大了 以后报他的名字 我看有谁敢动我 一人得到 鸡犬升天 站住 九尾狐突然叫住了我 今日我本来也是想找你的 没想到你先来了 找我 我把抱着的葫芦又放下了 师傅 找我所谓何事 你跪下 师傅求你点事 我 他 是不是说反了 扑通一声 我给他默默跪下了 也不敢反抗啊 裴为师上趟昆仑山 好多年没回去了 九尾狐的话让我震惊 他也要上昆仑山吗 自从梦到江城后 我极其抗拒上昆仑山 这样就让我有点为难了 不上行不行 我挠了挠头 极其的不情愿 行 九尾狐淡淡答道 谢谢师傅 我高兴地准备站了起来 嗯 九尾狐突然脸色一沉 仿佛蒙上了一层阴霾 干 我就知道 女的都这样 我上 正想去昆仑山夺宝呢 师傅真了解我的心意 我哭丧着脸说道 那表情要多难看 有多难看 不要勉强 喜欢就去 不喜欢就不去 为师可不想勉强你 九尾狐好像放了一个屁 说了什么 又貌似什么都没有说 不勉强 我就是想去 谁来我杀谁 我差点哭了出来 但忍住了 嗯 那就好 也该回去看看了 好多年了 九尾狐说 这句话的时候 好像有些惆怅和忧郁 然后看着外面 不知道在怀念什么 这时候 我来到九尾狐跟前小声说道 师傅 昆仑山上可能有江城 咱们真的去吗 要是我怕 不用怕 九尾狐挥了挥袖子 你才是主人 他是借宿的客人 怕什么 如果他要杀你 你也跑不掉 我眯了眯眼间 这样好像更怕了 九尾狐的意思是 江城想弄我就弄我 我根本毫无还手的能力 干 那还让我去 冷家是不是还欠你东西 九尾狐突然问道 你怎么知道 冷家确实欠我东西 当日杀曹爽的时候 冷清松承诺 给杀曹爽者三件古董 每一件价值都上意 修罗答应的实意 还有苏家的长老之位 都已经兑现了 就是冷清松的古董 我还没有去拿 由于事情太多了 九尾狐不提起 我都忘了 而冷家一直在找 冷如霜的下落 也没空亲自送来 不过我很奇怪 九尾狐怎么会知道这件事的 天下之事 我可尽之三分 我图之事 我可知十分 你有多少根毛 我都一清二楚 九尾狐的话 让我老脸一红 他不会 一直在偷窥我吧 咦 好物 开 新 XIM 谢谢师傅提醒 我现在去拿 等一下冷家赖账了 我正想往外走 但九尾狐再次把我叫住了 猴急什么 还有事情交代你 九尾狐说着 手沾了一下茶水 然后在茶桌上 写了三样东西 棋盘 玉斑纸 断剑 前两样我可以理解 但最后一把断剑 是什么意思 冷家会收藏一把 断剑当古董吗 记住了 就要这三样 这不是给你的 而是送给江辰的礼物 九尾狐好像在谋划着什么 为上昆仑山做准备 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只能照做了 于是匆匆忙忙出了茶庄 前往了冷家 冷家不见了冷如霜 现在急得团团转 也曾去对峙过诸葛克 但没有用 搜家都没有搜出冷如霜 他们也拿诸葛克没有办法 那娘们聪明 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到了冷家后 刚刚做了寡妇的二嫂很热情 感觉很多天没有吃饱了一样 连眼睛里都是水 说起冷家老二 我也表示同情 他的死算是个意外吧 没想到被苏毅给捅死了 但冷清松也算生命大义 最后没有追究苏毅 知道罪魁祸首是曹爽 而曹家两兄弟 最后也是命丧黄泉了 算是给冷家老二报了仇 只是二嫂这个面相 五行属水 生肖虎 狼虎之年 没有老公 怕是吃不饱啊 真是可怜 见到年轻帅气的小伙 难免眼含秋波 连呼出来的气都是粗的 二嫂招待我一会 就出来了 他很憔悴 眼里都是血丝 不知道多少天没睡了 整个人的气色也极其不好 看来为了冷如霜的事情 没少操心 差点把自己都搞垮了 见到我以后 古董的是他没提 反而率先抓住我的手说道 苏杨 你能帮我找回如霜吗 求求你 你要多少钱 我都可以给你 冷清松多重冷如霜 我是知道的 但如果他都找不回 我估计也没有办法 诸葛克到底把冷如霜藏奶了 以冷清松的势力 居然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感觉 他可以把整个京都都翻过来 难道说 冷如霜早就不在京都了吗 一个大活人 不是那么容易藏起来的 冷老爷 你可以找我们家主啊 他比我厉害 难道他也找不到吗 冷清松跟苏婷关系好 苏婷肯定比我厉害的 找他好过找我 可冷清松却摇了摇头说道 找过了 不行 能算出如霜在诸葛克的手上 但无论用什么手段 就是找不出他把如霜藏哪了 这个女人太恐怖了 连苏婷都帮不了冷清松的话 那我就更不行了 诸葛克心思缜密 城府极深 藏人连苏婷加上冷清松都无法破解 这娘们有这么厉害吗 冷老爷 如果连家主都不行的话 那我恐怕 我叹了口气 表明了自己的能力 我总不可能比苏婷厉害吗 冷清松一下子就淹了 整个人跟要死一样 状态极其的差 他这是私女心切我能理解 但这样下去 我感觉他有点撑不住的样子 这不会是诸葛克部的局吧 想故意弄死冷清松 这个是我真管不了 诸葛克不可能会告诉我 冷如霜在奶的 更加不会把他交出来 仿佛那就是他的一张王牌一样 挑古董吧 我也没有什么心情 让他带你去吧 冷清松心情极其低落 好像对什么都提不起劲一样 折指二嫂 然后让他带我去 二嫂极其乐意 领着我就来到了地下室 没想到冷家还有地下室 好像之前曹爽就是被关在这里 冷家的地下室很大 被分为了六个大房间 五个小房间 甚至还有书房 聪明人都会给自己留后路 地下室永远都是有钱人的秘密 甚至有可能这个地下室能通到别处 不过我是外人 冷家自然不会展示给我看 下来以后 二嫂还很风骚地请我喝咖啡 她穿着低领裙子 一蹲下来就能看到风景 可我不敢冒犯 毕竟我是证人君子 目不斜视是我的素养 我一边喝着咖啡 一边挑着古董 二嫂则紧跟在我的身后 这个古董视是最大的房间 里面放着各种各样的古董 瓶瓶罐罐 字画 玉雅 琳琅满目 数不胜数 可我是有目的而来的 按照九尾狐的吩咐 我首先找到了那个棋盘 那个棋盘好像很古老了一样 我甚至都分不清它是什么材质 看上去好像是铜 但摸了一下后 又好像是一种特殊的石头 凉凉的 棋盘很旧了 而且很多灰层 而且这种棋盘既不是象棋 也不是围棋 不知道是什么棋盘 上面的图案很奇怪 仿佛是远古遗留下来的 有一种天然的神秘感 把手放在棋盘上面 仿佛可以看见 当年两个博弈者的面孔 那种感觉很奇怪 有一股漩涡将我吸了进去 让我成为了其中的棋子 就是它了 如果没有猜错 这个棋盘有可能是当年在昆仑山 傅长生跟江城下棋的棋盘 可二嫂也算老实人 她说这个棋盘根本就不值钱 既然古董都任我挑了 为什么不挑个最好的 这些古董中价值十一的都有 这不比这个破棋盘好多了 可我坚持要这个 二嫂也没有办法 只能用不将棋盘包了起来送给我 后面我又找了一下 然后终于找到了九尾胡说的御班纸 还有那一把断剑 御班纸很值钱 是最好的上等粮玉 而且二嫂说 这种玉很稀有 当年有人出八亿冷 轻松都没有卖 现在市价应该值个十五亿左右 甚至更多 我戴在手指上的时候 感觉有一股暖流流进了我的手上 然后传遍全身 那种感觉很奇怪 仿佛玉是活的 吓得我赶紧拖了下来 这玉有古怪 虽然那股暖流 对身体暂时没有什么伤害 但活玉有时候有危险 我可不敢带了 这玉价值不菲 我拿了无可厚非 但我为什么偏偏选了一把断剑 二嫂完全无法理解 这剑是被遗弃在角落的 已经全是灰了 拔出来后 剑只有一半 后面一段已经没了 有整齐的断口 剑鞘和剑柄上都有克隆 剩下的一半剑身非常顿 割牛子估计都不出血 别说杀人 二嫂说 这个剑根本就不值钱 送人都不要 冷轻松之所以还保留着不扔 是因为这个剑很奇怪 根本看不出是什么材质做的 一般的剑材质是铁 上等的好剑 会用悬铁 含铁等 也有木剑 石剑 银剑之类的 更激进一点的话 会打造金剑 但一般金剑太重了 一般人很难使用 金剑只能用来看了 可这个剑说实话 我根本看不出是什么材质 它根本不是金 银 铁 也不是木石 摸上去感觉很奇怪 我也说不上来是什么 可九尾狐就要这个断剑 我也没有办法 只能按照他的意思 就是二嫂百思不得其解 挑三件古董 居然要了两样不值钱的 我是不是脑子瓦特了 在二嫂不理解的眼光里 我带着三样古董 走出了冷家的大门 当然了 二嫂不理解的事情还有别样 她看着自己的身逼裙子 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我一个长老 装什么啊 还对她视若无睹 三样古董 除了那个御斑纸以外 另外两件都是死物 毫无生气 特别是这个断剑 一点用处都没有 这个棋盘我改造一下 还能下下五子棋 断剑还顿 拿来干什么 师傅 按照你的吩咐 全部拿回来了 我把这三样东西 全部放到了九尾狐的面前 完美完成任务 不过没有她的命令 我可能不会挑这三样 虽然我已经很有钱了 但谁会先钱少呢 御斑纸还行 其他两样就是废品吧 九尾狐只是瞧了棋盘 和玉斑纸两眼 并没有多大的感触和波澜 可唯独这把断剑 九尾狐的表情 都有了微妙的变化 她拿着满是灰尘的断剑 然后慢慢抽了出来 眼里有一丝悸动 师傅 独私人 九尾狐看着断剑 突然红了眼眶 表情有些伤感 这剑 不会是傅长生以前的剑吧 可都已经断了 就算是 估计也没有多大的用处 送给江城刚刚好 三天后 更为师上一趟昆仑山 既然江城想见你 你只能面对 这是宿命 逃不掉的 九尾狐说着 铿锵一声 将剑回翘了 可只有他回翘的时候 能发出这样的声音 而我则做不到 因为这个剑在我手上 好像废的一样 三天 未免也太快了吧 我想缓一下 毕竟上昆仑山面对的人 是不死江祖 江城 这时候 我又想起了那个梦 林燕 女娲后人 还有王天祈 黄大仙和蛇仙他们 全在昆仑山 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因为那只是一个梦而已 九尾狐如鬼一样 飘进了房间里 啪一声 重新关上了门 一股悲伤的情绪 如波浪一样 从门缝里涌了出来 他这是堵私人 偷偷进房间里哭了吗 不管了 还有三天就要上昆仑山 我得整理一下 至少要想办法保护自己 然后活下来 其次再是昆仑神山里面的宝物 夜晚躺在茶庄的浴缸里 思绪万千 小千帮我洗完头后 又帮我洗尾 在九尾狐的压迫下 他只能从了我 再也不敢嘴硬了 只是被女鬼服侍有点奇怪 因为鬼本身就阴森森的 而且寒凉 即使是夏天 我也感觉有点渗得慌 搞得我夏天都要用热水 不然阴冷的身体 有点受不了 现在的我在京都 已经算拥有了许多东西 钱财无数 也当了苏家的长老 虽然是虚的 但至少可以在苏家来去自如了 而且再也没有人敢冒犯我 苏家我 至少可以站稳脚跟 就是苏婷时不时地想要弄死我 现在 我还缺什么呢 地位和权力 不管我多有钱 还是说在苏家是长老 但没有人付我和尊敬我 那些家族和门派 如果没有苏家保我 说干就干 根本不会给我面子 下一步 我得提高在京都的地位了 不管怎么样 至少得有威慑力 要不 昆仑山回来后 图个家族玩玩 人不狠 地位不稳 当了老六这么久 也因了不少人 得到了不少好处 现在应该站出来 吓下这个江湖了 不然我掠夺的这些资源 那就毫无意义了 上昆仑山 可能就是命运的改变 如果夺得许多宝物 我要回来血洗一遍 京都才行 茶庄很大 住得比苏家舒服 洗完澡后 抱着混血儿 强威入睡 感觉皇帝的生活 也不过如此了 不知道为什么 总感觉这个茶庄 有点异样 有股灵气似的 特别适合修炼 男人到了晚上 也特别的猛 我修炼了老汉推车 骑马射箭等招事后 才沉沉睡去 感觉自己的修为 又高了一个档次 到了半夜的时候 我突然听到了 吱吱吱的声音 好像是老鼠在叫 但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我骂了一句 然后就继续睡了 并没有想太多 毕竟哪个地方没有老鼠 等我醒来的时候 强威已经走了 他帮我看了好几个场子 白天还挺忙的 我这个人会感恩 所以晚上的时候 我叫他打了一个小时的 两人太急 养足精神后 我还有事情要做 三天时间不多 我得把该做的都做了 上昆仑山之前 我一定要把语言救出来 之前王天奇用这个威胁我 而且我要去证实一下 王天奇到底在不在这里 如果不在 很有可能我的梦是真的 他跟黄大先上了昆仑山 我找人查出了 王天奇所住的酒店 因为他来京都 肯定有落脚的地方 这个并不难 如果他走了 那酒店肯定是退了 可我很了解他的脾气 如果他安全回去了 早就打电话来骂我了 但他没有 所以我觉得 那个梦有可能是真的 很快就有了结果 王天奇包了一个酒店 他带的手下有一小部位 还留在酒店里 应该是为了 看管语言 而其他的人 跟他上了黑木牙 我用那红色的小指人 化成了我 然后闯进了他们的房间 他们跟红色小指人 搏斗一会 我进去偷袭了他们 不费吹灰之力 就将他们打倒了 语言被关在 其中一个房间里 有五六个婴人看着 但他们 全部都被我撂倒了 轻轻松松 毫无挑战性 我弄断了绳子 撕开了语言嘴巴上的胶布 还了语言自由 语言也是个暴脾气 直接将那些人 又抱走了一顿 幸亏我拉住了他 不然的话 估计他们都变成太监了 我问他们 王天琪回来了没有 他们都摇了摇头 说王天琪从来没有回过 甚至失去了联系 我心里咯噔了一声 看来那个梦 有可能是真的 王天琪真上昆仑山了 不然不会跟这些 手下失联的 可我真的很奇怪 不是说我才是钥匙吗 没有了我 他们上昆仑山干什么 又是怎么上去的 这个问题 没有人能回答我 看来得我自己找了 除了语言 我还有一大收获 就是我找到了杨贵妃 这个鬼之前 是叶玲珑羊鬼门里面的头牌 没想到又被我得到了 听说可以卖个20亿以上 王天琪这回可是亏血本了 我直接把语言和杨贵妃带走了 语言好像被饿了好多天 出来后 吃饭都是狼吞虎咽的 他一边吃 我一边在他后面 给他修电脑 他没有说什么 反而很乐意 毕竟 除了我 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人去救他了吧 等语言吃饱的时候 我也满足了 我跟他也算老夫老妻了 这点救活 还是干得比较轻松的 别人一般都是 事后抽事后烟 我就不一样 我事后玩鬼 将一个盒子打开后 里面装着一只鬼 那正是杨贵妃 虽然变成了女鬼 但杨贵妃就是杨贵妃 看上去依然有一股 雍龙华贵的感觉 一个颠倒帝王的绝世美人 居然能落到这个地步 俨然已经成为了 被人交易的商品 其实也可以理解 大家都有猎奇心理 就算是鬼 一个皇帝的女人 谁不想玩一下 杨贵们就是抓住了 人这样的心理 所以才卖得那么贵 如果不是我捣乱 这个杨贵妃 估计还能炒得更高 价格绝对没有尽头 杨贵妃不是厉鬼 实力有些弱 也就比普通的孤魂野鬼 强上那么一点 她不敢出来 坐在盒子角落里 瑟瑟发抖 感觉有些害怕 王天奇这小子 不会那么安分 一点都不碰她吧 虽然说人不能 随随便便跟鬼那什么 但她手下能人意识多 总有办法的 杨贵妃这样貌和身材 我猜她保持不住 语言洗了一下澡后 披着浴巾出来了 然后甩着湿漉漉的头发 对我说道 你不会还想对这个鬼 那倒不会 我气定神闲 斩钉截铁地说道 美女千千万万 我苏杨独占一半 不会堕落到 去找女鬼的程度 这么漂亮的女鬼 你忍得住吗 语言仿佛很了解我一样 但只是她以为 她根本不懂 我内心的脆弱和故作坚强 你想多了 过两天我上一趟昆仑山 照顾好自己 说完后 我将杨贵妃也倒入了黑葫芦中 然后给语言一张支票 跟过我的女人 我都不会亏待她们的 杨贵妃进入黑葫芦后 就没动静了 小倩很凶 杨贵妃这种弱鬼 根本不敢说话 跟老鼠一样缩着 这个女人活着的时候 因为美貌短命 死的时候 也因为美貌不能去投胎 感觉有些实惨 语言拿起支票一看 顿时惊呆了 一个亿 小意思 钱对于我来说 只是一个数字了 这笔钱足够你过下半辈子了 如果有危险 直接出国去别回来了 这一次我上昆仑山生死难料 如果我回不来 最担心的就是语言 其他的倒没有多大的危险 你对我真好 语言第一次主动坐到了我的怀里 柔情万分 那一双红眼突然倒转了起来 然后轻轻吻在了我的唇上 难舍难分 你是不是对我下诅咒了 分开后 我察觉到了什么 她的同色跟别人不一样 而且 每次下诅咒的时候 都会有变化 我早就注意到了 这个吻并不简单 关键时刻 可以保你的命 这就是我对你的报答 语言的诅咒 似乎不是为了伤害我 而是为了保我 但是什么诅咒 她也没有说 甚至说 连她自己也不知道 这话我当然是不信的 自己的秘书 自己下诅 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故作神秘吗 还是别有隐情 见语言不说 我也不能勉强她 三天后 我背上行囊 跟九尾狐 打算上昆仑神山了 打点好一切后 九尾狐变成一只 白色的小狐狸 直接钻进了我的背包里 昆仑神山不好找 距离又远 经过一路颠簸后 我们到达了附近的地点 可找了好几个当地导游 也不愿意带我们上去 因为太危险了 我以为这是九尾狐的故居 她认识路 但她却说 太久没回来了 一切都变得很陌生 至少得进去 里面她才能记起来一些东西 昆仑山脉温度低 而且惊险万分 没有当地导游的话 进去九死一生 如果迷路出不来 就算饿也饿死 九尾狐不怕 但我怕呀 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 突然一天晚上 响起了清脆的铃铛声 然后就是阴森森的吟叫 死人上路 活人回避 这不是赶尸人吗 我向旅店的老板一打听才知道 原来今晚有一对赶尸人 要进去昆仑山 这可稀奇 赶尸进昆仑山 是要直接葬在里面吗 还是说 想寻找传说中的昆仑胎 那可是天神龙穴 哪那么容易找 不过这对于我来说是好消息 跟着这对赶尸人 说不定能安全地进入到达昆仑山 我二话不说 直接退了房 然后带上行囊 偷偷跟在了赶尸队的后面 赶尸队的尸体比较多 一时之间根本发现不了我 但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每走一大段路程 他们就会留下一具尸体 好像是留标记一样 把这些尸体都当标记了 这样返回的时候 不会迷路 这些尸体都穿着清朝的衣服 留着辫子 女的则穿着清朝宫女服 头上贴着黄服 跟随着铃铛的清脆声音 一跳一跳地 肆无忌惮地行走在黑夜中 即使进入了昆仑山脉 这些尸体 也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故 赶尸人一共有三个 但他们都戴着面具 穿着黑色的乌袍 稀薄又寒冷的空气 好像对他们一点影响都没有 走起路来没有脚步声 也不喘气似的 带着大队尸体 一直进入了昆仑山脉 昆仑山 有称昆仑 昆仑丘或者玉山 在道教的文化里 被誉为万山之祖 是中国神话中的神山 里面住着神仙 可群山众多 听闻真正的昆仑神山 只是其中一座 想要找出来并不容易 里面甚至有被誉为 死亡谷的地方 极其恐怖 近来的人 大部分都是有去无回 曾一度被列为 世界境地之一 我们的说法是 里面神仙布下了结界 进入扰乱者必须死 但具体是怎么回事 谁也不知道 就算有当地的导游 进入里面都极其危险 一般导游不会建议 你走太深 如果没有导游的话 自己瞎闯 基本上就是九死一生了 希望这三个赶 诗人有点东西 我可不想死 但我见他们沿途 一气尸体当路标 我就知道 他们是有备而来的 应该有手段 第一天还算顺利 但天一亮 他们就停止了 然后给所有尸体 搁上黑布 三人围成一团睡觉 我也只能跟着休息 天黑他们 又开始上路了 只是简单吃了一点东西 然后继续向前进发 这时候 已经走得很深了 空气越来越稀薄 也越来越冷 大概凌晨三点的时候 他们在一处停下了 前面是一口 不大不小的泉 黑漆漆的夜晚 我也看不见 里面有没有泉水 只听见他们说 终于到昆仑泉了 我为了观察这个泉 故意偷偷靠近了一点 这样才能看清楚 这个泉池四周 由花岗石 砌成的多边形图案 中央一股青泉 从池地默然喷涌而出 似一朵盛开的莲花 又似无声的碎玉 落入一红青池 昆仑泉我听说过 在古老的传说中 这就是神泉圣水 或者传言 这是穷江玉燕 池中清澈的泉水 万年不停地喷涌而出 即使严寒的冬季 也从不风冻 谁也不知道 泉眼下面通向哪里 当地藏民 是不动泉跳为 济头条神泉 时常对泉水膜拜 不动泉很稀有 被人奉为神泉也正常 那三个赶世人 扑通一声就跪下了 然后对着昆仑泉 不停地膜拜 而且是五体头地般的大理 整个身体都趴在了地上 嘴里还念念有词 好像是什么祈祷的话语 但这个语言我听不懂 拜全的行为不罕见 但他们随即做出的事情 却让我感到怪异 三人拜了大概二十分钟后 又商议了一分钟 然后将一具女尸 扔进了昆仑泉里面 女尸咕咕噜噜噜一声 直接下沉了 但没多久又浮了上来 不过血肉没有了 只剩一副骷髅架子 衣服还完好无损 果然没有灵魂 不能下去昆仑泉 这一下可怎么办 其中一个人说道 而且还叹了一口气 另外两个人将女尸 打捞了上来 但已经变成白骨了 有些惊悚 如果我们掉下去 扶上来会不会也是这样 他们的处境我已经猜出来了 他们想下去昆仑泉 但不想自己冒险 于是把尸体丢下去 再控制尸体 去完成想要完成的事 可是昆仑泉没有灵魂 不能下去 尸体直接被腐蚀干净了 计划也泡了烫 我有些好奇 他们下昆仑泉干什么 这三个家伙 不会是只为了找昆仑泉而已吧 根本没想找昆仑泉 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突然转头看向了我 面具下的眼神一致 干 他们早就 发现我了吗 小子 你也跟我们一路了 为了报答我们 你就替我们下昆仑泉吧 说话间 三人的身影极其快 如闪电一样 将我围了起来 这三个家伙 早就知道我的存在了 只是当时没有拆穿我 就为了等这个时刻吗 可是他们失算了 谁是猎物 谁是猎手 由未可知 就在我想出手的时候 突然九尾狐的声音 直接传进了我的耳朵里 依他们 下昆仑泉 听见九尾狐的声音 我这才作罢 并没有动手 要我下可以 你们总得让我知道 下去干什么吧 我在下去之前 企图套他们的话 这活我可不能白干 这时候 他们纷纷摘下了自己的面具 为首的是一个老头 看上去应该有65岁以上了 其他两个很年轻 不超过25 一个方脸 但体型瘦小 一个胖子 长得很高 大概有一米八五左右 老头拱手说道 兄弟 我们也不是故意害你 听闻这昆仑泉 能洗敌人的灵魂 但我们不敢直接下 只得 只得拿我当小白鼠了 是吗 这还不是故意害我 你说话挺为瓦啊 老头说话一套一套的 看来不是什么好人 要不是九尾狐的命令 我杀两个留一个 给我带路了 还给你当小白鼠 既然这样 为了报答你们带路的恩情 那我就身先士卒吧 我也假装客气地跟他们说着 他们很虚伪 我更加虚伪 有劳小兄弟了 抱歉 三人纷纷拱手行礼 跟个伪君子一样 我也一样 但如果不是九尾狐 我当场为他们使吃 不知道九尾狐打的什么主意 居然要我直接下这个昆仑泉 不过按照他们的说法 我有灵魂 应该不会变成白骨 而且 这泉水还会洗涤别人的灵魂 我这么无的人 确实应该洗洗了 下去净化一下自己的灵魂吧 我把行当放下 然后跳了进去 泉水很轻 不过我一下去 就开始往下沉了 跟普通的水没有区别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眼睛开始有虚光 然后好像泉水在沸腾一样 咕噜噜地往上冒 怎么回事 为什么泉水开始发烫了 不对 是我的灵魂在滚烫 泉水发出了白光 好像将我整个人束缚住了一样 然后泉水疯狂涌入了我的身体 我感觉到了剧烈的疼痛 一幅幅画面 不断出现在我的眼帘 天雷大轰 乌云盖顶 万鬼奇笑 一人一剑站立于雪山之巅 傲视群雄 白衣萧萧 黄服如落叶一般 符咒掀起雷鸣 剑斩电煞 为师助你成仙 不可分心 触到成圣 本来就是逆天而行 万物不服 哄 一道雷突然降下 将画面劈得稀碎 无数的记忆涌入脑中 如蜘蛛网一样 将我的灵魂缠住 不行 扛不住了 透不过气来 我无法呼吸了 我要上去 在水中的我知道 不能再这样待下去 不然会死 努力挣脱束缚后 连忙往上扶 快到水面的时候 突然水面如镜子一样 出现了一张脸 一张有点陌生 又有点熟悉的脸 陌生是从来没有见过她 熟悉是她长得 有一点点像方婷 我说了 你会回来的 我在等你 江辰 我心里一惊 砰的一声 直接打碎了水面 然后爬了上去 全池不高 我很容易就上去 但上来后 感觉灵魂多了一点 什么似的 还有许多本不该存在的记忆 而且 好像灵魂变强了 感觉很奇怪 我无法形容 小兄弟 感觉怎么样 你没事吧 老头连忙问道 他当然不是关心我 我摇了摇头 甩了一下身上的水 没事 全力很安全 我在泉下发生的事情 没有跟他们说 不过确实安全 水也很清澈 可能真是洗涤灵魂的胜水 听我这样说 老头有些兴奋 连忙挥手 对那个方脸的小子说道 二娃子 快下去 把你灵魂的诅咒洗掉 这样 你就可以重生了 那个小子也照做了 连忙跟我一样跳了下去 可没多久 他突然发出一声惨叫 然后开始呼救 胖子离他最近 吓得二话不说 就把手往下伸 爹 快上来 可等他看清楚的时候 吓了一大跳 哪里还有玩人 全面上浮起来了一具 骷髅架子 血肉全无 跟刚才的女士一样 我滴乖乖 不是说 有灵魂的下去 没事吗 怎么会这样 死得也太惨了 但为什么我没有事 见同伴惨死 老头愤怒至极 以为是我搞的鬼 突然就拔出了一把 银丝的匕首 然后快速地架在我脖子上 臭小子 你耍什么硬招 为什么同样是人 你能活着 二娃子却死了 老头一心中 出现这样的事情 自然只能想到 是我搞鬼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因为对昆仑泉 没有多少了解 而且是第一次下 但我对这个老头 确实忍够了 什么原因 你自己下去体验一下 不就知道了 我说完后 突然一发狠 直接把她的手 都瞬间扭断了 速度之快 令人咋舌 她都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我高高举起 然后扔下了昆仑泉 咚的一声 老头沉了下去 她拼命地挣扎 还露出了个头 惊恐地呼喊着 胖娃 救我 救我 胖子吓得愣了一下子 但随即还是伸手 去拉她了 但晚了一步 水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在拉老头一样 转眼之间 老头就沉了下去 几秒没到 她就浮上来了 跟刚才那个人一样 成了一副骷髅架子 半点血肉没有 死得极其快 血肉好像 都被吞噬了一样 胖子吓坏了 惊恐地喊了一声 然后顽命地逃 但我踹了一下她的屁股 她立刻摔了个狗啃泥 去哪啊 死胖子 我一脚踩在了她的身上 不让她动弹 千不该万不该惹我 我不跑 你别杀我 我不跑了 胖子吓得浑身颤抖 完全不敢再动弹 生怕我宰了她 我将她拎了起来 然后问她 为什么那个方脸的小子 要来昆仑泉洗涤灵魂 胖子说 那是她弟弟 但赶尸的时候犯了大忌 让一个女士怀孕 被别人知道后 给诅咒了灵魂 每天晚上灵魂痛得 死去活来 生不如死 师父听说 昆仑泉可以洗涤灵魂 破除诅咒 所以就带他们来了 这灵魂还挺罪恶的 怎么写 赶尸大忌 就是对死者不尊敬 她死了 也算罪有应得 会去昆仑山吗 我又朝那胖子问道 胖子摇了摇头 说不太认识路 只知道一个大概方向 他们虽然是这边的赶尸人 但都是忽悠客人的 只是把尸体赶进来 然后随便掩埋在一个地方 根本没有把尸体 葬在真正的昆仑山 也没有找到所谓的昆仑胎 说白了就是忽悠 那些人相信 葬进昆仑山 就可以成先的谎言 所以都被他们骗了 哪那么容易进入 真正的昆仑山 昆仑胎就更别想了 反正也没人知道 他们随便找个地方葬 又能怎么样 行骗团伙呀 不怕遭雷劈吗 这样丢赶世人的脸 我删了胖子几巴掌 他有点脆弱 居然哭了出来 我又删了另外一边脸 对称后他才不哭了 这种骗子就该删 杀了那两个也不冤 让他们行骗 骗死人 那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起来 带我上昆仑山 我朝他屁股踢了两脚 吓得他麻溜地爬起了身 尸体也不敢了 朝着一个方向走去 这家伙 不愧是在这个地带混的 他真的带我找到了 真正的昆仑山 越过昆仑泉 过了昆仑桥后 又走了大概一天 终于来到了一座 极其神圣的大山前了 这山好像有 极其浓重的迷雾围着一样 有时候看着像仙境 有时候看着很邪惑 不知道是不是积雪反光 还是怎么滴 总有一道如圣光的东西 笼罩着 极其神秘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应该就是你要找的昆仑山 但听说没有人能进得去 邪惚得很 我们看见这座山的时候 也是掉头就走 胖子累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然后不停擦着汗 接下来无论怎么赶他 他都不走了 也坚决不进去 他说的没错 这山可不是谁都能进去的 因为山前一大堆白骨 有人的 也有动物的 都快堆积成山了 想上去的 估计都死了 无意生还吗 胖子也怕 根本没有半点要上去的意思 坐地上跟雕像一样 你滚吧 我自己上去 不需要你 既然已经到达了目的地 那我就不需要他了 我可以自己上去 可我背过身去的时候 突然一道寒光 闪过我的后脑勺 狗崽子 还我弟的命来 胖子突然发狠 手拿短刀想被刺我 替师父和他弟弟报仇 他以为偷袭稳了 我必死无疑 隐忍了这么久 总算手刃仇人了 可突然 背包里面伸出了 九条白色的尾巴 然后紧紧勒住了他的身体 腰 腰啊 放开我 腰 胖子吓坏了 不停尖叫着 裤子湿了一大片 骚臭味传了过来 整个人吓得脸色惨白 浑身发抖 已经给过你一次 活下去的机会了 你不会珍惜 九尾狐立声说道 撕的一声 胖子被九条尾巴 撕裂成了碎片 肝脏什么的撒了一地 血肉模糊 看着极其残忍 四肢不知道飞到了哪里 比五马分尸还残忍 九尾狐从书包里出来 画成了翩翩仙子 可就这一副天使般的面容 残忍地将人撕成了碎片 终于 回家了 九尾狐看着面前的昆仑山 有感而发 我翻了翻白眼 还好意思说 自己家都不认识 还得别人带路 这是你家 不是我家 九尾狐说着 一脚踹在了我的屁股上 我惨叫一声 跌跌撞撞地 朝白雾上奔去 糟糕 如果这些白雾有猫腻的话 我这样上去 会不会有事情 还有覆盖在山上的白光 跟罩子一样 虽然说 我是打开昆仑山的钥匙 但我心里挺没底的 可是神奇的事情 突然发生了 白雾遇到我 直接散开了 如开门一样 还有那些白光 一碰到 我就消失 有意思 还真是我家 本来还担心那些 堆积如山白骨的死鹰 这下不用担心了 我应该可以来去自如 不受束缚 趁着这回功夫 九尾狐直接闪身进去了 以我作影 然后跑到了我的前头 我连忙跟上 跟着他上山 可一进来 我就闻到了很浓的血腥味 山上 有零零散散的几具尸体 是在黑木崖上的鹰人 不对 他们怎么能上来的 那个梦 是真的吗 这些尸体 已经死了有段时间 刚刚好能跟我做梦的时间吻合上 黄浮掩面 残袍不堪 死得一个比一个惨 我蹲了下来 查看他们的脖子 九尾狐有些不解 连忙问道 你干嘛 看他们有没有被咬啊 如果有 那就是江城下的毒手 江城在山上 这些人闯进来的话 估计下毒手的 就是江城 九尾狐挥了灰衣袖 大步向前 看都不看这些尸体一眼 不用看了 江城不需要吸血 这些人不配给他咬 谁说的 明朝的时候他就咬了人 还咬了柳西林 你等等我 唉 师父 这特么的又说是神山 怎么感觉阴森森的 而且本身温度也低 越往上越冷 血也越来越多 很多尸体都被血给淹没了 最惨的没有全尸 残肢破碎 头颅和尸首分家 昆仑山极其高 九尾狐耐寒 但我是个人 越爬越高的时候 浑身都在哆嗦 虽然已经穿了不少衣服 但这种还是冷静骨子里的 我如果以后住进昆仑山 希望有地暖 这不过分吧 到了半山腰的时候 刚刚好天亮了 昆仑山那种阴森森的感觉 立刻消除 而且阳光照下来 仿佛镀上了一层圣光一样 可这时候 九尾狐却瞬间 将我拉入了一个 不大不小的山洞 然后躲了起来 不再继续赶路 这我就有点不解了 我们又不是赶尸人 天亮和阳光 对于我们来说是好事 为什么要躲呢 白天昆仑山圣气太足了 对我有压制效果 不宜赶路 九尾狐的话 让我愣了一下 随即看向了洞口外面 九尾狐这么强 还会被山气所压制 感情真是深山啊 那他以前跟傅长生 在这里的时候 也是咒服夜出吗 他以灵气为主 不应害怕圣气才对啊 还是说 九尾狐在躲避什么人 我没敢太多质疑九尾狐 跟着他在山洞小蜜了一会 因为他说 我家在山顶 所以晚上 估计还得辛苦一番 休息不好 容易爬不动 可以睁开眼 就是天黑了 看了下时间 已经是晚上九点多 今晚罕见的有月亮 而且还是圆月 山洞里面有两种香气 一种是美食的香气 另外一种是女人的香气 里面还带有一点骚 让人热血沸腾的骚 我揉了揉眼睛 然后观察着山洞的情况 里面不知道什么时候 生起了火 还烤着一只狼 这应该就是食物的香气了 另外一种香气 是九尾狐散发出来的 他一头如瀑布一般的青丝 垂落于腰间 红唇欲滴 脸上有了一圈圈红韵 风情万种中 夹带着不识人间烟火的青唇 难道这就是网上所说的 唇欲天花板吗 可他这个表情 是什么意思 勾引我吗 他的身上很香 散发出一种 斩南香水的味道 白裙故意滑落相间 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暧昧 跟平时的高冷截然不同 仿佛变了个人似的 这时候 我看向了山洞外面 紧紧盯着那一轮 挂在天空上的满月 第九梅铜钱的时候 来了一个红衣女鬼 交给了我一张人皮 他说 九尾狐虽然已经修成人形 但依然有兽性 一到春天的时候 就会 兽性大发 只要我披上这层人皮 我就可以躲过此劫 是我爷爷留给我的 可这也没到春天啊 而且昆仑山上还那么冷 九尾狐怎么救 很明显 是天上那一轮明月搞的鬼 可以前也有满月的时候 为什么九尾狐就没有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 哪个环节出了错吗 徒儿 醒了 吃饭吧 吃饱了 才有力气 九尾狐露着香肩 玩着发丝 含情默默地看着我 一脸的 呃 我不好意思说 我怕羞 师父 你今天怎么穿着品如的衣服 我扳开了一只狼腿 然后嚼了起来 味道并不好 但现在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 你在说我骚吗 九尾狐眼寒秋波 看着我笑了起来 那笑容如同仙子 现在我身经百战 不然已经没了 这笑容谁扛得住 谁就不是男人 怪不得聊斋勾引书生的 都是狐狸精多 我可没说 你自己说的 我不敢再抬头看九尾狐 专心吃着狼肉 不然我怕自己变成狼 此大逆不道的事情 我绝不能做 要知道 如果没有危险的话 我爷爷绝对不会 让我披上那人皮 也不会托那女鬼说 可以逃过此劫 何为劫 劫就是有大难 有大危险 色字头上一把刀 我就算打肃瘤的主意 我也不敢打自己 师父九尾狐的主意 避开一点好 吃饱了 师父 我们继续赶路吧 我拍了拍肚皮 这狼肉虽然不好吃 但甜肚子 吃饱后 恢复了不少体力 人也暖和了 现在正是赶路的好时机 而且今晚月光不错 那昆仑山 就没有那么黑了 可突然九条尾巴伸了过来 如鳞蛇一样将我缠住 紧紧将我勾到了 九尾狐的身边 还真别说 这尾巴还挺暖和的 而且九条 比棉被都舒服 这么着急干什么 再歇一会 你冷吗 为时帮你暖和一下 九尾狐的眼神 好像会勾魂一样 搞得我坐立不安 身体躁动了起来 特别是身上的香味 让人悸动了起来 这时候他贴了过来 想把体温传给我 而肩上的衣服 也是越拉越低 线裙发白 皮肤更白 可我没有丧失理智 只剑一把将它推开了 然后紧张地说道 我出去尿个尿 说完 我就自个狂奔了出去 然后拼命吃了两口血 让自己冷静下来 这样下去 我肯定把持不住的 但我又不得不回去 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危险 但爷爷 既然留了话给我 那我就只能照办了 我把九藏的人皮拿了出来 然后跟衣服一样披上 但我感觉没有什么变化 我还是我啊 就是这个人皮 有一股药味 很呛 也很难闻 不管了 死就死 爷爷应该不会害我 这人皮 能让我避过此间 冷静了一分钟后 我再次钻进了山洞 九尾狐如果还这样 那就别怪我是男人了 那天红衣女鬼 送我人皮的时候 说是前世的人皮 但是哪一个前世 他没有说 你说 要是傅长生的人皮吧 也不可能 因为傅长生的尸体 我见过 正在苏廷的地下室里放着呢 完好无损 根本没有被包掉人皮 至于为什么 披上这个人皮 能躲过此劫 我也不知道 只能往后看了 我重新进入了山洞 然后来到了九尾狐的面前 九尾狐抬头看着我 突然眼神都变了 人愣了一下 那当春意消失 随即而来的是尊敬 就好像我小时候 见到老师一样 是 是 九尾狐有些慌乱 连忙将肩上的衣服 拉了上去 说话的时候 都有点手足无措 我立刻会议 九尾狐应该是 把我当傅长生了 可这不应该是 傅长生的人皮啊 到底怎么回事 不管怎么样 九尾狐好像是清醒了几分 脸上的红韵都消失了 师傅 你到底怎么了 我件事情有了转机 连忙俯身问道 九尾狐的状态很怪 明显是被山上那一轮满月给影响了 可以他的道行 根本不应该啊 满月而已 他经历的又不少 见是我说话 九尾狐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满脸的疑惑 你 你是 不可能 我呀 苏扬 我看了看自己 没什么变化 就是披了个人皮 也就跟衣服一样 为什么九尾狐就认不出了 这个人皮当真有这么神奇吗 你 但是为什么 九尾狐哑口无言 张大嘴巴看着我 可也就是七八秒的功夫 他就好像明白了什么事情 你爷爷MB 这都防盗了 九尾狐说道 你刚才到底怎么了 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我连忙问起了缘由 这时候 九尾狐站了起来 然后看向了外面的满月 有人盯上我了 想杀你 必先过了我这一关 他想废我的修为 废了你的修为 可刚才你就那样 怎么废 虽然九尾狐刚才骚了一点 但不至于废了修为吧 最多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情 能怎么废 等等 难道说 我需要完缘之身 一迫再也不能修出十尾了 成仙必须不能误会 九尾狐的话 让我啼狐灌顶 这不是我的劫难 而是九尾狐的 爷爷算出此劫 所以把人皮给了我 关键时刻 让九尾狐清醒过来 九尾狐是保我的关键人物 一旦他废了 杀我就变得容易 可这人到底是谁 居然能让九尾狐找到 有这么强吗 在昆仑山之上 难道是将尘搞的鬼 但他真的 会用这种手段吗 我觉得 九尾狐根本在他面前 不值一提 他不屑于这样做 到底是谁 想不出是谁 我只能把这个答案 抛给九尾狐了 九尾狐居然摇了摇头 不知道 完全没有任何蛛丝马迹 这么强 居然能让九尾狐 都毫无察觉 到底是昆仑山上的高手 还是外面进来的高手 就在这时候 突然九尾狐的九条尾巴 缠住了我 将我拉了过去 干嘛 你不都解除了吗 我挣扎着 九尾狐明明已经恢复了 还想干嘛 嘘 别说话 九尾狐小声喝道 让我别大呼小叫的 然后一口咬在了 我的脖子上 你爷爷本事真大 居然用秘术 仿制了师父的人皮 甚至算到了这么远的事情 希望你能在昆仑山 有所收获 九尾狐是真有 牙齿渗入了我的皮肤 我甚至感觉 有什么东西 进入了我的身体 我还以为他要给我种草莓 但并不是 一股力量拉扯着我的身体 然后皮肤开始收紧 我脑袋开始昏昏沉沉了起来 你家在山点 一定要上去 这是我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随即就晕倒过去了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 月亮已经消失了 昆仑山再次陷入了黑暗中 看了下时间 已经凌晨三点 我昏迷了好几个小时 而九尾狐 已经不知去向 师父 我洞里洞外地叫着 但没有回应 风雪大了起来 寒风呼呼地往嘴巴里灌 除了我 这里再也没有别个 九尾狐居然走了 而且还是不辞而别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走 更加不知道 他去了哪里 我抬头看向了山顶 想起他最后说的那句话 顿时有了目标 他会在山顶等我吗 还有 那个阴了九尾狐的人 到底是谁 这些问题暂时没有答案 看来还得登顶才知道 我没有停留太久 而是继续冒着风雪向上爬 有时候会摔倒 并不是我体质不行太累 而是总是冷不防地踢到尸体 因为有零零散散的尸体 被风雪掩埋 根本看不见 一踩进雪的时候 准能踢到 一直有死人 而且是京都来的阴人 有些面孔我甚至都记得 因为他们曾经追过我到黑木崖 没想到来昆仑山死了 我最不解的是 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我才是昆仑山的钥匙吧 到现在 我已经不怀疑自己做的梦了 很明显是真的 看来当天在黑木崖的人 几乎都来了 那个家伙 他也在吗 可偌大的一个昆仑山 他未必能遇到我 除非登顶 搞了半天 根本不用我这个钥匙吗 真是晦气 我还被追杀得那么惨 这上哪说里去 谁算的挂啊 一点都不准 也不是这么一回事啊 昆仑山果然高 我一个人的话 爬到天亮 都未能到达山顶 太阳出来的时候 我看了一下大概距离 估计还得五个小时 才能爬到顶 随便吃了一点罐头后 我准备继续爬 天亮对于我们人类来说 算是天大的好事 相比较黑漆漆的爬山 有光我会爬得更快 而且还不会那么出事 可今天天空灰沉沉的 一大片乌云飘在了昆仑山之上 而且极其的烦闷 好像天要压下来了一样 我不知道有什么变故 只知道一味地往上爬 可走了一段时间后 我才发现 好像有什么东西跟着我 但很奇怪 回头找的时候 一点脚印都没有 雪地跟人不好跟 因为会留下脚印 别人一回头 就能发现猫腻了 可我并没有发现脚印 怎么回事 难道说 是我的错觉 可被人跟得感觉非常强烈 但一回头什么都没有 而且我感觉 他跟我跟得越来越近了 我立刻握紧了腰刀 想起山上那一具具尸体 我知道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那些鹰人也不是泛泛之辈 但都死得极其惨 你说昆仑山没有东西 我都不信 一般这种神山 有很多宝物的 都肯定有守护灵之类的东西 只是这个灵啊 分邪还是不邪而已 不行 我后面肯定有脏东西 我得想的办法 将它引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 我闪身进了一个山洞 然后躲在了洞口 高高举起了腰刀 如果跟着我进来 那我就把你劈成麻瓜 有胆你就来 可是迟迟都没有动静 看来跟着我的东西也不傻 但没关系 我还有下招 这时候 我拿出了一个红色的小指人 下达指令后 它变成了我 然后在我的指挥下 走出了山洞 开始漫步向前走 而我则 继续躲在洞口处观察着 不稍一会 果然有东西出现了 那是一个跟胎盘一样的石头 它是悬浮在空中的 跟鬼一样飘着 见我出来后 偷偷跟在了后面 如果我回头看 它就藏入雪中 近乎雪白的颜色 很好的掩护了它 根本无法发现 而且它是飘着的 不会留下印子 看着它 我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字 昆仑胎 干 这玩意不是说 吸取什么日月之精华 而形成的吗 这么如此些 看它的样子 好像是想吃了我 昆仑胎的怪物盯着我 而我盯着麒麟胎的怪物 但那个只是指人而已 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我 这就是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了 昆仑胎最后还是没忍住 直接扑了过去 好像一个蜘蛛一样 想要将我吸干 这时候扑痴的一声 一阵烟雾过后 我变成了一个小指人 指人吓坏了 晃着小短腿立刻逃跑 昆仑胎好像有神志 马上知道自己上当了 可为是一晚 我已经从后面包抄了上来 一刀劈在了上面 哐当一声 昆仑胎立刻重重地摔进雪里 然后裂开了一条缝 血溅了出来 这玩意还有血 真跟孙悟空一样 石头里面孕育着生命 昆仑胎摔进雪里面后 再也没有出来 然后雪中有一道缝在狂奔 一看就知道 雪里面有东西在窜逃 而且速度还特别快 但雪中有血 已经出卖了他的行踪 想逃 今天除非你真的 崩出一个孙悟空来 不然就别想逃了 我三步并坐两步 然后追了上去 一脚踩在了上面 一力道压肢 他挣扎了一番后 只能无奈钻了出来 此时我又是匡当的一刀 劈得他裂开了三道缝 血流不止 我用刀身震住了他 将他扎在了雪地里 无法动弹 海桃 想吃我 我要你付出代价 说完后 我一拳轰在了上面 想将其毁灭打碎 砰的一声 不出所料 昆仑胎碎成了渣 一大滩农业建了出来 海家带着黏乎乎的血液 里面有一个人 他全聚着身体 缩成了一个球状 看起来小了很多 我还以为昆仑胎里面 真郁郁出来了人 但仔细一瞧那人的面貌 我顿时傻了 这不是王天琪吗 王天琪伸展开身体的时候 立刻恢复成了一个成年人的大小 他瘦了很多 而且身上全是酸溜溜的年叶 还加带着血 他精神状态非常差 脸色苍白 苏杨 我干你祖宗十八代 王天琪突然暴走 我还以为他晕过去了 被他猝不及防地掐住了我的脖子 他极其愤怒 面目猙獰 想要置我于死地 可他哪是我的对手 一个被摔 就把他摔进了雪地 然后单膝跪在了他的胸膛上 不让他动弹 你姥姥的 你一个人也敢干我 你真当自己是神了是吗 我一边骂 一边扇了 他几个大嘴巴 加上雪中的寒冷 他顿时清醒了几分 兄弟 是你啊 刚操 我怎么了 王天琪一脸猛逼 消去了刚才的面目猙獰 脸上的五个手掌印告诉我 这家伙知道不是我的对手 开始演戏了 刚才只是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我还有事问他 所以没想宰了他 而且伸手不打笑脸人 我暂时就陪他演下去了 兄弟 你应该是中邪了 我刚才帮你驱邪呢 可算把你扇行了 不对 总算把你身上的鞋赶走了 我将他拉了上来 但这个家伙腿软 站不了几分钟又坐在雪地上了 人虚弱得很 谢谢兄弟了 没有你 我可能挂了 王天琪一副尽兴的样子 咧嘴一笑 对我表示感激 怎么回事啊 你不是在鬼燕山吗 怎么来了这里 还 还变成了这玩意 我拿起一块碎片研究着 好像就是石头 没有别的成分 王天琪怎么能被塞进去 还会跑会动 真邪门啊 如果刚才他把我吃了 那会怎么样呢 路途中的那些尸体 不会就是他杀的吧 王天琪摇了摇头 说不知道 他晕过去以后 醒来就变成这样了 他自己就好像一个野兽一样 想把人杀了吃 但具体做了什么 他自己也不知道 待在那里人麻麻的 神志也不是很清醒 跟中邪很像 这样看来 是有什么人 将王天琪塞进了昆仑胎里面 然后利用他杀人 可又是谁做的呢 江城吗 除了他有这个本事 我已经猜不出 还有谁了 就算本事再高 也不可能在昆仑山为所欲为 而昆仑胎 就是昆仑山上的产物 他到底想干什么 一个孤独了上万年的僵尸 无法想象得到 会无聊成什么样子 要是我的话 估计得每天都要去族玉殿 才能缓解这一份孤独 你干爹呢 在梦中的时候 黄大仙也在 既然王天琪已经出现了 那黄大仙必定也在 王天琪摇了摇头 不知道 我也是刚刚才解放出来 没见干爹 带我走 这个鬼地方太邪门了 我什么都不要了 什么神山 老子不嘻哈了 苏杨你要多少钱开个口 只要带我离开 这里就行 宝金风霜和毒打的王天琪 终于承受不住了 希望能立刻离开这里 没有黄大仙和手下的他 只是一个普通人 而我就是带他走的唯一希望 他本来就不是自愿上来的 不知道谁带他上了昆仑山 还让他变成了昆仑胎 可我却摇了摇头 直接拒绝了 好不容易才上来 九尾狐已经不见了 我怎么也要找到他 不可能随随便便走的 你要走自己下山 山顶尽在咫尺了 我不可能放弃 别说兄弟我不仁意 可以赠你一个指人护你下山 能不能安全下去 就看你命硬不硬了 我给了他一个红色的小指人 可在王天琪的眼里 这只是个巴掌大的小东西 呆头呆脑的 看着一点都不可靠 他觉得自己命金贵 怎么会相信这么一个玩意 直接就扔了 红色小指人有点生气 插着腰占雪地里 骂王天琪 无奈太小了 王天琪根本不理睬他 甚至都听不见他的声音 还路过把他踩进了雪地里 算了 我还是跟着你吧 不然我没有安全感 王天琪不傻 既然我不愿意带他下山 那就死缠烂打跟着我 那才是最安全的 他什么都不知道 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我并没有理睬 跟在我屁股后面的他 只是接着爬山 我脑海里一直在想 既然他已经变成了昆仑胎 那其他人会不会也 这时候 突然后面的红色小指人 跟发了风一样往前奔跑 那两小短腿根本就不着地 嗖的一声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跑到了我们的前面 哎 你看这小指人是不是不靠谱 跑得比我们还快 幸亏我没信他 到时候有事 估计跑在我的前头 王天琪连忙骂着小指人 可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劲 立刻往身后一看 这一看 顿时人就傻眼了 后面密密麻麻的昆仑胎 全部朝我们滚了过来 起码有上千个 飘在空中的时候 甚至遮住了 我们头上的那片天空 我尼X 这数量恐怖如斯啊 双拳难敌四手 就算上千个石头 那也不是盖的 而且好像比王天琪厉害 不知道是不是王天琪 本来就是普通人 所以较弱的原因 跑 我喊了一声 直接撒腿就跑 一下子就跑到了 小指人的前面去了 王天琪也吓尿了 这些昆仑胎 可都是把人当口粮的 他自己比谁都清楚 连忙撒腿就跑 但他娇生惯养 根本在山中的雪地跑不快 不但没能和昆仑胎拉开距离 还摔了一跤 这基本上就等死了 兄弟 救我 快救我 王天琪下的疯狂 在雪地上爬了起来 但后面的昆仑胎 极其疯狂 会将他吃的骨头都不剩的 什么 我听不见你说什么 快跑 哦 好嘞 这种情况 我才不要回头救他 容易把自己也搭进去 这么多昆仑胎 我得砍到手软 他们可以失误无数次 但我只能失误一次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股轨道之力冲了出来 将前面几个昆仑胎 瞬间粉碎 哼 臭小子 可算来了 等你好久了 啪啪几声 一个嚣张的家伙 从风雪中走出 扭了几下脖子 那家伙出来的一刹那 我心里咯噔了一声 他真在这里 玩犊子了 我就真奇了怪 他们到底是怎么上的昆仑山 不是说我才是钥匙吗 挺厉害啊 利用我给你肚难 将人都引到了黑木崖 还给你顺利逃脱了 但这一次 我看你怎么逃 苏杨看着我 无视那些昆仑胎 直接一掌 将他们一个个击碎 昆仑胎爆出来的全是人 跟王天琪一样 但苏杨手段很毒 那些在昆仑胎里面的人 出来几乎全部死光了 全都是来自京都的鹰人 跟王天琪一样 他们不知道给谁做成了昆仑胎 全区的身体被苏杨粉碎 昆仑胎碎成了渣渣 不过数量有点多 他们陆陆续续地扑来 犹如铺天盖地的蝗虫 误会 都是误会 我先走了 拜拜 我嬉皮笑脸一阵后 立刻拔腿就跑 这家伙比上次厉害 我现在可惹不起他 他现在的实力 已经无限接近鬼仙了 极其恐怖 以为昆仑山 只有江城一个大 麻烦 没想到这家伙也在 还堵了个阵阵 九尾狐没在 我鼓掌难鸣 选择逃跑是最好的办法 想跑 哼 想得美 苏扬大吼一声 手一挥 那些昆仑胎 立刻被掌风改变了方向 全部朝我奔来 速度极其快 如天外陨石一样 大哥 两年之约啊 做人能不能讲一下信用 我扬起腰刀 一刀斩出 紫色的腰光 将飞过来的昆仑胎 全部砍裂 喷喷喷的几声响 好像气球爆炸一样 血液见得到处都是 雪白的雪 变成了红色 你自己送上门来的 怪不得我 我可从来都没有 去找过你 可怪不得我 我 大爷的 说得好像很有道理 我竟无言以对 苏扬单手而起 浑身包裹着一层鬼火 如岩浆一样滑落 将雪地里的雪 都瞬间融化了 鬼气遮天 无数的鬼嚎 不停尖叫着 有了麒麟之体 我才会更上一层楼 今天你再接难逃了 轰的一声 鬼火喷涌而出 如浪涛一样盖了过来 不但将昆仑胎 焚成了灰烬 就连里面的人都烧成了灰 特别可怕 急而朝我扑来 卧槽 这你X的是火炎王马 王天奇撒腿就跑 看都不看我一眼 逃命要紧 反正苏扬的目标又不是他 而且昆仑胎也把目标 转移到了我们两个人的身上 王天奇正是逃跑的好时机 我手心全是汗 双手紧紧握住了腰刀 这一刀我没有把握 但也不能坐以待毙了 聚集法力 一刀斩出 紫色的腰刀 仿佛空中出现了一只眼睛 心红而炙热 将鬼火瞬间划开 一分为二了 成功了 看来这段时间得到的力量 也不比他低 腰刀得到冥王的力量后 直接上了一个接替一样 可划开的空间中 苏扬突然面目猙獰地钻了出来 一双鬼手 如同滚烫的锁链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掐住了我的脖子 将我按在了雪地中 捏雷邦 煞 哄 倒下的地方 一道黑雷摧毁了身下的一切 裂出三十道血痕 几十道雷影 将我身体彻底束缚住 刺刺刺地想着 鬼道之力笼罩在天空 犹如无数座山 压在了我的身上 命之如此 挣扎也只是无用之功 你的身体我收下了 到此为止吧 疑魂大发 一道犀利 钻入我的身体 好像想要将我的灵魂拉出来一样 去你的鸟命 轰的一声 一道佛印打在了苏扬的胸膛上 黑雷进破 佛印好像化成了一个佛掌 直接打在了他的胸膛之上 他闷哼一声 整个人跟风筝一样游离了出去 在雪地上倒退了九步 双脚陷入了雪中 无天法印 冥王之力 你上哪搞的这么多 花里胡哨的东西 苏扬拍了拍冒烟的胸膛 好像根本没有任何损伤 但我翻身起来的时候 喉咙里涌出了三口血 胸闷气短 身体 好像被什么腐蚀过一样 这是阴气 修鬼仙的人 浑身都是阴气 可腐蚀人的身体 吸取人的精气 这家伙太可怕了 看来没办法了 再不用九尾狐教给我的法术 我要么给他活活打死 要么给他夺取身体 傅长生的法术 对他有克制的作用 可以和周旋一下 加上我手上的法器 他也没有那么容易杀我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一道 火光冲了过来 离子盾 火绝 恐怖的火咒铺天盖地而来 直接将血融化 造成了雪崩 跟苏扬那种阴森森的鬼火不一样 这可是烈火 加上刚才的打斗 雪山终于要崩了 浩浩荡荡的积雪滚了下来 将一切都淹没 然后往下冲 昆仑胎也瞬间不见了身影 我感觉自己 好像是大海里的一片落叶 随风飘扬 给雪冲到哪里 就是哪里 而且 我已经被埋没 根本看不见任何东西 不知道过了多久才停下来 我眼花耳鸣 整个人不知道被雪埋了多深 也不知道雪把我冲到哪里了 昆仑山雪崩太恐怖了 整座山都在咆哮 好像地震一样 大自然的威力堪比神灵 不是人力可以阻挡的 这时候 突然有一只手抓住了我 然后快速离开了那里 我眼前一片掠影 所有东西都在倒退 这个人跑得比车还快 能在崩雪中 有这样的移动速度 实属不易 等我缓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在一个山洞里了 抬头才发现 这洞里有互鸣互暗的篝火 洞里有五个人 一个老头 一个中年人 还有三个小伙 他们都穿着道服 身上有各种皇服和法器 但他们脸色都不好看 跟死了全家一样看着我 那个老头我认识 就是道门的老祖宗 林彦 嘿嘿 大家好啊 老爷子好 我三岁的时候上过道观 学了八年道 这样算下来 我们也算是道友了 我连忙套近乎 俗话说得好 伸手不打笑脸人 再说了 我也跟他们 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何必争锋相对 万事以何为贵 可他们看 我的眼神没变 依然一副 要杀了我煲汤的模样 哎哟 骨头都散了 没死真是太好了 王天奇居然也在 林彦好像不止救了我 一手提一个 把我跟王天奇都带了回来 这个已经一百岁以上的老头 还是有点东西的 此时 他正背对着我 不知道什么表情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瞪了一眼王天奇 让他别特么之声 虽然摆脱了那家伙 但危险依然没有解除 要跟我一样笑脸迎人 别特么的摆臭架子了 王天奇 这里最弱 果然连屁都不敢放一个了 你好像挺开心啊 小子 那个中年男人 朝我一步步走来 知不知道 就因为你 我们三十个人 只剩下五个了 嘿嘿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人又不是我杀的 我说的话可不假 他们的仇人是那家伙 可跟我没有半点关系 复仇找他去 可是 你们好像打不过他吧 还嘴硬 师祖 你为什么把这个家伙救回来 让他死了不是更好 也好记同门的在天之灵 中年男人 好像对我意见很大 巴不得我现在马上死 不行 林烨突然转身 看向了洞口 山顶的天宫 没有他进不去 里面肯定有不少好东西 甚至有成仙的机缘 都说不定 林烨好像并不是 单纯的好心救我 依然只是想利用我而已 怪不得拼了老命的 把我带回来 按照他所说的 所有的宝贝 应该救在山顶 但他们进不去 我明白了 这才是我发挥 钥匙的关键吗 哼 一旦进去 马上杀了他 亲眼看着自己的徒弟 死在自己面前 知道是一种什么感受吗 中年男人愤愤地一拳 打在了山洞食言上 山洞晃了一下 但幸好没有他 狗东西 死了光我屁事 这郭印甩我身上吗 呵呵 既然我有利用价值 那我就玩死你们 长青 不要被情绪控制 修道之路本来就残忍 生死都是常事 见他差点把山洞都轰他了 林烨马上训斥了他一顿 是 失足 长青不敢反驳 但眼角瞪向了我 带着很深的恨意 他怪我引他们去黑木崖 被残忍屠杀 所以想手认了 我替同门报仇 这回 我被林烨带了回来 还不认他宰割 这时候 林烨低头看向了我 然后紧紧盯着我的脸 长得简直一模一样 怪不得分不出 但气场差太多了 一比较还是能分辨的 小子 他是你什么人 你们长得一样 为什么他要杀你 这时候 我坐在了地上 叹了一口气 说出了我们悲惨的身世 我们本是一对双胞胎 但由于爷爷偏心 一直宠幸于我 对他不闻不问 他心生怨念 彻底黑化 堕入轨道 一直想要杀了我 但我一直用轻轻感化他 希望他能回头试案 我相信 总有一天 我们会再续兄弟情 放下恩怨 重新和好 他们是兄弟 万一真和好了 长青脸色一变 有些慌忙地看着林烨 既然那个苏杨 已经成为了他们的阴影 那我不妨 就再忽悠他们一下 希望有效 反正他们要利用我上山顶夺宝 暂时也不会杀我 没必要跟他们起争执 他们人多 而且林烨这个死老头 不是泛泛之辈 我现在受了点小伤 只能智取 不能立敌 林烨瞪了一眼给长青 慌什么 他们两兄弟闹不合 正自相残杀 不正是我们的好机会吗 还是和好了 两兄弟直接上山顶了 还能有我们什么事 是 师祖 还是您想的周到 长青毕恭毕敬地说道 不过 暂时不要为难他 等进去了再说 林烨看了看外面 见没有动静了 连忙要我们赶路 及早上去天宫 他们来的目的正是这个 不要为了私人恩怨坏的大事 那不划算 呵呵 宝贝 上去确实有大宝贝 但那个大宝贝叫江辰 长青也跟着出去了 另外三个小伙子打算将我们绑起来 然后一起压向山顶 哎 他那双胞胎兄弟那么厉害 我可不敢绑他 万一我们在这里翻车 被死老惨了 算了 就绑另外一个吧 我也不敢绑 那鬼仙太恐怖了 我害怕 你怕个屁啊 有师祖在 咱们能有事吗 不过话说回来 这兄弟平常打 打囊闹很正常 再有仇也是兄弟 不然不会帮他挡京都那么多人 我也不绑 你绑吧 三人推散了一会后 谁也没有动手 最后将王天琪捆了起来 扎成了一个粽子 绑得结结实实的 哎 欺负人是吧 怎么帮我不绑他 你们有没有搞错 王天琪不服气了 嚷嚷了起来 三人怕被林烨听见 给了王天琪五个大逼兜 这才让他住嘴了 你特么的 也有个厉害兄弟 你嚷嚷什么 王天琪还想说什么 但被一脚踢在屁股上 直接摔了出去 然后我也被压着出去了 紧不跟上林烨和长青两人 然后偷偷地朝山顶爬去 我仅在盗墓笔记上 看过什么云顶天宫 但林烨说 昆仑山有天宫 我还真没看见 山顶已经不远了 虽然刚才导致了雪崩 但我们并没有被冲太远 还是可以略微看到昆仑山山顶的 可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哪有什么天宫 林烨是不是想得饱人都磨正了 再说了 傅长生就是个搞风水的 他造什么天宫啊 他又不是皇帝 林烨这个人极其严肃 一直臭着个脸 一路上他不说话 其他人也都不敢说话 王天骑路上口可要个水喝 都被毒打了一顿 后面三人不让他闹动静 说怕师祖怪罪 幸亏一路上 没有再遇到那个家伙 我希望他被雪崩冲到山下去 那我们就安稳了 到了晚上的时候 我们已经快到山顶了 只要再坚持十分钟 直接能登顶 可林烨却没有直接进去 找了一个最近的山洞躲了进去 好像在观察着什么 长青不明白 对于他们来说 天时地利人和 全有 上去利用我开门进去 基本上天宫里面的东西 就全是他们的了 为什么还躲起来 林烨瞪了他一眼 说长青真是个蠢货 来这里的不止他们 一大堆京都的家族和门派 万一有埋伏 上去全GG 再说了 这山顶有什么危险还不知道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出来冒险 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老话说得好 小心使得万年传 这句话总没有错 而且现在天已经黑 昆仑山虽然有林 但林也能生邪生媚 昆仑山危险一点也不少 昆仑胎就是 说起这个 我一时好奇 壮起胆子 问了他们 是怎么到的昆仑山的 我记得我走的时候 他们还在黑木崖 打得不可开交 怎么就全部人 都来了昆仑山呢 真是不可思议 我怎么都想不通 他们也没有隐瞒 把经过都告诉了我 这事情说来也邪乎 连林烨这样 道横高深的老者 都解释不清 当时黑木崖正打得 热火朝天 天昏地暗 苏扬虽然只有一个人 但丝毫不落于下风 一个人对抗整个京都 屠杀无数英人 虽然后面柳西林 加入了进来 但却发生了 非常诡异的状况 天突然塌了下来 极其地惊悚 作为一个人 天塌下来 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 那种心里的恐惧和阴影 让所有人都害怕 听到这里的时候 我都想问 林烨 是不是有什么 精神病史之类的 毕竟活了这么久 脑子有啥病都正常 我村里年纪 接近一百岁的老人 都有老年痴呆症 可不止林烨 其他几个人 也是说得会声会色 讲得我好像身临其境一样 不像是脑某某病 或者瞎说 天塌下来后 好像要跟土地 合二为一了一样 林烨使出所有的道横 想立抗他天 但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人如何撑起他下来的天 这不扯淡吗 被压得跪下来不到十秒 天地合一 林烨直接给挤得晕了过去 其他人就更不行了 早就失去了意识 可是林烨知道 有一个人没事 他逃了出去 谁 那个家伙吗 我立刻想到了他 林烨摇了摇头 不是他 是柳熙灵 林烨的意识当时很模糊 但隐约记得 柳熙灵居然拿刀劈开了天 然后钻出去了 拿刀劈开了天 讲到这里 王天奇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说实话 这还真不能怪我好兄弟 这是确实扯淡 天塌下来 已经够离谱了 还拿刀劈开了天 这不纯纯牛马讲故事吗 王天奇本来就被我打晕了过去 他当时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他根本不相信 林烨他们讲的荒诞过程 可他不像我那样专业 除非忍不住 不然我不会笑的 不出意料 王天奇又挨了人家几个大逼兜 脸都给打肿了 王天奇没敢反抗 但在地上画了个圈圈 好像在记仇 林烨叹了口气望着山顶 说我爱信不信 说实话 这是如果不是他亲身经历 可能别人说他也不会信 但这是真的 我们两个是阶下囚 他们根本没理由要骗我们 我表面说信 但心里肯定是不信的 天塌下来 怎么可能 趁塌下来 他们也该全死了吧 怎么会还能活着 我又不是傻子 怎么可能像 哎 等等 我突然想起了一样东西 那东西会不会可以造成那样的情况 盘古星 盘古开天辟地 对应天塌下来了 在很早之前 女娲后人子夫就告诉过我 盘古之星在昆仑山 会不会是 有人利用了盘古星 造就了这样的界面 让所有人陷入了昏迷 如果林烨没有骗我 那我唯一能想到的 就是盘古星 就像他说的 我跟王天奇都是阶下球 他们根本没有必要骗我 盘古星 居然有这样的恐怖作用吗 不知道为什么 我突然兴奋了起来 昆仑神山 名不虚传 这东西 只要不是在江城手里 我一定要想办法夺过来 江城太恐怖了 我不敢冒险 林烨说 他们晕过去以后 就不知不觉地到了昆仑山 而且全都变成了昆仑胎 被人塞进了一棵金石里面 不 那不是金石 有可能是鬼石 可厉害的人 可以自己挣脱那鬼石 然后跑出来 林烨他们就是 如果道横不够的 只能在里面被任意摆布和控制着 就跟刚才那些追我们的昆仑胎一样 基本上都是人 大概过程虽然说的邪乎 但我已经明白 发生什么事了 有人设局弄晕了所有人 然后将他们带上了昆仑山 弄成了昆仑胎 这个人的手段实力绝对不低 因为当时在黑木崖 是有不少高手的 其中还有林烨 苏阳 柳西林这些佼佼者 殷山派的几个 也绝非等闲之辈 但全都中招了 除了柳西林 没有一个逃出去的 可见这个人有多么厉害 其二 这个人必须跟昆仑山有关 不然不会将所有人都带上昆仑山 也不会那么轻易 能造成昆仑胎 甚至对其操控 这能凭着自己硬实力出来的还好 要是出不来的 到时候还不知道 那昆仑胎能生出个什么东西来 那可是活人在里面的 有血有肉 再造会不会变成怪物 能同时达到这两点的 我只能想到一个人 江城 这个活了差不多一万年的僵尸 到底想干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想不通 还有 已经逃出去的柳西林 也上来了昆仑山吗 天越来越黑 山顶好像鬼影重重 有什么东西在巡逻一样 但即使开了阴阳眼 也无法看清有什么 林烨他们暂时不敢靠近 想等天亮再说 大家都在盯着一块肉 不小心谨慎 自己就会变成别人口中的那块肥肉 活了一百年了 林烨也是个人惊 王天奇又累又饿 还不如回去缩在胎食里面 他娇生惯养 这样的环境对于他来说 简直就是折磨 吃的也没有 还要遭毒打 因为他没有利用价值 那三个小伙子 根本不惯着他 看他不爽 就是两耳光 一点都不带客气的 王天奇饿得受不了的时候 还扒了两口地上的鸡血嚼着 想冲击 可这玩意怎么能吃得了 三口无法下咽 就吐了出来 然后蹲地上跟死人一样 面如死灰 对生活充满了绝望 仿佛后悔搭上我这茶了 他宁愿死在女人堆里 被女人双腿加爆头 他也不愿意饿死冻死在这里 太特么的凄凉了 看他可怜 我心生同情 趁着其他人不注意 我偷偷拿了一条失利架给他看 这家伙噩梦了 一看吃的眼睛马上就发红 差点跟狼一样扑了过来 可我马上就缩了回去 早就防了他一手 王天奇被打怕了 连忙看其他人没有注意到 我们才低声说道 兄弟 啥意思啊 有吃的不给我整两口吗 不过我们以前有什么恩怨 那咱们现在都是难兄难弟 应该互相扶持 不能再逗下去了 兄弟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懂吗 我拍了拍他的胸口 试试他明白我的意思吗 王天奇苦笑了一下 现在我这个鬼样 身上也没有东西能跟你换的呀 信号也没有 不然就微信转账三百块给我了 我说没事 支票簿我都带着 别给他准备好了 只要他签个名就行 王天奇有点惊讶 没想到都这个时候了 我还能趁火打劫 厉害 可他能怎么办 只能从了我 人在恶红眼的时候 什么都是假的 只要给他的 让他干什么都行 好 我签 王天奇极其无奈 十一 我说着 让他把零给我写够了 王天奇眼睛瞪得比同龄还大 整个人愣在了原地 手微微颤抖 不知道是给动的 还是太刺激到了 久久未能说话 一根势力架 卖我十个亿 你是人吗 畜生也干不出这事啊 王天奇脸色铁青 紧咬牙关 你就说 你要不要吧 不诚拉倒 你请我愿 我不逼你 什么畜生不畜生的 有点侮辱畜生了哈 我转身要走 但还是被王天奇拉住了 现在他这个情况 我要多少钱 他都得给 他能奈我何 不趁火打劫赚点外快 我特么在京都待得舒舒服服的 上来着干嘛 赚钱嘛 不寒陈 而且我苏杨还是站着把这个钱给挣了 你服还是不服 我签 你个哈皮东西 别有一天落到我的手上 不然我非得剁了你 王天奇咬着牙 签下了这一张屈辱的支票 十个亿一条势力架 这玩意能管保 横扫饥饿 做回自己 味道还不错 有东西下毒的那一刻 王天奇眼泪都掉下来了 乱掉的发型 好像都竖了起来 而我美滋滋地收起那一张支配 然后整着背包开始入眠了 林叶在天亮之前 应该不会动手 我可以先补一下绝 我受了点小伤 如果太劳累 会对身体不好 刚刚我运用八卦之力 将身体的阴气都逼了出去 伤势已经好转了 那家伙越来越强 李鬼仙更是只有一门之隔 但他说过 要夺得我的身体方可成鬼仙 他现在应该不会跨越那一步的 只要他暂时成不了鬼仙 我就有追赶他的机会 一旦鬼道成圣 阴山老祖刺阴 那我就危险了 天气虽然冷 但我还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不知道睡了多久 我突然耳朵动了一下 人惊醒了过来 有人 我没有动 只是睁开了眼睛 旁边的王天祈缩成一团 两眼空洞地看着上面 林烨也睁开了眼睛 长青和其他三的弟子 则慢了半拍 来者何人 请现身 林烨的声音没有得到回答 他弹出了一阵黄浮 金光大圣 犹如身外化身一样 黄浮变成他的样子走了出去 林烨很聪明 以防吊虎离山 用黄浮分了一个身 到底会是谁 知道林烨在里面还敢来犯 应该不是犯犯之辈 不管山东外来的是什么人 只要不是那个家伙 对我来说都没有影响 不过林烨不好对付 我选择静观其变 根本不需要我出手 黄浮化成的林烨 出去半想后 突然外面就出来动静了 好像打了起来 师祖 长青终于反应过来了 一下子站了起来 其他三个弟子也是 起来就拔剑 急急地紧张 但我依然躺着 只是偷偷张开了眼睛 这时候 我如果表现出什么动作 他们肯定第一时间看紧我 因为怕我跑了 或者被人劫走 我选择躺平是最好的 不着急 林烨到极其平淡 出手拦住了长青他们 不让他们出去 大概十几秒后 林烨的皇服 好像被破了 一瞬间的功夫 一道煞影冲了进来 速度极其快 老头 放了我干儿子 来人居然是黄大仙 果然是父子情深啊 他来救王天祺 这个大冤种了 黄大仙一掌 拍在了长青的面前 长青脸色一变 但是不敢 坏了气势 依然大喝一声 妖孽 休得无礼 说话的同时 斩妖剑出鞘 直接刺向了 黄大仙的胸膛 你不是对手 闪开 林烨起身如崩雷 瞬间拉开了长青 然后跟黄大仙 对了一掌 砰的一声 有一道气涌了出来 将周围的气流平衡 都打破了 黄大仙被震得后退了几步 腰气给击退了 林烨掌心有乾坤 脚尖竖着着地 双掌棉河有力 四阴四阳 浑然交错 死老头 还挺有本事 黄大仙扯着喉咙骂了一句 虽然没有占到便宜 但口头上 还是要输出一下 不然场子震不住 林烨丝毫不惧 冷哼了一声 嘴巴放干净一点 你以为民间疯得也先 我会认吗 哼 在我面前 你依然是个妖 死老头 嘴比我还烈 黄大仙说完后 歪头看向了王天琪 王天琪也跟触电一样 整个人弹跳了起来 刚才空洞又失望的眼神 立刻充满了活力 好像整个人变了似的 干爹 你可来救我了 王天琪差点就哭着 投入了黄大仙的怀抱 那场景太妖娆 我就不说了 我想起来都有点恶心 我宁愿多说点 修电脑的情节 儿子别怕 有我在 谁能伤得到你 黄大仙明显是不敌林烨的 干这么嚣张的说话 说明有底气 也就是说 他后面还有人 与此同时 突然一道树影钻地出来 然后控制了林烨五个人的影子 影子一动 身体也开始动了起来 长青他们突然拔剑 开始自相残杀 仿佛被人操控了一般 极其诡异 秦国秘书 还没失传 林烨有些惊讶 但也未曾当回事 脚一跺 立刻将那树给破解了 只是长青他们受了一点苦 互相打了自己人一顿 不说鼻青脸肿 但也好疼了一阵 什么人 出来 长青他们没林烨厉害 吃了苦头勃然大怒 连忙寻找着施法之人的位置 虽然说是雕虫小技 但也够人破防的了 这时候 一大堆人出现在王天琪的身后 有差不多二十来个 年龄各异 扛着各种各样的法器 身材不一样 面对长青毫无聚色 一个个面目猙獰 凶神恶煞 叮的一声 王天琪的火机亮起 火苗点燃了口中的雪茄 呼 王天琪呼出一口长长的烟圈 仿佛扬眉吐气一样 哼哼 出来了 怎么样 王天琪挺正腰板 冷笑了一声 忍了那几个人这么久 总算可以反击了 他站起来了 长青看见对面人多 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 这是人的本能 他也没有想到 王天琪会有这么多人 在昆仑山 也不是每个人 都可以一勺打多的 双拳难敌四十手啊 跟斩妖除魔不一样 打架干的是人 有些道法用不出来 还得靠力敌和伸手 林烨扫了一眼 王天琪和他背后的人 还有旁边的黄大仙 自知打起来对自己不利 思考了一下 然后说道 带那小子走 如果要打 我们奉陪 这时候 王天琪耸了耸肩 随你 反正你不跟我们为敌就行 林烨道行高 还是有些硬气的 王天琪也算拾去 没有阻拦 不然两虎相争 必有一伤 到时候便宜的 可能是别人 这时候我在装睡都没用了 那三个弟子过来压着我 然后跟林烨他们一起 朝着洞口出去 反正他们带着王天琪也没有用 不如放弃 以免大打一架 一开始以为王天琪 跟我有关系的 所以才救的他 王天琪这个家伙 居然被他逃脱了 真是幸运 不过林烨不会放弃我的 我是关键 就在快走出洞口的时候 突然砰的一声 枪响了 其中一个弟子 倒在了血泊中 子弹从他后脑勺穿过 从额头钻出 这时候 林烨和常青 极其愤怒地回头 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 王天琪居然背后放了枪 刚才明明答应了没事的 居然出而反而 哼 打了我想活着出去 想得美 敢扇我耳光 王天琪原来身上 一直都带着手枪的 但都没有用 这家伙可不是什么白痴 呼 王天琪吹了一下枪头冒出来的白烟 嚣张地说着 砸碎 我杀了你 常青看着自己的徒弟死在自己面前 勃然大怒 这种被人因死的愤怒感 会让一个人瞬间爆发 跟火山一样 杀我 你可以试试 王天琪说着 再次扣动扳机 可五六发子弹出来后 也没有打中过人 有了防备后 都开始躲了 加上王天琪的枪法 有点描边 常青见王天琪的子弹打空后 立刻上前 斩妖剑当头砍了过去 想要将王天琪的头砍成两半 可是王天琪一大帮手下 怎么可能让他轻易得逞 纷纷挡在了王天琪的面前 几把剑同时出窍 斩得常青步步后退 刀光剑影之间 常青甚至被逼到了角落 有个浑身皮肤发紫的人 嘴巴跟蛤蟆一样 张嘴就吐毒 吓得常青不敢靠近半步 一旦沾上半点毒 人就完完了 还有一矮子背着伞 不断地发暗气 听说是唐门的人 冰针暗剑足够常青喝一壶了 剩下的两个弟子 直接阵亡了一个 被无数的冰针暗剑定在了洞顶上 血流不止 哀嚎着断气了 哼 三个废物 敢是神 王天琪出了一大口恶气 整个人都舒坦了 林业见识不对 连忙挥手对剩下的一名弟子说道 带那小子走 剩下我的来搞定 那弟子吓坏了 压着我就继续往外走 黄大仙想留我 因为有我才能进去山顶的天宫 根本不让他如意 连忙两大乾坤掌 打向了他的十八道腰穴 黄浮发动 火咒喷涌 将黄大仙生生震飞了出去 法天相殿 老东西 我要踩碎你 黄大仙大叫着 身体变得巨大无比 直接将山洞都顶破了 巨大的身体 差点将山洞都搞得坍塌 可林业根本不怕黄大仙 只是吩咐那个弟子快走 等他解决了黄大仙险 可我们刚刚走出去 突然扑斥一声 压着我的那个弟子 头颅就不见了 急急快速 我都没有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 血柱喷涌而出 他的身体抽出了一段时间后 倒在血泊中死了 这时候 一个巨大的蛇头出现 昂天而起 咕噜一声 吞下了一颗头颅 与此同时 巨大的蛇尾 缠住我的身体 然后将我卷走了 结结结 结结结 你们慢慢打 昆仑山的宝物 归我了 结结结 没想到两方争执的时候 突然蛇仙杀了出来 不但吃了那个弟子的头颅 还挟持了我 这下林烨和黄大仙都不乐意了 哪还顾得自相残杀 连忙将矛头对准的蛇仙 蛇仙也不傻 连忙开溜 巨大的尾巴 卷着朝山顶奔去 我也不反抗 反正你打吧 我吃瓜 差点就拿包瓜子出来磕了 可林烨根本不是等闲之辈 黄大仙可能还差点 但林烨绝对不可能让蛇仙跑掉 他顿时舍弃了长青 对于成仙 一个弟子算什么 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他成了圣 道门必定光耀门楣 屹立于阴阳江湖之上 无人敢惹 他能分得起轻重 知道什么是正事 五道金光 突然从蛇仙的背后袭来 转眼一看 是五道金服 蛇仙没办法躲了 直接张口吐出一口妖气 如毒物一样冲击着金服 金服与妖气碰撞 直接炸裂了开来 力量荡漾而出 如波纹席卷周围的积雪 轰的一声 炸开了一个又一个的窟窿 蛇仙被震飞了出去 滑地十米 差点把老子的腰拽断了 疼得呲牙咧嘴 你老老的 你行不行 不行把我放下去 我忍不住骂了一句 有些事情就跟轮X一样 你要不行 就换别人上 别特么站着毛坑拉不出屎 还祸害别人 臭小子 闭嘴 你别忘了 现在自己是什么处境 还敢说我 蛇仙被我一刺激 连忙雄起了 摇身一变 居然头上长出了一只脚 但只有一只 不过鳞片也变了 变得更硬和宽大了一些 整个的体长 也是翻了一倍 还长出了满口獠牙 哟 可以啊 要画胶了吗 看来每个野仙的成长之路 都不一样 九尾狐的是长出十条尾巴 蛇仙呢 是逐渐画龙吗 但它没有完全成胶 只有一只脚 鳞片也是 只有半边有变化 只修了一半 看来还差了一点 不过已经增强许多了 怪不得能跟女娲后人搬手腕了 臭老头 敢坏我好事 我把你也吃了 蛇仙大怒 张开血盆大口 直接咬向了林叶 想将这个碍事的家伙生吞 盗门三失火 响 林叶好像火咒特别精通 又是施展的通天火海 但这回蛇仙不怕它了 张口不语 虽然不大 但已经足够将林叶的火咒给扑灭了 成焦后会失语了 不错 妖孽 半焦之身就想赢我 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林叶也动真格了 掏出了一面奇境后 咬破手指头低血在镜面上 然后画了一个很奇怪的咒门 咒中生出光束 犹如神剑一般 林叶抓住了奇境 以光束为剑 灰而斩向了蛇仙 蛇仙丝毫不示弱 脚体横推一切 血口喷天 直接吞噬而下 獠牙如一把把利剑 想要刺破林叶的所有肠子 然后将其勾出 两方相对 力量相交 周围的血立刻飞了起来 然后形成了一个漩涡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一个身影出现 一手挡住了林叶的骤剑 一脚踢在了蛟龙头上 将其踩落余地 出现的人居然是柳希林 以王者之姿 瞬间化解了 漩涡停止 飞雪纷纷落下 别打了 这都是江城的阴谋 你们赶紧离开 除了我 没有人可以活着离开天宫 不 那根本就不是什么天宫 是傅长生的天幕 静哲 死 傅长生的话 让我震惊了一下 不过倒也跟之前的事情 不谋而合了 是江城将他们带来昆仑山 然后变成昆仑胎的吧 虽然不知道江城是什么目的 但不管怎么样 这些人在他眼中 就成了玩弄的玩具了 不能说可有可无 因为没有了玩具 可能乐趣就少了 但卑微的玩具人 是不可能进入那里面 还活着出去 柳西林的话 基本不会假 可我信 不代表他们会信 蛇仙笑了 而且还笑得极其讽刺 姐姐姐 舍道人 你可真幽默 让我们走 然后你独吞宝物吗 昆仑山有仙缘 大家都知道 就算不要宝物 这仙缘谁能不眼馋 死 我们如果怕死 就不会上来了 闻到成仙 获胜飞天 极乐之下 便是地狱 想要极乐 必须踩着尸体而上 没错 林叶居然也同意蛇仙的话 好不容易上来 谁又拒死亡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不搏一搏 永远都无法得到 林叶的话 让柳西林表情冰冷了起来 因为她明白 她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面对着这些家伙 她的好心劝导 只会变成贪心 因为柳西林 也成了他们的竞争者 这个世界 会有人相信竞争者的话吗 不会 柳西林冷哼一声道 一群魔争的家伙 真是无可救药 柳西林用力一推 瞬间两方被阵退了出去 瞬间拉开了身位 柳西林本来是来劝架的 没想到 却被阴阳怪气地嘲讽了 这时候 黄大仙也走了出来 巨大的爪子捏着长青 很明显 已经成为了王天奇一方的人质 林叶一走 长青自然是打不过黄大仙 加王天奇一中手下的 变成阶下球很正常 三方对峙 但对于柳西林的话 他们却站在了同一阵线 舍道人 想要我们走 自己独吞宝物 你想都不要想 千辛万苦才上来这里 空手而归 不如死在这里 昆仑山为葬 也是不错的风水大漠 黄大仙也跟林叶他们一样 根本不肯走 而且也是抱着成仙的念头所来 不会那么容易 就放弃的 柳西林知道自己太天真了 不再劝阻 眼神和表情瞬间冰冷 他虽然不会再劝这些人 但也不会把我让给其他人 因为他需要我带他进去 天宫也好 天幕也好 都需要我这个要是开门 我不知道他进去要干什么 但他的执念 好像也不比其他人低 四方势力 站在四个方向 对立站着 我打了一个哈欠 我有点想睡觉 不过太冷了 怕睡了以后醒不来 低温吓人 最好不要睡着 此时突然砰的一声 雪地下面钻出了三条大蛇 不对 是三条人身蛇尾的女娲后人 她们的身姿丝毫不比蛇仙低 而且是三对一 一下子就把蛇仙压了下去 女娲后人的灵力也不小 女娲 后人 什么时候藏在下面 蛇仙大惊 可已经为时已晚 被三条蛇尾 合力压进了雪里 此时一条皮鞭甩了过来 将我从蛇尾里拽了出去 然后拖到了一个美女的身边 妾 你们这些人 不配得到昆仑山的宝物 她们属于大地之母的 说话的是黑桃 那刚才的三条大蛇 应该就是青儿 子服 白灵了 黑桃穿着黑色的大衣 无媚的脸也被冻得发子了 她比我还高一个头 身体积极挺拔 一双筷子腿 比我命都长 站她身边我有点自卑 幸亏我攻略过她 不然都抬不起头 不过再长的腿 也当过我的炮架 知足了 哼 纯纯普姓女 大地之母是女娲 不是女娲后人 现在已经2022年了 村长之位都不传代了 你装个盗啊 黄大仙自然不愿意将我拱手让人 包括对方是女娲后人 而且嘴戳的功夫非常好 对着黑桃 就是一顿骚话 黑桃不想搭理 她这个无理的畜生 只是收起鞭子 然后喊了一声 姐妹们 走 清儿他们立刻松开了舌仙 然后想转身就跑 但这么多人在这里 他们想得太天真了 林叶和柳希林同时出手 瞬间拦住了 他们三人的去路 女娲后人也没请讲 你们走不了的 林叶和柳希林一起说道 这多方混战 就是为了抢我 为什么我的受欢迎度 是以这种形式出现 我有点接受不了 可柳希林和林叶 将那三姐妹拦住后 黑桃居然冷面无情 直接将他们给卖了 然后带着我禁止逃走 呃 这 还真是姐妹情深啊 不过四姐妹中 确实是黑桃冷面无情 可她走不了 这时候四面八方 零零散散地都出现了人 有些两三个人一队 有些五六个人 甚至十来个人 全部都将去路堵死了 京都那些阴人 死剩的都出来了 而且也是 为了争夺我 然后进天宫夺宝 无路可逃的黑桃 直接被柳希林和林叶 再次堵住 连退路都没有了 既然她放弃了自己的姐妹 那就直接堵她就好 这下 她走投无路了 多方势力鱼龙混杂 人也不少 这时候 大家好像都陷入了尴尬的局面 本来应该是互相争斗的 但却又都不出手 原因很简单 在这里一旦受伤 那可跟在京都不一样 这里环境天气太恶劣了 受伤大一点必死无疑 所以都没有先动手 但也绝不会罢手 林叶 柳希林 王天奇黄大仙 蛇仙 女娲后人 还有零零散散的各路人马 他们都是优先 从昆仑胎出来的佼佼者 又或者是队伍里面有强者的 仿佛这些人 是游戏里的幸存者一样 有着不俗的实力 江城在主宰这一场游戏吗 他到底想干嘛 我没有什么担心的 大不了就帮他们打开门 唯一忧虑的事情 就是师父九尾湖 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离开我 又去了哪里 还有让九尾湖着到的那个人 又是谁 他在这些人之中吗 哼 你们休想从我手中抢走这个家伙 要打便打 我女娲后人会怕你们吗 黑桃无路可退的时候 那就不逃了 准备跟林叶和柳希林干一架 如果单一一个人 那估计够呛 因为女娲后人有四个 刚才蛇仙就是被围殴的 不过林叶 加上柳希林 那是绝对不怕他们四姐妹的 火药味积积重 估计又要跟七星连珠那碗一样 大火为了我要打起来了 可这样的事情一次就够了 没有必要重蹈覆辙 原因只有一个 我担心拖太久 那个家伙也会找来 这样我就得不偿失了 本来想坐山观虎斗的 等他们失败俱伤的时候 我坐收鱼翁之力 可我怕那时候会被老虎咬死 那个家伙极其凶残 不得不防 而且他这次一见面 必定先杀了我 在黑木崖 我耍了他两次 他咽不下这口气的 面对着这么多人 他们都是一伙一伙的 而我却孤单一个的大声喊道 别打了 一起上 没必要在这里争 我的声音经久不衰 好像一个大喇叭一样 久久回荡在山间 这时候 大家都停了下来 然后纷纷看向了我 黑桃尤为惊讶 心说你一个接下球 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 不行 我不会和他们分的 昆仑山的宝卧 我全都要 黑桃自然不同意 尽管现在大家都在争强 但是他优势最大 因为我在他手里 凭什么这个优势 要分给别人 这时候我看着他 然后提醒道 你不要忘了 你还进去的 如果你在外面就受伤 或者耗尽体力 你进去以后能活吗 这天宫肯定极其危险 你应该把精力花在里面 你们继续斗下去 只有一个结果 那就是全说 我的声音并不大 但却好像震耳欲聋 传到了每个人的耳朵里 他们为之一震 好像被我说醒了一样 这话确实没有毛病 再打下去 然后筋疲力尽 遍体鳞伤地进去天宫 柳西林已经说了 那不是天宫 是天幕 有多么危险 可想而知 呵呵 进去吧 如果柳西林说的没错 你们都会死在里面 我会踏着你们的尸骨 将你们梦寐以求的宝物 统统弄到手的 我最想得到的东西 就是盘古星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 说的 好像没错 黑桃抓住我的手 突然软了下来 他同意了我的观点 就算打 也要把精力 留在强宝物上面 而不是 现在打的头破血流 那到时候 还怎么拿宝物 他松开我后 我立刻获得了自由 但黑桃和所有人 都还在盯着我 自然没有绝对的自由 大家跟我一起登顶 进去以后 你们想干嘛就干嘛 与我苏某人无关 但在这之前 请不要再发生争斗 我愿意打开那大门 让你们进去 我的话让他们 全部安静了下来 并得到了他们 所有人的认可 既然人人都可以进去 那还有什么可说的 到时候抢到什么 那就看自己的本事了 看他们认同我 我笑了起来 并且趁热打铁地说道 不过这昆仑山危险重重 而且还有一个 双胞胎兄弟追杀我 希望各位护我周全 将我成功带到山顶 不然大家就功亏一篑了 放心 在这之前 没有人可以碰你一根寒毛 小子 你这是在质疑我们的实力 这么多人护你 还能有闪失 那我们可以去死了 走吧 别墨迹了 这么多人 就算如来佛祖来了 也得挨两个大逼兜 上山 快点 我要成仙 快乐西天 一人一句给我壮胆 还催促我赶紧上 我笑死 妙啊 都成了我的保镖 九尾湖在山顶吗 等我 我现在就来 四个女娲后人 两个野仙 到门老祖林业 射到人柳西林 就算那家伙来了 他也挡不住我 走 上山顶 各位道友 祝你们早日成仙 然后 上西天 我快不向前走 他们都拥促着我 前后左右都是人 如果安培三静当日 有这个阵仗 他估计就不用死了 蛇仙从雪底下爬了起来 恢复了人形 突然对路过的黄大仙说道 这小子诡计多端 信他要倒大霉 黄大仙白了他一眼 哼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蠢 会给素杨这个乳秀未干的小子骗 笑死 自以为聪明 哈哈 有种你别跟来 蛇仙哦 哈哈 看他那胆小的样子 不敢就回家种番薯 别挡到 王天奇推开了面前的蛇仙 跟黄大仙潇洒离去 一番嘲笑下 让蛇仙的脸色极其难看 切 狗父子 看你能嘚瑟到什么时候 带我成交 第一个就是吃了你们 蛇仙说着 戴上黑色的帽颜 如蛇一样 行走在雪地上 挤入了人群中 跟在后面 之所以那么关注他们 是因为两个 也先在可控的范围内 而林叶和柳西林 我根本打不过 四个女娲后人 则目标明确 就是来找盘古星的 我应该无法动摇其意志 蛇仙如果跟黄大仙 闹太凶的话 我就有办法利用他们了 一群人浩浩荡荡地往上走 安全感直接拉满 我也不用再担心 那家伙过来锁匿 这时候 不知道谁在我耳边说道 你太狠了 你会害死他们的 我连忙向周围看去 都是不认识的 而刚才说话的声音 好像是柳西林 但故意去找他的时候 我又看不见他人在哪 林叶我随时都可以看见 但柳西林神龙剑 手不见尾 神秘得很 可我没有过多在意他的话 哼 那你告诉我 我该怎么在这么多高手面前 赢下这场战役 兵不厌诈 谁输了 谁就得死 这个圣母我不当 谁爱当谁当 不知不觉中 我们终于徒步到了山顶 天宫没看到 倒是见到了一个碑 只见上面写着三个字 无极功 我们虽然看见了碑和碑文 但始终不见所谓的天宫 山顶迷雾环绕 而且极极寒冷 除了雪 没有看见任何建筑 大哥们 别耍我了 哪有什么天宫 我埋怨地寻找着 但却找不到 可你说没有吧 这个背又怎么解释 无极功自然不是白刻在上面的 而且 如果这是傅长生的居所 自然有助的地方 不然白雪矮矮的昆仑山 怎么生活 这时候 大家都看向了年长的林叶 虽然蛇仙和黄大仙活得更久 但是相比野仙 人们更加相信林叶 此处虽然白雪封顶 寒冷无比 但却生机勃勃 绝对有去处 林叶横眉闭目 然后背手而算 面临难尘 仿佛心有所思 我跟他们不一样 我更相信柳西林 但这家伙不知道去哪了 人群中找不到他 可我又好像能感觉得到他的存在 这家伙从开始到现在 就是一神奇的生物 此时林叶突然睁眼 然后看向了那个杯 仿佛有了眉目 嗖的一声 他猝不及防地 朝我飞出一枚银针 银针擦过往的手臂皮 带上了一丝血 然后铿锵一声 狠狠扎进了石碑上 解铃还虚细铃人 我才是用你的血 小子 林叶话音一落 顿时石碑发出了轰鸣声 好像野兽一样的怒吼 接着石碑不停地抖动着 轰隆隆地往上升 在身上一尺左右 顿时雪地有血冒了出来 跟喷泉一样 吓得众人倒退开去 石碑是机关吗 而触发这个机关 需要我的血 果不其然 血冒完后 雪地下面升起了一栋巨大的建筑 有点像古代的王府 不过很破旧了 但那种破旧 并不是看上去摇摇欲坠 刚刚好相反 他看上去极其结实 随着冬的一声 建筑稳定后 完全展示在我们的面前 它非常大 几乎占领了整个昆仑顶 犹如一个时代的老人 再次雄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这就是傅长生的家吗 那个年代 有这么好这么大的房子 换成我 我不得娶一百个老婆 不对 不就是我吗 天公 出现了 一声呐喊滑破沉默 众人欢呼了起来 仿佛宝物近在咫尺 可说是天公而已 但离我想象中的天公 还差得远 不过确实有年代感 现在应该造不出 这样的房子来了 天公大门紧闭着 而且那扇门上 有许多古代的符咒 跟蝌蚪一样 比甲骨纹都历史悠久 我来试试 这门结不结实 一个满身剑子肉的男人 提着大斧 一斧子砍了下去 他太猴急了 忘了谁才是关键 砰的一声 等他的斧头碰到门的时候 瞬间碎成了渣 门上好像有股力量 能够反弹一切 蛇仙像看傻子一样 看着这群人 不过他们也终于明白 这所谓的天公 绝对不是硬闯就能进去的 还得靠我 就算是灵液 也没有印来的资本 这门已经挡住了 所有人的野心 这时候 所有人都看向了我 而我则会议地走向了大门 这时候 我的心情是极其忐忑不安的 原因很简单 不是我紧张 我是怕老子上去也不行 那就尴尬了 可压力已经压到我身上了 我得硬着头皮试一下 我什么都没有做 只是将手放到了门上 然后用力一推 吱压一声 那扇门发出了古老的身影 然后缓缓打开了 一个简单的推门动作 仿佛回溯了时光一样 将隐藏几千年时光 所封印的一切秘密 缓缓打开 江城也好 傅长生也罢 都是历史的一部分 而这扇门打开以后 这段历史将被揭开 可有些人格局仅限于眼下 眼前的利益最有人 门开了 冲啊 抢 宝物是我的 都是我的 不要跟我抢 一声声呐喊响起 贪婪的欲望驱使着所有人 一起向里面冲去 边冲还边打 仿佛都想将里面的东西 占为己有 而聪明人 则都在外面等待 等待小白鼠的身仙士卒 里面有什么危险 没有人知道 但既然有小白鼠 那就不妨再等等看 林叶没有动 黄大仙和蛇仙更狡猾 英笑地看着众人 女娲后人四姐妹 也是原地待着 剩下的寥寥无几几帮人 也是跟看戏一样 不过有一点对我非常有利 那就是 再也没有人理我了 原因很简单 我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 杀我估计都嫌费劲 看都不再看我一眼 接下来 应该就是想办法 如何夺宝了 可那些人进去以后 一点动静都没有 连一开始的厮杀声都消失了 那道门仿佛野兽的嘴巴一样 将所有人都吞噬掉了 林叶皱了皱眉头 难道 里面有什么巨大的危险 进去的人不少 难道一个 逃出来的都没有吗 就算死了 也会发出一声哀嚎吧 为什么没有 剩下的人面面相去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迟迟不敢进 昆仑山天宫的危险 绝不简单 宝物越多 危险越大 可是到如今 已经没有观察的余地了 要么进去 要么走 怕什么 我先进 白灵是个急性子 直接提着长剑就冲进去了 本来就没耐心 现在估计 已经等到不耐烦了 四妹 三个姐姐想阻拦 但已经来不及 白灵直接闪身跑了进去 没有办法 黑桃握了握拳头 然后也跟着进去了 白灵最小 没有头脑性子急 如果不跟着她 怕是要出事 清儿也担心姐妹 直接跟着进去了 这时候 子福突然挺着两个 巨大的车头灯 朝我勾了勾手 示意我跟着她进来 作为身材最好的女娲后人 她有着独特的魅力 而且心思也极其缜密 城府颇深 她知道我还有用 所以想把我勾引进去 我给了她一个绯闻 她笑了 我也笑了 我们想一对肩夫淫妇 可谁利用谁 还有未可知 不用她勾引 我也会进去的 子福最后也进去了 后面其他人 也陆陆续续地跟着进去 直到剩下我一人 周围已经空空如也 顿时连空气也安静了下来 里面居然连一点声音 都没有发出来 仿佛整个世界 都被消音了一样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我的肩膀 被人拍了一下 特么吓得我差点 往后面甩了一跳 回头一看 发现居然是柳西林 干 这家伙是人还是鬼啊 刚才明明已经跑光了 一个人都没有 她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柳西林跟个鬼一样 出现在我身后 吓得我一击灵 大哥 不要经常莫名其妙地 突然失踪 又突然莫名其妙地 出现行不行 人吓人 会吓死人的 我拍了拍自己的胸脯 小声啪啪 柳西林则面无表情 她看了我一眼 又看了门一眼 你实在太狠了 这么多人得死多少 他们不是被我害死的 害死他们的是 他们自己的欲望和贪念 我冷笑了一声 人未才死 鸟喂食王罢了 再说 我自己都未必能活着离开 还顾得了别人那么多 或许吧 但你可以选择走 已经没有人为难你了 柳西林背着三把菜刀 一步一步地走进了门内 走 当然不行 当年大雨至水 十三年没有回家 三过家门而不入 但老婆却给他 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这说明什么 说明 男人还得回家 我最后一个跨入了大门 这时候突然砰的一声 两扇大门自动关闭了 不知道是不是幻听 我居然听到了 欢迎回家四个大字 可是门也会说话吗 进入里面后 不知道为什么 很多建筑我都极其熟悉 但上面都布满了灰尘 里面很暗 但如果眼睛适应了以后 还是可以看见东西的 进来的人已经不见了 但灰尘上面有杂乱的脚印 屋顶上面布满了很多蜘蛛 我以为昆仑山顶太冷 不会有蜘蛛 但没想到也是一样 墙上面刻有很多雕画 都是我不认识的一些鬼神 他们或三头六臂 或面目猙獰 不过也都蒙上了许多灰尘 我闻到了很强烈的血腥味 是从四面八方传来的 天宫很大 起码有十二条走廊 三十几个房间 不过没有半点声音 如果死人的话 不会连一点声音 都没有发出来吧 我没有跟莽夫一样去找他们 或者去探寻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而是想觉醒一点前世的记忆 这样我就可以知道 这建筑的一些事情了 昆仑泉过后 我会偶尔觉醒一些记忆 但是关于昆仑天宫的事情 却一点没有 就算我现在费尽心思 好像也没有多大的结果 除非孟婆汤掺水了 不然光靠想我 应该是想不起那些记忆来的 可就在这个时候 黑暗处隐隐约约出现了一个身影 师父 那个身影极其像九尾狐 可我一叫他 他就跑了 我连忙追上去 真是九尾狐的话 他为什么不出来见我 这段时间 他又去哪里了 为什么一声不吭地离开 可我刚刚追出去 突然哇的一声 一只恐怖的僵尸跳了出来 他两眼充血 青筋爆起 獠牙尖锐无比 直接掐向了我的脖子 这个面孔有点熟悉 他不是那帮阴人中的一个吗 近来就变僵尸了 他扑向我的时候 我一刀了结了他 头颅咕噜一声 掉在了地上滚着 他蹲了起来 然后跟人一样 身体僵硬地去找自己头颅 这都没死 妖刀的力量不足以灭他吗 他到底是被谁咬的 不管了 先追上九尾狐再说 我继续追 但是每个房间都冲出来了僵尸 有些是一个 有些则是一群 都是刚才进来的阴人 他们僵硬地蹦跳着 然后朝我追来 数量太多了 我为了追上九尾狐 没想和他们过多的纠缠 宰了几个后 疯狂躲避着 弯弯绕绕地追着那个酷似九尾狐的身影 可让我惊讶的是 这里僵尸极其多 好像捅了僵尸窝一样 前面都是新来的僵尸 也就是刚才冲进来的那帮人 但后面都是陈年旧僵尸 一股股恶臭味 但是身刚体强 疗牙比新来的长一倍 红色的眼珠子 在黑夜中有些惊悚 可能闻到了我新鲜的肉体和血液 全部跑了出来 追着我咬 最后我掏出佛印 对着他们一轰 立刻震退了他们十几米 趁着这个机会 我连忙追上九尾狐 这时候 好像已经跑到屋子尽头了 那有一条很长的走廊 而尽头有一间金色的门 好像是通往最后一个房间 九尾狐闪身走了进去 消失在眼前 我正想追上去的时候 突然看见了幻觉 好像房间里面 有无数的血水涌了出来 然后流到长长的走廊上 可一眨眼的功夫 那些血水又不见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里面有大家伙在 而且煞气太重了 就跟火云邪神在精神病院一样 我犹豫了 要不要跟进去呢 刚才那个身影 只是像九尾狐 但不一定是九尾狐 此时很多僵尸已经聚集了过来 什么级别的都有 血尸 飞尸 金甲银尸 普通的僵尸 他们好像千军万马一样 想跳过来 把我的血吸干 怪不得那些鹰人进来 变成了僵尸 估计给维希了 这数量太恐怖 跟潮水一样 起码比我们人多十倍 这如何抵挡 我没有办法了 直接拼命朝着走廊奔去 然后打开门闯了进去 那些僵尸好像有禁忌 根本不敢靠近这里 一直都没有跟过来 师傅 你在哪 师傅 这个屋子也是一片黑 但是有很多家具之类的 椅子 桌子 而且很大 里面还有四条大柱子 上面雕刻了四神兽 青龙 白虎 朱雀 玄武 我叫着九尾胡 希望他能回应我 但是没有听到他的声音 反而扑哧几声 这屋子亮起了一排排的蜡烛 光亮的镜头 坐着一个男人 一个长发披肩的男人 他的长相跟方婷有点像 穿着金色的假衣 念舞表情 仿佛一尊雕像 眼神没有光亮 脸色有些白 他的身后站着一个女人 跟方婷一模一样 但差不多已经三十岁了 他披着一层皮 这样看上去跟九尾胡有点像 他摘下了皮 然后说道 老店 我将他带来了 此时椅子上那个男人 眼皮子才动了一下 然后看向了我 原来 是想将我引到这里来 根本就不是真的九尾胡 不过这个结果也不算太意外 就是眼前的这个男人 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看上去平平无奇 甚至有点像白烂人 也没有多恐怖的气势 可不知道为什么 见到他的一瞬间 我心头狂跳 手心直冒冷汗 你终于回来了 长生 男人悠悠地说着 声音有点慵懒 但见到我的时候 他的眼里有光了 江辰吗 终于见到 这个传说中的僵尸王了 我不是傅长生 我叫苏扬 给面子的话 你可以叫我一声六个 我看着眼前的男人 感觉有点熟悉 不知道是他像方婷 还是说 前世跟我出太多了 所以面善 这话一出 他背后那个女人 脸色都变了 女人不是诗 他好像也是 昆仑胎出来的人 有血有肉的人 但我这句话太放肆了 他感觉有些冒犯 因为还没有人敢 这样跟江辰说话吧 江辰好像并没有生气 相反 他还笑了 背后的女人更惊讶了 这是什么级别的宠妮 你这一事 好像很有趣 有趣 别搞啊 我可不喜欢基建 但江辰背后 那个女人还可以 你就是江辰吗 我有东西送给你 三样 哦 是吗 拿出来看一看 江辰颇有兴趣地看着我 甚至带有一丝期待 这时候我从背包里面 拿出了那三样东西 然后一一展现给江辰看 棋盘 玉扳纸 还有那一把断剑 看着这三样东西 江辰的表情有些动容 仿佛回忆起了以前的事情 时光停留在了他的脸上 他笑了 好久了 没想到还能看到这些东西 江辰说完后 手一吸 突然玉扳纸 跟被一个巨大漩涡吸走了一样 我都没有反应过来 玉扳纸已经戴在了江辰的手上 当年我送他这个玉扳纸的时候 他还在 现在已经物识人非了 人类啊 什么都好 就是寿命太短 对于我来说 你们就是蝼蚁 如此短的光阴 又能做得了什么 真是无趣啊 我并不同意你的看法 我摇了摇头 虽然时间短 但可以做爱做的事 都说我短 那又如何 短小精悍 都是精华 又何必在乎短不短 江辰虽万古不化 但又难免落入了俗人的套中 悲乎 挨乎 江辰 你确定 他是傅长生吗 江辰背后的女人看着我 眉头皱得有万丈深 怀疑的小眼神紧紧看着我 恨不得把我扒得干净 好证明我是不是傅长生 可我作为一个高深莫测的男人 岂是一个久居昆仑山的昆仑胎 所能看破的 神秘 是一个男人的资本 是不是傅长生 下一盘就知道了 突然将沉手一挥 轰的一声 破旧的棋盘 旋转了360度 然后重重落到地上 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灰尘 一阵风吹来 掀起了我的空气刘海 眨眼间 江辰已经坐到了棋盘的对面 他摸着自己的御班纸 然后缓缓地对我说道 请 下棋 我皱起了眉头 老子千辛万苦 爬山涉水 来这里下棋 见我毫无反应 江辰又说道 赢了我 我放你走 输了 你留下陪我 这个陪 他正经吗 我摸了摸屁股 感觉凉凉的 有种不好的预感 这种活得那么久的老变态 性别对他们来说 已经没关系了吧 就跟神仙一样 法相很多 赢了 能不能再多给一点奖励 我做了一个手势 拿捏的手势中 那一点仿佛装着无穷宇宙 呵呵 你除了长得跟傅长生一样 全身上下还真没有一点像 说吧 你还想要什么 江辰倒也不吝啬 大方要我说出请求 盘古之心 从很久之前 我就想要这玩意了 能让人感受到 天塌下来的东西 我自然很有兴趣 就是不知道 是不是在江辰手中 胃口真大 但无所谓 依你 只要你赢了我 盘古之心就给你 江辰居然答应了 不过我也不能放松 如果输了 那就要在这里待一辈子了吗 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 连无线都没有 是个人也住不了吧 请吧 江辰继续请我坐下 还挺客气的 傅长生以前跟他什么关系啊 这么有排面 我坐了下来后 然后朝棋盘对面的江辰问道 象棋还是围棋啊 无子棋 国王棋 军棋 云顶之意 这个棋盘的线有点奇怪 而且有股力量渗透出来 我真不知道 他能下什么棋 都不是 江辰摇了摇头 以你现在的本事 还没有到以天地为棋的能耐 那就给你下人棋吧 以命和运为限点 人为棋 说完后 江辰的手在棋盘上一抹 顿时出现了黑白两方棋子 也有一条所谓的 楚和汉街隔着 但有一点很奇怪 棋盘上的黑白棋子 可以自己动 根本无需人为操作 而我这一方的白色棋子 在不停地减少 甚至有一些变成了黑子 去到了他的阵营 这棋风太诡异了 我根本看不懂 你们这是多少年前的棋 我根本不会下 我下过许多棋 可不用自己操作的棋 我真不知道怎么下 看也看不懂 很简单 那些跟你一起进来的人 都是棋子 他们如果死了 会从棋盘上消失 变成僵尸的 就成为我的傀儡 成了我的棋子 如果他们死光了 也就是你的棋子全部消失 也代表你输了 以前我跟傅长生下的棋 比这更高深 你这个已经是最简单的了 江城的话 让我感到诧异 没想到所谓的人棋 居然是这种形式 那他的棋子是什么 僵尸吗 还是那些用他血肉 从昆仑胎孵化出来的人 这时候我看向了 江城背后的女人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策反他 将他变成我的棋子 在昆仑山久居不出的女人 大多单纯 骗女人我在行啊 那我怎么控制她们 我朝江城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 下棋最基本的 就是棋手 可以随意控制自己的棋子 不然下个毛啊 不能控制自己的棋子 什么策略都用不出来 根本就是扯淡 可江城却给出了我一个极其头疼的答案 怎么控制棋子 能不能控制 全都靠自己 以人为棋 控制人性 掌控全局 这全都是其中博弈 这不是在下棋 已经是两个神仙大佬炫技的本钱了 可不公平 江城能控制他所有的棋子 而我不能 这棋从一开始 就注定我会输 我根本就不能和江城相比 我不是傅长盛 江城因我 一开始就是 江城这个老鹰爹 居然敢因我 太没道德了 我用我的良心 严重谴责他 能不能不下 我根本不可能赢得了你 我无奈地说道 有点想反悔 江城摇了摇头 不可以 坐下以后 博弈就开始了 再不能反悔 我就知道 他不可能放我走 这局棋 他应该计划很久了吧 他的棋盘上 棋子不断增加 我的不断在减少 感觉已经快要所剩无几了 最重要的是 我根本无法控制 我的棋子 进来的那些因人各打各的 如果联合起来的话 我还是有胜算的 女娲后人加上柳希林他们 还有林业两个野仙 确实有翻盘的机会 我能离开棋盘吗 我又问道 江城点了点头 不但可以离开 甚至可以去做任何事 只要你能赢就行了 包括杀我 杀他 真人PK 下个棋 还能真人PK 嘿嘿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可不客气了 这时候我的手刚刚好 有那把断剑 本来是想送给他的 可他也没有 我出其不意地 用那把断剑展向了他 速度极极快 这当然只是试探 而且我也得让他看出 我是试探 不然他等下揍我怎么办 可是一道残影 在我面前晃过 坑枪一声 江城双指 已经夹住了断剑 这把诸仙剑 是我送给你的 你实在不应该 用它来杀我 也杀不了 江城冷冷说道 但根本没把这个 放在眼里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刚才他到底 是怎么出手的 为什么我完全看不见 这臭僵尸 好强啊 以我现在的实力 就算再厉害的对手 我总不至于看不清 他是怎么出手的 可刚才只是一道残影 剑仿佛已经 在他手中了一样 万年之力 恐怖如斯 这就是尸祖吗 闹着玩 一把断剑削个 苹果皮也费劲 杀僵尸不扯淡吗 哈哈 我尴尬一笑 江剑回翘 啥猪仙剑啊 还没要到好使 可能是断了的缘故 不过我目的已经达到了 江城的实力 已经是出来 他比我见过的 任何人都要强 虽然没有完全展露 但已经够恐怖了 完全没有任何人 能够匹敌 这个所谓的下棋 如果棋手可以 任意做任何事的话 我的胜算根本就是零 江城高兴的话 可以下场 把任何人杀了 你的棋子 好像渐渐变少了 还不行动吗 江城见我愣住了 连忙提醒我道 可能觉得 这样没有意思 想让我挣扎一下 不然根本没有乐趣 你在叫我做事吗 我连忙起身打算离开 表面镇定自若 实则内心慌的一批 早知道是下这样的棋 我就不该答应他 可现在已经落入陷阱了 说什么都没有用 认栽吧 让我看看 你投胎后的实力吧 长盛 砰的一声 我走了出来 门重新关上了 那是我听到 江城南南的最后一句话 所有的游戏都是有规则的 包括下棋 而他这个下棋 也并非没有取胜之道 想要赢 就要把自己的棋子数量提高 并且壮大自己的棋子 现在对于我来说 最强大的两颗棋子 就是林叶和柳西林 女娲后人四姐妹 差点惊艳 还是太年轻了 至于江城那些棋子 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我暂时不知道 不过我的棋子必须加强了 不然最后 就是全军覆没 那家伙 必须成为我的棋子 不然我赢不了 我穿过走廊 想要回到出口那里 因为那个家伙没有进来 我要出去引他 可是一经过走廊 顿时有无数的僵尸涌过来 跟潮水一样 湿臭冲天 猙獰的面孔极其恶心 獠牙上来就咬 我抽出腰刀 斩掉了十几颗头颅 但是根本没完没了 太多僵尸了 完全杀不完 我必须要找其重人 而且我相信江城的棋子中 绝对不止这些麻瓜 早知道把堂刀也带上来了 这样可以分担一下压力 我们在电视里看的那些僵尸 都是清朝的 可就算是清朝的僵尸 也都够阴书那种高手识别了 现在这里什么朝代的僵尸 都有 骨石钢筋铁骨 有些甚至会飞会行走 实力相当强悍 我幸亏有腰刀 不然赤手空拳也是够呛 地上有很多断折的桃木剑 也就是说 桃木已经无法斩杀一些 比较强悍的僵尸 这也是为什么 很多鹰人被咬死的原因 我拿出佛印 强行正开他们 一刀捅穿一只僵尸嗓子眼后 从尸群里 快速杀出了一条血路 然后朝着另外一条走廊通道狂奔 现在暂时无法出去了 只能先去找其他人 只要柳锡林和林叶不死就行 其他的棋子都可以成为炮灰 到时候再引那个家伙进来 三大主力 这盘棋只要江城不下场 我绝对有翻盘的机会 人呢 出来 有没有活人 我一边跑一边叫嚷着 希望把所有人都聚到一起 这时候 我看见有扇门在颤抖 估计里面有人 而且被吓得不轻 这胆子还来这里干什么 出来跟我走 我一脚踢开门 然后大喝一声 可却迎来哇的一声 房间里面的三个人 全部掐着手 朝我扑来 已经长出了僵尸牙 脸色铁青 手指甲极其长 脖子上有两个血窟窿 干 已经被咬了 成时真快 刚才是故意勾引我 进来咬我的吗 已经回天乏术 送你们一程吧 尸毒攻心 以后彻底化为僵尸 无法救了 不然用糯米去毒 还可以破 腰刀一划 三颗头颅全部落地 腰气将它们砍成了数十段 人呢 全部都死光了吗 不可能 找了一段时间 一个活人都没有 全成了僵尸 已经彻底沦为僵尘的棋子了 僵尸越来越多 已经跟潮水一样涌来 将我重重包围 数量惊人 这屋子居然能容得下这么多僵尸 跟千军万马一样 看着极其吓人 完了 人没找到 也出不去 要自己搭这了吗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轰的一声 隔墙有一只手伸了过来 将我直接拽了过去 整面墙震了一下 出现了一个人形的窟窿 那时候可没有砖头 这都是那种极其刚硬的大石头 我被拉过去 脑子嗡嗡的 差点就没了 我真是拴K 你全家 被拉过去后 我正想骂娘 突然发现 是我岳父柳西玲玲 我脾气一下子就没了 就得好 感谢 这边走 说完后 柳西玲拉着我贴着墙 然后往另外一个方向走 不知道为什么 这边僵尸少很多 虽然也有 但只有零零散散几个 还都穿着工服 女僵尸为主 柳西玲叫我带到一个房间 然后让我进去 然后拔出菜刀 手起刀落 几个宫女僵尸 当场变成了肉块 烂在一起极其恶心 我打开门闯了进去 柳西玲随即跟了上来 但那些僵尸 没敢追进房间 跟江城那里一样 只敢在外面一跳一跳的 然后呲牙咧嘴装痕 砰一声 我们重新把门给关上了 再也没有那些僵尸的踪迹 这个房间 难道也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不然那些僵尸 不过还是很昏暗 里面有很多人 大概三十来个 林业和黑桃他们四个也在其中 不过这个房间极其大 一点也不用挤 但是房间里面摆放着一幅棺材 我看了一下 还是龙关 所谓的龙关 就是皇帝的藏关 这棺材里面的人绝对不一般 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的哪位皇帝 里面的人垂头丧气 都坐在地上一脸绝望 刚才在外面贪婪的面孔 已经被恐惧代替了 这里全是僵尸 而且实力不一 有些极其强悍 进了这里寸步难行 死亡的恐惧 蒙在了每个人的头上 就连林业和柳西林 也只能窝在这里躲着吗 江城手下的僵尸 绝不是孬肿 而且还是精心设计的一盘棋 不可能会弱的 看我进来后 他们也没有什么反应 继续蹲坐在地上 不知道琢磨着什么 只有白铃极其兴奋 一脸高兴地喊道 苏杨GD 你来了 这时候 黑桃马上瞪了他一眼 吓得他又倒退了回去 他来能有什么用 他也就当个钥匙 现在外面的僵尸数不胜数 而且这个屋子机关无数 他来也拯救不了世界 黑桃翻了翻白眼 不忘吐槽我一番 这女人跟我有仇 处处针对我 但我好难不跟女斗 暂时懒得理他 完了 被困在这里 没吃没喝 我们待不了几天 不如出去跟那些僵尸拼了 杀出条血路 也好过在这里坐以待毙 杀个毛 数量太多了 我们根本无法战胜他们 筋疲力尽之后 还不是他们的盘中餐 哎 如果我变成僵尸了 我就草光外面的那些女僵尸 不能委屈自己啊 那些人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但基本都是丧气话 我能理解他们的绝望 因为我刚才就差点被僵尸群淹没了 几个骨石钢筋铁骨 也是砍了好久才死 多打一会绝对泪滩 最后被他们吸干血液而死 能对付他们 我有办法 我突然说到 声音在绝望中传开 这些人都看向我 小子 别信口开河 想要消灭光这些僵尸可不简单 林叶也转身看向了我 长青梅在他身边 估计依然被黄大仙挟持着 现在都没有救出来 这里没有王天祈他们 不知道在哪个疙瘩角落里躲着 谁他们信口开河了 我天生老实人 挑屎都不偷吃 这话动容了许多人 让他们不得不信我 毕竟除了老八 还没有人敢用这么特别的食物 来形容自己 玩梗不玩人 老八真男人 秘制小汉堡 我苏洋也敢搞 这时候我蹲了下来 然后用手指假意画了一个图 他们都好奇地围了过来 看我怎么说 这屋子是一个环形的机构 从里到外好几层 只要我们把僵尸 都引到中心位置 然后就可以利用 阵法之类的东西 将其一举歼灭 我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刚才的时候 我已经摸透房子的结构了 僵尸数量多 必须引到一起群杀 不然我们根本没有半点机会 双拳难敌四手 我们都是血肉之躯 他们数量多 我们耗费所有的法力 也未必能清理干净他们 如果按照我说的做 那就省力许多 而且只要成功 那我们就赢了 这些僵尸都是僵尘的棋子 一网打尽的话 对我而言极其有利 能做到吗 这样太难了吧 而且谁去赢 用什么阵法 很多人都提出了疑问 甚至觉得 我说的办法极其难实现 只能口嗨一下 不 可以实现 但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 我们必须同心协力 不怕牺牲 如果继续敌对 我们都必死无疑 如果所有人凝成一条绳 有些事未必完成不了 但要是继续成为一盘散沙 那就等死吧 可很恶心的是 他们不能全死 死了我就输了 相当于我要想办法保他们 让他们活下来 可他们都沉默了 好像在思考着什么 毕竟都不同门同派 而且还是竞争对手 要他们完全合作 必须考虑一下 不同心的话 牺牲的事情 就没人去做了 人性就是 可现在是生死存亡之际 不合作的话 那就等死吧 根本没有别的路可走 自私 就灭亡 团结一新 那才有可能生存 我同意 这是唯一活下去的办法 林烨居然第一个同意 而且是义无反顾的同意 果然老人精还是有点东西的 他尤为明白现在的处境 如果不是特殊情况 他估计恨不得所有人葬身这里 那所有的东西都归他了 但现在必须团结 算我一个 一起对付僵尸 我们都是京都阴人 你长这么帅 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看来只有这么一个办法了 不然能砸整 虽然我很不喜欢合作 林烨带头后 所有人都同意了 我松了一口气 能不能实现 那就看接下来的运气了 我就说 苏杨哥哥好棒 白铃黑黑笑道 一脸得意 这时候三个姐姐都瞪向了他 仿佛在骂恋爱恼 吓得他 连忙捂住了自己的嘴 可柳希林却无心参与 一直盯着棺材看 一脸的凝重 棺材有什么特殊吗 里面是什么人 我见他心不在焉 连忙问他 为什么一直看棺材 秦始皇 银正 柳希林突然淡淡地答道 但表情却有些忧虑 银正 那家伙在这里 我怎么都想不到 龙棺里面居然会是银正 而且明明没有开棺 可柳希林却知道 里面是谁 我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银正的棺材摆在这里 而外面的僵尸 却不敢靠近这里 跟江城一样 也就是说 银正可能会很恐怖 千万不能开棺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柳希林叮嘱道 不过这个道可以放心 至少没有人 现在会有心思去开棺 只要不破棺 里面不管是谁 应该都不会出来 不然这么多人在这里 他早跳出来了 我来布阵 你们去把所有的僵尸 引过来 林业这时候 走出来打断了 我跟柳希林的对话 这老家伙挺惊啊 挑了一个最没危险的活干 不过以他的资质 没有人会有意见 他布下的阵 应该也可靠 这时候我们面面相去 随后只能答应 不过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出去引僵尸 就会有危险 自己要提前做好准备 我订了一个房间 为中心点 林业过去不好阵法 然后将所有僵尸 引过去 一网打尽 这个房间肯定是不行的 僵尸不敢过来 我订了另外一道 墙旁边的房间 而且刚刚好 就是整个屋子的中心点 这是一个环形结构的屋子 我们计划好后 开始纷纷离开这里 最后关门的时候 我听到了枝鸭的一声 好像是有什么 慢慢打开的声音 心头一颤 连忙看向了柳西林 别看 柳西林没有犹豫 连忙将房门 给紧紧关上了 天地不仁 乾坤戒法 定 柳西林连忙做法 然后将皇服 紧紧贴在了门上 他要出来了吗 这个动静 我的猜测应该是吧 久不离时了 刚才还以为不开关 他就不会出来 但我的想法 好像有点天真 来不及管他了 先完成眼前的事 后面的听天由命 柳西林放下这句话 连忙和我跟上了大队 林叶挥动皇服 斩下几只僵尸后 闪身进去我定点的那个房间 那就是中心点 各位 成不成事 就看你们的了 林叶结了一个印 一掌打在了地上 咒服立刻如蜘蛛网一样散开 清风大起 啪一声将门给关了 谢 柳西林喊道 话音一落 大家都纷纷割破手掌 然后将血滴了下来 几秒后 无数的僵尸涌了过来 如潮水一样 他们一蹦一跳的 极其有节奏感 要不是面目猙獰 倒有点像在蹦迪 杀 现在僵尸应该没有完全聚集 所以我们必须合力抵挡 不分你我 不然必定死在这里 十几具飞尸 压着众尸尖头飞了过来 极其强悍 一开口就是恶臭百年以上的尸气 浑身是毛 钢筋铁骨 会飞墙走壁 而且智商还高 四姐妹合力挡住了十几具飞尸 将其击退 但尸身不破 这些飞尸不会死 极其的强悍 四姐妹画出真身 跟其搏斗 一尾巴扫飞了许多僵尸 墙都倒了几面 画成了飞灰 柳希玲一刀一个 手起刀落 那些僵尸脑袋如西瓜一样 一个一个地滚落地上 血尸围在了前面 如盾牌一样 然后慢慢逼近 前面几个人瞬间被冲烂了 有人在控制他们吗 这分明是阵法 跟打仗的将士一样 柳希玲感觉有些不太对劲了 一开始就那么吃力 不知道能不能坚持到最后 我点了点头 没错 江城在控制他们 不容易对付 听到江城 柳希玲突然哆嗦了 一下身体 然后猛地揪起了我的衣领 你刚才见过江城 在哪里 见过 你要干什么 我连忙问道 然后推开了他 现在这个时候 可没空管他这些 在哪里 说 柳希玲极其激动 不停地问我 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不然他要跟我翻脸 那里 走过去有一条走廊 尽头就是 我指了刚才的路给他看 走廊尽头的房间里 就是江城 这家伙 不会是 等我回来 柳希玲又拿出了一把刀 双刀而行 然后活生生地砍出了一条路 朝着我指的方向走去 你疯了吗 你不要去找江城 回来 我连忙阻止他 但他铁了心 已经换不回了 他不是江城的对手 独自找江城 是为了什么 找死吗 太冲动了 虽然说他现在去干扰江城 让他无法专心控制这些僵尸是好事 但我不想他出事 那可是僵尘 如果他能赢江城 当初他就不会被咬 现在去也是找死 僵尸越来越多 已经堵得不见头了 长长的一片 我不知道有没有全部都来骑了 但起码没差多少 我们的人越打越累 越打越少 虽然骑心协力 但也难免有牺牲 被咬得虽然没有变成僵尸 但也已经倒地上 被踩踏成了士饼 不成人形了 成了吗 我对房间里喊道 林烨那臭老头进房间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一点动静没有吗 僵尸已经聚集得差不多了 可以利用法阵 将其全部绞杀 可没有回应 房间里好像没有人一样 我突然感觉有点隐隐不安 再也安纳不住 连忙闯了进去 不管城没城 总得知一声吧 而且 我们已经扛很久了 他布什么阵 能不那么久 再打下去 我们就要没了 看人数 我们已经没了一半人 就剩个十五个左右了 面对几百只僵尸 甚至更多 我根本无法统计 我们无法一直扛下去 女娲后人确实猛 四姐妹杀了不少僵尸 但也体力有限啊 飞尸很厉害 也不是必随便都能杀的 可打开门后惊呆了我 房间里居然没人 只有一张黄符 我顿时握紧了拳套 明白了怎么回事 扶甲身 那老头刚才根本没进来 我们被骗了 可恶 为什么人性可以这么恶 他居然假装合作 要我们全部葬身于此 弄死我们所有人 自己独吞所有东西吗 到底有多贪婪和多狠毒 他一个人真的可以吗 这时候 大家都逃了进来 有些已经扛不住了 但是房间里面没有法阵 也没有灵液 他们也顿时明白怎么回事了 四面楚歌 逃无可逃 除了绝望 就是等待死亡 没想到我的妻子 还在内混合自相残杀 我要怎么赢 干 人类热爱光明 却用尽了黑暗的手段 灵液 我会让你以十倍的代价 偿还罪孽 剩下的人如同死狗一样 绝望地待在房间里 没想到到门的老祖宗 满口仁义道德 到头来 赢了我们所有人一把 如果我们全部都死在这里 那他的恶行 也不会有人知 可恶啊 那个死老头呢 四道不同颜色的光 伴随着一阵清风进了房间 黑桃他们化回了人形 周围被庞大的士气笼罩着 我们就好像被带宰的羔羊 慢慢接受死神的降临 被耍了 他想将我们全部埋葬在这里 然后独吞这里的一切 轻而看着外面的僵尸 已经恍然大悟 但计划已经破碎 继续打下去 我们没有赢的希望 如此恐怖的僵尸大军 此生难见 江城独断万古 早已经将昆仑山 变成了自己的地盘 完蛋了 可恶啊 我不想死在这里 我还有大好的前途 我本是家族的骄傲 早知道就不来了 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哭诉了起来 眼含泪花 这么小的年纪 能撑到这个地步 确实有点东西 不然在黑木崖的时候 已经死了 一个崩溃 其他纷纷崩溃 而且已经站至筋疲力尽 皇甫和法器 都已经耗空了 现在将所有的僵尸 聚集在一起 我们就是交点食物 这个计划 直接将我们全部送葬 逼至绝望的边缘 扫了一眼 刚才还有十五个的 现在已经剩下十个了 除去那四姐妹 也就剩下六个人 怎么打上千的僵尸 这时候砰的一声 房间的门和四面墙 直接粉碎 无数的僵尸闯了进来 钢筋铁骨 无视强食 极其威猛 快想想办法 你平时不是很聪明的吗 白铃扬起白剑 铿锵一声 直接斩向了周围的僵尸 可这一次 却没有断头 也没有割曲 剑居然卡在骨头缝中 拔不出来了 我没有力气了 白铃脸色一变 连忙弃剑 不然会直接被咬死 剑拔不出来 就是累赘 女娲后人也是人 终会耗光所有的体力 渐渐疲软 他们已经杀了很多僵尸了 尸体都能累到膝盖那么高 但好像望不到头一样 无穷无尽 不知道这里 到底有多少僵尸 其他的人缩成了一团 死亡降临 恐惧会将一切理智抹杀 看来只能搏一搏了 希望老天爷眷顾 给我护法 我只需要一分钟 话音一落 我打出了九张黄符 然后以高速的手绝念着咒语 欠 你个臭小子 要是带不了 我们活下去 我做鬼也不放过你 黑桃说完后 突然暴体一变 形成了一条巨大的黑蛇 身体比之前还要大一倍 恐怖的力量荡漾而出 如旋风一样 将周围进来的僵尸 全部扫退 吼 一股洪荒之力荡漾而出 舌头大吼 将空中的飞尸咬得稀碎 可这个势头持续不了多久 僵尸太硬了 很多都很难死 没一会就又跳了过来 剩下的三姐妹 只能勉强驱赶着僵尸 已经纷纷体力不支 快点 我也扛不住了 子福丹西跪在地上 已经满头大汗 细微地喘着大气 脸色有些苍白 如果是普通的僵尸 可能根本就伤害不了 女娲后人 但这些僵尸好像都有僵尘的血脉 极其恐怖 根本无法阻挡 一分钟过后 我大喝一声 一掌打在了地上 九龙神火咒 扑斥一声 九张黄符变红 然后互相连接 一道火柱喷天而起 九道龙吼如漩涡缠绕一样 将周围的一切僵尸 全部烧成了灰烬 房顶被冲破 火焰吞噬一切 但这些僵尸居然会跑 能退得全部退开了 只烧了大概一半的僵尸 这是业葬的术 我杀他的时候 顺便夺了他的书籍 这个术我才练没多久 威力不够 但能使出来 已经非常不错了 加上这些僵尸会躲 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笨 能瞬间绞杀一半 已经非常不错了 叶家的九龙神火咒 有点东西 但东西不多 僵尸没杀干净 如果是叶葬 或许就成了 还是没能赢吗 可恶啊 这时候 黑桃也支持不住了 变成人形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不过因为神火的原因 那些僵尸暂时不敢再靠近 天意吗 难道我们女娲一族 要命丧于此 真是窝囊 黑桃虚弱地爬了起来 但身体因为无力 已经无法保持平衡 站着都是跌跌撞撞的 白铃连忙扶着他 可黑桃却一把将白铃推开 对着我有气无力地喊道 我早就不该相信你 不然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 这时候我望着屋顶 露出了胜利的笑容 我也是爱躺赢的 你要是靠我的话 那说明你太蠢了 不过我们可未必会输 我比你更怕输 我说了 我连屁股都得输掉 什么 众人纷纷看着我 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还以为我已经发疯了 连九龙神火柱都没能成功 我还有什么手段 大家都已经淡尽粮绝了 不想死就跟上来 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我没理会他们 一群堂狗 屁话真多 屋顶已经被九龙神火柱 贯穿了一个大洞 风雪乎乎地灌进来 趁着这个时候我急忙爬了出去 然后钻上了屋顶 我什么时候说过 九龙神火柱是用来杀僵尸的 那根本就不是主要目的 见我逃出去了 大家也纷纷效仿 趁着僵尸们暂时还不敢靠近 一个比一个爬得快 没一会 全部都钻出了屋顶 可这时候 危险并没有脱离 反而增加了 因为有一幅棺材飞了出来 重重地树立在屋顶上 我心里咯噔了一声 这幅龙棺 不是秦始皇嬴政的吗 之前我们出来的时候 棺材盖已经有声响 棺材里的东西 好像要逃出来一样 可是我和柳希林 都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我们都在房间里的时候 那棺材没有动静呢 等全部都走了 里面的东西才苏醒 这根本说不过去 现在我明白了 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林叶这个死老头 刚才房间里根本就没有林叶 只有一张黄符 也就是说 林叶压根就没有离开过 有棺材的房间 跟我们出来的 只是一张黄符化成的假身 也就是说 林叶还留在了原来那幅 有棺材的房间里 这样就很明显了 一切都是林叶干的 这棺材也是他捣的鬼 他一点余地都不留给我们 要将秦始皇嬴政放出来 绝我们的后路 将我们杀干净位为止 好狠啊 糟老头子 这时候砰的一声 棺材盖飞了出去 棺材里有一个 劈头散发的男人 两根长牙的尺寸 比其他僵尸都要长 都要尖 星红的眼睛 仿佛血光一样 吼 一声怒吼 风云变色 煞气满天 风雪都瞬间在空中 凝结成了冰 极其恐怖 好大的尸气 这玩意 是将臣亲自咬的吧 跟柳希林事变的时候 有的一拼 这就是嬴政吗 没我帅啊 这劈头散发的 跟个鬼似的 这时候砰的一声 棺材也散架了 嬴政站立于屋顶 气势十足 尸气滔天 完蛋了 怎么还追上来 一只这么厉害的僵尸 大家脸色全变 以为刚刚可以逃出生天 没想到又出来的更厉害的 而且下面的僵尸 也开始往上面跳了 想要追上来 真是顽强啊 镇的大军呢 何在啊 没想到 嬴政居然会口吐人言 声音落下后 在昆仑山顶荡漾了开来 此时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雪山下突然钻出了 一只只铁甲僵尸大军 仿佛千军万马 从厚厚的积雪下面 苏醒了过来 他们穿着金甲银盔 手拿兵器 跟堂刀他们一样 有自己的完全意识 身体也不僵硬 能走能跑 可不像下面的玩意一样 只会一蹦一跳的 江辰 你骗我了为师道也就算了 还让我出来对付这种垃圾 可真是可笑 嬴政冷言冷语 手随即挥下 无数整齐的脚步声踏行而来 千军万马四面八方向我们围攻 嬴政如神一样 慢慢飘荡在空中 如俯瞰蝼蚁一样看着我们 昆仑山上的他 是如此耀眼 如同当年统一六国般 傲视群雄 可你姥姥的 我们只有十来人 你派这么多兵出来 干我们 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 前有狼 后有虎 没想到逃出来更惨 刚才死下面 还安逸一点 这昆仑山不是神山吗 怎么成了僵尸我 被江城占领后 结果全是僵尸 这就是你的棋子吗 江城 但我也有 我看向了四周 除了湿气以外 好像没有其他活物的影子 但我相信他会来的 因为湿气 银正的湿气太大了 必定会引来那个家伙 总的来说 林业想杀我 但却意外地帮了我 我还愁怎么引那个家伙来 这下不用愁了 这漫天的湿气 是个人都看得出来 寻着动静而来 是人的天性吧 没多久 那些僵尸 全部都跳了上来 还有银正的僵尸大军 已经将周围和屋顶 围得水泄不通了 你在笑什么 你疯了吧 黑桃已经满脸绝望 其他人也是 都在等死了 本来僵尸就已经够多了 没想到还增添了 银正这么恐怖的僵尸 还有一大堆穿着盔甲的 这不屠宰场吗 我们如猪狗 任他们宰割了 这辈子 估计也没有见过这么多僵尸 死也值了 不笑 难道哭吗 人死鸟朝天 怕个卵啊 我对了黑桃一句 救你是多 你 死到临头了 没想到我 还能对他 黑桃被呛得满脸通红 无话可说 银正这时候看向了我 飘舞着的长发 在空中一根根利气 江城有令 将你活捉回去吗 为了一个小子大动干戈 真是搞笑 这家伙是活得太无聊了吗 银正吐槽了一句 然后突然闪身下来 如一道闪电般 出现在我的面前 干枯一样的瘦手 直接抓向了我 想将我带回去 他的手指甲极其长 跟钢刀一样 闪着可怕的寒光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啪的一声 有一只手搭在了他的手上 如铁链一样 将他禁锢住 他是我的 一阵阴风吹过 无声落地 将银正的长发 再次吹了起来 银冷的气息 如波纹一样荡漾开来 将湿气逼开 整齐的脚步声 突然停下 同样一张面孔 阴暗的歪头 看向了银正 嘴角有一抹诡异的邪笑 你是何人 银正看向了他 冰冷的表情有些动容 但手被禁锢住后 居然无法抽回 来人明显实力不俗 这也是银正表情 有了很大变化的原因之一 我再说一句 他是我的 他没有回答问题 而是依然嚣张地重复着 刚才那一句话 哼 是吗 不回答朕的问题 是在蔑视朕的权威吗 秦始皇说着 红光大起 一道道湿气如黑雷一样 在身上暴跳着 手得青筋暴起 再慢慢变得粗壮 仿佛想要挣脱别人的束缚 权威 大清都早灭亡了 哪来的皇殿 秦朝更是早已经荡然无存 你装什么天子 放肆 不是朕寿命完结 大清岂会败落 无礼的畜上 银正大吼一声 立刻湿气爆了开来 然后将来人震开 白烟四起 屋顶上划出了一道美丽的弧线 可那个人一点事都没有 从白烟中走了出来 湿气无法伤及他分毫 这时候 大家都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他 然后愤出了惊叹声 一模一样 简直就跟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好像双胞胎 他是谁 你又是谁 白铃有些凌乱了 连忙挠了挠头 然后自言自语着 好像在问我 又好像在问自己 他叫苏杨 我也叫苏杨 但他是那个在黑木崖 跟你们交手的 终于来了 这颗棋子我已经等好久了 是我至圣的关键 我还担心他不来 那我就完蛋了 现在总算送了一口气 他是我的器具 谁也不能动 谁动我杀谁 苏杨看着周围的僵尸说道 丝毫不惧 一脸的杀意 身上有黑烟飘出来 仿佛地狱爬上来的恶鬼 身上渐渐燃起了鬼火 极其恐怖 江城有令 要把这小子抓回去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嬴政也一步都不退让 杀气满满地说道 两人针锋相对 互不相容 使皇给人当狗 可真是搞笑 你说什么 说你是狗 嬴政暴怒 手一挥 立刻千军万马 直接杀上了屋顶 那些僵尸 别看穿着笨重的盔甲 但却跟堂刀他们一样灵活 飞墙走壁不在话下 想要只取苏扬的向上人头 将他杀掉 看你如何抵挡阵的大军 可苏扬根本不怕 双拳震出 横扫一大片 化身为屠刀 将靠近的僵尸是为了绞肉 鬼气如龙 一声咆哮 吞噬了无数的僵尸 鬼火通天 仿佛把天上的云染了鬼色一样 好强 而且 群杀手段不穷 鬼气通天 实力堪称恐怖 众人再次惊叹 苏扬实力的恐怖 杀的那些僵尸片甲不留 落花流水 而且本身力量没有减退 也就是说 这个家伙 根本就没有在耗费任何的体力 这些僵尸太弱了 无法消耗他的鬼力 简直不值一提 眼看僵尸大军被杀得溃散不已 脑袋跟西瓜一样 纷纷落地 下面的僵尸 也是死了一大片 瞬间在屋顶叠得跟山一样高了 僵尸大军 就这些行尸走肉吗 根本不值一提 无疑此身便可破万军 嬴政 到你了 一拳震荡 周围的僵尸化为血沫 染红了天空 整个僵尸大军 被苏扬冲得溃不成军 转眼间 尸身已经堆成了山 鬼气和尸气的碰撞 极其激烈 嬴政 让我看看 你有几斤脊两 成为我成长的踏脚石吧 苏扬解决完这些僵尸后 不留余力地冲向嬴政 真是狂妄至极 而怎敢 我沉睡多少载 也非你能动摇的 嬴政和苏扬互不相让 一声咆哮 飞雪乱舞 百道尸气冲天起 化龙而行 恐怖的僵尸牙 仿佛都化为了红光 你已成尸 以为还有国运庇护吗 沦为尸道 与我并无区别 苏扬一拳轰出 鬼力如波涛一样 汹涌而上 鬼火形成了一把利剑 破尸气三百 斩飞雪而下 一拳一掌击向嬴政 力量如漩涡一样 将其卷飞 嬴政化尸气为盾 挡住了苏扬的攻击 单拳燃起烈火 一拳崩式 空气都随着力量而扭曲 施力浑然天成 跟柳熙灵的湿气一样 很明显是江城后裔 唐刀虽然说 他是江城亲自咬的 但总感觉还是有些杂 他的时候 气比很多僵尸都厉害了 而且可以跟人一样 自由活动 会说话 有意识 但总感觉跟柳熙灵的差一些 这种我不知道怎么算的 但一句话可以概括 好像他们有点不纯 柳熙灵的湿气和嬴政的 则感觉很纯正 而且很厉害 特别是嬴政 比柳熙灵的半师 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极其厉害 火拳三丈 将苏扬彻底击退 在屋顶滑行着 湿气化成无数的骷髅头 将其重击 切 江城的力量吗 果然跟那些小鳖三不一样 苏扬停下身体后 受了一点小伤 擦了擦嘴角的血 开始活动着身体 等待着下一轮的攻击 轨道下三滥 怎么能跟跳出五行的湿道比 嬴政挥出霸道的湿蕴 将其掌控于掌中 灰暗的天空开始变形 两边互不相让 形成的两个图案 也互不相容 哼 是吗 我倒看看 你比我优越在哪 苏扬撕掉衣服 露出恐怖的九龙拉关 九条黑龙栩栩如生 气息顿时上升了几个档次 跟刚才完全不一样了 九龙拉关吗 你是何人 嬴政皱起了眉头 湿蕴化成无数的暴龙 腾空而起 遮天蔽玉 这个就不用你管了 杀了我 不然我会让你死得很惨 你行吗 嬴政发出一声狮吼 直接横冲过去 双爪如雷 几百道失利降了下来 力量何其恐怖 事事便知 一语而落 久到黑龙发出红光 也冲向了嬴政 两人相遇 便是拳脚相加 鬼火万丈 黑龙仿佛在咆哮 整个周围的血都被融化了 嬴政失身强悍 被击打了百拳后 依然无济于事 失利横推百里 将苏阳震飞了出去 你我躯体强弱一分 失道就是体汗 江城的基因 也远远凌驾于你 胜负一分 苏阳从屋顶落于雪堆中 裂开了几十道暴痕 雪中不停融化 他滑行了几十米 才停了下来 恶鬼之道 修的不就是苦难 江城凌驾于我 可不等于你凌驾于我 受尽苦难而不倦 久亡久杀 鬼仙之路 荆棘从生 修罗厄运 我等抬头就是为了逆天 嬴政大笑 血流还敢大言不惭吗 血 哈哈 苏阳五头大笑 笑声震荡整个昆仑顶 狂妄的声音 好像让冰冷的雪山 都沸腾了一样 血 只会让我更兴奋 说完后 苏阳舔了舔嘴唇边的血液 整个脸都兴奋了起来 我就差一步 就能成为鬼仙了 你帮我突破那道门 黄泉下我感谢你 啊 苏阳大吼一声 突然他的身上 发生了奇怪的现象 砰的一声 拉住棺材的其中一条龙 突然就断了 一声龙吼 震慑昆仑顶 然后跟蛇一样 爬上了苏阳的身体 和皮肤融为了一体 九龙拉关 顿时只剩八条龙 那条龙已经跟苏阳合体 嬴政 感谢你让我更上一层了 为了暴打你 我只能将你活活打死了 苏阳力量突然变强 一道身影如奔雷一样 腾空而起 转眼之间 已经来到了嬴政面前 一拳轰在了其肚子上 这么夸 为什么力量上了一个档次 嬴政一声惊呼 尸身军裂 被一拳轰飞了出去 鬼力大增 将嬴政的一半尸力 瞬间毁灭 破了他的尸甲 黑龙狂暴 不过还得多谢你唤醒了他吗 史皇 苏阳嘴角微微上扬 如堕天羞落 鬼力开始弥漫整个昆仑顶 将那些死去的僵尸 全部肉体剥夺 变成了一具具骷髅白骨 这家伙 到底什么人 连僵尸也吸食 剩余的人全部看向了我 同一张脸 但力量的阴暗和性情 根本完全不同 吓得其他人都不敢靠近我了 因为会联想 他自己不说了吗 鬼仙啊 你们看着我干什么呀 我嗤之以鼻 这帮家伙 不会是想恩将仇报吧 不是为了让他们活下来 我也不至于这么狼狈 将成是二臂吧 发明了什么气 要我将输赢压在别人身上 我真的会谢 据我所知 鬼仙属于道家 虽然阴 但不会携到这种地步 还有他这九龙台关 分明已经堕入魔道 那是魔龙拉关 意义已经大不相同 其中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 好像懂点道 说出了自己的见解 她的意思是 苏杨修的鬼仙 好像不太一样 管他呢 他能营就行 其他的都不重要 他爱修什么就修什么 我管不要那么多 嬴政虽然被还击了一拳 但不至于溃败 一道湿气从他身上喷涌而出 他的身体开始变形了一样 浑身腐烂恶臭 疗牙大张 眼睛喷出血光 已然变成了真正的僵尸模样 甚至比其他僵尸看起来更加可怕 臭小子 我要咋了你 嬴政挥舞着长爪 终于使出了真正的本领 哼 这句话应该是我说的 听说你的粉丝很多 杀 两道力量冲天起 鬼师大爆 周围一片崩塌 但未到这个房子 屹立不倒 宛如一个老怪物 站立于昆仑顶之巅 无视时光的交替 嬴政力量完全挥发出来 一道道湿风如龙卷 差点把我们都吹了下去 力量再次压在了苏杨的身上 速度也上了一个档次 直接冲向了苏杨 扑斥一声 尸爪贯穿了苏杨的肩膀 将其推落在地 尸力摧毁着苏杨的身体 你的狂言 会成为你的直接死因 苏杨的身体开始爆炸 崩出了一道道血浆 可是他脸上的笑容 却越来越阴 如死神一样凝视着嬴政 你为什么总是恶笑 嬴政不解 另外一只手 也贯穿了苏杨的身体 獠牙咆哮 血盆大口 直接咬向了苏杨的脖子 例如闪电亦或者波涛 想要将其一击毙命 可苏杨却脑袋一偏 躲了过去 死 我可从来都没有活过 呵呵 是吗 那你身上的血 又是从何而来 苏杨冷哼一声答道 从别人身体而来 我吸食的人堆积如山 包括你 史皇 突然又是砰的一声 苏杨身体的铁链 再次断裂一根 又一条龙跟他融合了 棺材之下 只有七条黑龙 他们眼睛都发着红光 仿佛在注视着天地 原来只有无限接近死亡 才能领悟鬼仙的真谛 是我一直活 还是一直死 无法感受到死亡的气息吗 史皇 还得谢谢你啊 苏杨鬼力再次大增 浑身散发黑气 力量无穷起 砰的一声 将银正的尸爪 震出了体外 银正飞了出去 苏杨居然踏破漩涡气流 直接跟上 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 将他狠狠 砸落于雪地之中 不可能 你的力量 怎么提升得那么快 你小子 无时无刻在成长的吗 银正极其诧异 可是苏杨却立如泰山 将他狠狠地往下按 想要一击必杀 银正爆发出全部实力 震裂雪块下沉 这才逃脱苏杨的魔爪 可是力量已经奋出胜负 融合两条黑龙的苏杨 明显更胜一筹 甚至已经力压他 无穷的鬼火喷天起 将想要逃走的银正 紧紧为重 震乃统一六国之天人 怎可败于你之手 我乃史皇 我乃祖龙 银正大吼一声 化为一道惊天狮龙 殊死一战 无穷的失力冲向了苏杨 你只不过是旧时代的残党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不是你造就历史 是历史造就了你 你该随着历史一起沉沦 银正 苏杨大吼一声 鬼气滔天 化为一把魔剑 冲天起 直接贯穿了银正 屠龙而上青天 化身黑影落于屋顶 砰一声 银正败落而跪身于雪地中 湿气慢慢消退 身体如碎片一样 一点点破碎 他看着双手 脸色黯然 朕不是败于你 小鬼 朕是败给了时光 人 永远无法永生 堕落于湿道的朕 已经不再是朕 砰 银正彻底爆裂 化为了粉尘 然后飘散于空中 就跟他的僵尸大军一样 永远消失在历史中 成为一点尘埃 撤 还看 等着被杀吗 当习惯老六的我 连忙从破屋顶上面 跳落 撒腿就跑 现在不跑何时跑 我可不傻 等那家伙反应过来 一定杀了我 没想到他的力量 又上了一层楼 还和那九龙拉关中的 其中两条龙融合了 惹不起 见我逃跑 其他人也不傻 已经在黑木崖上 见识过这个家伙的厉害了 急忙跟上 灰溜溜地逃了 重新落于地面上 我连忙七拐八拐 然后逃入了一个房间 以免被那个家伙追上发现 不过他打了这么久 不可能毫无损耗 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 马上来追杀我 现在暂时不用怕 现在的我有点兴奋 僵尸全部没了 秦始皇也没了 那我是不是赢了 我的妻子都还在啊 想到这里 我连忙寻着心思 要不要回到棋盘 以免江城耍赖 这时候 其他人也跟了进来 还真别说 实力不强 一个个的抱大腿厉害得很 苏阳哥哥 为什么躲到这里 有什么说法吗 白灵已经奉我为神 虽然危机不是我化解的 但全靠我足智多谋 好像我现在每一个决策 都已经让他着迷 没说法 就是怕死 当得老六偷偷躲起来 白灵 四妹别管他 僵尸群已经覆灭 我们可以搜刮这里的宝物了 抓紧找到盘古之星 黑一头撞起胆子 打算和我分道扬镳了 不过也有他考虑的东西 灵夜这个家伙 现在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遇到灵夜 他们不一定能对付 不过这回便宜那个死老头了 没有花费一点力气 僵尸群没了 他可轻松了 对对对 抢宝物 刚才那个老太婆 比黑桃还兴奋 直接抢在黑桃面前跑了出去 反正僵尸群没了 没有了顾虑 贪念在起 整个人跟野兽一样 可刚刚出门没多久 突然咔嚓一声 老太婆连惨叫都没有发出 立刻失手分离 一把半月形的弯刀 将他血淋淋脑袋定在了墙上 啪一声 无头的身体趴在了地上 抽搐几秒后 血流喷涌 谁 白玲抽出长剑 一剑劈穿了两道门 对面的房间顿时裂开了 一个女人从裂缝中走出 正是将尘背后的女人 跟方亭长得极其相似 像同胞姐妹 就是年龄大了一点 都是将尘血肉创造出来的 挺能干的嘛 杀了屎皇 青光僵尸群 老爹的棋盘 已经所剩无几了 女人拔出了血淋淋的弯刀 然后舔了几口 表情无比陶醉 这女人 是血吗 但她不是僵尸 而是昆仑泉出来的人 你也是她的棋子吗 我冷眼看着她 看来僵尸杀完 到人了 这些从昆仑胎造出来的后代 也属于江尘 自然是 女人看着我说道 不过你不用怕 我不会杀你的 杀我 也未必是谁杀谁吧 僵尸数量多 银正实力强 你靠的是什么 我们这里的人打你一个 谁给你的勇气 梁静茹吗 这时候 女人突然拍了一下手掌 立刻两个身影跳了出来 一男一女 男的四十岁左右 身高一米八 大高个 脸还是一样 女的二十五六岁 穿着黑衣 手拿匕首 一脸冷酷 这就是无性繁殖的弊端吗 全是一样的脸 跟一个人似的 三个人吗 那也不够看啊 虽然我们已经有点筋疲力尽 但刚才看戏恢复了一点 根本不怕你们好吗 虽然来了三个人 但跟成千上万的僵尸比 那是绝对没有 可比性的 我们十打三还打不过 我叫方月 很高兴认识大家 但你们该上黄泉了 方月冷哼一声 眼神冰冷地看着众人 刚刚死了一个 只剩九个了 但也足够对付他们 妖女 你凭什么 白领可不虚 她只喜欢干架了 凭我对这个屋子构造 了如指掌 方月说完后 突然咔嚓一声 直接拉动了房间外的一盏石灯 突然房间地板暴动 然后落了下去 我们毫无防备 直接掉到了下面去 地面如一个牢笼 瞬间将所有人困住 锁链好像尸法了一样 自动跟蛇一样将我们缠上 然后牢牢锁住 墙壁及其滑 而且有刀尖 根本无法爬上去 洞又深 离房间地板太远了 跳也够不着 加上锁链的禁锢 基本上算灾了 可恶 居然有机关鹰我们 有种放我们上去打 白领大喊大叫 还企图咬断锁链 可是她只能沾那铁链一嘴的口水 为什么我没有力气 白领不解 她不是普通人 咬断铁链 也不是不可能 别费力气了 铁链施了法 已经剥夺了 和禁锢了你们的力量 乖乖在下面等死吧 方月低头 看着下面的众人 冷笑着说道 看我们已经跟看死人一样了 卑鄙 清儿仰头看着她 有点倔强 一点也不服输 书上说 不是兵不厌诈的吗 你们都不读书的 活下来的赢家 从不管卑鄙不卑鄙 方月仿佛胜利了一样 根本不屑一顾所谓的高尚 把那个小子拉上来 不然没办法交差 方月对另外一个女孩说道 是 姐姐 那个女孩拿的是浮沉 她甩向了我 浮沉突然就变长了 然后卷起我 将我从下面拉了上来 苏杨 你们不能不管我 苏杨 救我们 黑桃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事 连忙呐喊着 我生 他们必死 可现在的我没有办法 也暂时不想救他们 让他们在这里吃点苦头也好 不然都找不着北了 真当我是你们的工具人了 分不清谁是大哥吗 他就是傅长生的转世吗 那我上来的女孩皱了下眉头 然后半心半疑地看着我 而且好像越看越不像 因为眉头不但没有舒展开来 反而越皱越深了 不知道 老爹应该不会认错 方清你是要质疑老爹吗 方月不嫌不淡地说着 好像在警告 又好像在认同方清的话 但是不敢质疑江城 不敢 方清收起了浮沉 不敢再怀疑 也不敢再问了 好像都很怕江城 我连忙双手合十 两位姐姐好 谢谢两位姐姐不杀之恩 呵 嘴巴还挺甜的 方月撇了撇嘴 不知道是在讽刺还是高兴 她的表情有点难以捉摸 跟山下的女孩不一样 别废话了 杀光他们 再去找下一批 方清着急完成任务 没有时间闲话 不能杀我而已 那其他人基本上是随便在 这位姐姐 且慢 我突然阻止他们 不就黑淘他们 但也不能让他们死了 毕竟是我的棋子 怎么了 你不服 信不信我将你再关下去 方清挥舞着浮沉 好像在吓唬我一样 但我怎么可能会怕 姐姐误会了 不能杀他们 得用他们做诱饵 因为上面 还有一个他们的同胞 嬴政就是他杀的 那个才是大家伙 用他们做诱饵 将其吊上来 买是上上侧 这些雕虫小技 可难不倒上面的家伙 我指了指屋顶 将一些策略和情报 假装告诉了他们 不过刚才屋顶大战 他们肯定也知道 方清好像有些单纯 居然信了 眼睛看向了方越 似乎在寻求他的意见 看他怎么说 因为他一时之间 也拿不定主意 方越冷眼瞧上了我 你这么好心 会把这些告诉我们 我笑了 笑得温软如玉 清风拂面 如果是别人来 我自然不会客气 可如果是两位漂亮姐姐 我输赢又何妨 我还害怕那个家伙 伤害两位腹白貌美的姐姐呢 我口甜舌华 必定要把他们舔尸为止 舔狗为尊的话 那我必定成王 扎一个试扎 扎一群也是扎 无所谓了 我最喜欢的花是蒲公英 飘到哪 播种到哪 其次是向日葵 永远向日招手 呵呵 说得真好听 我猜我信你吗 方越嘴上说不信 但嘴都快笑到耳后跟了 没出去过 光靠看书怎么行 让我教教你 怎么才是阴 顺便帮你补补生物 两位姐姐如果不信 待会一世便知 上面有人 你们应该知道 他有多厉害 你们等一下就知道了 我指了指上面 不过那个家伙 也该下来了 这时候 忽然旁边的男人 开始嘶嘶压压地叫着 开始是个哑巴 不知道在表达什么 怪不得一直在旁边不说话 原来是个哑巴 可方越和方青 好像听得懂一样 连忙一口同声地说道 真有人来了 脚步声很轻 是个高手 不 是个高高手 我再次说道 我这可没有骗他们 我是清白的 怎么样 姐 方青有些迷茫 说不相信我吧 我话倒不假 相信我吧 感觉又有点不合适 毕竟跟我暂时是对立方 小子 你可别晃我嘛 不然我杀了你 方越假装威胁道 我这时候抓住了他的手 然后假装在胸口轻轻划上一刀 要剖开心给你看吗 骗你的话 我愿意把心献上给你 方越好像没接受过肌肤之亲一样 连忙缩了回去 口甜舌华 你说的 就算是老爹要的人 敢骗我你就死定了 方越说完后 突然转头走了 并没有打算杀下面的人 姐 去哪 方青不解地问道 启动最厉害的机关 那个高手不简单 就利用他们做诱饵吧 亮这个小子 也不敢骗我们 方越去了另外的房间 真信了我的话 打算真对付那个家伙 有意思 上当了 这屋子有多少机关 我不知道 但那个家伙 可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借他守在沙江城几颗棋子 真是美滋滋 不愧是我的最强棋子 你比你姐姐漂亮 趁着方越离开 我对着方青说道 当真耐哑巴的面调情 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刺激 哼 妄语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方青白了我一眼 虽然坐坐云淡风轻 可却已经露出了好胜的端倪 女人心 我懂 闺蜜还争风吃醋呢 何况他们 骗你干什么 我可不是那种人 我一辈子没有说过一句谎话 挑屎都不带偷吃的 我连忙澄清 能忽悠一个是一个 动动嘴皮子 比动手强 莽夫才一天到晚打 打沙沙 我只想浴血奋战 温柔向里打滚 征服女人 何须动刀动枪 这太漏 那你倒说说 我怎么就比姐姐漂亮 说不出 我割了你的舌头 老爹怪罪我也不怕 方清甩了甩秀法 好奇地等待着我发言 有那么一点点的小期待 女子低头不见脚尖 便是那人间角色 这就是你和姐姐的差距 方清一听 低头一看 果然看不见脚尖 说白了 一个丰满 一个飞机草 高下立判 他们脸一样 那身材好的 不就是胜利者了吗 方清两座穷山峻林 挡住视线 低头怎能看见脚尖 流氓 方清会议后 连忙骂了一句 我就当他在娇撑了 脸皮不厚 助孤生 为什么别人一年 换八个女朋友 你八年都只能用那五个女朋友 你心里没点数吗 这可不是我说的 这也是书上说的 你以角色 你姐姐何以比得上 我黑黑笑道 口甜如蜜 我不是渣男 我只是想温暖 每个女人的心 直男聊不到的女人 我来聊 算你绕得回来 但切不可 让我姐听见 不然她可生气了 方清突然对我信任 多了几分 还叮嘱我 不要乱说 我举手表示明白 但你在我的心里 是独一无二的 地位比方越高 方清不说话 脸有些红 心跳声我都能听见 扑通扑通的 仿佛小鹿在乱撞 这时候方越回来了 朝我们说道 机关布置好了 就等他过来 杀了他 老爹一定有赏 接着他一按 顿时地板升了上来 房间恢复了原样 看来他们还想用 刚才的那一招 不过机关布置的更多了 只要那个家伙 进来这个房间 那就会遭殃 这时候 那个哑巴 又一压压了起来 好像在说着什么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但方清和方越明白 两人交换了眼神 哑巴一掌打在了地板上 立刻出现了一个小洞 你说的诱饵 如果没有效 那我们一定杀了你 方越看着我 眼神直接威胁道 如果敢骗他们 老爹都没请讲 我自然点头发誓 不过他们已经 没有机会杀我了 我连忙躲到了 对面的房间 反正我不做诱饵 因为他是真的来找我的 我躲在对面房间偷看着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而方清他们 则跟刚才一样 全部藏了起来 准备埋伏 我隐藏了气息 眼睛死死盯着对面 那个家伙肯定 优先被其他人吸引 不会第一时间发现我的 大概两分钟后 脚步声轻轻响起 那个家伙真的来了 可能方越看到他会惊讶 还以为我从另一个方来了 因为我们长得一模一样 就是一副不同 不过这个家伙身上都是血 跟我现在还是有点差别的 他走到了门口 然后好像是嗅到了什么 转而进入了房间 看见地板上的洞后 他低头说道 苏杨呢 很明显 他已经看到黑桃他们了 在询问我的下落 他对这些人自然是没有兴趣的 不知道他听到了什么 眼神突然凝重了起来 然后转头看向了四周 雕虫小介 岂敢在我面前搬门弄斧 出来吧 他冷哼一声 一阵杀气跟波涛一样荡漾了出来 席卷房间各处 突然一把弯刀旋转而来 以极快的速度 搁向他的头颅 苏杨一手刀劈下 那弯刀跟指一样 直接碎成了渣 藏头鹿尾 垃圾本分 这么不见的人吗 还以为这里面有什么厉害货色 原来是小鳖三 苏杨冷言嘲讽 根本不把一切放在眼里 方月好像有些虚了 没敢跟之前一样出来 这时候 突然轰隆隆的一声 地板凹陷了下去 然后房间地板空了 本来应该跟之前一样 人会掉下去 但是苏杨并没有 他居然直接飘在了空中 并未落下 好像脱离了地心隐蔽一样 这家伙 好像是鬼吧 他之所以会流血 好像是因为 吸了别人的血肉太多了 什么鬼 计划失败 方月有些震惊 没想到应不到苏杨 放八级图 方月连忙喊道 那个哑巴手快 紧接着按下了机关 四面墙立刻画成了八级图 各种暗器横飞 四面墙的八级图 则在慢慢合上 好像要将苏杨封印一样 苏杨根本无视任何暗器 四面墙合上的瞬间 他一拳轰出 将八级图的阴阳之力破坏 然后砰的一声巨响 尽数毁灭 根本不值一提 糟糕 这家伙好强 不是我们能对付的范畴 可这时候的方月意识到 已经晚了 苏杨冷哼了一声 找到你了 突然手爪一抓 砰的一声 隔墙将方月吸了过来 方月想施法 但是被苏月活生 折断了一只手 结印无法完成 手绝中断 连竖法都暂时无法释放了 咕噜一声 方月被掐的嘴巴 无端涌出血 无穷力道遏制住了 他的喉咙 根本无法挣扎 为什么暗算我 苏杨在哪 方月居然没有卖我 抬头看向了苏杨 你我皆为齐 生死都不在掌控中 何必废话太多 我输了 死了应该 你我 皆为齐 谁敢把我当齐 江臣吗 苏杨眉间有怒气 力量越来越大了 方月无力抵抗 说不说都必死 我太了解那个家伙了 方月在实力大增的苏杨面前 人是那么的弱小 紧踢的脖子跟捏机一样 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恐怖的鬼力犹如潮水 绝望到让人无法形容 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棋子 不可能 这已经超出棋盘能力的范畴了 方月拼命挥舞着双手 但一点用都没有 她没有任何机会挣脱 而刚才的机关 也对苏杨一点作用都没有 根本就是小孩的把戏 我再问一次 苏杨到底在哪里 冰冷的眼神 恐怖的杀气 让人敬畏的气势 方月犹如蝼蚁 本来还可以施法缓解一下 但手已经被苏杨打断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两方冲出了两个人 正是那个哑巴和方青 一人提着大刀 一人挥舞着铁刺鞭 两人想救出方月 可他们未免太天真了 就算他们撒得家一块 也绝对不会是苏杨的对手 不自量力 苏杨一拳轰出 那大刀已经化为了尘埃 提脚一踢 哑巴立刻扑倒在墙上 撞出了一个大窟窿 方青的铁刺鞭 耍在苏杨的身上 不痛不痒 根本毫无作用 连块皮都没有掉 这么想要 那就还给你 苏杨说着 将方月一甩 立刻撞飞到了方青的身上 两人相继飞了出去 打滚在走廊上 口鼻全是血 我也没想到 他们的实力会相差这么远 苏杨的实力又提升了一大截 三个昆仑胎家一起 还不够炒一个菜的 看来虽然继承了江城的血肉 但江城并没有赋予他们多少力量 或许他们学了法术 但也没有用上 实力被瞬间碾压 人也给打懵了 苏杨在哪里 不说杀光你们 一句怒吼发出来后 再次震飞了方月和方青 恐怖的鬼气犹如潮水 一点一滴地刮在他们身上 衣服破碎 身材颇好的方青 更是露出了半球 血流不止 伤势不清 这时候 哑巴一个飞扑 双拳混元有力 刚劲威猛 轻轻爆起 估计使出了浑身的力量 苏杨单掌向前 啪的一声 直接挡住了哑巴的双拳 鬼力如龙蛇 已经尽数化解了他的力量 找死 苏杨掌一阵 立刻听到骨断的声音 哑巴顿时手骨沸了一半 口吐鲜血 跪地而倒 太弱了 岂敢犯我 苏杨啪的一掌 直接打在了跪倒的哑巴头顶上 只见哑巴发出一声惨叫 七孔流血 脸色涮一下就没了血色 啪地而亡 我猜想 此时江城的棋盘上 应该会少了一颗棋子 方月和方青大金 在死亡真正来临的时候 会被恐惧瞬间蒙上一层阴影 说不怕死是假的 如果有早知 他们一定不会去招惹这个男人 能避就避 但他们不知道 一切都是我所引导的 这已经是他们无法逃避的宿命 你们也跟着一起死吧 已经把我所有的耐心都磨灭掉了 说完后 苏杨杀气腾腾地一步一步走向了两姐妹 他们弱小地在地上爬着 惊慌不已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哑巴一个猛扑 直接狠狠地抱住了苏杨的脚 不让其动他 他嘖嘖呀呀地叫着 说不出话来 但我这次却听懂了 快跑 敌强我弱 不跑就是死 哑巴已经必死无疑 他用最后一口气 为两姐妹争取逃跑的时间 也算极其讲义气了 无聊 苏杨高举大掌 再次一掌击下 轰的一声 他这次头盖骨都直接碎裂了 嘴里不断吐出鲜血来 眼球炸裂 凄惨死去 可他的手 居然死死拽住苏杨 就算死了 也未曾放手 这让苏杨的行动受损了片刻 快走 此时我突然跳了出来 一手抱一个 直接落荒而逃 打架我不行 但跑路我再行啊 你小子终于现身了吗 我就知道 你一定在这里 苏杨见到我很兴奋 但我已经借着这个机会 直接潜逃了 苏杨为了追上我 将哑巴高高举起 然后撕成了两半 肠子和脑浆撒了一地 极其的残忍 但这样哑巴 就没有办法烦他了 我知道 如果直接跑 肯定跑不过他的 而且 我还带着两个女的 速度自然在他之下 但我既然赶出来 那我就自然有办法 我将所有的红色小纸人 都掏了出来 然后画成我的样子 四散去 扰乱苏杨的视听 这样他就一时之间 无法追上我了 趁着这个机会 我不断地绕弯 从一条走廊 窜到了另外一条走廊上 去最后一个拐角的房间 那个房间有法阵 可以隐藏其息 方月说完后 我朝着那个房间看去 我犹豫了一下 要不要相信他 因为也害怕他坑我 防人之心不可无 你以为他们变成这样 是因为什么 还不是因为我坑他们的 可最后我还是选择进入了 因为我的确感受到了 一股若隐若现的阵力 我一手抱着方月 一手抱着方青 然后踢门而入 进入的瞬间 我感觉自己的气息 全部消失了一样 这样一来 苏杨就很难找到我了 而且有小指人的干扰 一时半会 我们都是安全的 这个房间不大 但也有一张石床 一张石凳石桌 四墙全是符咒 歪歪斜斜的 如藤蛇缠绕交叉 天花板上是一个巨大的八级图 地面有花纹 一圈又一圈 就是它们组成了一个 隐藏气息的法阵 可最让我注意的 不是这些东西 而是东面的墙上 插着一把断剑 这件身我认得 就是我身上这半把断剑的 另一截 也就是江城所说的诸仙剑 我滴乖乖 原来这半截在这里啊 本来这件是按照九尾狐的吩咐 要送给江城的 可是那家伙好像不要 玉班纸他倒是收下了 棋盘直接拿来下棋 而断剑他直接无视了 这把剑还能重新复合吗 还是说就这样了 那半截剑就静静插在墙上 一点反应都没有 也完全没能感应到他的气息 而且我不知道怎么接回来 就在这个时候 两姐妹一声娇喘 直接倒在了地上 看来伤得不轻 方月和方青都受了伤 那个家伙对女人 可一点情面都不给的 完全不知道怜香惜玉 看见她们这个楚楚可怜的样子 我真想呵护她们一番 不过她们也不是闹肿 刚才没有出卖我 但我出手救了她们 也不算没有一起吧 方青衣服破了一半 白皙的身体展露了一些 但我作为一个正人君子 根本没有占她便宜 只是用眼睛稍微瞄了一下 眼角再反复瞄一下 她们好像有什么秘书 居然自行打坐了起来 仿佛在疗伤 这时候 无论我跟她们说什么 她们都不理睬我 我只好去看那把诸仙剑了 我把断剑拿了出来 然后比划了一下 还真别说 就是这把剑断出来 可以拼凑出来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再次接上了 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怎么样将这半截剑拔出来 诸仙剑这个名字 说实话有点诱惑人 感觉要比妖刀厉害 而且是将陈颂的 我感觉要凌驾于妖刀 我思考了一下 然后撞起胆子 想要将这半截断剑给拔出来 但别说拔了 连碰都不行 一接近 立刻将我的手弹开 力量很大 有股剑气很锐利 和我手上的剑有点不一样 我手上的剑 貌似已经被封印了 而这半截没有 为什么会这样 我不是她的主人吗 难道说 不认我这个转世投胎 还是说 这个房间的法证问题 我不知道 但是我很想得到这把剑 就靠诸仙两个字 我就觉得它很刁 就在这个时候 方月和方清睁开了眼 两人突然一起吐了口血 而且还是黑血 刚才的伤势根本没有缓解 反而加重了一点 两位姐姐 你们没事吧 怎么会这样 你们刚才不是打坐疗伤了吗 我极其疑惑 怎么还越疗越伤了 不应该啊 阴气入体 这个男人极其恐怖 他都鬼气 破坏人体太厉害 以我们两个的本事 无法将体内的阴气逼出来 反而血脉运行太快 加速了阴气的扩散 方月回答了我的问题 看来苏扬太厉害了 被他的阴气所伤 想好没有那么容易 方清伤得更重 突然倒了下去 脸色苍白 他五脏六腑 都被阴气入侵了 情况极其不容乐观 要不你们回去找江城吧 他应该可以帮你们 这明明是最好的办法 但是方月却摇了摇头 直接否定了 不行 他不允许我们失败的 无用的棋子 只会被毁灭 我们根本就不重要 方月悲哀地说着 没想到江城自己 用血肉制造出来的昆仑胎 居然如此不珍惜 没关系 我来珍惜 这时候 我突然扶起了方清的脸 然后亲了上去 他们两个都惊呆了 特别是方清 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人处于萌萌的状态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已经将他的阴气吸出来了一点 阴气这种东西 肯定是要分几次吸的 不着急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而且急功近利 容易走火入魔 反正我是这样觉得的 不知道你们怎么想 你干嘛 方清缓过来的时候 直接将我给推开了 表情极其慌张 而且不停地擦着嘴 好像这辈子 第一次被人亲一样 你这样 我会怀孕的 呸呸呸 方清连忙吐着口水 好像想把所有脏东西 都吐出来一样 脸红耳赤 人都快哭了 怀孕 这就能怀孕了吗 不会单纯 但这种地步吧 这时候 方月突然拔出了一把匕首 然后对着我的喉咙 你有病是不是 你为什么要对他 做这种事情 他要是怀孕 老爹会杀了他 你还是人吗 我 清嘴也会怀孕 你在逗我吗 我只是将他体内的 阴气吸出来 我无语了 这特么不下山的女人 就是单纯 估计从出生到现在 都待在昆仑山上 很多东西都是书上学的 或许将尘教的 但将尘一个僵尸 又能教他们多少东西呢 不管怎么样 你都不能这样做 你会害了他 方月那一副认真的样子 我都有点想笑 今天看来得想办法 打开你们新世界的大门才行 不给你们上上生物课 怕是无法弥补 你们知识上的短缺了 我受语人知识 我自豪 我骄傲 不用感谢我 请叫我雷锋 那怀孕和死 你们选哪个 不惜取阴气 他现在就一命呜呼了 明白吗 没办法 我只能顺着他说 毕竟还在花蕾中保护中 我得让他们绽放 方月被我击中了心头 手立刻软了 因为我说的对 不救他 他马上就得死 我握紧了双拳了 被过了身去 沉默了 不管怎么样 如果不吸出阴气 方清现在直接就死了 谈其他的 根本没有用 现在活下去才是硬道理 方清连忙捂住了嘴巴 一脸的惊恐 他是真怕怀孕啊 这让我有点哭笑不得 哪这么容易 就怀孕 亲个嘴而已 比我们小时候都纯洁 为了他的小命 我只能强行撬开他的嘴巴了 然后利用我的吻记 让他屈服 从反抗到顺从 也没花多少时间 因为阴气吸出来后 人顿时舒服了许多 阴气入体 不停地摧毁着他的五脏六腑 他身体脚痛无比 但疼痛消失 他就舒服了 自然享受 再说了 舌头放到别人嘴巴里 那能不舒服吗 不过素杨的阴气确实厉害 我吸出来都够呛 身体瞬间被凉 幸亏没有入体 我都吐了出来 含在嘴里 好像含了一把刀一样 刺痛 冰块 阴冷 吸出来就更麻烦了 我舌头都差点发麻 用尽了所有的法力才完成 差点也一口气没蓄上来 人走了 行了 不会怀孕的 放心 我吞了一张黄符 驱赶着剩余的阴气 然后点了几大穴 别泡妞 把自己也搭上去了 这可不值当 不过残留在我嘴巴里的阴气不多 方清擦了擦嘴巴 情况已经好转了许多 但也没有完全清楚 不过已经不碍事了 身体应该会慢慢好的 妹妹 感觉怎么样 方月连忙问道 感觉 还好 软软绵绵的 方清面红耳赤地回答道 我没问你这个 我问你身体怎么样了 方清 身体啊 没事了 好多了 方清挺了挺胸脯 脸红到了耳后跟 小脸扑扑的 有点可爱 娇羞的 让人恨不得咬她一口 跟红苹果一样 真这么享受吗 我也想试试 方月嘀咕了一句 但怀孕了怎么办 姐 你别说了 怪害臊的 方清捂着脸 连忙打断了方月的话 越说越心头荡漾 不会怀孕的 两位美人 你们知识也太轻薄了 哈哈 说完后 我鼓了几下掌 发出了啪啪啪的响声 这样 才会怀孕 方月和方清都眯起了眼 一脸鄙视地看着我 外来的男人果然不能信 鼓掌就能怀孕 骗小孩呢 当我们好骗 两女嗤之以鼻 以为我把他们是傻瓜 根本不带鸟我的 没事 以后你们会信的 希望你们永远都这么懵懂天真 我笑了起来 然后转眼看向了断剑 我感觉得先办正事 可不能把这个得耽误了 我能在这里遇到那半截断剑 说明我跟这个剑有机缘 万一接回来了 那这把剑会让我提升不少实力 虽然到现在 我都还没确定 它的威力大不大 这个剑 为什么会断半截在这里 还插进了这里的墙上 希望这两个女人会知道 帮助我夺得断剑 将剩余的半剑接回来 成为完整的朱仙剑 方清不知道 但方月好像略知一二 因为她比方清大好几岁 这剑插在这里 已经不知道多少年了 具体方月必定无法了解 她只听江辰提过 当年傅长生为了一只畜生 跟江辰闹掰 一怒之下 把江辰送的朱仙剑折成两半 一半就插在了这里 这把剑极其恐怖 就算只是半截 当年傅长生 也利用它斩杀了无数的妖魔 威力可想而知 我望着手中的半截朱仙剑 不禁感叹了起来 这不白送装备吗 不要白不要啊 可我拿不下来 好像有一股力量 在阻止我碰它 这如果真是傅长生的剑 没理由我拿不下来啊 难道我不够资格 是老爹的力量 他说了 傅长生想要回这半截剑 必须向他认错 不然永远拿不下来 可傅长生也觉得很 根本没想要回来 而且凭着我手中的半截 一样可以斩杀妖魔 根本不虚 方月说出来了缘由 我顿时就明白了 话音刚落 一秒都不到 我直接扑通一声 就跪了下来 速度快到两女无法想象 方月 方青 江辰老哥 我错了 快解除力量吧 我再多送你几个想头都可以 方月 方青 这是傅长生吗 我怎么感觉 刚才那个小子还像一点 老爹认错人了吧 不知道 我反正也觉得不像 但老爹说了算 他要是个冒牌货 我怀了他孩子子怎么办 打了 我帮你 不会让老爹知道的 谢谢姐姐 两人你一句 他一句 不知道在捣鼓什么 唧唧歪歪的 可突然铿锵一声 插在墙上的剑 开始抖动了起来 他身上那股力量消失了 而他好像想要出来一样 方月说的没错 果然认错力量就解除了 我连忙拔出另外半截 然后高举了起来 顺的一声 墙里的半截剑立马飞了出来 然后和我手上的半截合在了一起 完美缝合 成为了一把完美的剑 一点瑕疵没有 好像自己会愈合一样 一道剑一如波浪一样荡漾了出来 将方月和方青都震退在了地上 剑力不断触发 一波又一波 房间狂风大作 好像形成了一个漩涡一样 剑一发光 寒芒四射 仿佛在宣泄着什么 我都差点握不住他了 震得虎口发麻 幸亏他最后安静了下来 整个房间也恢复了平静 断剑重铸之日 骑士归来之时 妙啊 这就是诸仙剑吗 好狂的剑 我摸着剑身 感受着他的力量 他是用什么材质打造的 根本看不出来 但剑气很强 也能感受得到他体内的力量 沉寂了上千年的剑意 方青和方月面面相去 刚刚还在怀疑我的 但是我证明了自己 这剑就是属于我的 我就是傅长生 我将剑收窍了 虽然很兴奋 但是现在没有对手 而且 剑握在手里也还陌生 还需要磨合 得找个鬼怪僵尸砍一下 不能太强 也不能太弱 是剑要找中等实力的 既然他叫朱仙 那必定有过人之处 刚才的剑意我也看到了 实力必定在妖刀之上 即使融合了冥王力量的妖刀 也依然比不过这把朱仙剑 利用素杨解决了所有僵尸 还得到了完整的朱仙剑 这对于我来说局面太好了 这个棋局我赢定了 现在唯一怕的一点就是 将尘亲自下场 所以我要尽快知道 他的弱点是什么 不然到时候无法对付他 僵尸之王不会那么容易认输的 到了绝地的时候 他必定会出来保剩下的棋子 想要知道将尘的弱点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将这两女收入囊中 他们算是将尘的女儿了 肯定知道将尘很多东西 如果将他们变成我的棋子 那事情就好办多了 可问题是 我要怎么拿下他们 两个觉得亲嘴都能怀孕的妹子 不知道该怎么切入 而且 他们到现在 也还防着我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咚咚咚地响起了敲门声 好像外面有人 我们三个 顿时心跳到了嗓子眼 不会是那个家伙来了吧 这么快就追到了 不是说 发现不了我们吗 我连忙将手放到了朱仙剑上 然后紧紧握住了剑柄 如果真是他 那就用他来是剑吧 别无他法了 不对 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如果是他 不可能会敲门 这时候我看向了方月和方青两人 试一会不会是他们的人 他们摇了摇头 说已经没有了 昆仑胎暂时三个 其他的都在外面没有回来 僵尸有这么多僵尸守着 也不需要那么多人 那会是谁 不管了 开门 不管是谁 我这朱仙剑 应该都不是吃素的 我给了方青和方月一个眼神 他们马上会议 然后站起来敌对着门外 一旦开门是敌人 那我们三个就一起 先下手为强 轰隆一声 沉重的石门被我缓缓打开 一个男人的脸出现在我面前 王天奇 这家伙 怎么知道我躲这儿 还特么挺有礼貌 居然会敲门 可把这王八犊子给能的 那僵尸怎么没把他给咬死 当然了 不止他一个 一大帮手下跟在他身后 还有黄大仙 蛇仙也在 挤在后面拉了拉帽颜 没有说话 一身黑袍极其幽暗 眼睛发出绿光 这是你的指人吧 王天奇将恢复原形的红色小指人 扔给了我 当时待他躲避昆仑胎的时候 他见过我的这些小指人 其实小指人直接召回就行了 不会丢的 就算是用作诱饵 也不会有人跟一个指人较劲 根本用不着王天奇哥这给我送回来 当然了 他不是送 只是想找我而已 至于找我做什么 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接过指人 然后扫了一眼他的人数 立刻变脸道 哟 大兄弟 你不是找宝贝去了吗 怎么还会来找我 王天奇看着我身后的良女 立刻携笑了一下 玩挺花呀 在这里危险的环境里 还玩上姐妹花了 就方月和方青这长相 是个人都能看得出是姐妹 如果不是年龄差着 那就是双胞胎的既视感 你说什么 闭上你的乌鸦嘴 方月和方青大怒 本来他们的任务 就是杀光这些人 清光我棋盘上的棋子 要不是受伤 高低得给王天奇 他们整个死亡套餐 但现在方月连手骨都被人折断了 王天奇这么多人 他暂时不敢怎么样 不敢他心里估计还在盘算着 杀一个算一个 能毁掉我一个棋子 也算不错了 王天奇喷了一口雪茄烟雾 根本不害怕两个受伤的小妮子 冷哼了一声道 臭婆娘给我闭嘴 敢对我这样说话 小心我让兄弟们轮了你 哎 大兄弟 跟个女人计较什么 找我什么事 直说吧 我连忙出去 搭上了王天奇的肩膀 好的跟亲兄弟一样 这家伙现在应该跟我没有利益冲突 不至于和我要生要死 我们发现了一尊雕像 和你小子很像 怎么 去看看 王天奇看着我 吐出了一口烟圈 笑容有些亲切 但我知道 肯定没有好事 有好东西他不独吞 亲自来找上我 扯淡吗不是 很明显 那个地方有什么他忌惮的 想找我去找小白鼠 不然没人打头阵 大兄弟 对我这么好啊 我也跟他笑了起来 担心极其发狠 狗东西 算盘打得真好 这么多人 我不去 他也会帮我去吧 左兄弟 在心中 我啥时候有好东西不想着你 王天奇也搭上了我的肩膀 有说有笑 背后的黄大先露出了音效 仿佛奸计得逞了一样 去 好兄弟的心意 我怎么能不领呢 现在就去 我倒要看看 是什么好东西 不过如果是雕像长得跟我一样 那很有可能是傅长生的雕像 你们也跟着一起来 我兄弟的女人跟着 他放心 王天奇还以为他们是我的女人 想拿来当人质威胁我 殊不知 其实是来杀他们的 真是搞笑 谁是他的女人 你的乌鸦嘴给我闭上 方月倔着嘴说道 呵呵 别逼我用硬的 王天奇仗着人多 根本不想给这两女面子 而且 他们身上有血迹 脸色也不好 明显受过伤的 王天奇自然不会惧怕他们什么 走 怕什么 既来之 走安之 见气氛有些僵硬 我直接一手搂一个 强行将他们拉了出去 并且低声说道 不想死就听话 不然到时候 神仙都救不了你们 以他们现在两个的实力和伤势 就算知道所有机关的位置和房间的构造作用 也完全不可能是王天奇一众的对手 而且他那帮手下奇形怪状 面目猙獰 凶神恶煞的 不知道都是些啥人 论道行 他们都不是顶尖的 但啥人都有 还有个黄大仙 方月和方青感翻脸 当场就得惨死 打起来 我可不帮他们了 我就不了他们几次 后面苏杨还在追 跟着我的好兄弟 安全一点 一开始 两姐妹不停挣扎着 但是我说的话 也不是没有道理 一顿扭扭捏捏后 乖乖被我搂着走了 女人嘴上说什么不重要 身体怎么做才重要 带路吧 王哥 王天奇竖起了大拇指 兄弟 对付女人有一手哈 王天奇假装夸奖了我一下 然后带着众人 跟我一起绕到了另外一边去了 到了倒数第二个房间后 王天奇在西面的墙 打开了一个机关 机关一按 墙就轰隆隆地打开一个家道 家道很昏暗 通往何处我不知道 但很明显 这帮人已经来过了 不然不会熟门熟路 没想到错综复杂的房间里 还有这么一个家道 傅长生也真不简单 谁能在自己家搞这些东西啊 不会是个死变态吧 不对 我怎么骂自己呢 王天奇说 他们也是无意发现这个地方的 也幸亏这里隐秘 才刚刚好躲过了僵尸的追捕 而且还被他们意外发现了一些东西 一边说一边走 家道走到头后 是另外一个房间 但这个房间就大了 差不多有个篮球场那么大 里面有一个黑白相间的祭坛 上面有古老的气息 王天奇说的雕像在祭坛后面 有两人多高 雕像的脸跟我一模一样 穿得白色风袍 长发及腰 如翩翩公子 不想我这么猥琐 这个地方 我们好像都没有来过 对啊 以前我都不知道 还有这么一个地方 里面还有一个人 但是双脸浮肿 被打成了猪头 一只脚也薄了 看上去极其凄惨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人不是林涅的徒孙 长青到人吗 好家伙 王天奇还真是有愁必报啊 之前人家删了他不少大逼斗 现在一下子就全拿回来了 有个姓 我喜欢 可我也是有愁必报的人 我二话不说 上去又把长青打了一顿 所有人都看猛了 包括长青 一口牙被我打掉了一半 狗日的 还问我为什么打他 林涅犯下的孽 你来还吧 坑得我们可惨了 不打你打谁 长青之前有多嚣张 现在就有多惨 林涅并没有过多地管他 这个老头挺自私的 不过我可以理解他 修道之路孤独且残忍 只要能得到 那所谓的徒子徒孙 也根本不重要了 长生之道大成 繁衍和传承都已经不重要 王天奇也是个狠人 一直扣押着长青当人质 还把他毒打了一顿 这家伙真特么的不是人 想到这里 我又垂了长青两拳 林涅阴了我一把 我的怨恨 全发泄到他的身上了 行了行了 别打了 再打他就死了 昆仑顶环境不好 重伤活不了多久 黄大仙看我没完没了 连忙阻止我 他并不是心疼长青 他只是不想耽误时间 快看看这个雕像吧 黄大仙指了指雕像说道 这个雕像和祭坛的存在 连方月和方青都不知道 可能就是傅长生 自恋自己摆在这里的 有啥好看的呀 可这些人当中 没有一个人敢靠近那祭坛的 更别说雕像了 长青瘫坐在不远处 伤痕累累 我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一定是拿长青当领路鬼了 祭坛或者雕像有危险 所以没人敢静 找我来 不也是为了当小白鼠吗 不过这地方可能有什么宝贝 见雕像像我 便以为我可能可以破某种东西 去啊 愣着干什么 那雕像有好东西 黄大仙已经等不及了 不停地催促着 语气也开始不好 差不多要露出猙獰的面目了 长青一副怪异的模样 但接下求得他不敢说话 这个表情和神态 刚才是一定发生过什么事情的 就在我始终未动的时候 突然王天祺掏出了手枪 然后止住了方月的脑袋 他不去 你去 方月大怒 要不是他受伤 怎么可能受这样的委屈 被苏杨重伤的他 现在根本没有还手的能力 只能恨得咬牙切齿 现在已经差不多算撕破脸皮了 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 王天祺表面上拿枪指着方月 其实是在逼我 因为他觉得这两女的是我女人 可我依然无动于衷 就看他表演 他皱起了眉头 根本看不出我什么意思 我苏杨绝情到这种地步 连自己女人都不管了吗 果然女人如衣服 我是个办大事的人 再不去 我就让你吃靶子 去 王天祺上了保险 随时会扣动扳机 方月已经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按照王天祺说的做 方清紧张地握住了方月手 姐姐 不要 我没事的 放心 方月安抚了一下方清后 便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祭坛 他极其紧张 因为已经知道 这里隐藏了巨大的危险 我也全身贯注地看着他 想知道这个祭坛 到底会有什么危险 不过常清都没死 方月赢得也不会有事 就算有事又怎么样 江城的棋盘上少克棋子罢了 无论怎么样 对我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王天祺还想用这个来威胁我 真是可笑 方月慢慢地走上了祭坛 他一上去以后 那个祭坛就跟个八级图一样 不断地旋转 有一道黑白光发了出来 接着就是极其恐怖的力量往上灌 此时雕像好像活了一样 身体里面有道光发了出来 然后射向了祭坛 不对 这不是祭坛 是封印的某种法阵 法阵下面有一股极其强大的邪恶力量 不知道封印了什么东西 雕像则是封印的力量 两股力量相撞 祭坛下面的邪力虽然被震下去了 但站在上面的方月 却跟风筝一样飞了出去 而且甩出去的力量非常大 方月落地后 直接吐了几口血 身体好多处都皮肤爆裂 血流不止 不行 根本不能上去 那祭坛的邪恶力量 会因为人体的阳气被激活 而雕像会立刻镇压 站上面的人就成了靶子 两股力量一碰 那人就得遭殃 根本过不去 而且一个封印镇压的雕像 根本不需要看 能有什么好东西 就跟如来佛祖镇压孙猴子那张符一样 揭开就是一张废纸了 方清连忙去救自己的姐姐 随后瞪了一眼王天祺 眼神里满是仇恨 他害得方月不浅 方清当然想宰了他 只是没到时候 自己这边也不占优势 瞪着我干什么 臭婆娘 信不信我把你的胸都打爆 王天祺容不得别人冒犯 因为他气势凌人 占着天大的优势 自然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可方清也觉得很 瞪得更厉害了 本来就是敌对关系 一步也不想让 手里还暗暗握住了匕首 准备拼着你死我活了 说实话 别看王天祺拿着枪 就这个距离 方清没有让他拿枪那只手 瞬间就没了 别说扣动扳机 之所以这么被动 全都是因为王天祺背后的人和王天祺 他们才是真正的力量 方清伤不了王天祺 就在这个时候 我突然按下了王天祺的枪 然后和和气气地说道 给我个面子 他已经按照你的意思冒险过一次了 没必要再为难他们 不为难他们 那为难你啊 大善人 我一定要去看看 雕像那里有什么宝贝 他们不行 你给我过去 王天祺突然把枪头对准了我 根本不给我面子 那雕像分明是封印物 不会有什么宝贝 这个也不是祭坛 下面不知道封印了什么邪恶的东西 学过一点本事的都知道 遇到这种事情 应该尽早退出去 以免惹祸上身 放出什么东西弄死大家 这种基本的常识 王天祺不知道我可以理解 难道他背后的阴人 黄大仙会不知道吗 都别说什么行内人了 看过电影的都知道 遇到什么邪恶的封印 古怪的东西 碰都不要碰 直接走 如果硬要作死 那就是全军覆没 这有点智商的人 应该都明白 只有那种智X 才会明知有祸 还要硬搞 黄大仙这时候 冷哼了一声 不可能的 这封印之下的力量极其强大 甚至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 能够镇住如此大的邪力 一尊雕像 一点秘法咒服 根本不可能 百分百有 厉害的法宝作证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有可能是女娲一族 一直在追寻的东西 盘古之星 盘古之星 在雕像里面吗 按照黄大仙这样说 也不是没有道理 那祭坛下面封印的力量 超乎想象的恐怖 唯有极其强大的法宝 方可镇住 雕像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如果真的是盘古之星 那他找我就找对了 这趟浑水该烫 到时候他们连屁都没有得吃 跟我搁着耍滑头呢 我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缓缓说道 为了他们 我愿意去 就算死又怎么样 你不要为难他们 但如果我死了 请你放他们走 能不能做到 我如此深情的话一出 方月跟方青 立刻感动得一塌糊涂 毕竟有些单纯 不经事事 有个男人愿意 为了他们而死 他们眼睛都红了 哟 怒官为红颜啊 我就知道 你小子女人多 为了女人什么都愿意做 走吧 那雕像像你 我相信 你应该可以过去的 王天奇晃了一下枪 仿佛在为我指路 示意我赶紧走 别去 太危险了 那股力量极其强 有可能将你甩飞 也有可能将你撕碎 方月已经虚弱至极 整个人都有气无力 但还是担心我的安危 看来真被我给感动了 只是他不知道 我只是顺便这样一说的而已 对 最多跟他们拼了 我们不受这个罪 你别再去了 方青暗藏匕首 伺机而动 已经把我当他们的人了 可他不知道 王天奇他们才是我的棋子啊 我们是敌对的 这阵营全部都错乱了 不 我死了 你们还能活着 两位姐姐 为了你们 我什么都愿意做 我不想看到你们牺牲 棋盘可以输 但你们不可以死 说完后 我毅然决然地踏上了祭坛 说的话一半真 一半假 没错 标点符号全部都是真的 方青 方月 两女感动得一塌糊涂 无法自拔 已经入戏了 没办法 又让我兄弟 做了一回坏人 可我走上祭坛的时候 依然还是有点紧张 这下面所封印的什么 我根本不知道 但我知道 是一股邪恶的力量 到了祭坛后 跟刚才一样 一股股力量往上窜 特别恐怖 还有黑白缠绕的光升了上来 我跟他们不一样 长青也好 方月也罢 他们都是没有办法 抵挡这股力量的 但我则立刻拔出了朱仙剑 趁此机会 刚刚好试一下剑 这把剑一碰到这些力量 就光芒大胜 剑一如雷霆一般 直接顺展 第一时间 确实将那些邪恶的力量 压了下去 但不知道是不是 我的实力不够 很快第二波就涌上来了 而且比之前还要强大 我本来想走的 但第二波的力量太快了 我都没来得及躲闪 它就飞升了上来 快到什么程度呢 快到我根本 连再次挥剑的机会都没有 我还是太小看这股力量了 呼 这股力量直接将我笼罩了 比刚才方月的还要强 此时雕像居然毫无作为 不应该处理镇压吗 死机了 可力量笼罩下 我并没有弹出去 也没有死 甚至没有受任何伤 只是莫名其妙的头疼 我抱着头 直接跪在了地上 无数的声音和记忆涌了上来 当初在昆仑泉所得到的记忆 渐渐地拼接到了一起 缝合 一百一男子 手持朱仙剑 站立于昆仑山顶 将无数的妖魔鬼怪 封印于昆仑山下 以恐怖的实力 傲施万里 邪魅不无闻风丧胆 鬼怪窜逃 所有被封印的妖魔鬼怪 都在这里了 这个祭坛的封印 直通昆仑地心 镇压了所有的邪碎 数不胜数的邪灵之力 被一箭封存 雕像是最后一道封印 还不止这些记忆 一个个神秘又邪恶的声音 在我脑海中莫名其妙地响起 甩都甩不掉 傅长生回来了 他终于回来了 我等了多久 我终于等到他了 解开封印 放我们出去 我愿意吃斋念佛 一天一行善 求求你放我们出去 我以后再也不敢作恶了 傅长生 我愿意给你做牛做马 当黑奴 我什么都愿意 只要你解开封印放我出去 我什么都愿意做 我受够了 我甚至都不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出去 只要你放了我 你说什么 我做什么 傅长生 我们都知道错了 放我们出去行不行 我给你磕头了 求求你 我们愿意归顺于你 为你进全马之牢 一道道声音 环绕在耳边 挥之不去 仿佛跟蚂蚁一样 钻入了我的耳中 进入我的脑海里 这时候 我突然脑海里出现了一句话 亿万生灵为兵 百万妖魔为将 这是 我的家 这全是我的棋子 我怎么可能会说 这么的妖魔 就算跟刚才的僵尸大军比 他们也完全不够看 我的棋子 是江城的千倍 万倍 已经不是一个量级的了 可也有顾虑的地方 他们都是千年前的妖魔鬼怪 放出来后 有很大的风险 他们一旦翻脸 我不一定能震得住他 来吧 用手上的朱仙剑 把这个祭坛封印给劈了 我们将拥护你为王 重新站上风水师之巅 劈金成王 伴你远航 巅峰迎来虚伪的拥护者 黄昏见证虔诚的信徒 不管你投多少次胎 你都是我们的主人 劈开封印 放我们出去 亿万生灵为兵 百万妖魔为将 就算是江城 也未必能奈何得了你 魔鹰不断 仿佛想要控制我一样 我立马挥剑 但不是斩断封印 而是驱赶这些邪恶的力量和魔鹰 不对 这些家伙还未是真正想归顺于我 全是李奶奶的黑子 直到我投胎归来 都在试探我而已 我没那么傻 朱仙剑极其厉害 直接把所有东西截断了 然后我顺势一滚 直接滚落地 来到了雕像的这边 终于过来了 真的有盘古之心的话 那就是我的了 那群傻鸟慢慢等着吧 我一跳出祭坛 马上雕像发出光芒 将刚才的一切力量 再次震了下去 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在上面的时候 它不震压 是怕伤到我吗 雕像的封印力量极其厉害 那些妖魔鬼怪 马上没声了 祭坛恢复了平静 小子 快点 盘古之心 黄大仙激动了起来 连忙让我搜看 有没有盘古之心 王天祺也不笨 立刻用枪指着良女 意思是 要给他们 不然就杀了方月和方青 呵呵 你可真是个大聪明啊 好兄弟 躲过祭坛的邪恶力量后 我顺利来到了雕像前 黄大仙他们虽然着急 但我不急 反正有什么东西 也是我自己揣兜里 不会给他们半分的 雕像很高 差不多有两米左右 是石头雕刻而成的 栩栩如生 那个年代 已经有这么厉害的雕刻师了吗 雕像上面 有隐隐约约的咒服 一时显 一时影 看上去很神奇 但我无法复刻这些咒服 太复杂了 而且完全看不懂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文字 看得脑瓜子疼 说实话 我已经找了一周 但依然没有找到任何东西 我心里咯噔了一声 不会真的靠一尊雕像 镇住了一万生灵 百万妖魔吧 这 怎么可能 不但我不相信 黄大仙他们也不信啊 隔着有点远 他们也不知道 我动了什么手脚 担心我私吞了 小子 盘古之心呢 拿到了 赶紧扔过来 黄大仙在那边叫着 已经很着急了 不停地催促 一直低头 隐藏自己的蛇仙 也抬起了头 然后朝我这边望过来 没有 什么都没有 就一个破石头雕像 这回我可没忽悠他 但大家听过狼来了的故事 都懂 这爷俩算是彻底不相信我了 王天其怒了 直接枪口 顶在了方月的脑门上 臭小子 别他妈给我耍花样 不老老实实的 我一枪崩了他 信不信 这我就很无奈了 但确实没有东西啊 我能怎么办 不信我还能强行让他们信吗 如果不相信 你自己过来看 真没有任何东西 我摊了摊手 示意你们自己 可以随意过来看 我这次真没忽悠 我想忽悠的 但老天爷也不给机会啊 我都以为盘古之星已经到手了 没想到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真是X的哈士奇 我也奇怪 一尊破雕像 能把这么恐怖的恶灵 全部镇压在下面 说实话 我也不太相信 可这就是事实 我已经找遍了 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害怕有机关 还详细的全部部位都摸过了 什么都没有 石头也是石心的 我搬都搬不动 中空的内部 还可以放点东西 但这石心的怎么放 这根本就不可能 苏阳 你当我们傻的吗 蛇仙最不相信我 这回他终于说话了 冷冷地说道 这祭坛之下 邪恶之力数不胜数 一个雕像能力有限 根本不可能镇压这么多年 除非有另外的法宝加持 我这么聪明 你能忽悠到我 你骗骗他们爷俩还差不多 我 王天奇被蛇仙一挑拨 立刻怒火中烧 子弹上膛 既然这样 那就先杀一个 我看你妥不妥协 不要啊 不要杀 我求你了 没有他们我怎么活啊 月子 亲子 我一边挖着耳屎 一边云淡风轻地说着 杀吧 我已经尽力了 这能威胁到我 可就在这个时候 我发现地上有字 不过这里很久没人来了 灰尘密密麻麻 盖了一层又一层 直接把字给掩埋了 我脚上面隔印 这才发现了 等等 我好像发现了新东西 我连忙喊道 不是说给他们听的 而是我有点惊喜 希望是好东西 刻的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咒符 咒字 咒印 怎么也比没有好 什么 盘古之心吗 黄大仙大写 比我还高兴 我摇了摇头 不是 只是字 什么字 众人跟长颈鹿一样 全部伸长脖子 想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字 封印的关键是这些字吗 那跟雕像的意义 有何不同 还以为是什么法宝 拨开尘土 我看见了三个清晰无比的字 雕刻的凹凸不平 有很质感 傅长生 众人一致哗然 还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文字 符咒也好 记录什么好东西也罢 可怎么都没有想到 只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名字 有何意义 不经大师所望 还有人发出嘘声 可蛇仙脸色却一沉 悠悠说道 莫不是 就凭傅长生三个字 就把这么多妖魔鬼怪震住了 大家一听 全部都愣住了 黄大仙率先反应了过来 也是大惊失色 傅长生 当真如此厉害 可他只是凡人之躯 再厉害也得有个度 甚至都没有长寿 终年归西了 仅凭傅长生三个字 就能镇住千万妖魔 时光荏苒 无一邪魔能逃脱 不 我不相信 就算是风水师的祖师爷 也不可能有这么厉害 人始终是人 只是有些人 被过度神话了 黄大仙震惊过后 根本不相信这个事实 其他人众说纷纭 王天祈也有点迷茫了 不知道怎么办好 那到底有没有宝贝 干爹 怎么办 王天祈只能询问 黄大仙的意见了 他接下来也不知道 该怎么整 黄大仙沉默片刻 顿时杀一四起 杀 一个不留 于死网破 胜者将会为王 黄大仙还挺狠 利用完后马上杀掉 以绝后患 多一个敌人 在这里就多一份危险 还会抢宝物 自然是要斩草除根 可方青也不是吃素的 方越虽然被伤得 失去了行动能力 但他没有 王天祈想扣动扳机的时候 他暗藏的匕首 立刻就挥动了 七步之外 枪块 七步之内 刀块 可王天祈的手下反应过来了 直接将他拽回 瞬间躲过一截 不然王天祈的手已经掉了 对付苏杨够呛 但江臣的血肉 可不是垃圾 铿枪一声 匕首刺在了挡在王天祈面前的手下身上 那个人浑身肌肉 身高一米九 但皮肤是黑色的 跟钢铁一样 而匕首刺在他身上的时候 也确实发出了钢铁一样的声音 他的舌头很长 跟蛇一样 脸型很尖 身上有鬼气 但跟苏杨的又不一样 他的身上有阴有阳 不完全是鬼 方青没有得手 立刻吓得后退了几步 但匕首已经断了 没想到 还有人的身体跟铁一样 何人 报上名来 我不杀无名小卒 方青故意挑拨他说话 拖一下时间 然后又顺手摸出了两把断剑 左右握着 只见那男人舔了舔嘴唇 一脸诡异地说道 空同鬼人 周淮安 鬼人 传说种最邪的秘法 修鬼和鬼人又不一样 修鬼是慢慢变成鬼 在过度成仙 或者本身就是鬼 如果修成仙 鬼人是半人半鬼 这种一般是因生子方可修炼 也有一种情况 那就是从鬼门关回来的人 意思就是死了 但又活了 这种也算半人半鬼 不知道谁修炼出来的秘法 邪门得很 将这种处于半人半鬼状态的 修得极其恐怖 人称鬼人 可这种人跟鬼仙不一样 鬼人都短命 而且无法生育 但身体素质比人强很多 会有各种秘术锻造身体 能通鬼神 能调阴阳 王天奇这家伙 真是什么人都请得到 不知道哪弄来的手下 方青摸出断剑后 立刻再次进攻 不将敌人斩杀 绝不罢休 而这也是他唯一的出路 不过这么多人 赢的机会很少 估计也是抱着 能换一个是一个的心情了 臭婆娘 敢赢我 王天奇大怒 再次从手下身后挪出 然后对着方青就是两枪 这女人居然晃身躲过了 果然不是普通人 接着方青断剑一甩 啪的一声 直接插中了王天奇的枪 那枪立刻粉碎了 而且震得王天奇的虎口发疼 全是血 本来夺手下身后好好的 这家伙硬要装逼 差点手就没了 周淮安见老板受伤 连忙再次出手 其他人瞬间将王天奇围了起来 逆不透风 无人能靠近 刚才大意了 再大意 老板命就得没 拿人钱才替人消灾 这基本道理还是懂的 怕死的 就不会跟王天奇混了 这就是他们的觉悟 鬼人的速度极其快 真的跟鬼一样 浑身钢筋铁骨 力量极其大 踏地而行 地面都碎裂了 几块石板 靠近方青的时候 一拳击之 方青挥刀砍 但却被鬼人空手击碎 好像这些武器 对他一点用没有 方青无奈之下 只好跟他击掌 交汇几招 已经被他打得节节败退 这家伙刀枪不入 身体灵敏 速度极快 已经不是凡人之躯 有鬼神之力 极难对付 第五掌的时候 方青已经吃不消了 被震退到墙边 然后就是下额中了一拳 砰的一声闷响 墙上面直接开了 一个人形的洞 可方青并没有 我想象中那么柔弱 依然没有倒下 尽管又中了十几拳 依然坚挺着 一个打滚 从周淮安的胯下滚了过去 给了周淮安一掌 周淮安撞坏了墙 然后手臂抽出 继续轰了一拳 但方青躲了过去 没有硬接 擦了擦嘴角的血 有些喘大气了 体力跟不上 而且鬼人的皮太厚了 跟铁一样 无法破防 打下去就是等死 不行 不能看着他们死 他们死了 剩下的人就该专心对付我了 现在对于我来说 他们就是暂时的盟友 黄大仙不止想杀他们 还会杀我 朱仙剑直接飞向了周淮安 他好像感受到了危险 歪头躲了过去 吭枪一声 朱仙剑插在了墙上 咔一下 墙出现了无数的裂痕 但不崩 这什么剑 如此强大 周淮安一下惊讶了一下 但转眼间 我已经来到了他面前 脚踏在剑柄之上 好快 周淮安有些惊讶 但身体还是 下意识地做出了反应 双拳燃起了鬼火 直接朝我袭来 我倒要看看 朱仙剑能不能破你的鬼身 我倾听点水翻身而下 手拔剑翻砍 鬼火双拳随即而来 但却被一剑斩出血 鬼火灭却 双拳鲜血淋漓 他疼得呲牙咧嘴 哀嚎倒退 这家伙 是不是对自己过分自信了 朱仙剑连刚才斜力 都能镇压下去 你却想徒手破剑 一点鬼火当什么 知道不敌 其他人已经不再观望 全部围了上来 腰刀发出紫光 一刀划破周围的空气 砰的一声 地板碎裂 全部升了上来 仿佛重力失效了一样 冥王之力环绕三百六度 将周围一圈的人全部震开 破斩下沉 墙面碎裂 方青瞪大着嘴巴 一脸的惊讶 他好像误会了什么 鬼人还想立功 有点不服 但他纯粹想太多了 他好像影子一样 左右飘摆 速度极其快 宛如阴风 两只手划为了猎刀 再次燃起鬼火 顺斩我的脖子 想拿下我的向上人头 可我挥剑一盏 立刻断了他的诡异 将他震得步步后退 鬼火再次消失 朱仙剑贯穿他的右肩膀 将他钉在了地上 鲜血喷涌而出 救我 周怀安大吼 知道自己已经不行了 就在他差点就要 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时候 两道妖影如雷霆一样冲了过来 左边一个黄大仙 右边一个蛇仙 遥找化为黑色的镰刀 带着恐怖的黑色妖气 直接斩向我的胸膛 我左右开弓 一把朱仙剑 一把妖刀 铿锵一声 火花四起 但却挡住了他们 狡化八卦 一股力量升起 嘴吐出了两枚铜钱 后天八卦 更自觉 阴阳倒转 震乾坤 哄 旋转的八卦 如同烽火圈一样 配合两枚铜钱 直接将周围的一切给弹开了 一道黑白之光亮起 更自不停地出现 无数的自觉 好像一座座山一样 直接压到了蛇仙和黄大仙的身上 这小子 才过多久没见 为什么会强成这样 且不说自身实力和术法 一把剑阵乾坤 破阴阳 一把刀鞋是万物 而且 为什么我还感觉到了冥王的力量 黄大仙和蛇仙两个人合手 都感觉有点吃力 顿感不妙 他们被震开后 不敢再留余力 纷纷使出看家的本领 想要斩草除根 把我杀死在这里 必须杀了这小子 成长速度太可怕了 对 不杀了他 出去狐仙又保着他 再无机会了 我不会跟他们打的 动静太大 会引来那个家伙 而且他们人多 等下车轮站 把我活活耗死了 我才没那么傻 你们慢慢玩吧 我妈不让我跟傻子玩 再见 既然没有盘古之心 那就算了 早知道白跑一趟 来的时候 我就翻脸了 朱仙剑一挥 整个房间都在颤抖 地板碎裂 两个也先站立不稳 身体太庞大 差点掉了下去 趁着这个时候 拉上方月和方青 直接走了 连我都撵不上 两个也先一线圆形 或者用腰法 体型会变大 我利用他们这个特点 直接将他们困住了 再追就掉下去 我带着两女再次逃跑 这事实真是难料 没想到我 还要救江城的棋子 有点搞笑 不过他们 还有用处 不急着杀他们 你这么厉害 为什么不早点出手 方青把房门关上 然后喘着大气 这个房间 又是九区十八弯 才进来的 但方青和方月 已经到极限了 得喘口气 特别是方月 受的伤害不小 你太小看他们了 随便过两招简单 真打起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分胜负 到时候引来那个家伙 我怕我们都得死 我静静聆听着外面 没有任何脚步声 看来没有追来 把一剑已经断绝了 他们的路 应该无法追上我们了 朱仙剑果然厉害 破鬼体跟吃饭一样简单 和砍瓜切菜 没有任何区别 用他跟那家伙打 应该有胜算了 我跟你是敌人 不会欠你人情 你救了我们 你要我们怎么还不说 方青一边说着 一边帮方月整理着伤口 但他们的愈合 和恢复能力极其惊人 本来血流不止的 现在已经结痂了 只是嘴唇有点苍白 应该是失血过多导致 但身体已经没有大碍了 你看那个长青 也是被祭坛所伤 跟个死狗一样躺在那里 估计命不久已了 方月则不一样 已经在渐渐恢复 估计有得到江城的基因 这身体根本不是凡人所能抵的 不愧是僵尸王之后 但他们又区别于僵尸 因为他们是实实在在的人 一点失利都没有 不然刚才也不会那么窘迫 这还用问吗 书中有云 救命之恩 无以为报 只能以身相许 这还不给我逮到机会 这不等于把江城给睡了吗 给尝尝先 我又不是什么正人君子 当老十人三十岁了 都还在跟五指姑娘过 谁爱当谁当 我贪财好色 一身正气 他人说什么 与我何干 方青和方月脸都红了 然后面面相去 两人一咬唇 娇滴滴地低下了头 这是过后 莫要再提起 也不准跟别人说 能做到吗 能做到 我们就报答公子的恩情 我连忙点头 我这把嘴出了名的命 不可能有人在我这里 得到半点八卦 我发四 说吧 两人一人一边 吻了我的嘴唇 还一脸娇羞 干 你们再开玩笑吧 这就完了 我一脸猛 这是干啥呢 玩过家家吗 难道不是这样吗 如果怀悦 我们就完了 还能怎么样 两人一脸清纯 懵懂无知 仿佛我七岁那年 抓到了一只知了 就好像抓住了整个夏天 还能怎么样 那我得教教你们了 抱上两人 宽衣解代 化身生物老师 跟他们讲解了 人类是如何繁衍生息的 整个过程极其精彩 引得他们不停地啪啪啪鼓掌 直到他们全部学会 我才欣慰地躺下了 当老师 真累啊 两姐妹沉沉睡去 互相抱着 露出了甜美的笑容 这时候 外面突然有了动静 但我没叫醒他们 而是悄悄打开了门 然后往门缝砍 这时候啪的一声 突然一个血掌印 按在了门上 然后有气无力地虚弱说道 开门 我一看 这不是常青吗 怎么回事 他居然能逃出来了 王天奇没有宰了他吗 感情这家伙 生命力还蛮顽强的 居然还有力气逃 就是很奇怪 他是怎么逃出来的 不应该啊 他这种死狗模样 放他进来也没事 我打开了门 然后他立刻跌了进来 连滚带爬的 不过一个人的求生欲 也是真强 已经浑身是血 头破血流了 就剩一口气的人 硬生生地跑到了这里 能不能活下去都另说 而我也不想 帮他治疗伤口止血 他很难活得下去 林烨可以救他的 但没有救 这老头太狠了 摒弃了所有麻烦 就为了得到道成仙 常青也不是傻子 看着方月和方青裤子上的血 马上明白了什么 他冷笑了一声 你小子可真有本事 他指了指自己的头说道 我们都报了钢 你却在这里 给他们姐妹俩报姜 牛P 我常青佩服你 说着这死狗模样 还给我竖起了大拇指 有气无力的样子 说话 也好像随时要断气一样 根本不足以对我造成任何威胁 放他进来 也只是想问他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已 他不会无缘无故地能跑出来 有黄大仙和蛇仙在 他必死无疑 根本没有逃脱的可能 你为什么能跑掉 我制造的混乱 不足以让你也逃掉 我朝常青问道 对 但是那个家伙来了 常青突然说道 跟你长得一样那个家伙 果然 幸亏我跑得快 我就知道那么大动静 肯定会引来他的 哼 那就不用问了 王天奇和黄大仙 肯定有苦头吃了 疲于奔命 确实无法看住常青了 这时候 还会有谁注意他呢 这家伙算是捡回了一条小命 但能不能活下来 也不好说 因为伤势太重了 嗯 我敷衍地回了一个字 跟死人 我没有什么话好说 放他进来 已经是大发慈悲了 现在我要知道的事情 已经有了答案 自然不会再鸟他 这时候 常青看了我一眼 好像眼皮都中了许多 这家伙就剩一口气了 命是真的顽强 救 救我 我不想死 常青只能向我求救 这是唯一能活下去的办法 救你 凭什么 我冷哼了一声 感觉有些好笑 这家伙 是不是想太多了 以为我放他进来 就是心软 呵呵 不可能 我把我的所有东西 都 都给你 你救我 常青想摸兜里的东西 但是已经无法动弹了 手抽出了几下 又无力地放下了 那倒不必了 你死了以后 东西也是我的 根本没差 常青 常青还想收买我救他 可他开出的价码太低了 这样 我很难办的 他被我的话呛得无法开口 久久愣在原地 最后好像想起了什么 然后拿出一张黄纸 给我写了一张福令 这是盗门的密符 我们派分天地玄黄 我属于玄门 下面的弟子以我为尊 这幅可号令他们 常青将密符交给了我 然后又可出了几口血 这家伙还能活吗 我怎么感觉 离归西不远了 看着这用血写下的密令符 我寻思了一会 算了 就当做做件好事吧 不知道他说的话 是不是真的 但我还是 帮他治疗了一下伤势 在背包里拿出一点药和绷带 把伤口缠了起来 不知道能不能止血 这家伙一包扎好人 就晕了过去 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我趁他没有意识 搜了一下他的身 这家伙压根就没有什么东西 都是基本的皇服和铜钱 还有一些小八卦 有点钱 但不多 其他的就没什么用了 杂七杂八的 连自己的七星剑都丢了 刚才还想忽悠我救他 什么给我好处 原来都是画饼 不会这个密符 也是假的吧 能号令玄自派的所有人 越听越玄 不像那么一回事 等方月和方青醒来后 吓了一大跳 刚才运动过度 加上他们本来就有伤 所以睡得很死 多了一个人都不知道 现在醒来看见常青在这 下意识就尖叫了一声 这 这谁啊 方月推了一下常青 跟死人一样 一动不动 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我苦笑了一下 急急地无奈说道 别管他 当他是个死人就行 刚刚做完那事 突然多了一个人 方青感觉极其不自在 起床就扬言要走了 可我却一把拦住了 他们的去路 外面现在很危险 如果出去碰到任何人 以他们现在的状态 九死一生 特别是遇到那个家伙 就算是我 也没有一定把握能活下来 别说他们了 冷静下来后 他们又才重新回到了 刚才的位置 方月看见常青隔音 突然掏刀 给他来了一下子 白刀子静 红刀子出 连我都没有反应过来 这下好了 包扎了半天 人终于隔屁了 但可不关我的事 我该做的都做了 我这次可没忽悠人 是方月杀的他 舒服了 看他们两姐妹 一脸轻松的样子 我这时候才意识到 他们是不是有受恐症 方月说 他们从出生到现在 基本上一次都没有 离开过昆仑山 一切的事宜 都是他们在这里操办 而且江城会隔断时间 就进入沉睡 昆仑山的这个地方 只能由他们守着 怪不得与世无争 那么单纯 原来是从没有出去过 沾染红尘 想到是两朵白莲花 被我染指 不知不觉有高兴 又再次重新了 他们一次 尝了甜头后 他们也半推半就 知道原来 还有比亲嘴更快乐的事 虽然他们年纪 也不算小了 但这时候 只能算情斗初开 被我哄骗两句 就成了恋爱脑 你们想一辈子 待在昆仑山啊 这样的人生 是你们想要的吗 我看时机成熟了 就开始洗脑 希望能将这两颗棋子策反 江城策反我的棋子 靠变成僵尸为他所用 那我策反他的棋子 就靠蛊惑人心了 如果我将他们 变成我的棋子 那现在江城的棋盘上 是不是就空吗 没有回去看 我不知道 自己是舒适赢 江城的棋盘上 还有几颗棋子 可好像已经没人了 僵尸全死 银正没了 三个昆仑胎 死了一个 还有两个在我的怀里 废话 不然我们还能去哪 方清凶大无脑 并没有野心 只想在昆仑山待着 替江城卖命 比较江城 也算是他的父母了 我手不老实地揪了一下 然后说道 外面的世界可精彩多 人活一世 就只甘心 待在这种地方 就算是孙猴子 也都跑出去快活了几百年 不出去 你怎么知道 自己喜欢哪种生活 方月听了后有点动心了 可却又苦恼了起来 可这都由不得 我们做主 不是想出去就能出去的 老爹不让我们走 谁都不能出去 既然这样 那不如 我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谁挡住通往幸福的道门 杀了不就行 那可是江城 你让我们怎么杀 疯了吧你 方月跟方清一惊 差点叫了出来 我这不是 在开国际玩笑吗 杀江城 他们有这个本事吗 而且 这可是师父了 难道 他就真的一点弱点没有吗 人无完人 僵尸也一样 我不相信 这个世界上存在完美的东西 任何东西都存在缺陷或者弱点 终于 开始我真正的目的了 搞了这么久 就是想通过方月和方清 找出江城的弱点 有到时有 我给他做过盔甲 胸口那一块 他让我做得特别厚 我猜他最脆弱的地方 可能就是心口 也就是心脏 方月回忆着 好像想弃了一些小事 但足以暴露出了江城的缺点 心脏 他有心吗 他不是僵尸吗 我有些疑惑 但也不能说 僵尸没有心吧 只是僵尸的心都是死的 有的 但好像有时候不跳动 有时候跳动 很奇怪 我也不太清楚 毕竟我们也不是僵尸 他们这样一说 我就懂了 刀枪不入的强悍躯体 也有弱点 就是他的心脏 或许 用诸仙剑刺杀他的心脏 可以将他杀掉 跟我一起杀了江城吧 就算是死 也比待在这里强 外面的世界 有你无法想象的精神 在这里待到死的话 真没有什么意思 你们不是僵尸 但也活得跟行尸走肉一样 杀了江城 跟我走 我带你们出去 画饼也好 营销洗脑也罢 棋盘上营 就必须不择手段 兵不厌诈 现在营 已经不是主要目的了 要杀江城 不然 我们一个也别想跑 我不相信 他会兑现诺言放我走 毕竟他已经等了很多年 梁女有些迷茫 面面相去后 考虑了起来 嗯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们终于点头了 我心里一喜 成了 现在江城身边的人 都成了我的卧底 事情仿佛又多了几分把握 当然了 我们自然不会大摇大摆地 出现在江城面前 这不得背后扎心 不知道在房间里待了多久 确定外面没有一点动静后 方月和方青才终于离去 我们不能再待在一起了 得放他们回去 不然很可疑 他们走了以后 我也该离开了 回到棋盘上 看看谁胜谁负 可天宫不作美 突然几个人形 从各个墙面上摔了出来 口吐鲜血 我低头一看 这不王天祈和他的手下们吗 王天祈挣扎着爬了起来 一脸惨白 看来给打得不轻 后面是两野仙大战苏扬 打得极其激烈 可是一点便宜也占不到 两个野仙都不是苏扬的对手 联手也是给打得节节败退 其他人更是无法帮上忙了 是你小子 都是你害的 王天祈跟我打了个照面 连忙从地上爬起来 其他手下也是 打算一起报仇 我二话不说 一个扫堂腿 全部又在趴下了 一拳打在了王天祈的眼睛上 他马上变成了熊猫眼 他发出一声哀嚎 捂着眼睛在地上打滚 惨得一劈 老子给你脸了是吗 不乖乖在自己的城市里 当个土皇帝 还想出来作威作福 老子不揍死你 我正想再教训他一顿 可后面还有十多个人赶来 这王八蛋的人咋这么多 还有更糟糕的 那个家伙居然发现我了 并马上盯上我 甩掉两个也先 逐渐朝我走来 此时我脑海里只有一个字 跑 撒腿就跑 头也不回 其他人全部被他震开 扒到鬼气如灵蛇一样 缠绕着朝我扑来 我连忙拐弯 砰的一声 鬼气直接将一个房间给摧毁 连渣都不剩 只有黑烟一点点的升起环绕 好险 这个家伙就跟恶鬼一样 死缠着我不放 真是可恶啊 幸亏我跑得快 已经回到之前那个走廊了 穿过走廊的尽头 就可以推开门 重新回到棋盘之上 和江城进行最后的对议 赢了 我就能带着盘古之星离开 希望江城可以兑先诺言 可是 就差临门一角的时候 突然一道黑影闪到了我的面前 抓到你了 小老鼠 一张恶贯满盈 极度嚣张 却又极其熟悉的脸 出现在我面前 它的身上缠绕着黑色鬼火 如地狱修罗 斩尽无数人间头颅 我当机立断 拔出了朱仙剑 一剑砍了过去 苏扬双手一合 徒手接过我的朱仙剑 鬼气副甲 暴炎附在了食指上 力量喷涌 想将朱仙剑强行压下去 然后取我向上人头 可是朱仙剑发出白光 他居然无法压下去 反而建议将他的手震开了 如弹簧一样 什么剑 这么强 苏扬有些惊讶 我手撵兰花 六丁六甲之术 已然皱出 直接震于他的胸口 雷霆万钧 皇甫如万千碎片一样 直接在他胸某某开 轰的一声 直接将他炸退 将他一朵鬼火给轰灭了 又是傅长生的骨朔 可恶 苏扬仰头怒吼 鬼气如龙蛇 万鬼扶藏之势 恶狠狠地盯着我 可我哪想跟他打 直接转头推门而入 然后快步飞跑 跟他纠缠不清 最后赢的机会非常小 这家伙欲强则强 越打越勇 越打越狠 好像永远不会倒下一样 进入里面 只见江城位置不变 他依然坐在棋盘边上 云淡风轻 好像完全挪动过一步 脸上的表情也毫无波澜 但他的不远处 跪着一个人 满身是血 身上有很多刀的碎片 明显这里经过很残酷的战斗 但为什么江城 好像一点损耗都没有 甚至连动都没有动过的样子 那个人自然是柳西林 之前听见我说 江城在这里 直接就找过来了 拦都拦不住 可此时的他单膝跪地 满身是血 极其狼狈 三把刀只剩一把了 其他两把已经碎在地上 一片一片的 柳西林在江城面前 居然不值一提 这就是万古之江 万师之王吗 万年之久 就算是一头猪 应该也无敌了吧 幸亏我知道他的弱点 不然怎么可能 赢得了这样的对手 低头 见我回来 江城突然淡淡地说道 虽然他看都没有 往我这边看 什么 我不知道 他突然说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直到我感觉后边 一股冷寒的杀意 如山一样 压在我的身上 接着就是一阵阴风 直窜我脑袋 一把黑枪伴随着鬼火 然后化成黑龙 一怒而出 我说了低头 江城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来到了我的身前 将我的头按下 然后轻松躲过了这一箭 那家伙居然还没有放弃 穷追不舍 直接杀到这个房间来了 这时候 他第一次量自己的武器 是一把黑色寒铁打造的长枪 看来他畏惧我的猪仙剑了 徒手无法再拿下我 要知道在黑木崖打那么多人的时候 他都没有亮枪 坑 一声闷响 江城双指 夹下了枪头 神态自若 我让你进了吗 不想跟这个射道人一样的下场 那就给我滚 寒冷的眼神 看向了不远处 犹如万年的寂寞 在此刻冻成了杀人的兵 周围一切都陷入了兵器一样 他是我的 臭僵尸 就算你是江城也不行 苏阳化成风出现 抓住了枪柄 用力挥动 枪扫路河 气概万千 从江城的指尖挣脱 如灭石一枪 想将其粉碎 江城突然青筋抱起 眼瞳变成了金色 满脸怒意 我等了他千年 你说他是你的 你有何资格 江城一拳轰在了长枪上 立刻暴动千里 贯穿了整个屋顶 石器如万年恶寿怒吼 将一起都横扫了出去 风云变色 乌云盖顶 石器遮天 苏阳如风筝一天 直接撞碎了大门 粉碎了那面墙 然后在走廊里 滚了好几圈才停下来 他跟柳希林一样 用长枪撑起 仰头看着这个万年的怪物 是那样的遥不可及 呵呵 有意思 破碎的走廊里 顿时如现地狱 万鬼哀嚎 那家伙眼放红光 彻底成为一只恶鬼 没想到 苏阳跟柳希林 都完全不是江城对手 可苏阳跟柳希林不一样 他不但不服输 还更加强盛了起来 一道道鬼气如烟一样 飘了起来 浑身都是鬼火 好像已经被鬼气淹没了一样 这时候的所有屋顶都破碎了 风雪不停地往下面灌 好多柱子都开始结冰了 这都是江城一拳的事 有点可怕 这个屋子的构造和建造材料 没有那么简单 一拳把所有屋顶全部烘成渣 那得多恐怖 我可管不了他们的战争 让他们打罢 我只关心棋盘 这时候我两眼望去 顿时发现 我的棋盘还有不少棋子 但江城的棋盘 就只剩两颗了 我心里顿时一喜 有了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就是方月和方青了 现在 他们已经被我策反 只是还没有暴露 一旦暴露 他们就会变成我的棋子 从另一边移到我的棋盘 我赢了 可能动静太大了 两个也先野文声赶了过来 王天奇跟在后面 在后面是一群马仔 不止他们 女娲后人居然也逃了出来 似姐妹后道 但好像并无大碍 久人都安然无恙 不像王天奇这帮人 已经伤痕累累 这都是苏杨的功劳 就连两个也先 也是没有好过 身上有血迹 与此同时 方月和方青也回来了 从后堂走了出来 站到了江城的身后 他们看了我一眼 眼神已经跟之前不同了 充满了暧昧 不过幸亏 他们站在江城的身后 反正他也看不见 哼 臭婆娘 居然敢阴我们 白灵看见方月和方青大怒 因为就是 他们俩发动机关 将所有人推下去囚禁的 不过也不知道 他们是怎么出来的 阴你又怎么样 不杀了你已经算不错了 难不成我 还得跟你做亲切 方月一点也服输 还回对了一句 有江城往那里一站 他们也确实不虚 跟我做亲切 你配吗 白灵举起了长剑 等一下我第一个就杀你 闭嘴 突然 苏杨大吼了一声 声音震耳欲聋 他现在眼里 好像已经没有其他人了 只有江城 江城 希望今天你能让我玩得高兴一点 哈哈 他好像陷入了疯狂一样 浑身都是鬼火包裹着 好像多了一件铠甲 黑一枪再次挥动 冲向了江城 凭你 还差得远 既然你们都来了 我也只能下场了 你们全都一起上吧 这盘棋 我一定要赢 千年啊 整整一千年 知道我等了多久吗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吼 一声恐怖的怒吼 江城眼冒金光 终于露出了他猙獰的僵尸牙 口喷白气 湿气滚滚 众人在他眼前仿佛蝼蚁 这家伙居然要下场了 这咋找 谁能赢他 就这个实力 我感觉方月和方青 都无法偷袭他 他如果杀光这里的所有人 那我就输了 但还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趁他不注意 将方月和方青给杀了 现在他的棋盘上 只有两个棋子 那就是这两个女人 他们一死 一切就结束了 我虽然策反了他们 但他们只是口头答应 并没有实际行动 所以算不上真正的叛变 我还得等 我握紧了拳头 那就等吧 不到逼不得已 我也还不想做极端的事情 江城虽然说让大家一起上 但是除了苏杨 其他人没有一个敢动的 包括女娲后人 黄大仙这些 就更不用说了 没有好处比我还狗 而且欺然怕硬 苏杨的长枪再次刺来 江城比刚才还厉害 因为之前根本 没怎么展示真正的实力 看都不看苏杨 只是轻轻一拍 长枪立马歪斜 力道很大 枪身弯曲 把苏杨逼退了十几步 江城一拳轰出 光恐怖的拳风 就将苏杨横推出了十米外 湿气如十万头骨兽咆哮一样 苏杨完全不敌 鬼气都直接被踩碎了 这就是师祖的威慑力 苏杨就滚在地上 再次将地面砸碎 身体开始受了重伤 江城毫不留情面 只想将苏杨轰杀致死 但他始终 好像没有用尽全力 再等一个能撼动他的对手吗 可会有这种人出现吗 这里加起来 也未必是他的对手 独守昆仑宫一千年 万年僵尸僵尸组 我们加起来 还没他年龄零头大 但我有一个疑问 那家伙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他怎么不说是傅长生呢 江城甚至都没有任何疑惑 好像看一眼就知道 谁是傅长生一样 根本不在乎面相 也不是看皮囊的 至今所有人 遇到我跟他 都会感叹两人的相向 甚至会分不出谁跟谁 但江城一点都不迷茫 心里仿佛很清楚一样 眉头都不皱一下 同一张脸 还有人不迷糊的 还是说他有特殊的辨认方法 就在这个时候 一声沉重的锁链断裂声 打断了我的思考 我心里咯噔一声 不会吧 大哥 你还升级啊 能不能封一下他的号啊 这我以后怎么玩 我没有猜错 九龙抬关又一根铁链断了 这已经是第三条了 邪恶又暴力的黑龙 仿佛得到了自由一样 缠绕着苏扬的身体 然后慢慢爬了上去 跟他的皮肤合二为一 说不定 我离鬼仙那道门 就靠你打开了 苏扬鬼力大增 黑枪方法得到了许多力量 至今变红了 枪头也改变了属性一样 直接燃起了跳动的黑龙 由恶鬼环绕在四周 然后变成了难以置信的黑龙 九龙抬关吗 你有点意思 江城露出了意犹未尽的笑容 其他人已经不放在眼里 反正他们也不赶上 唯独那个家伙 能入江城的法眼 因为他越打越强 长枪如龙 毒海一出 狂暴的黑雷涌向了江城 江城一拳轰出 湿气奔腾 两股力量交锋 立刻爆炸出了很恐怖的气流 苏扬咬紧牙关 枪头不断旋转着 好像化成了龙一样 我不知道是不是幻觉 我真的听到了龙吟 江城湿气大聚 如一道气盒斩 将长枪横扫了出去 斩灭鬼气 将苏扬打得滑地而行 不够 依然不是对手 而且是远远不够 江城的恐怖 已经超乎了我们的想象 没想到他这么厉害 解锁了三条龙的苏扬 也打不过他 而且实力相差甚远 我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兄弟 就这样吧 不要再升级了 江城你千万不要 做他的垫脚石啊 你一定要 杀了他 我手握紧了拳头 最好 你们两败俱伤 我坐手鱼翁之力 一下子解决了两个烦恼 那我就真的谢天谢地了 可我的预感是对的 这个家伙越打越强 居然在伤势严重的情况下 再次断条了一条铁链 砰的一声 第四条黑龙解锁了 苏扬眼睛突然全黑 两只眼珠子 好像染成了墨色一样 头发全部变白了 黑龙迅速与他的皮肤融合 鬼力大增 第四条了 这家伙 到底要强到什么程度 无数的黑气在他身上升起 一阵又一阵 好像仙人一样 就是黑烟险的邪门 他整个人狂暴无比 枪身全部镀上了鬼气 好像有了鬼石一样 连武器都升级了吗 我擦了擦冷汗 江辰老师 别教了 再教我要出事了 不是你出事 你快杀了他吧 求求了 江辰眼神一低 露出了一声冷笑 成长得真快 不愧是麒麟之子 而我已经跳出五行 不在三界之内 老天爷也管不了我 搞错了吧 我才是麒麟之子 苏扬一句话不说 占了下风的他 已经没有往日那么嚣张 而是专心战斗 脸色也凝重了许多 但是他异常兴奋 比以前要兴奋百倍 整个人都忍不住在颤抖 我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江辰会让他变得更强 害我紧张得手心直冒冷汗 这个家伙再变强 我就只能等死了 黑枪伴随着百道鬼气 冲向了江辰 江辰抱一 身体如金刚之躯 鬼气不轻 万法不入 爆裂的皮肤和肌肉 比钢铁还硬 无数的鬼气瞬间幻灭 枪头不断旋转着 如金刚钻一样 想要破掉江辰的胸膛 但是根本没用 一声爆喝 那把枪直接反弹了回去 苏扬接住枪 还被阵飞了出去 狡猾机密 虎口流血 手臂发麻 江辰一声尸吼 狂风如气流一样 漩涡万里 阵的看戏的众人 都全部飞了出去 站立不稳 没有几个不趴下的 波涛汹涌的失力 差点将这个屋子都毁了 但这个家伙 明显是看着来的 压根没有出权力 等苏扬反应过来的时候 江辰已然跟一颗流星一样 冲到了他的面前 好快 这么强的肉身 为什么还有这么快的速度 苏扬横扫黑枪 鬼气一阵又一阵地扫荡出去 如破空之势 威力无穷 可江辰体势一阵 一切都瞬间祭灭 力不能出 鬼气荡然无存 一拳轰向了苏扬 他想躲 可是已经来不及 那一拳 我们都是只能看见 一个虚影 苏扬就飞了出去 人枪分离 离地九尺 重重摔在了地上 地面马上爆裂出了 一个人形的凹洞 鬼气瞬间烟消云散 极限了 看来苏扬这个家伙 到此为止了 不会再进步了 他想强撑着站起来 但接连被重创 已经无法再继续了 鬼力被打得只剩一点 但无容置疑 他已经比我们这里 所有人都强了 他落败的是江辰 万江之族 江辰 说是活了万年而已 但江辰都不知道 自己诞生于何时 又过了多少年 这是一个无限长寿 不死不灭的怪物 成了鬼仙 你也赢不了我 但你已经比其他人 有意思了 江辰由衷地笑了 仿佛有人陪他 玩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游戏 让他的孤独 暂时缓解了一下 他不知道 自己已经寂寞了多少年 你可真是会白话 臭僵尸 妾 苏扬拜人不拜事 丝毫不怕死 面对江辰的调侃 他一点都不买账 甚至觉得是一种侮辱 可无所谓了 杀光这里的所有人 他就赢了 江辰下场 我的棋盘会被瞬间清零 这里的所有人加起来 都不是他的对手 我的两颗最强棋子 都已经败了 柳希林 苏扬接连败北 其他人瑟瑟发抖 看见江辰话都不敢说了 现在唯一的希望 就是方月和方青了 他们会偷袭成功吗 不 应该说 他们还会叛变吗 其实对于我来说 他们杀不杀的死江辰 根本不重要 只要他们叛变就行 一旦叛变 我就赢了 因为江辰的棋盘上 就剩下最后两颗棋子了 可选择全在他们手上 这时候我无法干预 就怕他们退缩了 但是 他们没有让我失望 女人果然是感性的生物 在那一刻 我突然觉得有点内疚 我真是个人渣 因为他们这样做 只有一个下场 那就是死 之前我不知道江辰的真正实力 现在知道了 我可以肯定 就算江辰的弱点是心脏 那他们也永远无法偷袭成功 实力相差太远了 可我之前并不知道 江辰有这么恐怖 但方月和方青 还是义无反顾 可能是为了自由 也有可能是为了爱 但他们不知道 只是跟我睡了一个觉而已 单纯地像一张白纸 两人同时出手 钢铁般的匕首 还戴着符咒 估计是想破江辰的尸身 被刺的两刀 如寒芒一样 趁着江辰不注意 直接狠狠扎向了他 愚蠢 江辰突然回头 在那一刻 两女的眼神只有惊恐 他们没有想到 江辰居然瞬间就发现了 也就零点零一秒的时间 铿枪一声 两把匕首成了碎片 江辰都没有动手 只是瞳孔震出一股微波 匕首就化成了碎片 两女突然惊恐地愣在原地 不知所措 可我是得逞了 江辰棋盘上的两颗棋子 突然变了颜色 然后一到了我这一边 我赢了 他的棋盘空空如也 再也没有一颗棋子 赢了 我赢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两只狂暴的尸爪 直接如雷霆一般 伸向了两女的喉咙 背叛的下场 那就是死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容忍背叛 江辰也一样 两女惊恐地愣在原地 脸色苍白 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甚至仅仅闭上了双眼 他们害怕 但不后悔 在江辰下手的一瞬间 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时 直接一手抱一个 滑行躲避 开了江辰的尸爪 好险 完蛋 破戒了 动了侧隐之心 坏了师父的规矩 刚才如果江辰反应过来 有可能我们三个人都得出事了 这就是心软的后果 本来就是利用他们赢了 其他的是在与我无关 一本万利 成为真正的大赢家 见我救下他们 两女非常高兴 但又极其担忧 但我不是很怕 我已经赢了 她应该放我走 不再纠缠 而且把盘古之心给我 哼 虽然没有傅长生的本事 但也不赖 能跟我下棋下的不分上下 江辰收回了师爪 不再有杀意 如果是背叛我跟了别人 那他们必死无疑 甚至要粉身碎骨 但是跟了你 那倒无所谓 就赏给你了 长生 我们又何必分你我 女人而已 你要多少 我都可以利用昆仑胎造出来 我 你他妈是变态吧 是不是活得太久了 心里扭曲了 谁要跟你千千万万的骨肉 搞在一起了 我一个变态 都觉得你变态 方月和方清两女 顿时松了一口气 然后痴情地看着我 仿佛已经是我的女人了 也没有后悔跟了我 有了我这个靠山 居然刺杀江城 都可以得到原谅 跟狼吃肉 跟狗吃屎 谁又不能爱强者 就因为这样 他们更爱我了 不行 苏杨哥哥是我的 嗯嗯嗯 白玲刚刚想说话 大喊大叫 可却被子福瞬间捂住了嘴巴 不让他说话 现在谁说话 谁就有可能遭殃 江城想杀谁就杀谁 白玲不懂事 但其他三个姐姐 可不敢认他性子来 那太危险了 嘘 别说话 那个渣男 你还把他当宝了 在座各位谁不知道他诈 就你傻 子福又不是什么纯情小少女 我是傻人他比谁都清楚 玩玩还当真了 真是傻妹妹 像他这种风情万种的女人 玩得比我还嗨 心眼能比我少吗 我懒得跟江城争辩 直接指着棋盘说道 我赢了 你少废话 盘古之心给我 放我走 带方月和方青走 也无所谓了 反正我已经赢下棋盘 但江城该兑现诺言了 放心 我说到做到 愿赌服输 江城拿出一个盒子 搭带巴掌大小 然后递给了我 这就是盘古之心 你的战利品 干得不错 长生 江城居然一点都不生气 不知道是他格局大 还是只在考验我而已 甚至特么看着我笑 笑得我直发毛 人都有点傻了 大哥你骂我几句呗 别这样看着我笑 怪甚人的 我就是这么犯贱 接过盘古之心 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了黑盒子 里面真的有一颗心脏 但是木质的 还在跳动 上面有很多根絮一样的东西 跟蚯蚓一样 我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 但是这玩意该怎么用 而且挺轻的 比正常的心脏要轻上不少 可能是木头的原因 这就是盘古之心吗 是神话中的盘古吗 不可能吧 那不是开天辟地的巨人吗 怎么可能心脏就这么一点 不管了 反正得手先带回去再说 我已经赢了 江城必须放我走 苏扬已经败北 被打得极其虚弱 不可能再杀得了我 而我也不想现在动手杀他 原因很简单 烂船有三斤钉 他要是跟我拼死搏斗 就算我现在杀了他 我也得出事 还有其他人看着 盘古之心 也是他们窥视的东西 我可以走了吧 我朝江城问道 江城点了点头 还算是一个守信的人 愿赌服输 但我怎么感觉 这次答应得太容易了呢 一点情绪波动都没有 仿佛一切都还在 他的掌控中一样 给人的感觉 就不像是已经认输的 或者是输了也无所谓 他等了我一千年 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放我走 还搭上两个女儿 江城脾气这么好吗 不管了 虽然是有蹊跷 但该走还得走 想东想西 到头怕会出事情 还不如果断一点 遇到什么再说吧 我突然搀扶起了柳西林 然后要往外走 柳西林有些惊讶 没想到我这个时候 还能惦记着他 所以有些无法理解 从头到尾 他都在利用 我上来昆仑山而已 说不上敌人 但也算不上朋友 能在这个时候扶他一把 这让他有点感动 不然他在这里重伤 还指不定可以活多久 我这是在救他的命 当然了 我确实不像这种人 但就柳西林的好处太多了 我带他走不会吃亏的 格局大的人 要往后看 不要顾着眼前那点迎头小力 这时候 大家都盯着我 不对 是盯着我身上的盘骨之心 此等宝物 谁不眼红 被一群恶狼盯着 我赶紧走了 方月和一人 一边扶着柳西林 这样快一点 柳西林虽然重伤 但也还不至于 到走不动的地步 搀扶着 也是可以行走的 以他的体格子 下个山应该问题 江城居然不管其他人 只是微笑 看着我的背影 其他人就跟空气一样 根本入不了他的眼 这对于其他人来说 是天大的喜事 不然江城杀光他们又如何 他们也赶紧走了 不然等下江城改变主意 可怎么办 江城 总有一天 我会超越你的 成为这天地的主宰 苏阳拿着长枪 撑起身体 然后也跌跌撞撞地走了 他虽然和江城打得最久 但也伤得最重 不过这个家伙顽强得很 像打不死的小强 哼 狂妄的小鬼 我对天地主宰没有任何兴趣 我只要长生 江城根本不在乎其他东西 苏阳的话 他也毫无感觉 可能这些东西 他早就拥有过 所以才知道自己 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我管不了他们 直接走了 现在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下山 至于昆仑山 还有没有其他宝物 我一点也不关心 盘古之心到手 那便满足了 我不贪心 也不敢贪心 可其他人好像也是这样想的 一直跟着我 他们不是不贪心 而是怕江城 谁还敢在这里缩刮宝物啊 活腻了 我还敢在这里缩刮宝物啊 我还敢在这里缩刮宝物啊 我还敢在这里缩刮宝物啊